未婚妻为了你的跟班小臂 震碎了你的丹田 还把你推下了小山坡 你看坐在一棵大树下 怒视着眼前的紫衣少女 半个时辰之前 你们还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女 他们怎么会搞到一起 还未等你缓过神来 又一掌劈在了你的胸口 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母亲给的小塔也掉到了地上 山林间回荡着 狗男女的嘲笑声和你的哭叫声 身体剧痛无比 奄奄一息地躺在山脚 愿鲜血流出染红了白袍 静静等该死亡的降临 此时一缕鲜血流进了小塔 本暗淡无光的小黑塔 忽然光芒四射 横空而起飞到你的胸前 转瞬间进入体内 一股强大的气流将身体包围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后 打断的筋脉和内脏完全恢复 震碎的丹田也连了起来 这些天你是一刻也没闲着 小黑塔一共七层 你进入的是第一层 这里什么都没有 除了你的神识化为虚影之外 还有一个背着身坐着的红袍女子 看不见她的面貌 你称她为神仙姐姐 你恭敬地说道 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 接下来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这些天感谢你教我剑法 稳天剑绝在我手里 我一定会将她发扬光大 去吧 你的剑道天赋虽然不如我 但勉强来说还算及格 出去之后要刻苦练习 千万别丢了我的脸 红袍女子说完轻浮衣袖 一阵轻风吹过 你的神识随之离开了小塔 等你离开后 红袍女子缓缓站起 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 若有所思地说道 百万年后 神殿塔重新认主 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解除封印是迟早的事 随即天空发出了一声巨星 似乎是在回应着什么 清醒过来的你 看了下四周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洞穴里 庆幸自己没有被野兽吃掉 感觉全身充满力量 灵力充沛 像是身体被重新打造了一遍 若你过去的天赋无与伦比 那如今更是超凡绝尘 尽情吸收着周围的天地灵气 不到一刻钟 洞内灵气已被你吸收干净 这要是换作以前 没个十年八载的修炼 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现在不是修炼的时候 消失的这四十九天 家里人肯定着急坏了 此时的叶家 一位寸头白发 神态威严的中年男子 着急地问道 还没找到成儿的下落吗 下人弯着腰一脸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一个月来天运城的每个角落 叶家几乎都搜变了 可都秒无音讯 听到下人的话 老爹神情哀伤 突然后面的书柜打开 你满身是写得从密道走了出来 老爹惊讶之余 十分激动 抓着你的手问道 儿啊 你这些天去哪了 怎么变成这样 是不是跟陆青两家有关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爹 你随即说道 我不在这些天 天运城发生了什么 老爹气愤地说道 一个月前 清家不顾我们跟陆家的联姻 带上聘礼钱去陆家 给陆青瑶下聘 整个天运城的人都知道 你跟陆青瑶有婚约在身 清家这么做 根本就是不把我叶家放在眼里 在我叶家的脸上 狠狠地打了一眼光 这也就算了 你猜陆家怎么着 居然无视你跟陆青瑶的婚约 直接接受了清家的聘礼 如果说清家是打脸的话 那么陆家的行为 就是把叶家的脸 摁在地上狠狠摩擦 我派了几位长老前 去陆家讨说法 结果都被他们轰了出来 加上你失踪不见 我觉得事情不简单 这才一直以不变应万别 老爹是个沉舟稳重 深谋远虑的人 遇到这样的大事 还能忍气吞声 着实令人敬佩 老爹 清家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 是因为清无四觉醒了大地神脉 被苍蓝总院提前内定了 陆家为了抱上这条大腿 便要置我于死地 夺得唯一的一个总院招生名额 老爹听后气得双手握拳 眼眸中泛起一丝冷力之光 愤怒地说道 三天后总院招生鄙视 你能否战胜陆青瑶 拔得头筹 你坚定地回答道 就算十个陆青瑶 都不在花下 三天后 请整个天运城的老百姓 看一场大戏 青路两家就等着接我叶家怒火吧 三天后 便是苍蓝总院 来天运城苍蓝分院招生的日子 他们的招生要求很简单 就一个要求 最强者 才能录取 以往的招生的名额 天运城有两个 今年或许是把一个名额内定给了清无四 所以 这次录取名额只有一个 只要在擂台上 达到了第一名 那么这个人 便成功地夺得录取名额 整个分院的弟子 大概三千人 而其中有资格 参加这个录取挑战的 只有五十个人 这五十个人 都是书院平时的比试 评分最强的人 所以今天的录取 比试对整个天运城来说 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此时 书院擂台下的大操场 已经人山人海 有些挤不进来的 甚至站在一些高楼的顶沿上观看 总之这一站 全程瞩目 老百姓们都想知道 这次的录取名额 到底花落谁家 天运城有三大家族势力 其中分别是叶家 轻家 陆家 比试擂台之上 有一个关系台 是给城主大人 三大家族组长 和书院高管 以及从郡里来的总院 指导而设的一个看台 看台之上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 唯一一个位置空缺的 便是叶家家主的位置 别人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陆家家主 跟轻家家主 则是非常清楚 本来最有希望 夺得这个录取名额的叶城 现在人都死了 未婚妻甚至婚都没退 就收下了轻家的聘礼 把叶家的尊严摁在地上 狠狠地摩擦了一把 所以他叶正威 还来做什么 来自取其辱不成 天运城苍蓝分院院长 邱富基 侧目看了一眼 叶家家主的位置 联想到五十多天 没在书院出现的叶城 以及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 青鹿两家联姻 他隐约地 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但他没有点破 势力斗争 在他看来再平凡不过 没实力的势力 只会被时代而淘汰 如果叶家 他在这一场较量之中输了 那也是叶家的命 邱富基把目光移到了一旁 满脸白须的老头身上 客气地说道 花兄 五十名弟子 基本上已经到齐 时辰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了吧 白须老头名叫花柜 是总院派来主持 这次录取招生的指导 只见花柜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那一声 邱富基会议 站起身对着擂台下面 声音洪亮地说道 比试开始 接着 除叶城和早已被内定的 青鹿四以外 四十八名弟子 纷纷走上台来 按照执教的指导 纷纷抽签匹配自己的对战敌人 一轮抽签下来之后 大家按照签上的数字 走下台 等着执教叫号 只有等到了执教叫号 他们才能上去跟对手对战 几轮淘汰赛下来 实力最为强悍的陆青瑶 在擂台上 简直杀疯了 只要跟他匹配成为对手 对方都会被他以最快 最狠 最毒的方式给打败 而他 也成为了这次 录取之战的 最亮眼的一个星星 随着最后一个弟子 败在了陆青瑶的剑下 他亭亭欲力地站在擂台上 威风将他的裙摆 吹起了一角 满脸高傲地 面对着擂台下的全城百姓 这一战 他如愿地战胜了苍蓝分院 参加录取之战的所有弟子 他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这个录取名额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而关系台上 秋复姬看到这个结果 一点也不意外 以陆青瑶的天赋跟实力 除非夜城在 否则分院的三千弟子之中 无一人是他的对手 只是 夜城会来吗 想到这里 他轻轻地摇头 如果夜城能来的话 估计早就来了吧 到了现在这个街步也还不来 估计是没办法来 或者是 这个世上已经没了这个人 想到这里 秋复姬从座位上 缓慢地站起来 声音洪亮地说道 我宣布 天运城苍蓝分院弟子陆青瑶 正式夺得冠军 获得了总院的录取名 就在额字还没说完的时候 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 从操场上空响起 院长 各位前辈 不好意思 弟子来迟了 话音一落 只见一阵静风吹过 哗 一道白袍出现在天空 飘然落下 一位翩翩少年手持利剑 落在擂台上 成为了全城主目的焦点 夜城 夜城 就是前不久失踪 未婚妻陆青瑶 没跟夜家商量 就收下倾家聘礼的那个大冤种 没错 听说他的天赋和实力 不在陆青瑶之下 他突然的失踪 和陆家的举动 可想而知 里面隐藏着多大的水分 原来他没死 这下有好戏看了 台下掀起了一阵浪潮 都是议论夜城的 而关系台上 陆家家主和清家家主 则是死死地盯着夜城 在他们看来 夜城已经是一个死人 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出现 而最为震惊的 则是陆青瑶 只见他那粉嫩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与不可置信 那天在书院后山 他明明把夜城的丹田气海打碎 清无似更是一掌 打碎了他的五脏六腑 就算夜城大难不死 碎了丹田气海 也应该是一个没有灵力的废物 可他刚才持风而来 从天而降 身上充满了风银的灵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心虽然有许多不解 但陆青瑶 还是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意 僵硬地说道 夜城哥哥 你怎么才来 你失踪了这么久 也没个消息 到底去哪了 听到对方这番虚伪的话 夜城特别想笑 淡淡地说道 去见了阎王 他跟我说 我命不该死 还让带个任务回来 阎王爷亲自跟我说 你的死期到了 让我亲手送你下去 哄 夜城这番话 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来 明显不给陆青瑶面子 而且 两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神仙眷侣 整个天运城的苍蓝书院 和老百姓都知道 他们俩的感情特别好 只是为什么 到了两人站在擂台上的 这一刻 夜城怎么会把话说得这么难看 你 陆青瑶被气得咬牙切齿 只是下一刻 他生气的脸上 又重新露出了一丝奸诈的笑容 轻蔑地看着夜城 语气充满了不屑 虽然我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 使你的身上充满了灵力 可是一个人的丹田气海破了 就算是被滞吼 修为也废了 而你失踪这些天 不过短短五十多日 我就不信 这么短的时间 你的实力能够强大到哪里去 夜城 看在你我曾经在一起这么久的份上 我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你动手 识趣的话 赶紧给我滚蛋 不然姑奶奶一见下去 可救了你的命 听到对方的语气 充满了不屑于绝情 早就对陆青瑶失望的夜城 根本没放在心上 五十天以前 陆青瑶是他深爱的女人 为了他 他可以放弃一切 而现在 陆青瑶站在他面前 他的内心毫无波澜 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想夺回属于他的那个录取名额而已 我的命连阎王都不收 更别说是你 好 既然你不识趣 那就别怪我不惜往日勤奋了 看招 陆青瑶说着 先手抬起 在空中猛地旋转手腕 一柄立剑咬指夜城 剑尖就像一头海里的白沙 飞快而又锐利 看到对方的攻势 夜城不以为然 他的弃海丹田虽然被打破了 但被神念塔重塑之中 实力不退反进 从当初的辉越中期的实力 直接跨越了后期 飙升至辉越大圆满之境 而他清楚地知道 陆青瑶的实力 不过也才区区地辉越初期而已 剑来 只见夜城大喝一声 一柄成青色的玄铁剑 忽然出现在他手中 脑海中回忆起 当天在神念塔第一层 跟神仙姐姐所学的吻天剑诀 他轻声喝道 吻天剑诀 第一是 剑破山海 说着 手中的青色玄铁剑 如影随形地比划着 天空的乌云在这一刻 居然慢慢地朝这边聚拢过来 甚至还发出了一丝丝的闪电降落之意 看台上的几位大人物 看到夜城的剑翼 居然能够勾起天穷的一丝共鸣 不由纷纷从位置上站起来 死死地盯着他的剑法 死子是谁 年纪轻轻 随手一剑 居然能够与天穷产生共鸣 可见 见到天父 实乃天才是也 别说在我们郡里 哪怕是 去到帝都的书院总部 都无几人能够有此成就 花柜从位置上站起 老辣的双目死死地盯着夜城看 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而邱福基跟花柜一样 站在原地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身为天蕴城苍蓝分院的院长 他对旗下的弟子再清楚不过 除了刚刚觉醒了 大地神脉的青无寺之外 夜城就是年轻一代的最强者 而且他清楚地知道 夜城平时最擅长和拿手的武器 是枪 在枪道上 夜城的成就 也足以跻身进入郡里的总院了 可是眼前这傲然的剑法 他从未见过 而且也不是出自于书院执教的手笔 更加上夜家注重枪道的培养 所以这套剑法 也绝不会是夜家的手笔 这么说来 夜城不见这些日子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迹 另外的青家家主 和陆家家主 看到这一幕 他们的心情跟花柜 以及丘富基不同 他们恨不得 在夜城没有发展光彩之前 就将夜城给灭了 在他们看来 陆青瑶和青无寺 同时进入青林郡的总院提升实力 陆青两家强强联姻 之后把夜家联手做掉 吞并他的财产 两家在天运城独大 但是这一切的条件之前 必须是夜城死 把陆曲之战的冠军宝座 让给陆青瑶 计划才能够实施起来 可现在 眼看就要成功了 夜城他为什么没有死 没死就算了 所展现出来的天赋跟实力 怎么比以前 还要更加妖孽了 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只是 这一切都晚了 就在他们心中在猜想的时候 夜城一剑已然落下 梁炳力剑在空中相遇 擦出了一阵激烈的花火 哄 一道强大的爆破声响起 凶猛的余波朝四周飘散 周围的树木更是被无情地摧毁 烟尘四起 巨大的烟雾 在天空升起了一朵蘑菇云 待烟尘散去 只见夜城直戒而立 双眸炯炯有神的目视前方 俨然一副少年得志的模样 而他面前的陆青瑶 却没这么好了 只见他单膝跪地 青色的脸上写满了惨白 嘴角更是溢出了一丝鲜血 明亮的双眸充满了血丝 一滴青泪从中落下 他心有不甘 却无可奈何 挥越大圆满之境 没想到 我破了你的丹田气海 你的实力不仅没退 反而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为什么 为什么 露青摇台眸 歇斯底里地对夜城喊着 眼神死死地盯着他看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一个明明被废了 丹田气海的人 为什么实力 还比没被废之前 更加强大了 为什么 哼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阎王说 我命不该绝 还说 你的死气到了 便赋予了我能量 让我上来 将你亲手送下去 听到夜城的满口胡言 陆青瑶明显是不相信的 只是他的内心实在是不甘 明明差一点点 就可以得到录取的冠军了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出来 夜城 我知道你恨我 但我是你的未婚妻 你不能杀我 陆青瑶知道 到了这个地步 唯有打感情牌 才能够让自己的下场好看点 未婚妻 不 很快就不是了 夜城说着 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书信 对着台下的全城百姓说道 我要退婚 退婚 全城的老百姓看到这一幕 联想到一个月前 亲家对陆青瑶下聘 陆家欣然接受了下来 很明显是两家开始联手 不带夜家玩了 也正因如此 夜家和他们两家的梁子 也正式结了下来 也难怪夜城 现在要当着 瞩目睽睽的面退婚 我就说奇怪 一个月前陆家 怎么接受了亲家的聘礼 原来是陆家想和亲家联手 根本不把夜家放在了眼里 也难怪刚才 夜城说话这么难听 是啊 难道你不知道 一个月前 三大家族就撕破脸皮了吗 陆家已经和亲家联姻了 不过据说 亲家的清无四觉醒了神脉 获得了亲临郡总院的内定 陆家这才去卖女求容呢 什么 亲无四 居然觉醒了神脉 这要是我 我也会选择抛弃夜家 而跟亲家联手的 毕竟觉醒了神脉的人 可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连郡院都要内定 可想而知其中的厉害 不过 我看夜城也不差 刚才那一件 好像跟天穷产生了共鸣 如此年纪轻轻 就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见到天赋 我看他日后的成就 未必就比觉醒了神脉的亲无四差 这谁说得定呢 不过现在天运城三大家族 已经撕破了脸皮 这下有好戏看了 听到擂台下的你一言我一语 陆青瑶的脸色 更是难看到了极点 毕竟她是个黄花大闺女 被人当众退婚 而且还产生了这么多闲言碎语 她以后还怎么做 人 夜城 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绝 夜城不以为然 冷冷地说道 到底是谁把事情做绝 你当初 使用化零散暗算我 将我丹田七海打破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把事情做这么绝 夜城说着 抬起手中的玄铁剑 摇指陆青瑶 声音洪亮地说道 从这一刻起 陆青瑶再也不是我的夜城的未婚妻 我在这里正式封下退婚书 并且跟她割袍断翼 说着 手里的退婚书猛地撒向陆青瑶 掀起了她的白袍一脚 手中玄铁剑从空中挥落 呼 白袍一脚被划破 衣部随风飘摇 在空中特别显眼 引人注目 而这对陆青瑶来说 却是一种耻辱 她堂堂陆氏家族的千金大小剑 被人打败也就算了 还要当着全城老百姓的面 被人退婚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比杀了她还难受 碰 看台上 陆家家主猛地打了一下案板 脸色铁青地说道 好她一个夜家小子 居然敢当众羞辱小女 看老子不撕烂她的嘴 陆家主请慢 秋夫姬一只手拦在陆家家主的面前 语气冰冷地说道 夜小子当众退婚 的确是她的不对 可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月前 夜小子跟陆青鸟 还有婚约在身 但你不顾夜家的脸面 就接受了青家的聘礼 当时你的做法就很对吗 要不是有你当时的举动 今天这一幕 又怎会出现在擂台上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就由自取 更何况 这是苍蓝书院的擂台 不是你一个闲杂人等 就可以随意干涉的 秋夫姬的语气很强硬 也很强势 意思就是 让陆家家主 不要插手他们之间的事情 一旁的花柜听到他们的谈话 也是一脸冷漠的 看了陆家家主一眼 秋夫姬那句话说的没错 这里是苍蓝书院的擂台 如果有人干涉擂台上的鄙视 就算秋夫姬不出手 他也会出手 陆家家主本想反驳 可是感觉到花柜 那道冰冷的眼神 到嘴边的话 立即欲言又止 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半空中的白袍一角 无情地飘落在陆青鸟面前 他知道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 已无退路 于是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 让自己心情变得平静下来 于是 他冷眼地看着叶成 淡淡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事情彻底地做个了结吧 说着 他再次执起手中利剑 朝叶成攻去 只是 凭他的实力 根本不是叶成的对手 更加上叶成学习见到有成 他连一个照面都打不过 碰 叶成一剑落下 陆青鸟的身体 猛地被利剑击中 向后飞了出去 陆青鸟受伤躺在地上 脸上毫无气色 一抹鲜血将地上染红 原来 刚才那一剑 直接击中了 他的丹田气海 灵力在这一刻 全都倾泻殆尽 之前还是 灵运动人的他 没了灵气的加持 加上奄奄一息的模样 导致他的状态难看不已 鸟儿 陆家家主看到这一幕 双拳紧握 内心在低险 他的膝下虽然有三个儿子 但陆青鸟却是唯一的一个女儿 而他也对这个女儿百般宠爱 现在这一幕 对他来说 简直心如刀割 院长 鸟儿都这样了 以无再战之力 让叶成就此为止吧 听到他的话 邱富基转头看了一眼花柜 似是在询问他的意见 花柜也知道适可而止 于是点了点头 便是默认 见到这一幕 陆家家主刚想动身前去擂台 怎料一个下人匆匆走来 十万火急地对他说道 家主 不好了 金鸣山脉上的灵矿 被叶家夺走了 哄 陆家家主陆志安的脑海 忽然嗡声作响 双眸死死地盯着一旁的下人 差点没昏死过去 看了看一旁属于叶家家主的空位 陆志安终于知道 为什么叶家那个狗东西 没来这里了 原来 是趁这个时候 叶家的那个狗东西 去偷偷地把自己的灵矿给抢走了 不得不说 叶家今天的确给自己 乃至所有人上演了一场好戏 明里 叶成把陆青瑶的录取名额夺走 还费了他的丹田汽海 一个没用了的陆青瑶 青家是看不上的 也就相当于破坏了陆青两家的联姻 按理 叶正威亲自出手 去金鸣山脉 抢走了陆家的一条灵矿 导致陆家在短短的一天之中 人才两空 扑 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陆志安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偷鸡不成十八米这句话 放在他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足内灵矿被抢 女儿又在比赛上被前卫婚夫给当众打破了丹田汽海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 足以让陆志安极其攻心 陆志安吐了一口血后 差点没晕倒过去 幸好及时调理好了气息 只是本来意气风发的一个人 瞬间老了几十岁一样 没有了之前的精气神 吩咐了一声 让下人把受了伤的陆青瑶带回族内 陆志安便仓皇地离开了这里 此刻的他 没有丝毫颜面 继续待在这 本来卖女求荣这件事 并不是特别光彩 现在偷鸡不成十八米 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外人看来 实在是愚蠢至极 陆青瑶被抬下擂台的时候 他的一双美眸 死死地盯着叶成看 有始至终他都没有想明白 叶成到底是 得到了什么奇遇 才会恢复了汽海丹田之鱼 修为不仅恢复 反而还逆天上涨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 原来耍得一手好枪 以枪道为尊的叶成 仅仅消失了五十天 见到天赋 就有如此出色之姿 他想不明白 包括书院内的许多人 都想不明白 毕竟叶成是名人 没有废掉丹田汽海的时候 都是苍蓝书院天赋 最强的天之骄子 所以他的一手好枪 成为了书院无数弟子 疯狂痴迷的对象 却没想到 叶成今天说表现出来的剑道 比他的枪道还要更加强大 这时 看台上的秋复姬 看到陆青尧被抬走 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对着全城老百姓的面 大声喊道 我宣布 天运城苍蓝分院弟子叶成 正式夺得冠军 获得了总院的录取名额 啪啪啪 四周响起了无数拍张 以及欢呼雀跃的声音 他们都为叶成的这一站 感到骄傲 不愧是我们天运城 年轻一代的天之骄子 叶成在这一站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哪怕是去到了总院 都可以跟那边的 天才掰掰手腕了吧 可不是 别人都是修一道 而他却好 枪道剑道双修 而且天赋 都是这么恐怖如斯 可想而知 就算是去到总院 都未必会输给那些妖孽天才 不过 青无四觉醒了大地神脉 只是不知道 双修枪道和剑道的他 跟青无四到底谁更强 谁知道呢 或许大地神脉更胜一筹吧 毕竟神脉觉醒 比天赋更重要 日后的前途和希望 更不是一半天赋的人可以比你的 我倒是希望 叶成可以把大地神脉比下去 毕竟一个仅靠天赋 不靠神脉的人来得更强 岂不是一个很好的励志故事 你都说励志了 现实中又有几个人 能够凭自己的天赋 和神脉觉醒者比你呢 就在台下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 叶成就像没听到他们的谈话一样 在台上默默地 给看台上的长辈鞠了一躬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中 朝台下走去 这一次的录取之战 因陆青瑶的战败 而彻底告终 叶成代表了天运城年轻一代的最强者 夺取了书院的录取名额 就在叶成快要走下台的时候 天空之上 忽然出现在了一个青山少年 只见一阵青山虚影 在叶成面前急速晃过 青无寺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擂台上 青无寺站在擂台中央 看着四周密密麻麻的人群 他高傲地抬起了头 45度角仰望天空 一副老子就是吊炸天的样子 看 青无寺来了 他来这里做什么 听说他已经被内定录取了 根本不用来擂台比试 而且刚才秋复姬也确定了比试结果 他这时候才出现 是不是不太好 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 肯定是有好戏看了 我们且观望一二 四周的人 纷纷响起了一阵议论声 要是以前的青无寺 自然掀不起这么大的风浪 可他现在 俨然已经是觉醒了神脉的存在 他的一举一动 自然也就被大家所关心 青无寺 你已觉醒神脉 被书院内定 来此作甚 秋复姬看到来人 不由对擂台上的他的说道 青无寺听到院长的话 冷冰的嘴角 不由泛起了一丝傲慢 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夜城 与其轻浮地说道 虽然我已内定 但这次擂台 是天运城一年一度的盛事 更是我们年轻一代 在背后辛勤努力 修炼这么久 所大展光彩的一个契机 就算我不用打泪 但我也想把自己 努力了这么久的天赋和实力 展现给所有人看 我这么做 不是要出风头 而且要给我们轻足长脸 大家都听明白了 就算他的借口 无论多么的堂而皇之 总之就是一句话 我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天赋 怎么才能展现 自然是打架 跟谁打 那当然是跟这次的总冠军 夜城打了 秋复姬的脸上 闪过一丝无奈 一动目光朝花柜看去 花柜沉思了片刻 开口对所有人说道 此子说得不错 这个舞台不仅仅是用来录取的 更是向所有人证明 他们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 也是因为背后的心情跟努力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 在台上展示自己 听到他的话 秋复姬懂了 点点头对着台上的 轻无似说道 既然你想要向全城的人 证明你自己 那么你的对手 就只有夜城了 说完 将目光朝夜城的身上投去 快要离开擂台的夜城 忽然顿住了脚步 转身看了眼不远处的 轻无似 眼神闪过了坚硬 既然你要打 我奉陪便是 花 台下的人听到夜城的回应 纷纷掀起了一阵喧哗 听说以前轻无似 是跟在夜城身后的小弟 没想到觉醒了神脉之后 不仅抢走了 他的未婚妻露青鸟 现在还要公开的 向夜城挑战 这是被压了那么多年 终于要扬眉吐气了吗 扬眉吐气 你确定一个 刚刚觉醒了神脉的人 能够和夜城 枪剑双修的人比 什么叫刚刚觉醒神脉的人 你也太小瞧 神脉的力量了吧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有神脉的 可以抽取 无穷无尽的大地之力 打你跟打小鸡似的 他俩的这场战斗 谁输谁赢 还真的不好说 没错 如果夜城跟陆青鸟那一战 争夺的是总院的 录取冠军的话 那么夜城跟清无似这一战 比的才是天运城 真正年轻一代的 最强者之位 一个枪剑双修 一个大地神脉 这下有好戏看了呀 夜城没有理会 台下那些人的议论 一动脚步 折返到了擂台的中央 那一天在后山 陆青鸟跟清无似 这对狗男女 在他面前秀恩爱的画面 他还历历在目 当时的他心里 就像是被刀子划了一样 同时也在案发审 有一天 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 付出代价 所以今天就算是 清无似没有出现在擂台 私底下他 也会去找对方打一场 毕竟他最忍受不了的 就是被最亲近的人背叛 清无似的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夜城看 刚才的那一 场战斗 他完全看在了眼里 他跟陆青鸟的震惊是一样的 但他跟陆青鸟想的不同的是 这样都没把夜城杀死 反而实力大涨 结下了梁子的他 不能继续再让夜城这样发展下去 毕竟去到总院 他不容许有人威胁到他的存在 本以为你死了 我可以跟清遥一起去分院双宿双飞 谁知道你不仅没死 实力反而比之前更加强大了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听到清无似的话 夜城无以为然 要不是清无似 他也不会因祸得福 发现了神念他 不好意思 陆青遥这种 女人我不要也罢 既然你要穿我的旧鞋 以你跟在我身边 当了这么多年小弟的份上 我穿破了的鞋 再给你穿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你 听到他的话 清无似气的鼻子 都快要冒烟了 毕竟他现在觉醒了神脉 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以后肯定是人中龙凤 给人当小弟的这个过程 自然是不愿意被人提及的 更何况他还说 自己穿了别人不要的破鞋 这跟侮辱 没有丝毫差别了 正当清无似要气急败坏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闪过了一抹冷笑 得意洋洋地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你帮废了陆青瑶 我还要感谢你呢 叶成一时之间想不明白 他这句话的言中之意 不由疑问道 嗯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估计你还不知道吧 郡城里的上官世家 听说我觉醒了大地神脉 有意要跟我联姻 现在已经商讨事宜了 正巧我没借口 把陆青瑶这个贱女人 踢开一边的时候 你的这个举动帮了我一把 这样子说我 是不是该好好地感谢你 听到他的话 叶成不由皱了皱剑眉 他没想到 清无私背叛了自己 跟陆青瑶好上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为了高攀俊成的上官家 还要把陆青瑶一脚踢走 如果不是自己出来横插一脚 陆青瑶若是真的去了总院 而清无私又跟上官家的人好上了 到时候上官家绝对容忍不了他的存在 他的下场就不是现在这样 被废了丹田气海这么简单了 没想到 你这个人挺会顺着肝往上爬 只要一有强大自己的机会 就会背叛或者抛弃掉身边的所有人 像你这样的 一般在说书的嘴里活不过实张 呵呵 清无私冷笑一声 一脸的不以为然 淡淡地说道 这就无需你来操心了 我只要强大了自身的实力 谁敢动我 反而是你 日后我在郡城高攀上了上官家 而且还觉醒了神脉 可谓是前途无量 你我始终是两个天地的人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 当着全城人的面叫我一声爷爷 并且把叶家心甘情愿地 被我倾家吞并 我可以考虑一下 收你做小弟 去到总院召看你一二 不然的话 听到对方的话 叶城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 感觉到无比的好笑 不然你怎么样 不然 刀剑无眼 我相信以我的天赋 在这里把你杀了 总院那边的人 也不会把我怎样 毕竟一个大地神脉 可比一个枪剑 双修值钱多了 呵呵 叶城也是冷笑了一声 不以为然地说道 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以前你是我的小弟 被我一直压着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 你在我面前 永远只配做小弟 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如果今天我没有废掉你的丹田气海 那么我们就相约在总院相见 只要去了总院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直到把你打到剑道 我都要低下头盔溜溜地走为止 这番话彻底让自信心爆棚的 亲无私给抓狂了 在他的眼中 大地神脉大于一切 哪怕是眼前的叶城 好话我已经跟你说了 机会也给了你一次 既然你这般的不识好歹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你放心 只要你败给我 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杀你呢 首先我要打破你的丹田气海 废了你的四肢 再把你第三条腿打断 让你亲眼看到 我把他拿去喂狗 亲无私说着 身上的气势突然大涨 一股褐色的灵力 在他的身上猛然乍现 周围土地的生命 都在这一瞬间被他抽走了似的 瞬间变得枯黄无比 这便是大地神脉之力 能够掌控大地所有生灵的生命 抽取他们的能量为己用 形成一个特殊的灵力能量 其威力比一般的灵力能量 要强大无数倍 你们快看 亲无私身上的褐色能量灵气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地神脉之力 没错 周围树木的能量 都被他使用大地之力调取了 没看到那些树叶 一瞬间全都泛黄了吗 原来这就是觉醒了神脉的恐怖 只要大自然生生不息 他所施展的大地之力 就会无穷无尽 这要是遇到了同级别的对手 基本上堪称无敌 是啊 能被总约内定的人 基本是被某个长老看中了 加上神脉觉醒 我觉得亲无私往后的道路 要走得比叶成更远 往后的事情谁知道呢 倒不如先看看 现在这场战斗 到底谁更强吗 台下的人基本上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生怕错过了某些精彩时刻 亲无私没有觉醒神脉之前 是万万不敢跟叶成动手的 更加上这五十多天的变化 他更加不清楚对方的实力在什么层次 所以他现在也不敢贸然进攻 只是挥了挥手 一股褐色的灵力在空中涌现 形成了一个人头大小的拳头 猛地朝叶成攻了过去 叶成健壮 心中并不慌乱 感觉到这股灵力能量 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不大 于是挥动了手中的利剑 在空中猛地比划了一下 碰 利剑将褐色的灵力拳头 从中间劈开 灵力消散 两人的脸上并没有过多的骄傲和自满 这时看台上的花柜 见到叶成无比轻松地将大力之力披散 不由对着一旁的邱富姬疑问 道 邱院长 叶成的这一剑 你怎么看 邱富姬听到对方的疑问 沉思了一下 回答道 叶成的实力我再清楚不过 以前他练枪道的时候 我可以很轻松地将他看透 但他突然转换成剑道 却是让我有些捉摸不透了 连你也看不透瓷子 花柜不由迟疑了一下 继续说道 慈子不是一般的挥越大圆满之镜 给我的感觉 甚至要比拥有了神脉觉醒的清无四还要强 四 听到花柜对叶成的评价 邱富姬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知道 清无四说表现出来的实力 也是挥越大圆满之镜 两人是同等的境界 可人家清无四觉醒了神脉 一般来说 在同等级的对手中 是无敌的存在 可花柜却说 叶成要比清无四还要更强 难道他也觉醒了某种神脉 想到这里 邱富姬疑问道 难道叶成也觉醒了神脉 花柜摇摇头 一脸深沉地说道 他没有觉醒神脉 但他确实很变态 这句话不由把邱富姬给震惊到了 没有觉醒神脉的人 同等境界的情况下 居然比觉醒了神脉的人还要更强 这是什么妖念 才能够做到如此强悍 花指导 是不是你感觉错了 嗯 花柜冷冷地斜眼看了一下邱富姬 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的感觉不会错 我是说 在同等境界的情况下 叶成比清无四强 既然花指导感觉没错 那么这场战斗 按你这么说 最终胜利的那个人 只会是叶成 听到他的话 花柜再次摇了摇头 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又错了 这次的战斗 叶成必败 邱富姬坐不住了 心想你这老东西 说了 叶成比清无四强 又说了叶成必败 岂不是两头的便宜 都被你给占了吗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就在邱富姬心中 将花柜骂了个半死的时候 花柜继续说道 因为清无四隐藏了实力 他的修为境界要比叶成高 所以 清无四仗着境界实力 和神脉觉醒的优势 叶成必败 什么 这下邱富姬是彻底的震惊了 要知道 两人这才16岁 就已经到达了 辉越大圆满之境 是学院之中 许多导师都到不了的成就 本以为他们这样的成就 已经很厉害了 却没想到 清无四觉醒了神脉的同时 还隐藏了实力 本以为他们这样的成就 已经很厉害了 却没想到 清无四觉醒了神脉的同时 还隐藏了实力 辉越大圆满之境之上 是苍穹初期的强者 一个境界一个山河 一个阶级一条鸿沟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说 叶成面对同级别的强者 哪怕对方觉醒了神脉 他的实力都比对方强 但现在的清无四 他隐藏了实力 看似是辉越大圆满之境 实则已经到达了 苍穹初期之境 在境界的强势碾压下 叶成必败 花贵点点头 以他的实力 清无四那点隐藏手段 自然能够看破 唉 可惜了 叶成这孩子天赋不错 也勤恳 之前在学院 也来 找我探索过上进之法 我算是他的半个师尊 这天运成的天之骄子 本就属于他的 却没想到 半路杀了个清无四出来 还觉醒了神脉 这下叶成的锐气 估计要被错下去了 人不能太过顺风顺水 哪怕是天才也一样 死子不错 如果清无四不能成为 我门下弟子 他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能够被花指导看中 实属叶成之幸 场下 清无四在第一次的出招之后 大概摸清了叶成的实力 刚才的那一剑 虽然没有出尽全力 但他可以感觉到 这样的出剑层次 哪怕是用尽全力 也不足伤他分喉 而叶成也是感觉到了 对方的实力水平 不知怎叠 陆清尧的实力 也是挥越大圆满之境 但他的水平 跟清无四不同 陆清尧的水平 在他面前 就像是一只脆弱的鸡蛋 一捅就破 而清无四的水平 就像是一面铜墙铁壁 哪怕用剑砍无数下 都不足以伤对方分喉 难道这就是 觉醒了神脉的好处 想到这里 叶成的剑眉 不由深深地皱了皱 看来清无四却是不好打 这时候 他庆幸自己的身体 重新被神念塔塑造了一番 要是换成以前的那个自己 面对清无四 绝对会被虐得体无完肤 叶成 如果你只有这点水平的话 那么接下来 面对我疯狂的攻击吧 清无四说着 身上的气息 突然暴涨了无数倍 周围飞沙走时 狂风四起 一股恐怖的能量 从他的身体 向四周向外扩散出去 一股威压 直接降到了叶成的头顶之上 叶成只感觉 头顶上的这股威压 令他差点喘不过气来 甚至双脚有些微微颤抖 要是一般人早就顶不住 两脚一软 就向地下朝对方跪了下去 片刻后 叶成的额头冒出了许多汗珠 这是开战之前 对方给他的一个下马威 由此可以看出来 清无四的实力 确实比一般的同境界强者要厉害 叶成 去死吧 只见清无四大吼一声 双手朝周围打了一个圈 他身上的褐色灵力能量 更强狂暴肆虐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叶成算是明白了 清无四刚才是在蓄力 不断地吸取着周围的大地之力 等能量蓄到一个平满状态的时候 才对自己出这么用尽全力的一击 叶成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立即抽动丹田之内的灵力 出剑 稳天剑决第二时 天剑长虹 嗡 一道剑鸣响彻天际 一柄力剑拔天而起 如出海蛟龙 势如破竹 碰 一道强大的闷响直冲天际 跟不远处轰来的褐色灵力 猛地撞击在一起 灵力四溢 周围泛起了阵阵余波 若不是花柜使用手段 将这强大的余波控制 估计四周的民众都要被波及 一击落下 烟尘四散 待烟尘散开后 似是波云渐日 两位少年毅然决然地站立于擂台之中 刚才的那一击 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伤害 不愧是枪剑双修 连这么强大的大力之力 都可以抵抗过去 叶家有此子 真是举足之性 清无四也不错 刚才叶成的那一剑 估计快要摸到苍炯金的门槛了吧 而他还能这么轻松地接下来 足以见得 清无四的天赋和实力 也是非常惊人的 不错不错 我们天韵城这一届的少年 出了两个这么厉害的天才 真是丢我们天韵城长脸了 可惜这两人似乎不怎么对付 要不然 他们一起同心协力 出去之后相互有个照应 也是极好的 谁知道呢 现在他们胜负未分 你们这是先吃萝卜蛋操心 先管好 你们自己吧 台下的人议论纷纷 而看台之上的花柜和秋复姬 则是对视了一眼 相互点了点头 彼此之间算是有了一个默契 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都要保护看台上的这两个少年 不能让他们因此而丧命 也不能让他们破坏了丹田气海 毕竟这两人有这么出彩的天赋 人生才刚刚开始 往后的道路更加精彩 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天才 折在他们的手中 只是看台上的叶成和清无四 却不这么想 叶成展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自己 所以在清无四的眼中 已经是叶成为死人 只有让对方死了 他以后在总院 才没有后顾之忧 而叶成跟清无四的想法相差无几 只是他并不希望对方死 而是想要破了对方的丹田气海 以此为警戒罢了 叶成 不得不说 你的确很天才 实力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已经很可以 但你有一点不好的是 你遇到的人是我 清无四冷不丁地看了叶成一眼 在他的眼里 叶成今天必死 谁来了都不行 刚才那一剑 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 在没有觉醒神脉的情况下 辉月大圆满之镜 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你是真的天才 到那又如何呢 在绝对的境界实力面前 就算你的见到天赋再强大 又有何用 清无四说完 身体猛然一抖 手里不知道何时多了一柄青色的莽文赐福 这个莽文赐福也承认的 是清家花费了重金 给良身打造的一柄明文赐福 据说光一到明文就足以花费了一条灵矿 莽文赐福一出 大地神脉一开 周围的大地之力 瞬间吸附在他手中的莽文赐福之上 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烈焰之中的战神 给人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 叶成 我们之间的恩怨 从这一刻开始 随着你的陨落 彻底的烟消云散吧 清无四说着 身体猛然凌空而起 挥动手中刺服 以飞快的速度向叶成攻去 什么 清无四身上的灵气波动 怎么比刚才强大了那么多 难道是因为他手中斧头的原因 什么狗屁的斧头 难道你没发现吗 清无四的境界实力 提升多一个等级了 提升多一个等级 你的意思是说 他刚才一直在隐藏实力 其实他现在的境界 是苍穹出气 狗啊 没想到清无四这么阴 到现在才把真实的实力发挥出来 看来这一战 叶成必败 结局基本可以定下来了 毕竟一个境界一个山河 一道阶级一条鸿沟 叶成输在清无四的手里 也不算太远 周围的人对擂台上的战斗议论纷纷 清无四的实力提升是他们 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 叶成的内心也在暗骂不已 他本以为清无四的强大 是基于神脉觉醒的基础上 却没想到 这狗东西这么阴 居然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他等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让自己放松警惕 好来个一击毙命 看来 对方是铁了心要杀自己啊 想到这里 叶成的心中也有了打算 其实 他有一个杀手锏 就是在神念塔的时候 神仙姐姐不仅教了他剑道 还把他的枪道 也融入了剑道之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的剑道天赋 在短短的五十天之中 就能够由此成就了 同时 在神仙姐姐的指导下 他研发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招式 那便是枪剑合一 何为枪剑合一 便是枪剑同体 枪剑如何同体 枪在左 剑在右 简单点说 便是左手枪道 右手剑道 同出 如何融合 他的身体便是一个载体 只要一枪一剑 在手中 便是融合 枪来 叶成伸出左手 大喝一声 嗡 一柄金色的长枪猛然出现 轰鸣声响彻天际 金枪 卧槽 叶成要干嘛 他手中有剑 为何还要枪 他有这么厉害 同时打出双道 不排除他可以同时驾驭双道的可能 只是这样的人万中无一 不 应该是百万中一 如果他真的可以驾驭 那么我觉得他的双修天赋 应该不必觉醒了 神脉的轻无四场 看来我们天运城今年 要出妖孽了 一个轻无四也就算了 叶成双道同出 这是要去到总院 是要卷死总院那些天才的节奏 可不是吗 不管这一场 战斗谁胜利 总院那边看到了他们的天赋 资源肯定会偏向于我们 估计会给我们天运城明年多一个录取名额 也不一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轻无四根叶成 真是给我们天运城立下大功了 跟台下的观众一样 看台上的花柜和秋复姬 也是一脸震惊的看着叶成 在他们看来 就算不打出双道的叶成 已经很妖孽了 如果打出了双道 那么它的价值要比之前更加有用 四 只见秋复姬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可置信的看了一眼花柜 花柜虽然震惊 但见过的天才太多 震惊之余很快就回过神来 对着秋复姬说道 去查一下叶成失踪之后 都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人和事 他太奇怪了 花柜这样做 的确是想知道 究竟是谁教了 叶成双道融合的战法 毕竟双道融合 万一出错 不 仅你新学的道要被毁掉 就连之前一直苦苦修炼的道 也要被毁 错一次就是失去终身的修为 这样的失措成本太高了 虽然叶成只是少年 他年轻 有这个成本从头再来 但是他成功了 这就证明 叶成的身后肯定另有高人 不然的话 凭一个少年 根本不可能融合双道 是 秋复姬答应了一声 便对着身后的一个吓人 嘀咕了几句 吓人点了几下头之后 便匆忙地离开了这里 擂台上得到了金枪的叶成 左手直枪 右手握剑 弑龙枪法第一是 金龙出海 稳天剑决第三是 剑破九霄 叶成猛地抽动了 弃海丹田之中的灵力 一枪一剑夹杂着强大的能量 猛地朝不远处的 青无四击出 而青无四也手持战斧 猛地跟叶成来了一个照面 砰砰砰 砰砰砰 两人的身影 在空中不断地交接 闪躲 进攻 防守 武器的碰撞声 将整个天运城的天际 都传遍了 这一战 必定是光彩夺目的 这时 一座府底的上空 一位头戴扣关的白发老者 凌空而起 朝学院这边的看台上飞来 呼 白发老者的身影 上一刻还在空中 下一刻便出现在看台上 司空行 秋复姬看到来人 脸上不由迟疑了一下 对着花柜说道 话知道 这位是我们天运城的城主 司空家族的行凶 花柜本来不想理会这个老者 不过当秋复姬说他是司空家 族的人之后 双眸立即闪过了一道金光 对着白发老者 稍显客气地说道 原来是行凶 幸会 这位是 司空行看了一眼花柜 行凶 这位是俊成总院来的指导 花兄 见对方是学院的人 司空行也是稍显客气地说道 原来是花兄 久雅 行凶身为一城之主 琐事繁多 怎么如此空闲 来我书院闲逛 听到秋复姬的话 司空行将目光移动到了看台上 给两位少年头去欣赏的目光 淡淡地说道 一位觉醒了神脉 一位枪剑两道双修 如此天赋妖孽之人 居然在我管辖的城内诞生 身为一城之主 我也想看下 这两位少年的尊荣 还不是行凶治理有方 才让这一方土地 出得如此天赋妖孽之人 秋兄谬赞了 一切都是学院功劳罢了 司空行客套了一番 便将目光认真地放在擂台上 生怕错过了某些精彩的瞬间 而擂台上 夜城跟青无四两人 打得如火如荼 猛烈打斗的同时 双方的水平 似乎是在平分秋色 谁也占不到谁的便宜 花兄 你从俊成的总院前来 相信自由过人之处 行某敢问一句 你觉得这两人如此交手 谁能够拔得胜利的头筹 听到他的话 花柜也不藏着掖着 认真地分析到 虽然青无四的实力境界 是苍穹初期 也觉醒了神脉 但从他现在的表现看来 已经用尽了浑身解数 也未能伤夜城分喉 反观夜城 实力只是挥月镜 大圆满之镜 但他仗着自己 有双道加持 能够跟勉强跨级战斗 更加上他身后的灵力 似乎用之不尽 取之不竭的样子 短时间之内 不会败下阵来 所以我分析 一个时辰之内 他们必定打成平手 听到花柜 这井井有条的分析 司空行点点头 他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有一点 我跟花兄的意见不同 司空行淡淡地说道 现在的夜城 是跨级别战斗 如果他的实力 也在苍穹出七的话 清无四未必是他的对手 所以即使 是一个时辰之后 他们打平了 最终赢的人 将会是夜城 行凶说的在脸 司空行说的没错 如果清无四 以苍穹出七的实力 和神败天赋 跟夜城打成平手的话 那么夜城无疑是 最大的赢家 因为他可以跨级别战斗 你能吗 果不其然 一个时辰之后 擂台上的交锋 慢慢地缓了下来 两人在一个照面 打完这招之后 纷纷收起了武器 后退五十米相对而立 觉醒什么 苍穹出七 不过如此 夜城看着不远处的 清无四 一脸的轻蔑 而清无四被气到 鼻孔都快冒烟了 在他看来 以他的天赋跟实力 不出一刻钟 必定将对方斩杀当场 却没想到 交锋了一个时辰下来 他觉得 凭自己现在的实力 斩杀对方 实在是天方夜谭 夜城 那天在后山 我真该听罗 清摇的话 一剑把你的脑袋削下来 就没你现在的事了 清无四 甚至有点无法接受 自己都苍穹出七的实力 觉醒了神脉的情况下 都不是夜城的对手 到底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呵呵 夜城冷笑一声 淡淡地说道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神脉 跟实力 都这么强大了 另外 还花费了这么多的心思 将我的气海 丹田打破 到头来还是打不过我 是不是特别生气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罢了 还有你更加不可置信的事情在后头 夜城说着 神情一灵 身上的气息猛地暴涨 夜城身上的气息暴涨 趁着清无四喘息的时机 再次左手提强 右手持剑 朝起猛攻了过去 势龙枪法第一是 金龙出海 稳天剑决第三是 剑破九霄 清无四刚觉醒神脉不久 对神脉的运用 还不是十分熟练 方才调动如此多的大地之力 与夜城缠斗了一个多时辰 此时 面对夜城的再次强攻 他仓促地挥动着赐斧防守 竟有些许历劫之招 看到夜城仅凭挥跃大圆满之境 竟能与觉醒了大地神脉的 苍穹初期境界 强者清无四斗的难舍难分 甚至隐隐占了上风 台下观众一阵哗然 这夜城不愧是我天运城的天之骄子 竟能跨境界战斗 还立于不败之地 打成平手 我称其为妖孽不过分吧 什么平手 两人本来就不在同一境界好吗 而且 一个是普通修士 一个则是觉醒了大地神脉 若两人再同境界 清无四必败 要按这个逻辑来说 这看似平手 实则清无四已经败了 话别说得太早 我看清无四虽节节败退 可是他并无表现出绝望的神情 我猜他定有后手 台下众人的议论声 以及台上清家家主 那逐渐阴沉的表情 都让清无四抓狂 清无四清楚 自家不过是清家一个数字 若非当初傍上了叶家世子叶成 估计连进苍蓝书院的机会都没有 如今自己好不容易觉醒了大地神脉 入了家主的眼 自己今日若是丢了清家的脸 自己日后的日子恐怕会不好过 叶成 今日你必败无疑 若你拾去 便乖乖投降 带着叶家归顺我清家 不然 刀枪无眼 我可不能保证 我的剑不会刺错地方 听到清无四的话后 叶成不以为然 叶家与清 陆两家的关系已不可能缓和了 既如此 那边站吧 谁的拳头大 谁说了算 不过是个上胆子穿我破鞋的一条狗罢了 觉醒个神脉 突破到苍穹初期境界 便真当自己是个人了 我呸 你这辈子 也只配当一条听话的狗 想是主 门都没有 叶成冷笑道 心里却是暗暗警惕了起来 事到如今 清无四还能说出这番话 必定是还有后手 自己可不能再次被这狗咚吸音了 哼 叶成 是你逼我的 叶成的冷嘲热风 彻底激怒了清无四 他猛挥一抚 将叶成逼退后 从怀中取出一个玉匣子 神色宛若疯癫般 将其打开 看到清无四的举动后 台下的观众 纷纷垫脚探头 想要看清玉匣子那所装合物 比赛到水深火热的时候 这清无四突然拿什么出来 好像是一株草药 通体鲜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草 这清无四真不是东西 抢别人未婚妻不说 堂堂苍穹初期境界强者 跟一个挥月镜的打成平手就算了 竟还要借助草 药 真不要脸 就是说啊 亏我方才还说这狗东西 给我们天运成长脸 我看是丢脸才对 与台下观众不同 看台上的花柜等人 眼光独辣 只一眼便认出了 清无四所拿之物 用寒玉成放 形如莲 色似火 竟是妖火莲花 这清家还真是舍得 秋复姬脸色微变 看了一眼不远处 露出满意之色的清家家主 花柜神色严肃到 妖火莲花 可短暂提升修饰实力 但服用后 全身经脉如火焰制烧般疼痛 每逢夏至 便会如同跌入绒浆内般痛苦 甚至还会影响日后的噤声 清无四这小子 糊涂啊 话音刚落 清无四便已将妖火莲花吞入腹中 下一刻 她双目充血 面色猙獰 浑身灵力猛地暴涨起来 实力竟短暂提升到了 苍穹中期之境 哈哈 叶成 你没想到 我还有如此杀手锏吧 我能废你第一次 便能废你第二次 这一次 我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好运气 受死吧 尽管全身经脉如火烧般疼痛 但感受到那充沛的灵力 以及强大的力量 轻无四猖狂大笑 短暂晋升到 苍穹中期之境的她 必胜无疑 褐色的灵力 从轻无四身上汹涌而出 方圆百里土地的生命 都在这一瞬间 被她抽走 变得凋零干裂 大地神漫 大地突刺 随着轻无四一声大鹤 地上突然冒出数十条 由褐色灵力构成的 如藤万般粗长的尖刺 张牙舞爪的朝叶成刺去 面对来势汹汹的尖刺 叶成不敢有半点马虎 迅速调动起全身灵力 挥剑出抢应对 势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稳天剑决第三是 剑破九霄 长枪上出现一道金龙虚影 腾空而起 将扑面而来的尖刺 尽数击破 再次使出枪剑而以后 叶成的脸色变得苍白 尽管丹田荣 亮比同境界的修饰 要大上许多 但持续高强度的跨级战斗 还是令她的气海 开始变得枯竭 尤其是使出了 势龙枪法第二是 神仙姐姐曾叮嘱过自己 这一是 已远超她目前的能力 此时叶成的气海 已再无一滴灵力 可被榨取 尽管剑影和金龙虚影 已击破了数条褐色的刺 但那尖刺 可以源源不断地 从地底冒出 消耗着他们的能量 渐渐地 剑影和金龙虚影 变得越来越透明 而尖刺 却依旧源源不断地 从地底涌出 叶成剑壮 不仅生出了一丝绝望 难道今日 必要败在 清无寺这等 阴险小人手上 要陨落在这擂台上吗 不 她不敢 她还有很多事情未做 夺妻之仇未报 谋杀之恨未了 以及母亲 她一直以为 母亲是一位 普通的女修 可能拥有神念塔的人 又怎会平凡 说不定 母亲并未逝去 她也许只是因为 某些不可抗因素 被迫假死一场 她要变强 她要寻找母亲的下落 天运城寻不到 她便到郡城 郡城寻不到 便到帝都 未寻回母亲 她怎能死在此地 叶成双眸闪过一丝明雾 身上突然涌现出 一股玄傲的韵味 天空出现一片祥云 照下霞光 四周的灵气 疯狂地涌入到叶成的体内 令她的灵力 瞬间暴涨起来 这是 秋复姬惊讶到 苍穹出妻之境 看来此战 终究还是打成平手 叶家叶成 此子 不简单 花柜双目 微眯道 苍穹出妻之境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面对叶成突如其来的静声 轻无似极度地快要疯了 以前自己便是叶成的跟班 好不容易觉醒了大地神脉 突破到苍穹出妻之境 以为能一招翻身做主人 将叶成踩在脚下 谁知道叶成不仅没死 还以辉月大圆满之境 与自己打成平手 此时更是突破到苍穹出妻境界 而自己却要依靠草药 才能暂时突破到苍穹中期之境 难道自己的天赋 真的如此不堪吗 轻无似头一回 对自己的天赋 产生了质疑 轻无似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一天被我踩在脚下 终身都只能在我脚下 侍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稳天剑决 第三是 剑破九霄 这叶成晋升苍穹出妻之境后 枪法和剑法的威力 竟增长了数倍 我让你查的是 查到了吗 花贵看着 与清无似缠斗一起的叶成 目露欣赏之色 对邱福基问道 邱福基苦笑道 并无 先前他派去的下人已返回 但他带来的消息 仅仅是少男少女们的后山纷争 并没有查到 叶成为何变得如此妖孽的原因 花贵深深地看了一眼 场上意气风发的少年 说道 罢了 不必再查了 不管他如何获得此等机缘 那也是他应得的 如此天赋 如此悟性 本就非持终之物 不管清无似使 否能成为我门下弟子 我都会收起作为弟子 邱福基拱手祝贺道 叶成能被花植岛看中 乃是天大的造化 在此 先预祝花植岛 喜得心仪弟子 花贵心情颇好 看着场中的叶成 目中欣赏之意越发浓郁 叶成晋升至苍穹出气之境后 释放出的剑影 从一道化为了三道 金龙虚影变得更为凝实 威力更为强大 清无似所释放出的 弟子被叶成击碎后 能迅速重新从地底冒出 尽管威力有所减弱 但却剩在数量够多 一时间 叶成拿生生不息的尖刺没辙 清无似也无法破掉叶成的防御 双方再次陷入了缠斗之中 两人你来我网斗了近半个时辰 各自身上都挂了彩 却依旧没能奋出胜负 丘富姬看向花柜 此战必定是平手收尾 花指导 您看是否需提前结束比斗 花柜看着两人伤痕累累 一不必体的模样 点了点头 也好 先暂时休战 让这俩小子十日后再战吧 丘富姬听后 喊停了场上缠斗的两人 并将花柜的决定告知了他们 叶成和清无似自知 今日是分不出胜负 欣然同意了这个决定 哼 叶成 今日算你走运 十日后 我必取你性命 清无似教肖道 他方才收到了师尊的传音 得知他会交自己新的招数 因此 对十日后 两人再次交战中获胜 十分有信心 哼 你的狗头姑且见你保管着 十日后 我再来去 你还是祈祷 清家还有多一株妖火莲花吧 别到时好不容易出一个觉醒神脉者 还没发光发亮就夭折了 哭都没地哭去 叶成冷笑道 他暗下决心 这十日 他要进入神念塔 闭关 他已晋升到苍穹镜 神仙姐姐答应过 他会教他新的招式 届时 鹿死水手 还说不定呢 你 叶成 你给我等着 十日后 我必定要你后悔 来到这世上 清无似气的浑身发抖 捏紧了拳头 褐色灵力从身上涌出 若非清家家主一声轻壳 使他恢复理智 恐怕他早已冲了上去 对此 花柜摇了摇头 摇火莲花无比燥热 可使人变得激进焦躁 这清无似本就不够沉稳 此时受到摇火莲花的影响 怕是会变得更加冲动 反观叶成 虽被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和情同手足的兄弟被判谋杀 却依旧能很好地控制着情绪 不被仇恨左右 不提实力与天赋 单凭心智 便已甩开轻无似一大劫 花柜此时已将叶成 看作自己的弟子 越看越是满意 叶足 书房 叶正威正在执笔写字 下人在门外通报 家主 世子求见 静 下一刻 早已梳洗干净的叶成走了进来 老爹 你找我 叶正威放下手中的笔 露出一丝笑意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可以啊 你这小子 叶正威很少夸人 叶成摸了摸鼻子 嘿嘿一笑 心里却想着 若是叶正威问起自己何时学的剑术 该如何回答 叶正威似乎忘记了这是一般 指口不提 而是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瓶递给他 叶成没想到自家老爹如此上道 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接过玉瓶 倒出一颗圆滚滚的白色丹药 诗声喊道 顾圆丹 神阳大陆的炼丹师极为稀少 一百人中 也未必能出一个拥有炼丹天赋的 更别提能成功炼制出丹药 虽然有炼丹师公会 但就算是最次的公会 也只会设立在较为繁华的郡 像他们天韵城这等小地方 是不会有的 因此 原本就稀缺的丹药 在天韵城就变得更为罕见了 而此时自己的老爹 竟拿出一颗二品雇员丹 也难怪叶正威笑道 别这个眼神看着我 这二品雇员丹 别说是我 就连城主府都未必有 这是郡城总院的花指导 让我交给你的 你晋升仓促 有了此单 不仅可以巩固 你苍穹初期的境界 还可以为你洗发淬炼 令你的经脉 变得更为宽阔有韧性 看来花指导对你很是看好 十日后的交手 莫叫人失望了 叶成收起玉萍 正色道 是 孩儿定不辜负 您和花指导的期望 回到房间的叶成 对外宣布 自己需要闭关后 便进入了神念塔 晋升到苍穹之境后 他也可以本体进入塔内 而不像之前那样 只能神识进入了 神念塔第一层里 依旧是白茫茫一片 叶成大声呼喊着 神仙姐姐 你在吗 不多时 红袍女子便飘然出现 冷声问道 找我何事 这是红袍女子 第一次面对着叶成 可她的面容 如被白雾遮掩一般 无法看清她的容貌 叶成不敢怠慢 朝其试了一礼后 便将自己与亲无私的对决 以及十日之约 长话短说地告诉她 红袍女子避开了叶成这一礼 随后冷笑道 不过区区大地之体 如今竟被奉作老石子大地神脉 神阳大陆中归世落霉了 你把那顾袁丹取出 就地服下 叶成乖乖照做 丹药入口即化 全身的经脉被灵力不停地冲刷着 拓宽着 却不会感到丝毫疼痛 仿佛如浸泡在温泉水里 一般舒适 红袍女子看着盘腿而坐 露出舒爽表情的叶成 喃喃自语道 想必如今的神阳大陆 也没人记得顾袁丹真正的用法了吧 仅用来拓宽经脉 巩固修为 实在是暴殖天物 说吧 他伸出白皙的玉手 一道无形的力量 牵引着叶成体内的丹丽 使其顺着经脉 按一个玄奥的轨迹 运转一周后 直冲头部 还沉浸在泡温泉的快感中的叶成 冷不丁地被石海的刺痛惊醒 正 欲反抗时 耳边传来红袍女子的声音 放开心神 二品顾袁丹的丹丽有限 你必须一次记住 丹丽运行的轨迹 以后每日蓄日东升 子气东来之时 面阳而休 叶成对红袍女子的话 深信不疑 尽管石海的刺痛越来越强烈 也照着她的话放开心神 调动全部的注意力 集中在丹丽运行的轨迹上 或许是丹丽每一秒的运转 都会伴随着刺痛 又或许是 叶成的天赋足够妖念 竟真的一次 便记住了丹丽运行的轨迹 此时的叶成 还沉浸在领悟石海中炫耀的运行轨迹 因此 她并没有听到 白茫茫的天空中 传来闷雷的声响 红袍女子抬起头 眉头轻跳 不让我帮她 我又岂能如你所愿 话音刚落 天空闪过一道紫色的闪电 恰巧叶成睁开了双眼 紫色闪电 如猫见老鼠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红袍女子健壮 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叶成 神仙姐姐 请问这套石海运转的功法叫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石海 变大了数倍 神识也都凝练了不少 叶成兴奋地 看向红袍女子 在经历完刻骨铭心的刺痛后 她现在神清气爽 思绪通透 明显感觉自己的精神力大为进步 她无比确定 红袍女子教给自己的是一套 极其罕见 以及高深的精神技能 不料红袍女子摆了摆手说道 没有名字 以前偶然所得 觉得还行 就没丢了 你要喜欢 拿去便是 说罢便丢了一个暗紫色的卷轴给她 在叶成感知不到的云层深处 闷雷声再次响起 红袍女子看向天空 露出一抹挑衅的笑 叶成 说好的精神技能 极为罕见呢 怎么在神仙姐姐口中 犹如烂大街的白菜 一般见价 叶成接过卷轴后 发现这套功法 确实没有名字 为了不辜负如此罕见的精神技能 她自作主张地为其取名为 紫阳神功 看着手中的卷轴 叶成信心大增 轻无似 十日后 便是你还债之日 修炼时 十日不过弹指之间 叶成原本以为 红袍女子会再教她剑技或者枪法 可红袍女子 却没教新的招式 只是协助叶成 修炼紫阳神功第一式 紫集神童 帮其成功开启神童后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紫阳神功第一式 紫集神童 叶成双童 闪过一丝紫芒 无形的精神力倾泻一空 面前的空间 有了细微的扭曲 只一煞 面色苍白 胸口剧烈的上下浮动 大口喘着粗气 虽不知威力如何 但以我如今的精神力 只能使用一次紫集神童 必须出气不易才行 叶成休息好后 再次练习了一番弑龙枪法 和稳天剑绝后 对着空气 喊了几声神仙解剑 见红袍女子没有出现 便离开了神念塔 叶成从神念塔出来后 恰好赶上饭点 便主动前去 陪叶正威共进晚餐 父子俩心照不宣的 只口不提明日的笔豆 一顿饭下来 两人吃得津津有味 其乐融融 晚饭后 叶成没有选择继续修炼 而是倒床睡大觉 神仙姐姐说了 修炼要劳逸结合 该吃吃 该呵呵 第二日 天未亮 叶成便以穿戴整齐 跳上了屋顶 面向东方 她在等 等旭日东升 紫气东来的那一刻 当晨曦划破天际的一瞬间 叶成赶紧运转紫阳神功 利用紫急神童捕捉那道肉眼 看不见的紫气 一股温热的暖流 从眼部传来 叶成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力有了提升 尽管这个提升的速度 慢如归宿 但她深知 精神力有多难提升 这个速度 她已经很满意了 直到天色大亮 日出结束 叶成长须一口浊气 从屋顶上站起 整装待发 比武地点 依旧是在书院擂台下的大操场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比斗 是专为叶成和轻无私而设的 虽然只有一场 但却依旧人满为患 附近高楼的顶沿上 也是站满了围观者 这一站的观战人数 较十日前只多不少 大家都迫切地想知道 天运城年轻一代第一人 到底是觉醒大地神脉的轻无私 还是枪剑双修的老牌 天之骄子叶成 观众台上的布置 与十日前一样 这一次 叶正威没有缺席 而是老神在在地 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陆家家主陆志安 十日前被叶正威 夺去了一条灵矿后 忙得焦头烂额 好不容易凭借倾家的帮助 摆平了内部矛盾 可一个被废了的陆青瑶 根本绑不住轻无私 两家联手除去叶家的计划 彻底夭折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陆志安看到叶正威 一脸意气风发的样子 就气打不出来 叶正威你这阴险小人 竟还有脸出现 两家早已撕破脸皮 叶正威也没什么好脸色 反对道 没脸出现的人应该是你吧 陆老鬼 别说我没提醒你 如今轻无私攀上了 俊成的上官家 若非我家 叶正好心非了你女儿 带上官家出手 可就不是被废这么简单了 叶正威此话不可谓不高 短短几句话 不仅打脸了陆志安 还撕下了青家的虚伪 挑拨了陆青两家的关系 哼 我来自然是为了抗无私者 是如何娶你家叶成狗命 替谣报仇的 话虽如此 陆志安还是对原本因为 帮助自己摆平内部矛盾 而关系缓和的青家 心生警惕 名利场上无父子 更何况青家这种 过河拆桥的小人 无需叶正威提醒 陆志安也不会对其全然信任 邱福基见人已到齐 请示过花柜后 便准备宣布开始 我宣布 本次录取之战的最后一场比斗 正式开 今日如此热闹 不知是否介意多劳夫一个看客 一道略显猥琐的声音 打断了邱福基 邱福基作为天运城苍蓝书院分院院长 在天运城的地位崇高 此时被人打断 自是有些不悦 只见一名黑袍老者 从空中飘然落下 站在了观众台上 黑袍老者身形瘦小 尖嘴猴腮 细长的双眼中 不时流露出点点金光 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均在猜测 这名不速之客的来历 花柜紧盯着黑袍老者 翟雀 你怎么来了 翟雀咧嘴一笑 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黄牙 你能来我如何不能来 我自然是来看我的宝贝弟子了 你还不知道吧 总愿已让青无寺败入我门下了 可怜的你 千里迢迢来到这 毛都没捞着 花柜本就是听说有大地神脉的觉醒者 这才神情到天运城主持录取之战 只是没想到 自己的老对头 翟雀竟如此阴险 直接动用关系 让总愿将青无寺内定给自己做弟子 不过幸好他来了 否则也许会错过真正的金子 花柜看了眼场上处事不惊的叶城 对翟雀冷笑道 不过区区神脉觉醒者罢了 还不值得我花柜 耗费如此大精力 你若要看 留下便是 别妨碍今日的收官之战便是 见花柜如此洒脱 翟雀只觉 他在强颜欢笑 死鸭子嘴硬罢了 喋喋一笑 便坐在了秋复姬的位置上 秋复姬虽在天运城地位颇高 但在郡城总愿指导面前 就不太够看了 见自己位置被占后 只当没看见继续组织比斗 我宣布 本次录取之战的最后一场比斗 正式开始 随着一声令下 轻无四和叶城身上 各自涌现出充沛的灵力 众人也将目光重新投到了擂台上 好强大的灵力 这轻无四竟在短短十日内 晋升到苍穹中期之境 不愧是拥有大地神脉的天之骄子 从叶城身上的 灵力看来 他的境界并没有提升 还是苍穹初期之境 莫非这场决斗 又要以平手收尾了吗 擂台上的轻无四 也察觉到了叶城的境界并无变化 不由得猖狂大笑道 叶城 你不是天之骄子吗 怎么 十日都无法提升一个境界 算什么天赋一饼 叶城看了一眼看台上的黑袍老者 修炼了紫阳神功的他 不仅精神力大涨 无感也随之大涨 因此 他清晰地听到了 翟雀与花柜的对话 他冷笑道 原来这就是你的靠山吗 跟我比境界 有用吗 看来果然狗兴难移 记仇不记打呀 还是说 你们倾家 还有多一株妖火莲花 言下之意 是嘲讽青无四 脑子不好使 不记得十日前 叶城越级迎战的场景 更有试探之意 青无四气得脸都绿了 服用过妖火莲花的他 极易冲动 争宁着吼道 今日 哪怕没有妖火莲花 我青无四 也能取你性命 大地神脉 地动山摇 在叫嚣间 青无四已完成了蓄力 身上的褐色灵力暴动 周围的大地猛地动摇了起来 周围的老百姓大惊失色 怎么回事 大地竟在剧烈晃动 难道是地龙来了 这青无四好生厉害 竟能召唤地龙 什么地龙来了 这分明是青无四在这十日内心学的招式 觉醒神脉者 果真得天独厚 花柜大手一挥 红色的灵力 瞬间笼罩在了擂台四周 擂台外的地面 这才恢复了平静 翟雀喋喋一笑 怎么样 这一招不错吧 花柜懒得理会翟雀那丑陋的嘴脸 目光看向夜城 期待着他的应对方式 夜城也没辜负花柜的期待 在最初大地动荡的时候 他虽然有那么一丝慌乱 但很快便调整了状态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这十日内 夜城虽没有再次晋级 但随着精神力的暴涨 已能很好地操控灵力的运用 将灵力精准地用在每一处 不浪费一丝灵力 因此 再次弑龙枪法的第二是 早已不像十日前那般脱力 金龙虚影从金枪中浮现 对比十日前 虚影变得更为明实 他飞到夜城脚下 让其站在自己巨大的龙头之上 远离地面 让他不受地动影响 看着站在金龙头颅上的少年 花柜满意地哈哈大笑 得意地看了眼一旁面色不快的翟雀 青无似没料到夜城还有这么一招 自己心学的招数落空 气得鼻子都歪了 指着半空中的夜城怒骂道 鼠胆之辈 是男人救下来单挑 逃在半空中算什么好汉 夜城咧嘴一笑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伸出一根 手指头勾了勾说道 你过来啊 夜城赤裸裸地挑衅成功 令青无似战红了脸 双目充许 大地神脉 大地突刺 数十条尖刺从地底冒出 朝着夜城刺去 面对来势汹汹的尖刺 夜城丝毫不见 巨色 左手提枪 右手持剑 与金龙虚影 一同朝尖刺猛攻过去 第一是 金龙出海 第三是 剑破九霄 金色的灵力 和褐色的灵力碰撞在一起 刮起一阵飓风 掀翻了擂台周边的护栏 滚滚沉烟四起 伴随着一阵巨响 一朵灰色的小蘑菇云升起 有先前花柜设下的防护罩在 围观的老百姓 以及看台上的观众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现在的他们 迫切想知道 这一场碰撞的结果 随着烟尘渐渐散去 擂台上隐约献出了两道身影 到底是谁赢了 这是在场的人 最为关心的话题 烟尘散去后 只见擂台的地面 被炸出了一个大坑 夜城和青屋四面 响而战 围观的百姓 纷纷探头望去 两人虽面色有些苍白 身上多少挂了点彩 但并未伤到根本 没想到如此激烈的碰撞之下 胜负简直不可思议 可不是吗 刚刚那爆炸声 差点把我的魂都吓出来了 这两人去爆炸中心 竟什么事也没有 果真人比人气死人啊 见夜城无事 花柜悬着的心 彻底放了下来 一旁的翟雀音声怪气道 怎么 知道四儿败在我门下后 转而想拉拢那个双修少年了 难不成你觉得 他比我的弟子 还要优秀不成 双修虽然难得 可也被分去一半的经历 最后落得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可是哭都没地方哭哦 花柜罕见的没有回怼 因为他心里清楚 翟雀说的是对的 夜城枪剑双修固然妖孽 可随着境界的提高 晋升越发艰难 所需投入的精力也越多 若但修一样 夜城或许能成为一介宗师 可若不放弃双修 很有可能哪一边都无法修炼到高深境界 如此对比之下 轻无似觉醒了大地神脉 不仅天赋异禀 还无需分心 专注修炼大地之道即可 未来两人的发展 孰优孰劣 真不好说 可未来的是谁说得准呢 修真界最不缺的便是奇迹 而花柜 相信夜城会创造奇迹 夜城 你真令我失望 这十日里 你不仅修为寸步未尽 就连招式也没有新花样 如此资质 活该你被陆青鸟那个贱人 耍得团团转 我也不怕告诉你 当年你母亲的死 她可是掺了一脚的 可怜的你 尽爱了杀母仇人这么多年 真是可悲 哈哈哈哈 清无似的话 让夜城大为震惊 母亲去世的时候 她和陆青鸟才十岁 十岁的孩子 能做什么 夜城下意识地认为 清无似在口出狂言 可她回忆起母亲去世的前一日 陆青鸟确实来探望过母亲 离去的时候 神色慌张 夜城不由地捏紧了拳头 现在的她 迫切地想 结束这场比斗 然后找陆青鸟问个清楚 夜城的反应 正和清无似的意 她深知 哪怕自己 晋升到苍穹中期之境 若夜城仍是 稳扎稳打的打法 自己也依旧无法战胜她 唯一的办法 就是激怒她 扰乱她的心神 见夜城心头大乱之时 她已完成了蓄力 调动身上全部的力量 施展出最新学的招式 大地神脉 地之涡轮 大地神脉 大地突刺 话音刚落 擂台上传来一阵巨响 泛黄的地面 似乎被一双 无形的巨手撕开 露出深不见底的裂缝 随着轻无四柱 裂缝的褐色灵力越来越多 裂缝开始顺时针旋转 掀起漫天尘土 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吸力 夜城将金枪深深地插在完好的地 面上 艰难地固定住自己 让自己不被吸进涡轮 刚稳住身形 熟悉的尖刺从地面涌出 朝他刺去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夜城唤出金龙虚影 拖起自己 一边躲避尖刺 一边寻找突破口 这是两人交战以来 夜城第一次如此浪费 轻无四仰天大笑 学着夜城先前的动作 对其勾勒勾手说道 无胆鼠背 躲什么躲 有种你过来啊 在空中狼狈地躲闪着尖刺与犀利的夜城 突然眸光一亮 喝道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没用的夜城 我的大地突刺 只要有土地在 便生生不息 源源不断 不管你的金龙再多 也不可能战胜我的 哦 那如果土地不在了呢 什么 轻无四恶然 夜城不再废话 指挥着新出现的金龙 钻进了地上的涡轮 夜城此举令 在场的人都觉得二掌摸不着头脑 现场一阵哗然 这夜城是疯了吗 就是说啊 好不容易换出的金龙 就这么拿去为对手了 宅雀见状 喋喋大笑 这就是你花柜看中的人吗 他这是想撑死地之涡轮 笑死老夫了 老夫从未见过 如此愚蠢之人 花柜看着夜城嘴角的笑意 隐约猜到他的想法 笑道 宅老鬼 要不我们打个赌 哈哈哈哈 夜城 往我还以为 你是想多凝结点金龙与我对抗 哎 想到竟是一想天开的想撑死 我的大地涡轮 你的脑子跟你的胆子一样小啊 哈哈哈哈 面对轻无似的嘲笑 夜城不以为然 单手掐绝 轻声说道 报 下一刻 周围的百姓发出一阵惊呼 看 涡轮的吸力消失了 这夜城到底做了什么 地面竟然像气球一般鼓了起来 快跑 要报了 要报了 跑什么 有花指导 布置的保护罩在 区区两个苍穹之境比斗 还能翻天了不成 感受到足有五人高 十人宽的鼓包内蕴含的能量 看台上的花柜和翟雀面色大变 对视一眼后 联手在原有的保护罩外 建立起一个更为巨大 更为坚固的保护罩 轰隆 古包爆破 暗红的岩浆伴随着巨响喷涌而出 将暗黑色的石块推到了高处后 又急速落下 在烟雾弥漫的半空中 画下千万条火痕 花柜和翟雀两人 联手布下的保护罩 被这炽热的岩浆烧得直冒白烟 发出滋滋的声响 最终还是无法突破 见此 众人心口的大石总算落下 因爆炸威力巨大 此时擂台上被黑色的浓烟阻挡 导致无人知晓 两位始作俑者的情况 叶成早在爆炸的瞬间 就躲进了神念塔 此时毫发无伤地站在擂台上 冷眼看着青无似 而青无似 也凭借着大地神脉 凝结出一道坚固的保护罩 显显抵挡住了致命一击 但也身受重伤 没有了再战之力 叶成踩在金龙头上 剑指青无似 B问道 当年陆青瑶对我母亲做了什么 青无似咧嘴一笑 朝叶成吐了一口血痰 想知道 你跪下求我 我就告诉你 叶成挥出一剑 将青无似的右臂其间砍下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若识相 我可留你一条狗命 我 说了 求我 我就告诉你 青无似当叶成跟班多年 对其性子十分了解 他笃定叶成会妥协 而他拖延的这些时间 足够让师尊前来救他 果然不出青无似所料 叶成短暂挣扎过后 问道 是不是我跪了 你就会将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哈哈哈哈 当然 我怎敢欺骗 你这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呢 青无似嘴角勾起 一副得逞的模样 好 我跪 希望你也要信守承诺 否则 话未说完 两道破空声引起了叶成的注意 原来是花柜和翟雀 各自担心自己的弟子 短暂地等待后 决定出手干涉 便闯进了保护罩内 想营救两人 师尊 我在这里 快救我 叶成想杀我 青无似高呼着 眼底闪过一丝失落 就差一点 叶成不要跪在自己面前了 可惜了 叶成心之意再问不出什么 没有过多考虑 提见朝青无似的丹田气海次去 既然暂时问不出什么 那就先废了他 一个废物 入不了总院 还不是任自己摆布 叶成 我乃总院内定弟子 你若真杀了我 你也无法进入总院 剑气穿透青色长衫 刺破了青无似腹部的皮肉 剑出红色的鲜血 鑷子 耳赶 随着翟雀的声音传来 一道无形的力量 禁锢住了叶成 令他的剑无法再进一步 扑呲 金龙虚影破灭 叶成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击成了重伤 全身毛孔渗出了血珠 蹊跷都溢出了鲜血 从半空中跌落 昏死过去 傻老鬼 你竟被他下如此狠手 花贵接住了重伤叶成 连忙用神石查探 发现他全身经脉寸断 怒喝道 哼 区区一个苍穹出妻之境 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 若非看在总院的份上 老夫定将其碎尸万段 翟雀心中诧异 这一击竟没将叶成废了 但也知自己 也错过最佳击杀叶成的时机 便领小鸡仔一般 拎其重伤的轻无似 闪身离开了 花贵新之宅却醉翁之一不再久 可己方理亏在先 只好抱着叶成先返回叶家 擂台上依旧是黑烟滚滚 外面的人并不清楚 期间发生的是 邱富基见两位总院的大人物 各自抱着一名少年离开 宣布这一场比斗 依旧是平局收尾后 便匆匆结束了这一届的录取之战 对于这个结果 亲家家主显然并不满意 轻哼一声 招呼也没打 就离开了看台 同样对结果不满意的 还有陆家家主陆志安 只不过 他在看到花贵 抱着昏迷过去的叶成离开后 幸灾乐祸地对叶正威说道 看来你那宝贝儿子 也不过如此吗 看那模样 怕不是被废了吧 叶正威心谢儿子 没有理会陆志安的小人嘴脸 闪身朝叶家奔去 心急之下 他使出了全部实力 速度极快 陆志安感受到这磅礴的灵力 不由的面色一变 天穷大圆满之境 叶足 叶成房间 花指导 请问犬子 叶正威对着坐在叶成床边的花柜 颤声问道 以他天穷大圆满之境的神识 又怎能不知 叶成经脉寸断 已然成为一名废人呢 之所以会问花柜 不过是心中还抱有一丝侥幸 想要得到与自己不同的答案吧 花柜将叶成的被子盖好后 向叶正威使了一个眼色 叶正威心神领会 将其带到自己的书房内 书房内 叶正威凭退下人后 对花柜恭敬道 不知花指导想说何事 难道成 见叶正威忍不住往更坏的方向想去 花柜也不卖关子 直接了当 问出自己内心的疑惑 你可知 叶成究竟有何奇遇 不知 成的娘亲曾嘱咐过 要尊重孩子的隐私权 因此 若非他主动提及 我并不会多问 你不用担心 叶成经脉韧性很强 表面上经脉寸断 实则藕断丝连 十日左右便会恢复 叶正威的答复在花柜的意料之内 见叶成状态良好 便决定返回郡城总院 今日之事 他要赶在宅雀之前 禀告给院长 陆家 会客厅的大门紧闭 守卫森严 不时有穿戴着长老服的老者入内 一位大富翩翩的长老 拉住一位秃头长老低声问道 三长老 请问组长突然召开长老会 是为何事 五长老好久不见 具体是何事 老夫也不知晓 听二长老说 好像是与叶家有关 叶家 四二不是与陆家联姻了吗 叶家有何惧的 老五你这是闭关太久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陆家那姑娘 十日前就被叶家那小子给废了 之前商量的对策 已不管用了 估计家主就是为了此事 才召开会议的 你们两个 是吃饱了 没事干吗 还不快点进来 一道危言的声音 从屋内传来 将两人吓得一个机灵 条件反射般 朝起鞠躬道歉 对不起大哥 我这就进来 会议室内 陆正安坐在主位 在他下手 是一名面色发黑的老者 老者锋利的目光 环视了在座的四位长老后 对陆正安说道 家主 长老会五名成员 均已到齐 陆正安点了点头 神情严肃地说道 各位长老 想必你们已经知道 瑶儿的情况 此前商议的陆清 两家结为殷亲 两家独大 吞并叶家的方案 已行不通了 五长老拍了拍大肚腩 不以为然道 不就是撕破脸皮了吗 难道我陆家 还怕他叶家不成 其他长老纷纷附和 就是啊 怎么说我陆家 也是天运城三大家族之一 论实力 我们并不输叶家 如今 叶家父辈受敌 与亲陆两家都撕破脸皮 该担惊受怕的 该是他叶正威才对 老夫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不就是区区叶家吧 若是不识相 我们照样能与亲家联手灭了他 听着眼前陆家高层的言论 陆志安越想越后怕 若非今日叶正威的失态 导致无意中暴露出真正实力 自己也定会像长老们一样 对其不屑一顾吧 神阳大陆的修炼境界 由若志强分为 启陵境 辉月境 苍穹境 天穹境 天香境 万象境 万宗境 天人境 其中 每一个境界又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以及大圆满 今日之前的天运城 连同城主府在内 修为最高的 便是城主司空行 以及三大家族的家主 皆为天穹后期之境 一直以来 三大家族三族鼎立 城主府位于中立 尽管偶尔有些小摩擦 但也不会危及根本 可如今 随着叶正威的晋升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陆志安冷哼一声 一股独属于 天穹境后期强者的威压 笼罩在会议室中 使出一直没有坑声的 大长老以外的其他长老 纷纷晋升 看向家主 叶正威那老狗 突破到天穹大圆满之境了 陆志安的话 犹如一块巨石砸入湖面 翻起了阵阵波浪 天穹大圆满之境 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一点丰盛都没收到 想要晋升到天穹大圆满之境 必须要历经雷劫 不可能我们会一点都不知晓 不 有一种可能 晋升到天穹大圆满之境 不需要经历雷劫 那就是 那就是 叶正威他原本就是 天穹大圆满境界的强者 大长老的声音悠悠传来 会议是此际一般安静 不论如何 本次请诸位前来 就是为了商量接下来的对策 请各位各书己见 神念塔 昏迷了三天三夜的叶成 在恢复意识的第一时间 便进入了神念塔中 红袍女子扫了一眼 说了句赛翁师马后 强行塞了一粒丹药进他口中 叶成自问 不是吃不得苦的人 但这没丹药的味道 直接让他有种就地升天的感觉 那是一股猫屎的臭味 又酸又臭 还带点骚 哦 这是什么鬼 呸呸呸 丹药入口即化 任凭如何使劲 都无法将其吐出 这是屁股丹 你三天未进食 接下来还要在这修炼 不给你吃得饿死 红袍女子的声音 依旧冷冷清清的 但叶成却莫名地 听出了一丝幸灾乐祸 这就是传说中 大能吃的屁股丹 这什么奇葩癖好 竟然喜欢吃猫屎口味的 闭嘴 这么嫌弃有本事 你自己来练 吐槽归吐槽 这屁股丹 虽然味道不好 但叶成确实没有了饥饿感 可以安心盘西运转攻法 神殿塔如同一个大筛网 会对外面吸收而来的灵气 进行过滤 因此 神殿塔内的灵气 比外界更为精纯 当叶成闭上双眼 沉浸在修炼中时 一股巨大的犀利 从他体内传来 塔内的灵气 被叶成疯狂地吸收着 在他头顶上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灵气漩涡 一个时辰后 第一层的灵气变得稀薄 白雾也变淡了许多 红袍女子看着 还在疯狂吸收灵力的少年 抬头看向白茫茫的天空不满道 你不管 毫无反应 他冷笑道 好 见来 风微微吹动了他的衣摆 一柄红色的长剑 出现在他的手中 只见红袍女子身轻如燕 点水般朝着通往第二层的方向 刺出一剑 好 怒吼声伴随着剧烈的震动 从第二层传来 紧接着 第一层的地面 也出现了晃动 破 一丝鲜血 从叶成的嘴角一出 他紧紧皱着眉 咬紧牙关 沉浸在修炼中 红袍女子健壮 脸上 闪过一丝心虚的神色 随后低声喝道 不要分神 气沉丹田 我会想办法 给你搞来更多的灵气 你专心突破便是 他抬起头 你还不管吗 第一层 依旧在剧烈地摇晃着 天空依旧毫无反应 他再次冷笑 很好 见指 常见悬空漂浮 指向塔的深处 那是 第三层 轰隆 天空响起了一声闷雷 压过了第二层的 怒吼声 强大的威压 笼罩在了红袍女子身上 红袍女子耸了耸肩 挑眉道 是你逼我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必须保他 他神态自若 但额上的汗珠 说明了他对抗这股压力 并不轻松 听到红袍女子的话后 威压顿时散去 随后像是恼羞成怒一般 一道紫色的闪电 朝第二层劈去 紧接着 一股更为浓郁和精纯的灵气 从第二层涌入第一层 被夜城的灵气漩涡所吸引 吸收 三个时升过去了 夜城依旧在拼命吸收着 来自第二层的灵气 吼 顶上的灵气漩涡 也从碗口大小 变成了盆口大小 吼 第二层再次传来一声吼叫 一道紫色闪电劈去 从第二层带来了更多灵气 一个时升过去 吼 闪电劈去 带来灵气 又一个时升过去 吼 声音有些委屈 闪电劈到通道口 还未披进第二层 第二层的灵气 便自动涌向夜城所在之处 如此几次后 在第二天到来之际 夜城头顶上的灵气漩涡 已然比井口还大 第二层的灵气 已被它吸收得干干净净 可依旧不够 神仙 姐姐 这第一第二层的灵力 都要被你吸光了 怎么还不够 等着 吼 第二层的吼声传来 带着一丝焦急和讨好的意味 这一次 神念塔没有披下闪电 而是抖动着塔身 从外界吸来了庞大的灵气 供夜城所用 吸收了如此多的灵气后 夜城身上的气息 逐渐稳定了下来 表情也恢复了平静 不过是苍穹镜的晋升 便需要如此多的灵气 真是个怪物 红袍女子 看着气息越发强大的少年 男生道 咔嚓 一声细微的破碎声 从夜城体内响起 随后刮起了一阵灵力巨风 在吸收了如此庞大的灵气之后 夜城终于晋升到苍穹中期之境 神仙姐姐 谢谢你 夜城感激地说道 她并不知自己吸收了多少灵气 但若非红袍女子鼎力相助 她必定会因灵气不足 而无法晋级 更是会遭到反噬 影响后续修为的提升 若你真心感激我 以后答应帮我做件事如何 夜城正色道 只要此事不伤天害理 不对我的家人造成影响 你尽管吩咐便是 红袍女子微微一愣道 你不问问是什么事 若我叫你去死呢 夜城笑了笑 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救的 若你真想要 还你便是 不过在此之前 我需要把我要做的事做完再死 你放心 此事不会要你的命 更不会伤天害理 只要你记得答应过我即可 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吗 你太弱机了 告诉你了也没用 好好修炼吧 小橙子 红袍女子说完便消失在原地 夜城摸了摸鼻子 闪身离开了神念塔 夜城回到房间后 看到窗外天色微亮 她不敢怠慢 赶紧跳上屋顶 开始修炼紫阳神功 最后一丝紫气被吸收后 夜城惊喜地发现 随着自己修为的提升 这个功法带来的另一个功效 便是势力变得更好了 原本只能勉强看清的陆家建筑 如今别说看清楚了 就连墙头上的一只蚂蚁 有多少条腿都能数出来 要是当初有这般势力 肯定早就看清陆轻摇的真面目了 不过还是算了 辣眼睛的东西少看为妙 夜城这样想着 目光不由地看向陆家 夜城所在屋顶是夜家最高的钟楼 同时也是腾安城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整座腾安城一览无遗 突然 一辆马车出现在夜城的视线中 一个人影从马车下来后 迅速进入了陆家 此人虽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可夜城还是认出了他的身份 嗯 那不是陆家家主吗 这是刚出去 还是刚回来 夜城有些疑惑 但此时潜入陆家为时已晚 只好聚精会神地观察那辆马车 想看清对方从何何来 马车的车夫十分警惕地 绕了半座腾安城后 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失去了踪影 那是清家 夜城眉头大皱 那个角落离清家大门还有段距离 因其属于清家的管辖范围 且极为阴暗潮湿 平日里鲜少有人留意 可旁人不知道 不代表夜城也不知道 想当初清无寺为了讨好夜城 就曾亲自带他去过那里 那里有一条隐蔽的小道 可直通清家 看来陆家和清家 贼心不死啊 夜城跳下屋顶 换来吓人为其被善 一时间 夜城痊愈的消息 传遍整个夜家 不多时 飘香四溢的美食 便摆了满满的一桌 突然 门外响起了夜正威的声音 沉儿 听说你恢复了 怎地不拆人来 跟我说一声 夜城朝夜正威行了一礼后 指了指没有动过的碗筷 小道 您这不是来了吗 夜正威看了眼桌上两份碗筷 拍了拍夜城的肩膀 哈哈大笑起来 好小子 看来真的恢复了 夜城看着父亲虽在大笑 可微微泛红的眼眶 以及那发白的双鬓 还是让他心生愧疚 让您担心了 夜正威摆了摆手 示意夜城坐下 父子俩愉快地共进早上 早上过后 夜城凭退了下人 对夜正威说道 老店 今早我看到陆家家主 坐着清家马车回陆家了 夜正威面色一沉 我说呢 那陆志安最近 怎么这么安分 果然没别好批 他从怀中拿出一枚黑色的令牌 递给夜城 花指导已离开滕安城 回郡城总院了 这是总院的苍蓝令 你好生保管 一年内自行入学 逾期是同放弃处理 夜城接过令牌 细细打量 与滕安分院的苍蓝令不同 郡城总院的苍蓝令花纹 更为繁琐复杂 夜城颠了颠 这苍蓝令也不知是由什么材质造成 看似很轻 却十分坠手 把玩片刻后 夜城抬起头问道 好的 我定会准时到达 老店 陆家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此事你不用操心 你安心修炼便是 你爹我还不至于 老道需要儿子操心 说完 便匆匆离去 夜城猜测 他应该是召开长老会 商量对策去了 看着父亲的背影 夜城微微捏紧了手中的苍蓝令 不够 还是不够 自己还要更强大才行 念此 夜城将苍蓝令收入储物袋中 闪身进入了神念塔 闭关修炼 神念塔 神仙姐姐 你在吗 我不在这破塔脸 还能去呢 你又来干嘛 红袍女子往日里 都是一副冷清模样 对夜城的话爱搭不理 这还是头一回对她 夜城一时语色 陆清瑶的战友欲很强 一直不让有别的异性 靠近她的身边 而她自己也一门心思都在修炼 因此 她确实没有太多 跟女性相处的经验 直觉告诉她 红袍女子应该是生气了 她想起 以往陆清瑶生气的时候 自己只要给她买东西 就可以哄好 于是试探性地问道 你想要什么 红袍女子不屑道 就你这种弱鸡 我想要的也给不起啊 随后 话音一转 不过算你好运 你身上确实有样东西 我还蛮感兴趣的 是什么 话音刚落 苍蓝令便从夜城的储物袋内 飘到了她的手中 夜城一愣 没想到红袍女子感兴趣的 竟是这个 但是这个是真不能给她 正想说话 红袍女子便主动将苍蓝令给回她 瞧你紧张的 我要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你找我干什么 剑总算说到正题了 夜城精神一震 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想变得更强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但这个方法有些危险 我不怕危险 只要能变强 请您传我功法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传你功法了 你如今连近两极 哪怕之前服用过雇员单 现在的根基也一样不够 闻 夜城听后 心中有了猜测 那你的意思是 红袍女子语气肯定地说道 历练 若你真想成为强者 就不能窝居一脚 只有实战 只有挑战更强的人 才有机会变成强者 红袍女子的想法 与夜城不谋而合 不过她心中 还有一个疑问没解开 那就是 今日红袍女子的态度 让她觉得有些奇怪 是苍蓝令引起的吗 还是说 见夜城不说话 红袍女子继续说道 就你现在的修为 在这腾安城 年轻一辈算是顶尖 可去到总院 你会发现 自己不过蝼蚁 那里天才云集 你一没修为 二不是特殊体质 哪怕枪剑双修 到后期 也未必能成大器 总院的资源 照样不会向你倾斜 反观你那好兄弟 就不一样了 拥有特殊体质的人 只要不夭折和怠慢修炼 必定能有一番成就 难道 你就不想报仇吗 难道你不想找她问清楚 你母亲的下落吗 红袍女子的话 如同蛊惑一般 充满了吸引力 叶成眼神微动 虽不知红袍女子真正的目的 但是她的反常 已足以回答她心中的疑问了 叶成可以确定 她想自己进入总院 想自己变得更强 不管红袍女子出于什么目的 目前都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此 叶成也没有拆穿她的小心思 你说的对 我这就去安排一下 叶成离开后 红袍女 只看着手中不知何时拿到的苍蓝令 目中露出一丝追忆 没想到这老东西还活着 如今的她应该早已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吧 那我 又算什么呢 叶成的执行力一向很快 不过三个时辰 便将一切安排妥善 整装待发 当天下午 叶成没有惊动任何人 从叶家后门悄悄离开 只有叶正威似有所感 透过书房的窗户 望向叶成离开的方向 低声说道 除阴雨一见风 必将翱翔 不管何时 叶族都是你的家 离开叶家后 叶成戴上了红袍女子所赠的法宝 彻底改头换面 不仅面容发生了变化 就连身形 声音以及气息 都变成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人 哪怕是叶正威再次 也决认不出自己的儿子 神仙姐姐 我们是直接往总院出发吗 自从精神力大增后 叶成惊喜地发现自己 可以将精神力注入神念塔内 与红袍女子交流 当然 前提是 对方愿意理会自己 先去珍宝楼 将这些物资采买完 然后出发迷雾森林 红袍女子说完 叶成便感觉到 石海中多了一张购物清单 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了许多物品 叶成大致看了一眼 发现草药居多 且不乏二品 甚至三品草药 金林花 猴头草 紫背叶 这些都是三品草药 我哪买得起啊 叶成苦笑一声 珍宝楼的分楼 遍布神阳大陆 他丝毫不怀疑 那有三品草药出售 可问题是 别说他买不起 哪怕是卖了整个叶家 都未必买得起 清单上的草药 怎么这么多事 拿这个去卖 就买得起了 红袍女子的声音 有些不耐烦 但还是将一个 玉瓶拿了出来 叶成将玉瓶 从神念塔中取出 心中微微一动 上次红袍女子轻而易举的 从他储物袋中 取出苍蓝令的行为 令叶成有种被看透的感觉 尽管对红袍女子十分信任 但在没搞清楚 他真正目的之前 叶成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珍宝楼 叶成刚进珍宝楼 一名面容娇好的侍女 笑脸相迎地走上前问道 我是您的专属导购小英 请问这位先生 您是要购买商品 还是要出售物品吗 购物 第一次被换做先生 叶成有些不适应 虽然在法宝的帮助下 他变成一名二十余岁的翩翩公子 但内心还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 小英带着叶成边往购物区走 边介绍道 请您跟我来 我们珍宝楼是神阳大陆 最大的连锁店铺 不敢说应有尽有 但若我们没有的 别的地方也别享有 请问您想购买什么呢 我可以带您去相应的柜台 叶成跟在小英身后 不动声色地四处观察 虽然他贵为叶家世子 但叶正威在金钱上 从不骄纵他 因此 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珍宝楼 我想 听到小英的问话 叶成本能地想要回答 却被红袍女子的声音打断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把清单给他 让他安排个地方 给你休息即可 叶成照做 小英诧异地看了一眼 清单上密密麻麻的物料后 将他带到贵宾室 尊敬的客人 您所需的物品价值 已超过我的权限 请您在这里稍作休息 我这就请掌柜来 小英朝叶成行礼后 便匆匆离开了 贵宾室内装潢大气低奢 一壶灵茶柏 放在有整块黄梨木凿成的桌上 正冒着热气 叶成深吸一口气 感受到 浓郁的灵气 疯狂地朝毛孔钻去 低声惊呼 净是聚灵阵 虽然只是一个一级下品阵法 可神阳大陆的阵法师 比练丹师还要稀少 布阵的材料也极为罕见稀缺 天韵城三大家族 都不曾有过阵法 而珍宝楼的一间贵宾房 竟然拥有 震惊之余 叶成品了一口小英线上的灵茶 感受着丹田温热的灵气 轻叹道 好茶 原来有钱人的生活 如此舒适 若我能天天喝着灵茶 在聚灵阵内修行 修为必定大为精进 红袍女子不懈道 不过是一小胡下品灵茶 便值得你如此羡慕 叶成微笑道 一小胡下品灵茶 当然不至于此 但这可是阵法 哪怕是学院 也只有传说中的帝都总院 拥有阵法老师 突然 叶成顿了顿 男生自语道 我记得父亲四与珍宝楼有些交情 不知若是我到此做工 不要工钱 是否能偶尔借用阵法修炼呢 见叶成突然改变主意 红袍女子危急 怎么 你不去历练了 历练的目的 本就是为了变强 而且历练什么时候都能去 可阵法却难得一遇 我被修行 须懂得把握机会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叶成无辜地探了贪手 不就是个破阵法吗 你若想 我可以传授于你 正当红袍女子认为 叶成必定会同一时 不让叶成却摇头说道 你已经帮助我很多了 如今若还要你传这么 珍贵的阵法给我 培养我成为一名阵法师 那我真的是太贪心了 更何况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阵法师那块料 谁说 你不是那块料 等去历练了 我便传你 听到这话 叶成见好就收 满口答应 早在他察觉到 红袍女子对总院的执着时 他便开始打他主意了 只是没想到如此顺利 更没想到 自己竟拥有 那千万分之一的阵法师天赋 这时 敲门声传来 一位旗袍女子 走到叶成面前 伸出手笑道 您好 我叫龚莫言 是珍宝楼天运城分楼的掌柜 先生好生眼熟 不知尊姓大名呢 女子巧笑嫣然 媚眼如思 修身的旗袍 令她的身材 变得更为诱人 高开插的裙摆下 雪白的大长腿 若隐若现 惹人联想翩翩 叶成礼貌地回道 你好龚小姐 我叫秦成 半握龚莫言白嫩的小手 片刻便松开 龚莫言言底闪过一丝诧异 很快又恢复常态 您要的物品已在备货中 您要的数量及品质都不低 所以需要点时间 请您稍等 叶成没有多想 红袍女子给的那份清单中 步伐二 三瓶草药 需要些时间备货 也是正常 无妨 用此物交换即可 叶成取出玉瓶递过去 一物一物 是珍贵材料 最常见的购买方式 龚莫言接过玉瓶后 惊呼到 避骨丹 观其色泽 嗅其气味 竟是二品 这位先生 请问您确定要 用于交换吗 叶成看到龚莫言 将避骨丹 放在鼻尖处猛袖的样子 不由得有些汗颜 之前自己服下的 是一品屁骨丹 便已受不了 那骨子猫屎味 没想到二品的气味 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此 叶成真的很想问他 你不觉臭吗 这是家师所赠 我的修为 还无需用到此的 龚莫言听到此话后 眸光大亮 请问令师 也在天运城内吗 他可否来珍宝楼 哦不 我的意思是 请问是否方便 接受我的拜访呢 毕竟我们也是朋友了 我去你家做客 不很正常吗 叶成没想到 一颗二品 屁骨丹竟会引起如此重视 连忙说道 家师目前不在城内 而且 他也不愿见客 叶成的答复 并没有让龚莫言感到失望 毕竟大人物一般脾气都古怪 他笑盈盈地从怀中 拿出一枚令牌递给叶成 二品屁骨丹虽珍贵 但一枚并不能买下 你所需的物品 这样吧 我与你投缘 赠你这枚珍宝令 以后你便是我珍宝楼的贵客 所够商品全部九折 如此 你也能买下全部了 叶成大喜过望 接过令牌后 连声道谢 这时 小英拿着一枚储物剑 进入房间递给龚莫言 龚莫言豪气地将储物剑 一同赠予了叶成 叶成盛情难却 最终还是收下储物剑离开了 但叶成的背影消失后 小英不解地问道 小姐 二品屁骨丹虽珍贵 但也不至于让您屈尊结交 您 为何 你不懂 此人修为不高 精神力却极为强大 能够面对我的魅蜀 无动于衷 不仅如此 碧骨丹真正的丹方早已失传 我有幸在家族中 见过一枚真正的屁骨丹 而慈子拿来的丹药 与我见过的那枚一样 更可怕的是 这枚丹药 是新炼的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小英轻武小嘴 说明慈子身后之人 定是一位高品接恋丹师 若是我们 能得到他的帮助 小姐重回家族 也指日可待了 龚莫言微微点头 不仅如此 二十余岁 便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是炼丹师和阵法师的人才 他身后有如此强者 购买的几乎都是药材 或许本身便是以为 二品甚至是三品炼丹师 要我派人跟着吗 龚莫言沉吟一会儿 摇摇头 不了 若是有缘 我们定会再次相见 难得种下善缘 若是被发现了 先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距离城门不过五百米的位置 便有一个分叉口 一面是森林 一面是官道 叶成从储物界中 取出方才购买的地图 在脑海中与红袍女子说道 迷雾森林 距离天运城中间 隔有一座城池 为了尽快到达 我建议乘坐马车 出来历练坐什么马车 我要你走过去 不仅如此 还要走海田城那条路 叶成一愣 海田城是一座海滨城池 海里生活着海妖族 平日里也会到陆地上 与人类进行商品交易 互通有无 也有的海妖是海陆两栖的 因此 海田城内不仅有人类 还有海妖族 叶成虽从未去过别的城池 但他把叶族和书院内的书籍 全部读过一遍 因此 对海田城还是有所了解 早在几年前 叶成便对如此神奇的海滨城市 心生向往 极为好奇 只可惜 刘尹时作为珍贵法器 是不可能出现在天运城的 因此 对于海妖族的相貌 叶成也只能凭借画工简陋的画本想象 规划好路线后 叶成收起地图 向南出发 为了避免麻烦 他用绳子将公墨岩所赠的储物 借绑在脖子上贴身藏好 并将常用的 不算太过珍贵的物品 放入储物袋中 红袍女子的声音再次传来 别走官道 抄近路 近路 叶成回忆起地图的路线 明白了红袍女子的意思 不走官道 那就只能穿越陵园森林了 陵园森林在天运城和海田城中间 因灵 气充沛而得名 森林里有许多妖兽 多一品 二品的低级妖兽 以前苍蓝书院的老师便带过叶成他们 进入森林外围历练 传闻森林深处曾出过三品妖兽 但这么多年来 叶成从未见过 对红袍女子的指令 叶成没有丝毫犹豫 朝陵园森林走去 以他目前的实力 哪怕遇到传闻中的那头三品妖兽 虽说不能击杀 但他若想逃 也不是件难事 很快 叶成便进入了外围 陵园森林不愧于他的名字 仅仅是外围的灵气 便比在叶府内的都要充沛些 若非有规矩 说不准占灵为地 占地为王 这灵园森林 必定要有我叶族的一份 这地方实在太适合低品级的人 修炼了 感受过珍宝罗的距林镇 叶成对灵园森林的灵气 已不惊讶了 仅仅感叹一声 便朝森林深处走去 妖兽的感知十分敏锐 叶成苍穹中期之境的气息 他们在百米开外 便能捕获并逃得远远的 因此 一路上 叶成走得无惊无险 甚至有些无聊 神念塔内 红袍女子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着一派祥和的森林 在她的记忆中 灵园森林是低阶修饰的噩梦 她也曾在此地险些丧命 让叶成前来历练 也做好了 她进入森林内为后遇险的准备 毕竟 在她看来 叶成的成长过于顺风顺水 并不利于磨练心智 谁曾想 百年过去 灵园森林竟变成了修炼圣地 灵气充沛 没有危机 这百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红袍女子有些凌乱 看着无聊的鞭走 便用弹弓打虫子的叶成 又觉得脸面有些挂不住 便决定给她加点功课 以便掩盖自己的失误 从现在开始 时刻保持神童开启 直到感觉到双目发色时 便运转功法吸收灵气 同时 我传你一门功法 用于隐藏自己的气息 在森林中 不得释放自己的气息 叶成听了红袍女子的话后 略微思索 便明白了其中深意 精神力最好的修炼方式 便是一次次地掏空 再一次次地补充 作为精神功法的紫阳神功 想必也是如此 通过不断地使用神童 将其运用到了极致 再及时运功补充 这样不仅能提升和磨练精神力 还可以修炼子及神童 果然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若非有红袍女子在 自己可能 只会无所事事地穿越灵源森林 那就白白浪费五日的时间了 尽管她知道 红袍女子所做的一切必有所图 但也无法否认 她对自己的帮助是巨大的 叶成暗自在心中决定 只要红袍女子所求 不触及底线 那她必将竭尽全力地 助其完成心愿 叶成佩服地回道 好的前辈 我定会努力修炼 不辜负你一番苦心 神念塔内 红袍女子美眸露出一丝奇怪 切断了与叶成的联系后 胡一道 这小子怎么感觉奇奇怪怪的 我不过是看不惯 他这么轻松穿越灵源森 想给他找点事作罢了 怎地热血起来了 自从叶成实力大涨后 也可以随心一开启 神念塔与外界的联系 他看向虚空的画面 那是叶成所看到的画面 目录回忆 没想到 不过短短百年 此地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那他呢 是否也会变 是否会后悔当初的决定 叶成并不知 红袍女子此时复杂的心情 往日跟陆青瑶一起时 多少还要花点心思和精力给到他 现在没有儿女情长 困扰的叶成 终于可以一门心思地 投入到修炼中 这让叶成大呼过瘾 紫阳神功第一是 紫集神童 随着一声轻贺 叶成双眸散发出淡淡的紫芒 同时目力大增 就连百里外树叶叶卖的纹路 不看得清清楚楚 不仅如此 他的感官也变得极其敏锐 哪怕有树木的遮挡 他也能清楚感知到藏匿的妖兽 嘿嘿 叶成咧嘴一笑 身影如鬼魅般消失 在出现时 已在三十米外的灌木丛中 手里还提着一只一品 妖兽跳跳吐 手跳吐作为一品食草类妖兽 处于森林食物链的低端 最擅长的便是藏匿和逃跑 可怜的妖兽自以为藏匿的很好 可惜 他遇到的是叶成 按照功法记载 紫集神童从弱智强分为入门镜 小城镜 入微镜 大城镜 圆满镜 以及神童镜 叶成一边翻考着肥美的兔子 一边心生向往 如今自己的紫集神童 不过堪堪入门 虽可看破一切藏匿之术 但距离卷轴中所记载的一个眼神 便能让人魂飞魄散 还是十分遥远的 叶成的手力很好 不一会儿 兔子便被烤得两面金黄 再撒上他秘制的调料 瞬间香味四溢 叶成撕下一条肥美的兔腿 问到神仙姐姐 要吃吗 红袍女子声音冷清道 不要 叶成想了想 以前他惹路轻摇不快时 母亲曾跟自己说过 女人都喜欢说反话 不要就是要 那 神仙姐姐的不要 到底是要还是真不要 叶成有些犹豫 看着手中的兔腿头一次觉得头疼 女人 真的很麻烦 不管多大年纪 最终 叶成还是选择将兔腿送进神念塔内 便不再理会 自己大快躲移起来 若是以往也就罢了 可现在神仙姐姐能看到外界的景象 她要是只顾自己吃 就太他妈不是人了 饱足餐饮后 叶成因为开启子迹神童的时间太长 感觉眼角发色 眼泪不自觉地涌进了眼眶中 这是神童开启时长 即将到达极致的征兆 叶成连忙进入神念塔 神仙姐姐 我进来修炼了 叶成看了看空荡荡的四周 不见方才考好送进来的兔腿 微微一笑 习惯性地对着空气打了声招呼 随后闭上双眼 盘膝运弓 却没有关闭子迹神童 而是依照红袍女子的嘱咐 运转紫阳神功 滋养自己的十海 提升精神力 当功法运转到第三周时 红袍女子的声音 在叶成脑海中响起 现在 逆转功法 将其往上引 逆转 功法 叶成睁大双眼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 不知何时出现的红袍女子 世间功法从来都是顺转 从未有过逆转修行 逆转功法一个不慎 便会走火入魔 甚至沦为吃傻 叶成一时间 没有行动 你不信我 红袍女子的声音 依旧冷清 仔细分辨 却也能听出她的不快 妈的 拼一拼嘛 叶成一咬牙 一闭眼 开始将功法逆转 叶成的呼吸 变得有些急促 额头上布满着汗水 顺着脸颊流下 在下巴肩处低落 顺转时的紫阳神功 是一股紫色 带着暖意的气流 每一次运转 都能为叶成 带来一阵舒爽 可逆转后 这股暖流 却变成了紫红色 如炙热的火焰般 能焚烧一切 而此时 这道火焰 正顺着自己的经脉 一点点 从丹田气海往上燃烧 仿佛要将叶成烧成灰烬 逆转功法的运行速度 极其缓慢 半个时辰 才从丹田气海 运到神觉学 而这个过程 极其煎熬 让叶成感到度日如年 速度太慢了 集中精神 全力运转功法 做好准备 要加速了 红袍女子的声音 在叶成耳边响起 下一刻 叶成口中 被喂入一滴温热的灵液 叶成不自觉地 将气咽了下去 灵液入体后 紫红色的气流 如同收到刺激一般 沸腾了起来 上升速度 突然快了数倍 叶成将心神沉入体内 顿时体内诸多经脉 便附现在 他的石海之中 他清楚地看到 紫红色的气流 此时已分化成 一缕缕细小的分支 在经脉中 横冲直撞 就连身体自动防御的灵气 也无法阻挡他的脚步 仿佛一切阻拦在他面前的东西 都会被瞬间烧成虚无 在灼热的气流高温制烤下 原本坚韧宽阔的经脉 已经被烧得扭曲 如麻花一般 看上去不仅可不 还十分诡异 叶成身上已被汗水浸湿 身体更是不间断地抽搐着 他浑身的肌肉紧绷 面上的 手上的 身上的青筋 如一条条青紫色的肉虫一般 不断耸动 随着身体的抽搐 不间断地弹跳着 叶成惨白的脸 没有丝毫血色 紫红色的气流 在他的体内疯狂地穿梭着 仅仅五分钟 便将他的体内 破坏得一塌糊涂 红袍女子看着眼前承受着剧痛 却依旧紧咬牙关 一声不吭的少年 不由地点头 竟然能坚持到现在 难道他能一次 便完成功法逆转 想当初 就连他也无法办到 叶成此时早已疼得 无法正常呼吸 大脑甚至无法思考 但他紧记红袍女子所说的话 死守心神 不让自己昏迷过去 在他以为一切都快要过去时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那股紫红色气流 在上升到叶成胸口处时 便不再往上走 而是盘旋在此处 在紫红气流 还会攀爬的时候 叶成的经脉 上已被灼烧至此 此时他停留在胸腔处不动 散发 得热量不断地灼烧 着周边的经脉和神经 并不断向心脏处靠近 若是这股紫红色气流烧至心脏 叶成体内的所有东西 经脉 肺部 心脏等等 都将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 被焚烧殆尽 而到了那个时候 失去了这些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的叶成 也唯有死路一条 怎会如此 红袍女子显然也察觉到了叶成此时的危机 她神情严肃 束手裹着灵力 贴上了叶成的胸口 想要助其引导紫红色气流的运转 碰 紫红色气流在接触到红袍女子的灵力后 非但没有变得温顺 反而引起了她的强力反抗 她的反抗 令叶成如受重伤般 闷哼一声 嘴角溢出鲜血 红袍女子健壮 收起束手 她自是不怕是屈屈气流 只是如果强硬来 怕是会伤到叶成 毕竟 以叶成此时的实力 还无法承受她的灵力 你体内的功法 不知为何发生变异 我若助你 虽能保住你性命 却有可能伤你根本 如今最好的办法 便是调动精神力 全力控制功法的运转 否则 要么没命 要么被废 当然 我也可保住你的性命 只是你的实力 只能保留在其灵境 一辈子无法增进 操 老子这是什么运气 怎么这么倒霉 逆转个功法 都能引起功法编译 不用红袍女子说 身为当事人的叶成 也十分明白自己此时的困境 可此时已 不是吐槽和埋怨的时候 她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事已明白 便开始初步尝试 接触那盘旋在胸腔处的那股紫红色气流 叶成探出神识小心地接触紫红色气流 才刚刚接触 她就大胆头痛 这道紫红色气流不知为何 天生狂暴至极 既像一头被束缚许久 突然脱缰的野马 又像一头犯罪的公牛 想要将如此野马和公牛给拉回来 再让其听从自己的命令行走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毫无疑问 叶成第一次尝试控制失败了 失败后 叶成并未就此放弃 而是继续调动精神力 驱使着心神 切而不舍地尝试控制这股紫红色气流 一次失败了 两次失败了 三次失败了 在经历不知道第几次失败之后 尝试的近乎已经接近于麻木的叶成 心头猛的一跳 赶忙稳定心神 当下狂喜地发现 胸腔中那股横冲直撞的紫红色气流 竟然在开始 顺着心神所牵引的路线行走了起来 尽管行走的速度极其缓慢 但却让叶成欣喜若狂 察觉到这一情况 叶成精神顿时未知一阵 连忙小心翼翼地控制着 这股紫红色气流 缓缓地按着功法路线运转了起来 叶成的经脉 此时早已千疮百孔 更为难受的是精神力的透支 脑海隐隐传来一阵刺痛 紫红色的气流 缓慢地攀爬着 沿途锁经之处 完好的经脉 变得通红 卷曲 叶成的嘴角 再次流下了鲜血 这一次不是反噬造成的 而是为了忍受剧痛 紧要着牙关时 牙龈承受不住压链 一出的鲜血 尽管脑袋的剧痛 越来越猛烈 叶成心底 还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总算这位爷是愿意挪地儿了 自己的这条小命 算是保住了 疼点就疼点吧 总好过美没命不是 别高兴得太早 虽然不知道你的功法 为何会变异 提早产生危机 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最危险的时候 还没到 红袍女子冷冷地说道 草 还有 有完美娃 饶氏脾气好的叶成 听到后也忍不住想翻白眼 输个什么指的 本来只是想着 普普通通修炼一番 锻炼一下子极神童的运用 顺便提升一下精神力罢了 没想到却要经历如此困境 这让他一点点防备都没有 本以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剩下的 就是等这位爷彻底运转 回归丹田即可 可万万没想到 居然最险恶 最痛苦 最危险的时候 还没结束 哦不 是根本还没来临 这他妈的不是纯纯搞老子心态吗 红袍女子看着叶成 额上轻轻剧烈地跳动着 不用问都猜到眼前的小家伙 心里在如何操跌骂娘 慵懒地把玩着手中的玉萍 淡淡地说道 方才的变异 在我意料之外 因此我并没有准备 可接下来的 竟在我掌握之中 你若是不停下心底的脏话 可就自己扛了呀 操 他怎么知道 我在心里骂脏话 莫非实力高到一定程度 还能不借助神通 就能洞察人心 叶成有些惊悚 任谁都不愿被人轻易看穿 更何况 自己此时内心所想的言语 并不是那么的美丽 见突然变得乖巧许多的叶成 红袍女子不由的有些玩耳 不再戏弄年轻的小家伙 打开了玉萍 萍口打开后 神殿塔第一层 被一股异箱瞬间充斥着 甚至第二层的存在 也发出了若有若无的吼声 哼 为了帮她 我倒贴了这么多 你倒好 什么都不做 还想讨便宜 休想 红袍女子用眼刀子 冷冷地刮了眼第二层的方向 然后倒出玉萍内的红色丹药 轻而易举地 撬开了叶成紧闭的薄唇 将丹药未入口中 此为冰冰丹 乃数千条百年冰残灵髓为主药 再配以数十种珍贵药材炼制而成 可保你食海 经脉 以及内脏 不被焚烧殆尽 丹药入口后 瞬间化为一股冰冷的 足以让人体瞬间冻结成冰的寒流 冰冷彻骨的寒流经过喉咙 叶成似乎感觉到 牙齿 舌头 喉舌 甚至气管 都被凝结成了冰团 全身上下都内动得不自觉地打着哆嗦 头上的黑发 更是凝结出一条条晶莹的冰丝 寒流入体后 瞬间分成了数道分支 在叶成的经脉内涌去 彻骨的寒冷 恰好将体内 那因为紫红色气流 而出现的炽热给抵消 被烧得卷曲变形的经脉 如获新生般 慢慢被抚平 终于可以长松了一口气 那原本因为紫红色气流 造成的极为惨白的脸庞 也润色了不少 恢复了一丝血丝 早有这好东西 怎么不早拿出来啊 叶成此时松了口气 总算是能分出一丝精力 与红袍女子沟通 红袍女子撇了撇嘴 你以为这兵名单 跟你那二品雇员单一样 垃圾的说有就有 叶成 二品雇员单 似乎 貌似 也许 并不是那么容易拥有 更不是什么垃圾吧 可这话叶成只能心里 暗戳戳地想着 并不敢说出来 自从拿到苍蓝令后 红袍女子也变得 比刚认识的时候 鲜活了许多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叶成大致也摸到了 她的一些脾气 强大 傲娇 还有点刁蛮 就像是某个被养在 身归中的大小姐一般 被骄纵地长大 可人心并不坏 这是叶成对红袍女子 真正脾性的判断 可她不会想到的是 很快 她将会再次刷新 对于红袍女子的印象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还不借着要力 赶紧运转一周天 红袍女子不耐烦地催促道 叶成听后 连忙收敛心神 驱使着紫红色气流 朝头部涌去 紫红色的气流 依旧炙热无比 但有了冰凝丹的帮助 叶成的经脉 骨骼 内脏 甚至石海的表面上 凝结出一层淡淡的冰晶 当紫红色气流流过经脉时 便会与经脉表层上的白色冰晶 相互消融 散出淡淡的白色冰雾 叶成甚至能听到 其发出的滋滋的响声 缭绕在自己的经脉 骨骼 以及内脏之中 看到冰晶能抵挡住紫红色气流的灼烧 叶成大大的松了一口 全神贯注地牵引着气流到四神葱雪 紫红色气流看似温顺了许多 实则温度比方才还要高上许多 似乎要与冰晶一较高下班 变得更加狂暴 以及恐怖 他经过的地方 原本还能勉强与先前的紫红色气流 像匹敌的的冰晶 顿时变得有些支撑不住了 紫红色的气流躺过时 冰晶居然变得不足女子一方四趴的厚度 而且消散后不会再度凝结成冰晶 被断了补给的冰晶 终于是败给了紫红色气流 变得难以抵挡住他的轻蚀 气流即将进入四神葱雪 冰宁丹的单校也只剩下最后一丝了 做好准备 固守新神 只要这一波撑过去了 就一劳永逸了 红袍女子的声音依旧冷清 可叶成看不到 他那握着玉萍的束手 微微地收紧 成败就此一举了 紫红色气流猛地扎进了叶成的四神葱雪 冰宁丹最后一丝丹力 就此消耗殆尽 第一股气流钻进神经之中 居然将表层的冰晶声声融化 被穿破防御的叶成 最脆弱的神经和石海 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了紫红色气流的面前 顿时 为了不咬断舌头 叶成紧紧地咬着牙齿 这股突如其来的剧烈的疼痛感 让他的脑袋晕眩 耳边也传来一阵嗡鸣声 神志出现了片刻的恍惚 固守心神 控制功法运转 红袍女子一声娇斥 如同春雷般在他石海中炸响 同时也将叶成从昏迷边缘换了回来 叶成当下连血迹也没时间逝去 强忍着晕眩和剧痛 再度凝聚心神 空着正大道紫红色气流 顺着功法地缓缓运转着 随着叶成的运转 他的精神力 对于紫红色气流的控制 变得越来越熟练 这也成为目前来说 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叶成死死地紧咬着牙关 拼命拖动那股看似微弱 实则破坏力极强的紫红色气流 炙热的温度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透过经脉 透过骨骼 烧得叶成原本惨白的脸庞 变得通红 额上的汗水被蒸发 头顶还冒出一股白色的水蒸气 人体头部的脂肪是最少的 也正因如此 叶成的脸从额头开始出现了一个个小小的水泡 就连脸上的毛细血管也不例外 密密麻麻的水泡变得越来越大 颜色从白色变成暗红色 恐怖至极 哭 随着第一个小血泡的破裂 其他的血泡也跟着一个个破裂 射出了无数的小血溅 露出了下面烟红的血肉 看着叶成那没有一处完好的脑袋 一旁的红袍女子 眼角不可一指地跳了跳 这种皮肤崩裂的现象 表明了叶成炉内已经被高温所充斥着 热气只有靠着将叶成的皮肤涨破 方才能够借助这些皮肤伤口逃窜出来 然而这种情况却不容 乐观 因为此时若是一旦有着能量的暴动 或者叶成抵挡不住剧痛昏迷过去 失去控制的紫红色气流就会发生爆炸 那么叶成的脑袋就很有可能被直接炸飞 毫无生机可言 红袍女子的脸色变了又变 握着玉萍的束手紧了松 松了紧 最后还是压制住了想要插手的冲动 选择相信这个半大的少年 安静地在一旁等待 没有弄死丝毫声响打扰叶成 随着紫红色的气流 被叶成用心神控制着按照功法的移动 他总算顺利地通过了最危险的四神冲雪 至此 叶成和红袍女子都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度过了最后一次危机 如今只需要将其送回丹田 完成一个周天即可 紫红色气流即将到达叶成丹田时 他似乎冥冥中感觉到了一谋不安 顿时 原本因为运转了大半个周天 而温和了许多的紫红色气流 再度变得狂暴了起来 同时也从紫红色变成了深紫色 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血脉 紫阳神功为何会再次引起变异 饶是见多识广的红袍女子 也忍不住轻声吐槽 深紫色的气流 如同从岩浆中升腾而出一般 狠狠地炙烤着叶成的经脉 保护经脉的冰晶 一触到深紫色气流后 瞬间消融 叶成的经脉顿时变得卷曲 肝仓 叶成没想到 事情竟还有反转 心中不由大骂道 草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如此可不 若非神念塔曾重塑过自己的经脉 想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废人了 虽不知这深紫色气流 到底是何方神圣 但叶成 此时已经无路可退 眼见只剩下最后一丝丝距离 便能彻底成功 叶成发出一声嘀吼 调动全身的灵力和精神力 凝聚成一股不弱的力量 将还在试图顽固抵抗的深紫色气流 猛的一踹 踹进了丹田中 原本还无比狂暴的深紫色气流 在陷入丹田后 便融入到了气中 那骇人的高温 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总算 结束了 下次 可别再这么 坑我了 看着深紫色气流消失 感受到自己身体 恢复到正常体温后 叶成紧动的神经突然一松 便昏死过去 红袍女子一把接住了叶成贪软倒下的身子 将早已准备好的丹药 塞进她的口中 随后手指凝聚灵力 助其吸收丹肖 可叶成此次伤得很重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就连头发 也在血泡破裂时 毛囊崩坏 导致失去了毛发 你选中的人变成这样 你不管管吗 她看了眼白茫茫的天空 冷冷地说道 轰隆 一道闷雷响起 红袍女子微微皱眉 怪我 我哪知道她血脉特殊 若我早知如此 便不会轻易让她逆转攻防 不过没想到 这小子竟撑了过来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神念塔没有回应红袍女子的话 而是凝聚起了点点晶莹的白光 朝叶成体内涌去 叶成表面的伤口 以恐怖的速度开始愈合 就连卷曲干瘪的经脉 也开始一点点被修复 神念塔内 越来越多的白色光点 覆盖在叶成的身上 仿佛春蚕做茧般 将叶成一层又一层的笼罩起来 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光球 在那光球之内 叶成盘坐在虚空中 此时的她 似乎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玄傲状态 体内的心神和石海中的精神力 在先前与紫红色气流的相抗衡中被透支 零零碎碎地令她始终难以凝聚 恢复清醒 然而 就在叶成处于这种浑浑噩噩的半昏迷状态的时候 原本被她踹进丹田中的深紫色气流 忽然自行顺着逆转后的功法路线运转了起来 此时的深紫色气流或许是因为被叶成收服了的缘故 不仅没有再释放出那恐怖的高温 反而变得有些温良 在顺着功法运转时 沿途流淌经过经脉时 一缕缕细小的深紫色气流被分离出来 那些细小的深紫色气流 一部分会将散落在叶成体内的精神利息丝收集起来 一部分则与白色光点融合 附上那已经被破坏的 近乎失去容纳灵力作用的经脉壁上 与那白色光点一同融进叶成的经脉和骨骼之中 随着这些深紫色气流和白色光点钻进经脉之中 那原本以干瘪焦黑的经脉 如同沙漠中被浇灌的植物一般 拼命吸收着水源 然后缓缓舒展地开来 表面更是被附上一层薄薄的紫物 叶成体内无数条经脉 都在此刻发出了兴奋的声音 而一路上从深紫色气流中所分离出的细小气流 此时却是在它的体内 贪婪地吞噬着那为数不多的灵力 当深紫色气流重新回到丹田时 叶成体内受损的经脉和骨骼都已被修复痊愈了 只是此时的它 全身上下丝毫灵力都没有 宛如一个从未修炼过的凡人 剩余的深紫色细小气流 在收集完散落在叶成体内的精神力细丝后 将它们归拢起来 送回了石海 好让叶成能更快重新凝聚恢复清醒 一天一夜过去了 巨大的白色光球渐渐变得暗淡 体型也变得越来越小 最终在叶成睁开眼的一瞬间 如镜子被打破一般 破成碎片消散开来 我这是 没想到 还是失败了吗 叶成苏醒的第一时间 便是感知自己的身体 只见自己的身体恢复如初 可不管是经脉还是丹田 半点灵力都没有 难道是最后关头失败了 神仙姐姐救了自己 叶成哑然一笑 嘴角露出一丝苦涩 失败就失败了 又何必救我呢 有什么是比活成一个废人更痛苦的事呢 你醒了 感觉如何 红袍女子 不知何时出现在叶成的面前 嗯 我没事了 多谢你救了我 叶成双眸暗淡无光 但该有的感谢 还是要给到的 不管如何 别人就自己是事实 想起自己之前的情况 那么重的伤 想必神仙姐姐将自己制成这样 也费了不少功夫吧 可是有什么用吗 还不是废物一个 亏自己还想着 不管日后神仙姐姐想要自己帮什么忙 自己就是 拼了这条老命 都要帮她呢 真可笑 一个废物 哪怕拼命 又能做到些什么呢 不对 我不能这么想 叶成察觉到自己消极的情绪 突然猛地握紧了拳头 眼中露出坚毅的目光 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 哪怕凌厉尽失 我还可以主修精神力 就算是精神力 也不行 那我就去断铁 不论如何 只要我一天还活着 任何东西 都无法阻挡 我变强的脚步 叶 叶成的脑海中 响起一道悬傲的声音 这道声音可沟通天地 如天外之音 叶成只觉思绪变得通透 干涸的石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 精神力也开始凝聚 正一点一滴的增长 地灵剑 红袍女子惊恶 她搞不明白 叶成明明什么都没做 为何还能晋级 灵力的修行有境界之分 神魂之力也有境界之分 由低至高分为 魂起境 灵动境 地灵境 天灵境 圆灵境 地圆境 天圆境 天境 每个境界又细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和大圆满 神阳大陆中 灵修虽是主流 主修灵力 但也有极少部分的人 主修神魂之力 可部分的人 大多是正法师 炼丹师 御寿师等 这有这些天生精神力强大 神魂也比常人凝视的修饰 采用 有修行神魂之力的资格 否则旁人哪怕穷极一生 顶破天了 也就只能到灵动境 而此时 叶成刚刚经历一场劫难 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做 就突破道地灵境 也难怪红袍女子会吃惊 忽然 她猛地反应过来 有些意味不明地说道 你这般模样 该不会以为自己失败了 我出手救了你 而也成了废人吧 嗯 我以为 叶成猛地抬起头 眸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亮光 不顾自己许久未喝水 而变得干哑的喉咙 颤着声问道 神仙姐姐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 我不是废人 可是 我体内明明一丝灵力 也没有了 身为灵修 体内一丝灵力都没有 算什么灵修 不是废人 又是什么 是 你莫不是烧糊涂了吧 你身体透支过度 在昏迷状态 能恢复如此 已是奇迹 该不会还指望着 有人为你输灵力 助你修炼吧 这么说 我没事 我没变成废物 我还可以继续修炼 我不想浪费口舌 在回答没有营养的问题上 若是叶成能看到 红袍女子的表情 定会看到 她破天荒的翻白眼 太好了太好了 我就知道 老天不会带我如此苛刻 我现在就修炼 立刻 马上 失而复得的感觉 让叶成从谷底 升到了顶峰 尽管她十分乐观 但得知自己 没有变成废人后 还是欣喜若狂 好了 你也算因祸得福 快些稳定心神 查探一下你的收获吧 红袍女子 有些欣慰地 看着眼前半大的少年 不过十六 便能忍人所不能忍 还能在以为 自己成废人后 重新振作 坚定自己变强的心 如此毅力 如此耐力 假以时日 必定站在大陆的顶端 三日后 叶成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 灵源森林的外围 当叶成进入神念塔时 人虽然消失了 但是神念塔 却会显现成本体 掉落在原地 待叶成回归后 则会重新化作 一道白光 进入叶成的体内 叶成看着手中的神念塔 此时的神念塔 与最初母亲 赠予她时的项链 大小无异 经历过一次生死 她越发地珍惜 此时拥有的一切 也越发地思念自己的母亲 母亲 你到底在哪 为何还不回来寻城 得到神念塔越久 叶成就越能体会到 她的神奇之处 因此更确定 她的母亲 并没有真的死去 思绪逐渐回笼 叶成微微皱眉 尽管化为项链大小的神念塔 已足够小 不会轻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生性谨慎的她 还是觉得不妥当 自言自语道 若能再小一点就好了 忽然 小黑塔的表面 似乎有到白光闪过 体型也比方才小了一圈 叶成的眉毛高高挑起 神魂已达到 地灵出气之境的她 自然不会感知错 看来这神念塔 真的有灵质 可听懂我的话 叶成再次试探性地说道 还是太大了 再小点 白光闪过 小黑塔再次缩小 似乎知道叶成的心思 这一次缩得更多 缩成了如婴儿拇指般大小 再小一点 再小 直到神念塔缩成了 鸡粉般大小 肉眼完全看不见 除非神魂 之力 比她强大的强者 用神石才能发现 神念塔的存在的地步 叶成这才满意地 将其收起来 神阳大陆虽强者无数 但此时还不到郡城 神魂之力 比她强大的强者 还真不容易找到 更何况 拥有紫阳神功 以及自己的神魂之力 会不断地增强 届时 神念塔内 就会变成最安全的地方 收获到意外之喜的叶成 继续按红袍女子的要求 开启着紫吉神童 哼着歌 朝陵园森林深处前进 与先前不同的是 她锁过之地 无需她挥剑开路 只要稍稍看一眼 挡在面前的荆棘和杂草藤蔓 便如同被焚烧了一般 变得卷去枯萎 叶成欣喜道 没想到紫吉神童 达到小成之境后 竟有如此妙用 替我省下了不少事 小成的紫吉神童 已有了一定的攻击力 但她不知道的是 若是寻常的晋吉 紫吉神童固然也能令草木倒塌 却做不到精神焚烧 只有像叶成这样 经历了功法变异 才会令紫吉神童 自带了灼烧技能 叶成就这样走到了 凌园森林最核心的范围 期间红袍女子如同消失一般 没有发出一点生命 叶成随手将一只 刚刚杀死的二品剑猎猪 丢进储物界中 感知了一下自己此时 还剩下的精神力后 男生道 还是有点太慢了 自从神魂晋级到地灵初期之境 她已放弃使用武器 靠着紫吉神童开路 就连发现妖兽 也是用精神力感知 锁定灭杀 尽管如此 她的十海内 精神力也只是消耗了一半 并且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中 这令她的心情有些复杂 一方面她欣喜于自己精神力的恢复速度 一方面也郁闷 自己似乎无法再用老办法提升精神力 往东南方走50米 再往西走30米 许久没坑上的红袍女子 声音突然响起 叶成心头一跳 直觉告诉她 穿越陵园森林此行的目的地 快要到了 她看了看太阳所在的位置 计算了一下时间和方位 果断朝着东南方走了50米 再调转方向往西走30米 往后跳三步 再朝南面走五步 跳 单脚还是双脚 四肢到叶成心中所想 红袍女子的声音再次传来 双脚单脚都可以 你跳便是 叶成目光微闪 照着她的意思做 看来 神仙姐姐她 对接下来的事很是期待 但叶成站定 想象中的地动山摇 或者宝光万丈 并没有出现 甚至周边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让叶成有些怀疑 红袍女子是不是故意耍她 你不是想学阵法吗 我传你一道阵法 你且细细参悟 然后用灵力将阵法在此地画下 一道白光射入叶成眉心 叶成皱眉 那是一段玄傲的符号 也多亏叶成宝览群书 这些符号每一个分开她都认得 可是组合在一起后 就变得莫名的陌生 不用着急 先 把这本书看完 不懂就问我 红袍女子话音刚落 叶成便看到神念塔内出现了一本书 书面上写着五个大字 阵法那些事 尽快看完 看完后用灵力刻画 记得 要用剑 红袍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似担心叶成会怠慢 又补充了一句 待阵法启动后 你会发现 此行不亏 那里面的 可都是好东西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没什么 先破阵吧 这本书乃是阵法的基础理论 数入门级别 若是连这本书都无法参透 代表你与阵法是无缘了 以后不管跟我耍什么小伎俩 也无济于事 叶成难得有些心虚 原来神仙姐姐早就看破了 她在珍宝阁时耍的小心机 只是没有点破吧 也是对于这种活了不知道几百年的老前辈来说 自己这点心思又如何瞒得住 幸好 她也没想掩藏自己的小九九 憨厚一笑道 不愧是神仙姐姐 什么都瞒不过您 不过这是没办法的呀 谁让我不够强呢 如果我足够强 就可以帮到您了 虽说知道叶成是在跟自己耍花样 可红袍女子也不得不承认 她说的句句 戳中自己内心所想 那日 她已能从这个半大小的身上看到了未来 强者所需的品质 她已拥有 还生怀神念塔如此至宝 若是再加上自己的帮助 或许真的能如她所说一般 便强 直到能完成自己的心愿 她沉默片刻 在叶成以为她 不会答复自己时说道 好 若你真能成功开启阵法 我便教你 得到红袍女子的承诺后 叶成不再纠缠 老老实实地参悟那本 《阵法那些事》 最早的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之中 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阵法成为了军队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军队在战斗时 军师会根据地形条件 敌我实力等具体情况 而不值得战斗队形 从基础的一兵 一武 一列开始 一直到全军 都做到立兵武 定行列 正纵横 换句话说 此时的阵 就是各种战斗队形的排列和组合 百万年后 大陆突然出现灵力 人类和兽类吸收了灵力后 各自发生了进化 出现了灵师和妖兽 又过了上万年 人类摸索出了灵力修行的方法 各种职业随之诞生 阵法师也是其中之一 相传 阵法师是由当年布阵的军师起源 这个说法虽并未得到证实 但确实阵法的刻画和布置 与布阵有异曲同工之处 阵法 顾名思义 便是阵与法的结合 即布阵者需根据地形条件 手头拥有的材料 以及想要达到的目的为基础 以灵力为比 精神力为源泉刻画满足所需的相应阵法 因此 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阵法师的前提条件 便是要拥有强大的神魂 只有足够强大的神魂 才有机会开辟更大的石海 容纳更多的精神力 刻画出更为强大的阵法 阵法那些事 不愧是最适合新手入门的基础理论 它如同一名金燕峰 富得老师 耐心地讲述着阵法的起源 以及如何将灵力和精神力相结合 从而刻画出完美的阵法 叶成看完整本书后 将书合上 闭上眼 不停地消化着书中知识 片刻后 他睁开双眸 一脸敬佩地赞道 写出此书的 必定是一位阵法大能 若是能有幸遇见他 我定要拜他为师 红袍女子听完叶成的话后 似笑非笑道 他可未必会收你 叶成没有读懂其中深意 哑然一笑 如此大能 应该是上古时期的强者 自是没机会遇到了 更何况 以我的资质 哪怕真遇到了 也确实未必 能入得到他的眼 毕竟世间修士 多主修一道 我以枪剑同修 若再主修一道阵法 怕是自顾不暇 若是选做辅修 败在如此大能的门下 又怎能做辅修 说到这 叶成顿了顿 摇了摇头笑道 瞧我 这八辈子都打不着赶的事 竟还如此认真的与您讨论 着实有些痴人说梦 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发散 叶成果断斩断 那不切实际的念头 专心参悟红袍女子所传的阵法 连神仙姐姐都觉得好的宝贝 她其实内心也是极为好奇的 带着这份期待 她参悟的进度 也变得突飞猛进起来 两个时辰后 叶成再次睁开了双眼 眸中神采异议 迫不及待地拔出配剑 运转稳天剑绝 释放出剑气 锋利的剑气在剑间吞吐而出 叶成掉洞时 海中的精神力潮剑气汇集 刻画阵法的第一步 便是精神力与灵力的结合 只不过 红袍女子的要求更高一些 需要精神力和剑气相融合 才能刻画这道阵法 叶成原本认为 这第一步该是最简单的 毕竟自己的精神力 和自己的剑气 按理说是 不会产生排斥的 但当庞大的精神力 在触及到剑气的一瞬间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两者结合时产生了爆炸 导致尖剑尖处 突然发出了一阵暴鸣声 阵的周边的树木颤抖 鸟也受到了惊吓 迅速飞离这是非之地 叶成闷哼一声 擦掉嘴角的鲜血后 定定地看着剑尖处 随后再次释放出剑气 从石海中 分离出一丝精神力朝剑气而去 这一次 他调动的精神力 不足方才的十分之一 或是这次精神力过于弱小 骄傲的剑气 不懈将其驱逐 因此 这一次的融合 出其地顺利 见此 叶成小小地松了一口气 带一根精神力细丝 与剑气完全融合后 再次从石海中 剥离一丝精神力细丝 与剑气融合 如此反复 足足融合了一个时辰 叶成这才感应到 剑气和精神力之间 达到了一种特殊的平衡 这表明融合完成 终于可以开始刻画阵法了 尽管精神力被剥离了一部分 叶成还是为之一阵 有了之前的经验 他没有立刻动手开始刻画 而是先在脑海中 回忆一遍阵法符文的排列 确保万无一失后 才开始动手 这些符文早在他小时候 母亲便教过他 那时母亲告诉他 这是两人之间的暗号 为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小秘密 叶成特别用心地 将这些符文印在脑海里 一直以来 他都不知道 这些符文有什么用 直到今日碰巧触及到阵法 才得以知道这些符文的真正用途 可是 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些符文呢 又为何会教自己这些符文 难道母亲也是一名阵法师 亦或者 他笃定 自己未来会接触阵法一道 叶成百思不得其解 脑海免不得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突然 渐渐再次传来一阵暴鸣声 叶成又一次受到了反噬 很显然 这一次的刻画 以失败告终 叶成查探自己的伤势 发现虽然一出鲜血 但并没有大爱 小小松了口气 幸好有 神断 功法在身 否则再来多两次反噬 怕是要伤及根本 神断 是叶成为逆转后的功法起的名字 那日破开光球后 叶成惊喜地发现 逆转后 功法自成一体 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功法 这是一套断体的功法 分别练皮 筋 骨 其中又分为小成 大成 圆满 如今的叶成 处于铁皮小成境界 但因逆转功法时 经脉曾被深紫色气流 改造加强过 后来又经过了 神念塔的修复和加持 因此 现在的叶成 若非受到致命一击 寻常强者想将其击杀 也极为不容易 堪称打不死的强 强兽 这次的失败 叶成将其归结为 自己不够专注 走神 在调戏过后 他屏蔽掉各种杂念 专心刻画 第二次刻画阵法 叶成平退了全部杂念 全神贯注的刻画 正当他认为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时 熟悉的报名声再次传来 叶成有些猛了 作为一个阵法的纯新手小白 他明明将精神力和灵力融合成功 明明刻画的符文 也没有半点错误 可为什么还是不成功 下意识的 他神识注入神念塔内 想要求助红袍女子 不料却遭到了拒绝 书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我叫你不懂就问 不是让你问这么低质的问题的 红袍女子冷清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鄙视 让叶成不由地挠了挠后挠勺 重新拾起 阵法那些事 从头再读一遍 这一次 他在阵法布置讲解这一章中 发现了一行小字 上面写着 刻阵切记纯粹的刻画 须以心神为影 大道为本 方能成功 心神为影 叶成明白 是要用精神力作为引导 可大道为本 又是什么意思呢 叶成暂时想不到 如今红袍女子拒绝解惑 书本里头也说得玄乎 只能靠自己的悟性了 作为天运城的天之骄子 枪剑双修的天才 叶成对自己的悟性 十分自信 可一连两天过去了 叶成经历了上百次的刻画 还是没能成功 此时的叶成 如同森林中的野人一般 衣服破了洞 脸也被炸黑了 幸好头发早在逆转功法时 就烧没了 不然说不准 还会被炸得卷起烧壶了 到底 到底是哪里出 的问题 叶成呆呆地看着被刚填好的土地 男生自语 他双目冲雪 目中透着一丝疯狂 他保持着双手抱腿蹲坐的姿势 一动不动 就这样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土地 一个时辰过去了 两个时辰过去了 当第三个时辰即将过去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的灌木丛中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若是叶成此时神智清醒 必定能判断出 这是妖兽发出的声音 嗯 妖兽 看来 品阶应该比之前的都要高啊 红袍女子 虽一直没有搭理叶成 可自从叶成全神贯注钻研阵法时 她便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护法的职责 虽然 她不能散发神石到神念塔外部 但光靠猜 就能猜到 这只妖兽的品阶不低 毕竟低阶的妖兽 在感应到叶成刻画阵法 所散发出的波动后 都自动躲得远远的 根本不会往这边靠近半步 可如今的叶成满心满眼只有阵法 对周边的事充耳不闻 红袍女子在看清面前的妖兽后 眉头微微一挑 没有出口提醒叶成 嗷嗷嗷 妖兽似乎没想到自己的领地会被霸占 生气地叫唤着 同时朝一动不动的叶成 发出了水箭攻击 来者是一只长臂妖元 鼠灵长类妖兽 是低阶妖兽中 最有机会进化成为中阶妖兽的存在 而叶成面前的这一只 更是长臂妖元中的佼佼者 叶成看都没看眼前的妖兽 但身体的本能却让她微微侧身 躲过了来势汹汹的水箭 嗷嗷嗷嗷 三品的长臂妖元已具备神志 见叶成看都不看 就躲开了自己的攻击 只觉自己受到了侵入者的藐视 直直朝其扑去 想要以妖兽的怪力将入侵者击杀 长臂妖元的速度很快 她的尾部缠绕在粗壮的树枝上 强而有力的双腿 猛的发力扑向叶成 快如一道闪电 刮起一阵禁风 她伸出长得与自身不相符的双臂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 似乎吓傻了无法躲闪的叶成 心中想象着 眼前这个可恶的入侵者 被自己撕成碎片的画面 瘦眼不由地迸发出 残忍嗜血的光芒 当锋利尖锐的爪子 触碰到叶成的那一瞬间 叶成的身影瞬间消失 残影 没等长臂妖元反应过来 身后便传来一道禁风 下一刻 一个如玄铁般坚硬的拳头 落到了她毛茸茸的猴脸上 重重地飞了出去 神断功法果然了得 仅仅是铁皮 就能与三品妖兽一战 若是换到以前 这一拳下去 我的手必定要骨折 叶成甩了甩 微微发麻的拳头 看着前方已撞断了六七棵粗壮大树 才得以停下的长臂妖元 发出了一阵凝笑 天堂有路你不去 地狱无门飞自来 既然是你先动的手 就怪不得 我无情了 叶成再次化作一道残影 朝长臂妖元冲了过去 她没有选择使用武器 而是选择用身体与妖兽肉搏 作为一只三品妖兽 撞断几颗树干 对她来说并不是大事 眼见着脆弱的人类 竟试图与自己肉搏 她骨子里的兽性被彻底激发 双腿用力也朝叶成冲了过去 周围的树木早已倒塌 飞禽走兽也纷纷逃去 只与一人一元 在陵园森林的核心处打得激烈 没想到你还不赖吗 叶成哈哈一笑喘着粗气 哦哦 虽听不懂兽语 但叶成莫名能理解她的意思 跟自己一样 哪怕修为比妖兽高一品阶 也少有人能与妖兽近身肉搏 一时间 一人一兽打出了感情 没有那么争锋相对了 哦哦 长臂妖元突然拍了拍叶成的肩膀叫道 你是说要我叫你一声大哥 你罩着我 叶成微微一愣 有些哭笑不得 没想到自己堂堂天蕴成天之骄子 竟有一天会被一只妖兽说要收为小弟 男人的好圣心不由得他妥协 他笑骂道 你这孽畜 我好心放你一命 你竟想到我大哥 单凭肉身 我们虽然不相上下 可你别忘了 人类主修灵力 若我动用灵力 你还不得被我做得屁滚尿流 哦哦哦 叶成挑眉 哦 你的意思是你也有后手 好 那我们就来比比看 到底谁更强 哦 稳天剑决第一是剑破山海 叶成挥舞着青色的玄铁剑朝长臂妖元刺去 他内心只是想教训一下 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妖兽并不是真的想取其性命 因此只用了三成的功力 令他没想到的是长臂妖元没有躲闪也没有冲上来 他的剑气便落到了一面水晶中 叶成眉头微微一挑 有些诧异 当初长臂妖元放出水剑攻击他的时候 他并没有留心 全凭本能躲开 严格意义上说 这一次才是叶成第一次应对长臂妖元的天赋神通 哦哦哦 长臂妖元见叶成的攻击被自己的水晶挡下 面上出现了人性化的得意的神情 叶成大笑道 你这泼猴 我刚刚不过让着你 没想到 还有如此天赋 竟觉醒了天赋神通 既然如此 我今日便放开手脚 好好跟你斗上一斗 原本叶成还担心自己拿了武器后 长臂妖元难以用瘦身抵挡 如今看来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段日子里 他鲜少遇到 能让自己发挥全部实力的对手 加上阵法参悟 迟迟不见有进展 叶成可谓是憋了一肚子火 无处可发 长臂妖元的强大 令叶成微微有些颤抖 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着 要肆意地战斗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 哦哦 绝大部分妖兽的体内 都有好斗好战的因子 长臂妖元也不例外 他霸占灵源森林霸主的地位 已经有段时间了 从未有过旗鼓相当的对手 如今叶成的出现 也令他受血沸腾 充满了战意 稳天剑决第二时 天剑长虹 叶成再次挥动长剑 犀利的剑气 带着一丝玄奥的韵尾 朝长臂妖元劈去 啊哦 长臂妖元伸出长臂 在虚空中比划 看似没有规律 却在兽灵之力释放的顺 间凝结成一面巨大的水晶 轰隆水晶吸收了剑气后 想像上一次一样 翘无声息地吸收吞噬 可这一次的剑气 乃是叶成石城的功力 又岂是小小水晶能吸收的 一声巨响从水晶内部传出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水晶硬声炸裂 强大的冲击力 将地面炸出一个深坑 叶成和长臂妖元 瞬间被沙石和尘土迷了眼睛 不约而同地朝后跳去 拉开了距离 待漫天的尘土逐渐散去 叶成习惯性地 想拍掉头发上的尘土 入手的触感确实光滑的 微微一愣 忍不住吐槽道 老子这头发 到底什么时候能长出来 我连女人什么胃都不知道 可不想当和尚 放下手 迫使自己忘记光溜溜的脑袋 同时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块薄晶围在头上 保护那脆弱的细小的绒毛 嘎嘎嘎 窝窝窝 虽然自己的水晶最终破碎了 但却挡住了叶成的全力一击 长臂妖元不由地骄傲地上穿下跳 还用红红的屁股 对着他用力地拍了两下 典型的伤害不高 侮辱性极强 叶成握着剑的手紧了紧 眸光危暗 冷冷地笑道 居然敢嘲笑小爷我 看来你是活腻了 伸出左手 低声喝道 枪来 叶成并非是被长臂妖元的 羞辱性动作 既得失去理智 相反的 他从方才的试探中知道 若是自己不拿出点真本事 或许还真奈何不了 眼前这只妖兽 长臂妖元看着左手持枪 右手拿剑的 叶成愣了愣 显然没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 与自己战斗这么久 居然还有杀手锏 亏自己还以为 已经让对手使出全力 这不明摆着乳兽吗 真是叔叔可以忍 妖元忍不得 长臂妖元心中 没有任何恐惧 反而产生一丝怒意 这是被对手看清的怒意 愤怒 使他双目冲血 体内的兽灵之力 突然沸腾起来 身边萦绕着一层 新红色的薄物 呜 仰天长啸 身形骤然涂增数倍 从原本半人高 变成了三人高 巨大的身形 没有降低他的速度 反而变得更加快 洛飞夜城拥有子及神童 目力大增 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影 风魔 夜城左手持枪 抵挡长臂妖元的攻击 右手出枪 刺向他的薄弱处进行反击 再三确认后 他说出了失传已久的一个词 不 是狂化 狂化与风魔很是接近 但二者却有着根本区别 风魔是失了神智的癫狂 而狂化确实保留神智 主动进入癫狂模式 不论是哪一种 都会实力骤然暴增 眼前的长臂妖元 看似失了智 可夜城却能从他的同人身处 看出了那嘚瑟的眼神 仿佛在向夜城 展示自己不弱的实力 告诉他 自己拥有杀手锏的不止他一个 在神阳大陆并不是兽族的专属 上古时期 有一个人类种族也拥有狂化的技能 狂化后不仅实力大增 就连身体强度也会随之增加 传说这个种 族是兽神麾下唯一的人族 受到了兽神眷顾 才得以获得狂化技能 这个说话并未得到证实 因为这个种族 在万年前就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发生了什么 秉退脑海中的杂念 面对狂化后的巨型长臂妖元 夜城毫不畏惧 反倒是越发的兴奋的 朝其迎了上去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两道金龙虚影 先后从金枪中腾飞而出 其中散发出的龙族威压 尽管十分稀薄 但想要影响三品妖兽长臂妖元 绰绰有余 面对神兽的气息 长臂妖元的呼吸突然一致 身形也不由自主地顿了一顿 就是现在 夜城站在较小的金龙虚影头上 另一条金龙虚影 则是朝长臂妖元猛的一转身 顿时又长又大的龙尾 狠狠地朝长臂妖元 庞大的身躯甩去 长臂妖元来不及反应 便被金龙的龙尾击飞 哈哈哈哈 好一个神龙百尾 看我的 虽然金龙虚影 这一招神龙百尾威力巨大 可碍于自己的实力不高 这一击并不能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果然 不过飞出十余米 长臂妖元便在半空中稳住了身形 重重地踩在了地上 第三是 剑破九霄 几乎在长臂妖元落地的瞬间 凌冽的剑气随即而到 速度太快 导致长臂妖元来不及凝聚水晶化解 只能用受深深深硬抗 滴答 长臂被刺破 一滴两滴的鲜血 从伤口中滴落 啊 长臂妖元暴走了 鲜红色的血液 映入长臂妖元的眼中 彻底激发出他的兽性 尽管伤口深得近乎剑骨 也似乎完全感受不到疼痛般 大吼地挥舞着拳头 朝夜城扑去 站在金龙虚影之上的夜城 见到长臂妖元的战力 再次升到了一个档次 墓中的战役越发地浓郁 指挥着金龙拖着自己 迎上了那只硕大的拳头 稳天剑决第三是 剑破九霄 漫天的剑气 与拳上的寿灵之力 发出了剧烈的碰撞 一朵颇具规模的蘑菇云 从原地升起 凌园森林核心深处 处于天蕴城和海田城 直线距离的正中间 巨大的动静 引得两座城市的修士们 跳上屋顶眺望 什么动静 那不是凌园森林吗 难道是妖兽暴动 凌园森林里不过是蝎衣 二品的低阶妖兽 不可能引动如此剧烈的碰撞 怕是有强者再次切磋 这位兄台所言差异 传闻凌园森林深处 有一头三品妖兽 要知道三品妖兽 相当于我人族天穷之境强者 而众所周知 同境界下 人族是打不过妖兽的 毕竟妖兽天生皮粗肉厚 难以破开防御 更何况是被击毙 这么多年来 都没人遇到过 那所谓的三品妖兽 你的意思是说 有天穷之境强者 专门跑去凌园森林核心 寻这头妖兽 然后闲来无事 为民除害吗 一时间 凌园森林最内围成了 天蕴城和海田城 两座城的热点讨论话题 同一时间里 还有树道 黑影从不同的方向出发 目的地是凌园森林 对这些浑然不知情的 一人一兽 此时正大口喘着 粗气的对立而战 脸上不约而同 扬起了畅快凌围的笑容 这抹笑容在浮现后没多久 就化作了大笑 顿时两道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林中响起 叶城笑得差不多了 眼中的战衣再次涌动 只向长臂妖元笑道 我还有一招 这招使出后 我的凌厉就告庆了 你可要当心了 长臂妖元兴奋地 用两只大掌 不停地拍打着胸口 发出古典般轰鸣声 随后开始了舞动双臂 施展天赋神通 叶城健壮 知道长臂妖元 是打算以天赋神通来 应对自己接下来的杀招 想到这 他不由得精神未知一震 说道 看来你的想法 跟我不谋而合 既如此 便用你最强的天赋神通来对战吧 说吧 他进盘腿而坐 在恢复实力的同时 静静地等候长臂妖元 完成蓄力 长臂妖元蓄力的方式 很是独特 不仅要挥舞着长臂 在必要时 还需要双腿的跳动和踢踹 看上去不像在为施展天赋神通蓄力 反倒是像一个古老的 祭祀仪式的舞蹈 长臂妖元在宁神蓄力的时候 整个圆脸变得无比庄严 在舞动长臂 和不停转换舞步的同时 兽灵之力 也不停地被释放出来 玄奥的韵味 也越来越浓郁 叶城原本是 抱着尊敬对手的心态 才会在长臂妖元蓄力的时候 选择不出手 静静等候 可当他看到长臂妖元蓄力的全过程后 脸上一开始轻松的表情 逐渐变得严肃 然后变成凝重 最后突然双眼发亮 如被关了许久的色狼 突然看到 美副跳舞般激动 他如痴如醉地 看着面前笨拙地跳着舞的长臂妖元 把原本专心蓄力的长臂妖元 看得头皮发麻 全身的喉毛都不由自主地竖起 险些被打断了蓄力的过程 幸好这只长臂妖元 不是一只容易分心的猿 在使了眼色 却被叶成华丽丽无视后 他选择了无视叶成那恶狼般的目光 硬着头皮继续跳下去 随着长臂妖元的舞动 那股玄奥的韵味 已浓郁到勾动天地 天色变得昏暗 狂风四起 在长臂妖元即将完成蓄力的时候 叶成已恢复了理智 尽管眼神依旧激动和亢奋 但他已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狂风掀起了沙力和落叶 吹动了长臂妖元的毛发 和裹着叶成那颗光滑大脑袋的脖筋 由于长臂妖元的天赋神通 是水属性的 因此就连空气都沾上了一丝湿润 哦 长臂妖元一声大吼 一颗人头大小的滚动的水球 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这颗水球出现的瞬间 长臂妖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唯靡 似乎凝聚这颗水球 已花费了他全部的力量一般 但是 叶成知道长臂妖元 此时是跟自己一样亢奋的 因为他的双眼在水球凝聚成功的那一煞变得无比的精亮 身上的气息也变得更加 深厚 这种气息叶成十分熟悉 这是精神力提升的气息 叶成双目微眯 看来这长臂妖元的天赋神通 不仅需要寿灵之力 还需要用到精神力 那岂不是 叶成看向长臂妖元的目光 越发的炙热 眼神越发的成亮 长臂妖元此时已经完成了蓄力 自然不会再 强迫自己 忍下这让圆恶心的眼神 见叶成早已做好迎战的准备 长臂妖元没有丝毫顾虑 率先朝叶成发起了攻击 一道道水剑凭空而起 朝叶成射去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金龙虚影再次出现 巨大的龙身将叶成裹在其中 水剑触及到金龙虚影后 便化作一道水气消散开来 叶成透过半透明的金龙虚影 对长臂妖元笑道 若你是想凭着这些顺发型的漫天水剑获胜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没有点真本事 我可会看不起你的 说吧 便学着长臂妖元最开始的动作 对着他转过身拍了拍臀部 一副嘲讽到极致的模样 长臂妖元果然被叶成 如此欠揍的模样激怒 最让他生气的是 这个动作是之前他做过的 现在却被叶成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岂有此理 简直是原生耻辱 若是不反抗 不露点真本事 以后还怎么再原结婚 怎么找母元侯 想到这 长臂妖元不再试探 而是再次发出了一阵长笑 面前的水球剧烈地抖动着 叶成的面色变得凝重 手微微收紧 他知道 最终决战时刻到了 水球剧烈的颤抖还未结束 叶成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对待强敌的凝重 随着水球颤抖幅度越来越大 抖动的频率也越来越快 周围的气温也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往下降 渐渐地四周温度已降到了冰点 叶成的眉毛和睫毛都挂上了冰霜 那颗光溜溜的脑袋没有了毛发的覆盖 在寒冷的风中显得十分无助 叶成暗骂一声 妈的 这傻猴子是不要命了吗 不能等了 干 说吧 挥枪出剑 稳天剑绝第三试 剑破九霄 试龙枪法第一试 金龙出海 三道犀利的剑影伴随着金色的枪翼 朝长臂妖元击去 目标直指那滚动颤抖的水球 不是叶成不讲武德 等不起 而是他发现 这长臂妖元仿佛被自己刺激的 真的失去了理智 如此杀招 估计是他真正的压箱技能 随着时间的流逝 水球中释放出的威压 也变得越来越大 而那长臂妖元的状态 也变得越发的惨不忍动 从原本只是毛发变得暗淡无光 变成了如今 一幅皮包骨 仿佛被吸去全身精力一般 眼眶凹陷 颧骨凸起 看样子 一阵风都能吹倒似的 更别提 叶成发现 他此时的状态十分不对 简直是从一开始主动凝聚水球 到最后变成被动的凝聚 那种感觉 就像是水球有了自己的灵质一般 反客为主的主动吸收 长臂妖元的妖灵之力 将妖灵之力吸空后 又开始吸收 长臂妖元的血脉之力 若是自己不及时出手打断 这蠢妖元 说不定不用自己出手 就活活 被自己释放出的杀招生生吸干 长臂妖元也明白 自己此时的状况十分危险 面对叶成猛烈的攻击 他不仅没有慌张 反倒是大眼闪过一丝感激 他知道 叶成的攻击并不是为了击杀自己 而是为了救自己 否则他大可袖手旁观 看自己如何把自己给弄死的 若真的自己的杀招 反倒把自己给弄死了 估计自己 哪怕到了妖元心 也要被所有母猿笑死吧 想到那个画面 长臂妖元不由地浑身一抖 调动起自己最后一丝妖灵之力和精神力 在水球与叶成的攻击碰撞的瞬间 夺得了掌控权 进行了回击 水球在长臂妖元的掌控下 果然全力应对迎面而来的杀招 长臂妖元也趁此机会 切断了与水球的联系 与那不断吸收自己血脉之力 和妖灵之力的罪魁祸首断开联系后 长臂妖元总算大松一口气 整支援再也撑不住 那头昏脑胀的 晕眩赶倒在了地上 好累 好想睡一觉 谁也不准打扰本人睡觉 长臂妖元只觉自己脑袋里一片江湖 眼皮也变得越发的沉重 就连眨眼如此简单的动作 都变得无比困难 他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身体的虚弱和精神力的亏空 令他难以保持清醒 妈的傻猴子 快给老子起来 你给老子惹下的火 现在居然想拍拍屁股就睡 想屁吃啊你 快起来 不然老子跟你没完 一声声怒骂声 在长臂妖元的耳边响起 他烦躁地用双手捂住耳朵 可那一声声怒骂声 仿佛有眼般 总能从不同的角度 钻进自己的耳朵 在自己脑海中响起 逼迫的他想睡 又没法睡去 是谁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竟敢打扰本大爷睡觉 长臂妖元再也受不了了 猛地睁开眼站起身来 四处寻找着 打扰他好眠的人 他的兽眼因愤怒充满了血丝 看周围的一切的眼神 仿佛下一刻便会发狂 将看到的东西撕成随便 凶神恶煞的样子 让人看了不仅心头站立 叶成无视他那副凶恶的模样 继续怒骂道 你这傻猴子 总算舍得起来了吗 赶紧把这玩意儿 给老子收回去 丢一破摊子给老子 现在说睡就要睡 谁给你的脸 也不怪叶成如此气愤 实在是自从长臂妖元 切断了与水球的联系后 水球失了源源不断的能量提供 又生生抗下了叶成的杀招 水球的体积生生 减少了一大半 可哪怕失了一大半威力的水球 也极为可怖 叶成本就越击与长臂妖元 大战了几百回合 早已筋疲力尽 本想用最后的一丝力量 与长臂妖元一决胜负 没想到这傻猴子受不得机 竟释放出一个 自己无法掌控的杀招 那水球说来也奇怪 失了宿主后 并没有如大部分的技能 一般消散 反倒是赖上了叶成一般 追在叶成屁股后面 不停地释放技能 对他发起攻击 水剑 水弹 水炮 不同的技能 如不要钱一样 从水球中迅速凝结出来 朝叶成砸去 就算叶成再怎么反应迅速 攻击力强大 也需要时间调息和蓄力 偏生这水球 根本不需要蓄力 只是盲目地 将长臂妖元会的技能凝结出来 丢向叶成 根本不带喘的 每当叶成用剑挡住了攻击 想用枪反击的时候 一片水劲 就会出现在他面前 以叶成此时的灵力储备 以及水球留给叶成的时间 叶成根本没有机会 蓄力施展强大的杀招 因此 水晶很轻易地吞噬掉了他的技能 这也就造就了 长臂妖元苏醒后看到的画面 一颗拳头大小的水球 追着一名左手持枪 右手握件的光头少年 四处逃窜 这光头少年 还时不时看着他咒骂着 哪怕是迟钝如长臂妖元 看到如此画面 都忍不住咧着一张猴嘴 滋滋狂笑 你他妈的 居然还敢给老子笑 妈的 你自己惹得大眼 你自己扛去吧 叶成原本就心情不大美丽 憋了一肚子火 如今看到长臂妖元 这没良心的 还敢嘲笑自己 立刻双目一瞪 朝他奔去 趁他不注意 偷偷将自己的气息 附到他身上 叶成卯足了精神发挥出的速度 很快就到达长臂妖元的面前 然后他突然像被半岛似的 跌落到方才炸开的深坑中 迅速运转起 红袍女子所教的功法 隐藏住自己所有的气息 死死地趴在坑内 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 一直追踪的气息突然消失 水球微微一顿 然后便寻到了长臂妖元身上 那股熟悉的气息 此时的水球 如同最忠诚的战士 哪怕他 失去了主人的控制 依旧会坚定地完成 主人最初交代的任务 将这股气息抹灭 好 看着朝自己而来 并且来势汹汹的水球 长臂妖元一时没搞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就是他这一愣神 水球已朝他身上猛地撞去 轰隆 一个小型爆炸原地升起 刚刚落地的尘埃和沙利 再次腾空而起 他在深坑中装死的叶成 此时也不由地抽了抽嘴角 幸好自己是趴着 而且地势较低 否则肯定得被爆炸波及到 不过尽管如此 他还是免不得遭受 被活埋的经历 待尘埃落定 烟雾散去 深坑已被填成了一个小土堆 突然 小土堆颤抖了几下 泥土和石块滚落 从里面伸出了一只人的手臂 叶成费力地从坑内爬出 拍了拍脑壳上的沙土 然后快步走到长臂妖元身边 朝其伸出了手 发觉还有呼吸 叶成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我就说 这死猴子 皮糙肉厚的 没那么容易挂掉 知道长臂妖元没事 叶成就不再理会他了 而是自顾自地调息 同时回忆 方才与长臂妖元的战斗 在战斗的时候 他似乎抓到一丝灵感 这丝灵感十分模糊 而当时也没有时间 让他细细思考 如今战斗结束了 他也就可以好好思考 那一闪而过的东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叶成一心二用 一边恢复实力 一边回顾总结 方才的战斗经验 突然他回忆起长臂妖元 最终杀招时的动作 灵光一闪 激动的双手微微颤抖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他睁开眼笑道 原来失败的原因在这里 原来书里说的是 这个意思 总算 让我找着了 说完 他站起身来 恰逢东方即白 叶成左右看看 发现周边的树木 都受到他和长臂妖元 一战的波及 已经全部倒塌 无奈之下 只好放弃 今日修炼紫阳神功的机会 毕竟如今长臂妖元 还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若是有修饰闯入 或者来个二品妖兽 他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于是 他回到了最初刻画阵法的地方 取出长剑 再次尝试刻画阵法 他还是一如最初那般 先将精神力与灵力结合 有了之前无数次的融合经验 这一步很顺利的成功了 第二步 却与之前都有所区别 叶成努力回忆着 长臂妖元 在舞动手臂时 勾动的天地之力 将自身的精神力运用到了极致 引导着剑气沟通天地 一分钟 十分钟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叶成的脸色变得苍白 痘大的汗水 从额头低落 脑袋因精神力亏空 而出现了晕眩 耳边也响起了阵阵嗡鸣 甚至紧盯着剑尖的双眼 也出现了幻视 仿佛看到了闪电一般 不 这不是幻觉 叶成咬破舌尖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他此时无比地确定自己看到的那道如 闪电般的荧光 绝不是幻觉 而是真正存在的 荧光如同一条银色的小蛇一般 好奇地缠绕着剑气和精神力的混合体 随后在叶成的诱导之下 慢吞吞地朝里钻了进去 就是现在 叶成一直将着的手 开舌舞动 一身一缩 一动一进 都如同带着某种特殊的节奏 以及难以言喻的玄奥韵味挥动着 叶成咬紧牙关 强迫自己 时刻保持着清醒 在地上迅速刻画出一个个熟悉的 深入灵魂的符纹 一个 两个 三个 越来越多的银色符纹 被叶成刻画在地上 他们被很好的分门别类的 安在了特定的地方 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当最后一笔刻画完毕后 整座银色符纹 如同活物一般 浮动起来 叶成再次咬破舌尖 在阵眼处喷出一道鲜血 掐绝大声喝道 震气 随着一声令下 银色的符纹大放荧光 密密麻麻的符纹从地上悬浮到半空中 围绕着叶成滴溜溜的转动 而且 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是 成了 居然真成了 哈哈 要是让老爹知道 他老叶家出了个阵法师 不得乐疯了 天天在祖庙里 烧香感谢列祖列宗 叶成咧着嘴笑道 虽然他内心有一定的把握 但在阵法真的刻画成功的那一刻 还是免不得激动 那可是阵法师啊 百万人都出 不了的一个阵法师天赋 竟然落到了自己头上 叶成此时真有种 被天上的馅饼砸中的感觉 真当他乐得 有些找不到北时 红袍女子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语气听上去 有些幸灾乐祸 还没恢复好 就启动阵法 当真鲁莽至极 什么 叶成还没来得及 深思红袍女子的话 转动的符纹 突然荧光大现 刺眼夺目的荧光 令叶成忍不住闭上了双眼 而这一闭 便彻底昏迷了过去 耀眼的荧光 叶成以及不远处陷入 昏睡中的长臂腰圆 突然失去了踪影 叶成想过很多种可能 唯独没想到 红袍女子交给他的 竟是一个罕见的空间传送阵法 还是一个定点传送阵 滴答滴滴答 叶成是被水滴落在脸上惊醒的 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脑袋 坐起身来 入目是无尽的漆黑 叶成微微一惊 低头伸出手 明明静在咫尺 却伸手不见五指 该不会是瞎了吧 想到这个可能性 叶成后背一阵发凉 放心 没瞎 欢迎来到暗夜之城 红袍女子的声音响起 暗夜之城 所以 这才是真正历练的地方 叶成问道 可等了很久 都得不到红袍女子的回应 于是换了一个问题 如今我伸手不见五指 既是历练 总得要看到路吧 这次 红袍女子出言提醒道 运转子及神童 顺着这条路走到底 走是记得 把你旁边的小家伙也带上 叶成此时的脑袋 还在隐隐作痛 作为阵法的新手小白 在刻画阵法的时候 根本不懂得 如何节约精神力 以最少的精神力 刻画出最多的符文 此时别说是运转子及神童了 就是释放神时 都觉得眼貌金光 叶成只想好好地睡个大觉 但毕竟还是伸出未知的地方 他犹豫了一会儿后 咬牙释放出不多的神魂之力 包裹住不远处 依旧昏迷的长臂妖元 将其一同进入神念塔内 下一刻 叶成出现在了神念塔第一层 与平常不同的是 一进塔内 叶成便见到了红袍女子 红袍女子看了看 昏迷中的长臂妖元 怎么把这畜生也带进来了 一堆的毛 臭死了 说吧 他束手一指 巨大的长臂妖元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小 从一开始的三人高 缩成了半人高 然后继续变小 直到变成手掌般大小 尽管长臂妖元 已缩小到八掌大小 那还是无法做到 完全不掉毛 看着空气中细小的猴毛 红袍女子二话不说 手起箭落就将长臂妖元给 剃 而且还是剃光了 看着光溜溜 粉嫩嫩的长臂妖元 叶成不自觉地摸了摸 自己光溜溜的脑壳 似乎 神仙姐姐对自己的态度 还是十分和善的 不过女人不是都喜欢 毛茸茸的生物吗 果然 女人心 还抵真 惹谁都别惹女人 叶成心中暗暗告诫着自己 红袍女子似乎很满意 自己给长臂妖元设计的心 造型 丢下一句 我不想再看到一根毛后 便离开了 叶成眨巴眨巴着眼睛 最后还是任命的运转功法 释放出深紫色灵力 将一地猴毛烧干烧尽 连灰烬都被叶成用 精神力捕捉 收到了储物界内 自打那天逆转功法成功 获得神断功法后 叶成发现 每次运行神断功法时 释放出的灵力 都会变成深紫色 带着焚烧的特性 与号称火焰肢体的 火焰神脉觉醒者的灵力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叶成做完这一切后 总算能歇口气了 直到回到神念塔后 他才能真正放下心休息 二话不说 从储物界中 取出在叶府的大床和被褥 呼呼大睡起来 此时的叶府 叶正威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 嘴角微抽 这个臭小子 也不知道是去历练还是逃难 哪家需要 把房间掏空了 在出门的不孝子 现在老子就送给你 神念塔内 某个不孝子叶成 此时躺在软绵绵的大床上 呼吸匀速 渐渐的 呼吸的频率 与地上 躺着的粉嫩嫩的长臂腰圆 越来越接近 一人一兽 在不知不觉间 实现了呼吸同步 不知是谁掀起的头 一人一兽的精神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缠绕在了一起 最终融入了彼此的实海中 红袍女子眼神有些怪异的说道 这算什么事 神骄 人兽 还都是雄性 我不过百年不出世 这世道怎变得如此不可理喻 也不怪红袍女子 神情如此怪异 神骄乃是双修的一种 除了一些特殊的宗门 也只有道履之间 才有可能进行 而哪怕是特殊的宗门 也是会选择异性 再不济 也是同类 像夜城这种 跟长臂妖元的 实属罕见 神骄与肉体的双修不同 神骄只需要精神力达到共鸣 双方足够信任 便可以进行 在神骄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双方的灵魂深处的记忆 因此 哪怕是道履之间 选择神骄的 也少之甚少 夜城原本睡得好好的 突然发觉 周遭环境有些不对 睁开眼 便看到自己躺在一棵巨大的树叉上 低头看去 距离地面竟有百米高 我草 我不是在神殿塔里睡得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会睡到树上了 还这么高 夜城正在思索着 自己要如何下去 余光扫过熟悉的东西 那是猴毛 好像 还长在自己的身上 我变成猴子了 夜城有些惊悚 他根本想不到 自己竟然会在睡梦中 与一只猴子神骄 此时头脑一片空白 哦哦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更惊悚的是发声了 他明显地感觉到 一声猴子的叫声 从自己的口中发出 但这声音虽然是从他的身体发出 却不是他发出的 这时 夜城才发现 自己对这具身体的掌控力为零 难道我陷入了梦眼之中 这一切不过是个梦 夜城心想着 闭上了眼 想强行将自己唤醒 却发现 根本无能为力 于是乎 他只能如旁观者一般 待在这具身体的体内 以第一视角去看着这具身体 是如何遭到同伴的背叛 独自一猴离开族群 在森林中一步步打拼 死里逃生 最终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天赋 成为林中之王 在他成为林中之王后 他原本的族群 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甚至以前他暗恋过 也抛弃过他的母猴 趁着夜色 主动走到他的面前 对他高高地翘起了屁股 看着那红扑扑的猴子屁股 夜城仿佛闻到了一股猴骚味 捂着鼻子 一脸嫌弃地说道 靠 这第一时间也太特马重口了 你这臭小子 可给老子顶住啊 你要是赶上 等我出去了 第一个就弄死你 夜城此时也明白了 他应该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进入道长必妖园的石海 看到了他的生平 也许 此时那只死猴子 也在他的石海里 看着他的生平 不是吧 这么重口的吗 夜城突然想起了 曾经在书里看到过类似的情景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叫道 随后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说道 老子的第一次双修 竟然是给了一只猴子 我这特马的 对不起谁了我 为什么要我经历这种事情 不幸中的万幸 长臂妖园抵挡住了母猴的红屁屁诱惑 夜城也走马观花般 看完了他的生平 一股来自灵魂深处酥麻到极致的快感 席卷了他的身心 他知道 这是神骄的好处到了 除了邪修 双修可以令人毫无副作用地提升修为 而神骄更是其中之最 甚至根本无需运转功法 只要二者精神力产生了共鸣 神魂达到了共平 双方不主动抗拒和排斥的情况下 便可进行神骄 想必肉欲的双修 神骄并不能直接提高灵力修为 但却可以提高精神力 这也是修炼精神力最便捷的方式 夜城只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 像是泡在了温泉水里 旁边还有几名貌美的婢女 在为自己按摩一般 身心舒畅的毛孔都不由自主地张开 石海中的精神之力 水涨船高 原本地临近初期的神魂境界 变得松动 出现增长的趋势 这种舒适持续了约莫半个时辰 夜城顺利地晋升到地灵中期之境 刚刚苏醒过来 一股腥臭 伴着一丝熟悉的喉骚味 充斥着夜城整个鼻腔 让他眉头大增 彻底清醒 靠 你这死猴子又想搞什么 睁开眼后 果然是长臂妖元 那只蠢猴子发出的口臭 看着他撅着粉红色光溜溜的大钉 趴在自己胸口 夜城瞬间脸都黑了 想起了些不好的回忆 嫌弃地一把将他推开 嗷嗷 长臂妖元没想到夜城会突然动手 一时不备被拍飞了出去 发出一声愤怒的叫声 夜城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抱歉哦 一下忘记你变小了 没收起力道 随后他看了看自己的手 微微皱眉 是错觉吗 嗷嗷 本来想一雪前耻的长臂妖元 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缩了缩脖子作罢 只是看向夜城的眼神 也带着一丝人性化的复杂 算了算了 这人类都被兄弟抢了自己的雌性 还差点没命了 这么惨的人类 本大王就不跟他计较了 夜城嘴角微抽 喂喂喂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可警告你啊 不管你方才看到了什么 你都给我烂在肚子里 否则你我都会有杀生之祸 夜城知道长臂妖元 也定是通过神交 看到了自己的秘密 也知道神念塔和神仙姐姐的存在 他也不担心长臂妖元起什么歹意 但神念塔实在是过于逆天 他不得不出言 提醒这只蠢猴子 别泄露出去了 引来强者的觊觎 嗷嗷嗷 长臂妖元挠了挠粉嘟嘟的屁屁 满脸的答应 知道知道 都是雄性 本大王懂你 不就是被绿了吗 本大王定会替你保守秘密 想到这 他跳上夜城光溜溜的脑袋上 安慰地摸了摸他 夜城 总觉得这个猴子怪怪的 长臂妖元 要想生活过得去 身上总得带点绿 以后本大王罩着你 要什么磁性没有 夜城 滚 你们两个 行了 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夜城正色道 是 长臂妖元猛地僵了僵 缩了缩脑袋 从夜城的脑袋 迅速钻进了他的衣领内 只留一根长长的尾巴在外面 夜城有些疑惑 神交后 他与长臂妖元在心神上 便有了特殊的联系 不是节气胜似节气 因此 他也能感应到 长臂妖元此时的心情 略微思索 再结合他的性子 便猜到这只蠢猴子 估计是作死 惹到红袍女子 被收拾了 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后背说道 别怕 只要你不做死得罪他 神仙姐姐人还是很好的 长臂妖元 微微一震 嗷嗷嗷 已经得罪了 想起自己清醒后 发现毛被剃了 整只猴气地直接狂话 那个人类女子 竟然还嚣张地说道 是我剃的 怎么 不服 对方这个态度 谁能忍 反正 本大王不能忍 本以为自己 已经晋升到四品中阶妖兽 肯定能将眼前柔弱的女子 撕成碎片 没想到之一眼 便如被天雷轰顶般 钉死在原地 一柄长剑 不知何时出现 眉毛的屁屁 微微发凉 惊讶 慌张 恐惧 充斥着她的喉闹 红袍女子冷漠的声音 便在头顶上传来 上古泰坦的血脉 杂志真多 勉强能入眼 你跟着她 她若有事 你也别活了 再逼逼 我让你这辈子都变成不公不母 嗷嗷嗷 能伸能屈 才是真正的公猴 嗷嗷 本大王不要当太监猴 叶成整理妥当后 正准备离开神念塔 突然眼神微动 神情变得有些 奇怪 因为 她发现神念塔此时 并没有留在她离开的地方 甚至还在高速的移动 叶成放出精神力 看到一个女子 在飞快地朝自己要去的方向飞奔 女子似乎身负重伤 清秀的脸上沾着泥土 鲜血在黄色的衣裙上 绽放出朵朵鲜红的血霉 神念塔所化的积粉 便粘在了女子的裙摆上 叶成猜测 应该是黄裙女子 经过时不小心粘到了 亲儿姑娘 何必垂死挣扎呢 东西交出来 我哥俩给你个痛快 一道男生传来 叶成这才 看到黄裙女子身后 追着两个男子 说话的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男人 麻子脸身边 是一个长得眼嘴猴腮的瘦小男子 他猥琐地 打量着前面的女人 心中暗道 这亲儿姑娘 虽然长得普普通通 可这身材还是很带感的 就是啊 你应该还没尝过男人的滋味吧 东西交出来 我们爽完了 说不定还能留你一命 亲儿听后眼神冰冷 留他一命 糊弄谁呢 麻子脸看到亲儿油盐不敬的模样 也冷下了脸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不怜香惜玉 辣手催花了 老赖 速战速决 拦住他 不能让他进入暗夜之城 嘿嘿嘿 放心 以我的速度 倒嘴的鸭子 还能丢了不成 说罢舔了舔嘴唇 吟笑着上下 打亮了眼前 重点关注在那挺翘的臀部 化为一缕清烟 朝亲儿追去 在神殿塔看戏的夜城 双目微缩 燕宇阁的杀手 燕宇阁 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杀手组织 与寻常的杀手组织不同 这个组织的杀手 遍布大陆各个州 且各行各业的都有 没有人知道 燕宇阁是如何管理阁内杀手 但这自由度 丝毫不影响 燕宇阁任务的成功率 一句话概括就是 用过的都说好 而燕宇阁的杀手 执行任务的时候 风格迥异 唯一的共同点便是 都修行燕宇阁的独门功法 行燕功 这门功法对应的境界 由弱智强为 白燕 清燕 蓝燕 紫燕 黑燕 无色 眼前这名叫老赖的杀手是清燕 悦莫是天穷出气之境的强者 化作清燕的老赖 速度徒增数倍 眨眼间便追上了前面逃窜的清 清燕无声无息地裹上了清 那纤细的脖梗 清燕瞪大了双眼 双脚离地 整个人被提了起来 清燕化为了扮人形 老赖单手掐着清燕的脖子 另一只手依旧是清燕形态 缠绕着清燕的身子 令他动弹不得 看着因无法呼吸 而脸色越来越紧的清 马子脸皱着眉问道 东西呢 交出来 方才马子脸已经搜查过 清儿身上所有的储物袋 都没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老赖 先松开 这女的暂时还不能死 老赖用灵力禁锢住清儿 让她失去灵力 然后猥琐地笑道 嘿嘿嘿 既然暂时还不能杀 那不如先爽一把再说 说吧 便将清儿拖到不远处的密林 她想做什么 请不言而喻 马子 脸虽不赞同 但也只是皱了皱眉 没有阻止 在神殿塔的夜城 眉头大皱 她虽不是什么圣人 但还是无法看着一个弱女子 在自己面前被人监污 如今她已经确定了两人的境界 那个叫老赖的是 天穷初期之境 而那马子脸男人的境界更高 乃是天穷中期之境 若是两人在一起 夜城定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如今老赖主动离开 并且 为了不让人打扰自己的好事 还主动凝结了结界 隔绝了外界的窥探 嘿嘿嘿 小娘皮子 死之前 就让你赖个告诉你 男人的滋味吧 老赖一边解着腰带 一边迎笑道 清儿面露屈辱 眼神闪过一丝冰冷到极致的杀意 哼 男人的滋味 你还是留着到地府 告诉给地府里的女鬼去吧 一道男声突然想起 老赖显然没想到 自己的结界内 怎会出现一个男人 下意识喝道 你是谁 对手比自己高了一个大境界 不远处还有一个修为 更为高深的强者在 夜城不敢有丝毫怠慢 秉持着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的原则 主动出击 紫阳神功 紫及神童 一道紫芒从夜城的双瞳射出 直击老赖的石海 趁着老赖恍神之际 夜城迅速解开了老赖 对亲儿的禁锢 大声喝道 快逃 清儿深深地看了一眼 凭空出现的夜城 头也不回地离开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犹豫 看得夜城目瞪口呆 我草 现在的女人都这么绝情了吗 就算是我叫她离开的 可是我舍命相救 多少也该有句感谢吧 臭小子 区区苍穹中期之境 竟敢坏本大爷的好事 待我杀了你 再将那个小娘皮子抓回来 好生蹂躏 老赖毕竟是天穹 出妻之境的强者 虽然神魂境界不及夜城 但还是片刻便回过神来 只于些许刺痛 不足为惧 侍龙枪法第一是 金龙出海 稳天剑决第三是 剑破九霄 面对如此强敌 夜城不敢怠慢 直接一上来就寄出杀招 哼 区区苍穹中期之境的蝼蚁 竟敢在我面前造刺 老赖显然没将眼前的 苍穹中期之境的小子 放在眼里 在他眼里 夜城早已是死人 而青儿身上有他的烙印 外面还有麻子脸男子 根本逃不走 轰隆 因为对夜城的轻视 老赖并没有第一时间防御 而是想要凭借肉身抵挡 以让夜城瞧瞧天穹之境的强者 和苍穹之境 天差地别的差距 也正因如此 当他的肉身 真正接触到夜城的杀招后 才发现自己小去了眼前的少年 他的手臂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角度扭曲 明显是脱臼的症状 咔嚓 老赖阴沉着脸 将自己的手臂掰正 再看向夜城的目光 早已产生了变化 贪婪的眼神化为了实质 天接功法 这绝对是天接功法 只有天接功法才能跃及伤到我 小子 你若现在停下交出功法 我还可 已给你留条全尸 夜城在出手的瞬间 便知道自己 无法将其一击毙命 若是与老赖交战 必定会发出声响 引来不远处的麻子脸男人 因此 他在出招后 便立刻施展身法逃窜 幸好老赖 设下的结界 仅仅是隔绝了外界的窥探 以及声音的传出 并没有限制里面的人不得出去 否则夜城和亲儿两人 也只能殊死搏斗了 夜城的速度很快 因为攻击老赖时 产生了大量的杀力和尘土 他一时无法分辨方向 只能随便选择一个方向逃窜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麻子脸男人的声音传来 夜城内心微微发苦 草 老子这是什么破运钱 那么多方向 好选不选 选了个死路 面对近在咫尺的麻子脸男人 他面色惊慌地朝起喊道 快逃 那边有两个强者在战斗 有一名女子已经身负重伤了 不想被迁怒的 就快点跟我走 神秘强者 莫非被那群人发现了 麻子脸男人一听 瞬间认出了那是老赖所在的方向 立即丢下夜城朝反方向奔去 感受到麻子脸男人离自己越来越远 夜城嘴角勾起一丝得逞的笑容 接着便听到紧跟在夜城身后 老赖气急败坏的声音 大哥 快抓住那个小兔崽子 他把那个小娘皮子给放跑了 老赖此时早已没有了方才的胜券在握 只因他发现自己低估了夜城的速度 甚至他已无法感应到自己留在亲儿身上烙印的气息 麻子脸男人面色大变 你说什么 那娘们跑了 早说 你把你那急色的性子改改 不过区区苍穹中期之境的小子 都能在你手下抢人 迟早死在女人肚皮上 老赖被麻子脸男人喷了一脸 自知理亏 屁都不敢放 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 麻子脸男人也不好多说 朝夜城逃窜的方向奔去 臭小子 竟敢耍老子 等老子抓到你 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感受到身后来自强者的威压 令夜城一阵头皮发麻 他也不是没想过 躲入神念塔 实在是面对级别比自己高 这么多的强者 而且还是精通杀戮之术的杀手 精神力 极有可能与自己不相上下 若是因为放走亲儿而被抓 尚有一线生机 若是泄露了神念塔 那绝对死路一条 甚至对方还会为了绝对的保密 而将与自己有关的人 统统抹杀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夜城不再掩藏 召唤出一条金龙虚影 帮助自己离开 同时指挥另外两条金龙虚影弓 向后方敌人 以拖延时间增大逃脱的机会 麻子脸男人突然看到 迎面来的金龙虚影 面色大变 惊呼道 灵力化形 天向尽强者 仅仅惊讶一瞬 他便回过神来 目中贪婪的丝毫不加掩饰 不 不是天向尽强者 这是功法所致 这绝对是天阶功法 没想到 在这竟然能给我遇到天阶功法 果然老天眷顾 哈哈哈哈 麻子脸男 子此时已将夜城的功法 视为囊中之物 因此 他没注意到 身边的老赖眼中 一闪而过的记恨和隐忍 夜城乘坐着金龙虚影 飞速地朝暗夜之城逃去 有了金龙虚影的帮助 他此时已能看到迷雾中 那若隐若现的黑色城墙 尽管如此 他丝毫不敢松懈 甚至面色变得越发的凝重 从出面救走轻儿的第一刻开始 他便时刻保持散发神识 用以查探敌人的去向 他清楚地感知到 距离自己身后不足百米的地方 有着两道强者的气息 在飞速地向自己靠近 妈的 拼了 夜城眼中发狠 既然注定逃不掉 躲不过 那边来站吧 麻子脸男人和老赖 也看到了夜城暴动的灵力 经验丰富的他们 又如何不知前面的小子 想干什么 纷纷露出了嘲笑与不懈的笑容 哈哈哈哈 大哥 你看那小子 竟然想与我们对战 嘖嘖嘖 现在的苍穹镜 都这么嚣张了吗 哼 只要他不进入暗黑之城 便注定死路一条 能够由于我们拼死一搏的想法 我也竟他是一条汉子 只可惜 麻子脸男人冷眼道 蠢了些 为了一个陌生女子 强逞英雄 最后暴露了天阶功法 鱼不可及 老赖黑黑一笑 若非他蠢 这天阶功法 又怎会落到我们手里呢 麻子脸男人斜眼一瞥 从鼻腔发出了声音 嗯 老赖见状 缩了缩脖子 裴笑道 瞧我这张嘴 就是不会说话 什么我们手里呢 明明就是大哥手里的 这是大哥的天阶功法 却被这个毛头小子偷去 该死的毛贼 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不成 麻子脸男人听后 露出满意的笑容 朝夜诚说道 你若是识相 乖乖将天阶功法归还于我 我可以考虑 让你当我的追随者 一般强大的炼丹师 阵法师等特殊职业的人群身边 都会有追随者 想要成为追随者 必须与主人定立天地契约 契约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死契 也就是上交自己的一丝神魂 如此一来 能得到主人的信任 资源倾斜 但生死同时也被掌控着 而另一种 则是口头契约 一样是定立天地契约 但一般都会有期限 期限到后 便会自动解约 麻子脸男人 显然是看中了 叶诚的天赋与潜力 同时也希望叶诚 透露更多天阶功法的讯息 因此 起了收服的念头 叶诚冷笑 他可不认为 麻子脸男人 会与自己定立口头契约 若自己真的 如此愚钝亲信了他 与其签订了死气 那才真的是噩梦的开始 蓄力已完成 叶诚的眸光不停地闪动 在脑海里不断地演算 同归于尽的几率 他此时的灵力修为 是苍穹中期之境 神魂境界是地灵初期之境 虽打不过那老赖 可要拖着一起死 叶诚还是有些把握的 叶诚皱着眉 自言自语道 若只有老赖一人 倒也不是斗不过 麻烦就麻烦在 那麻子脸男人 天穹中期之境的强者 除非我晋升到苍穹境后期 否则想在他的面前 同归于尽 简直天方夜谭 嗷嗷 一个光流溜粉嘟嘟的小爪子 突然从叶诚的领口举起 见叶诚看向他 长臂妖元不停地用手比划着 表示自己 能够拖延麻子脸男人 他们要杀的是我 你不必掺和进来 趁他们现在还没发现你 你赶紧跑吧 有多远逃多远 嗷嗷嗷 叶诚目光微暖 笑道 我知道你 晋升到四品妖兽 确实可以与天穹中期之境的强者周旋一阵子 若是寻常的天穹境中期的强者我不拦你 可燕语阁的不行 在没有晋级到五品妖兽的情况下 你去了 只会白白送猴头 哪怕燕语阁作为杀手界的扛把子 也不是总有刺杀任务要做 实际上 燕语阁的业务范围极为广泛 上到刺杀一国之主 下到猎杀妖兽 获取灵草 一律赵单全收 这也是燕语阁能拥有如此多各行各业的成员 以及不用像其他杀手组织一般 藏匿于黑暗之中的原因 正是因为燕语阁业务广泛 没人知道 任务迟下一秒会谈出什么任务 因此 阁内的成员基本上随身携带着各类装备 其中便含有燕语阁的独门猎兽武器 锁兽绳 只要妖兽的境界没有高于使用者一个大境界 一旦被锁兽绳束缚 就不可能再挣脱开来 这也是夜城拒绝长 碧妖元的重要原因 那 如果加上我呢 女子轻柔的声音 毫无征兆地传到夜城的石海中 夜城准备将长臂妖元的手盾了盾 长臂妖元立刻顺着她的手臂 钻回她的衣领内 女子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用白费力气了 地灵境的神魂之力确实不低 可还不足以找到我 夜城的神识之力 一直在密切监控着身后的敌人 对周围的一切也一并覆盖 却依旧没有发现女子的身影 她沉默一会儿 在石海中说道 你是 轻儿 是我 光凭你和那只眉毛老鼠 哪怕同归于尽 也最多只能拖死那个老赖 不过 更大的可能是你死了 那眉毛老鼠被活捉 夜城眯了眯眼 没有说话 自己虽然救了轻儿 但从对方卖队友卖的如此干脆的情形看来 这个女人绝非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夜城可不敢轻易将后辈交给一个陌生人 尤其是刚刚丢下自己 此时回头丝毫不提自己救了她的事的女人 我也是苍穹后妻之境 若你我合作 再加上那只四品的五毛老鼠 我很有把握能将这两个人渣击杀 轻儿在说人渣这两个字的时候 声音充满了杀意 我如何信你 我不需要你信我 你若信我 尚有一线生机 你若不信我 就等着和你那只五毛老鼠死无全尸吧 轻儿不懈的笑声 让夜城沉默了 她低头看了看 伊领处的长臂妖园 拥有心灵感应的她 瞬间能明白长臂妖园的心意 她是不会丢下自己一只猴走的 答应她 夜城还想问点什么 红袍女子的声音传来 夜城显然没想到 红袍女子会让自己答应 将疑问吞进腹中 说道 好 我答应你 哦 答应什么 七二谎作疑获道 夜城 干 她就知道 女人果然是一种麻烦的生物 答应你 我们合作 一起击杀后面两个侮辱你 仕途强 夜城话还未说完 便被一阵尖叫声打断 啊 停下 住口 你现在 往你东南方向飞五十米 随后将神魂之力 住到右前方 长满蘑菇的枯树杆内 快点 夜城笑笑 哼 女人 看你还敢不敢给老子做 红袍女子吐槽道 一点风度都没有 活该你被绿 夜城翻了翻白眼 这尊大神 她可不敢对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风度是什么 能填饱肚子 还是能提升修为 陆青瑶要绿自己 是她的问题吗 明明就是那个贱人自己发浪 贱一丝千 攀龙赋凤 观风度何干 对一个陌生又神秘的女子 还不是什么大美女 要什么风度 如果不是出于男人的本能 看不得一个弱女子 被两个人扎玷污去了 夜城根本不想离开神念塔出手相救 给自己 惹下杀生之祸 五十米对于金龙虚影来说 不过一晃眼的时间 有了红衣女子的话 夜城毫不犹豫地将神魂之力 注入到右前方 一颗长满了各色蘑菇的枯树干内 下一刻 枯树干的正中间 缓缓开启了一条裂缝 夜城朝裂缝内看去 黑漆漆一片 看久了还会引起一阵眩晕 不好 这小子想逃 老赖和马子脸也看到了这突然出现的裂缝 老赖化为一阵青烟 飞速朝夜城飘去 快进来 我坚持不了太久 等我一息 紫阳神宫第一是 紫集神童 稳天剑绝第三是 剑破九霄 势龙枪法第一是 金龙出海 感受到身后越来越近的强者气息 夜城咬了咬牙 朝着后方全力一击后 义无反顾地冲进了裂缝内 追击而来的老赖显然没想到夜城在生机面前 不火即火了地进去 反倒是转身朝他披头盖脸的攻击 他先是被紫集神童的神魂攻击晃了心神 顿住了身影 等他回过神来后 树道剑影吞吐着犀利的剑气朝他袭来 因为有神魂之力的指引 哪怕是化为青烟 剑气所攻击的地方 也是老赖的死穴之处 哼 雕虫小技 老赖强忍着脑海中的晕眩 灵力涌动 挥出双拳大河道 斗灵拳法 三级崩 轰隆 双拳与剑气相互碰撞 迸发出小型的暴鸣声 老赖的嘴角 溢出一丝鲜血 浑身的衣物被炸成 迢迢 眼中闪过一丝懊恼 显然是他小看了夜城清尽全力的攻击了 曹奶奶的 不该逞能拖大应接这个小子的招式的 不过 想不到这个小子 竟然身怀两步天阶功法 若是能被我所得 哼 废物 区区苍穹中期之境都摆不平 马子脸男人感到释放出灵力在老赖面前 形成了一个保护罩 成功让他避免收到重创 老赖自从晋升天穹初期之境以来 何时受过这种委屈 还是区区一名苍穹中期之境的蝼蚁造成的 顿时恼羞成怒 他大喝道 大哥 让我来 我定要抓到这个臭小子 将他碎尸万段 在夜城进入裂缝后 裂缝缓缓关闭 与此同时 化作青年的老赖也到了 他提前阻止了马子脸男人出手 除了恼羞成怒外 还有着自己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他跟随马子脸男人一起出任务 已经有很多年了 一直被马子脸男人压制着 哪怕有好东西 也是马子脸男人独享 典型的马子脸男人吃肉 他喝汤 如此一来 马子脸男人的修为越来越高 他虽然也有提升 却在天穹初期之境停留多年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身怀两部天接功法的夜城 他说什么都不会错过 夜城进入裂缝后 神魂之力受到了巨大的挤压 大惊之下 连忙将神魂之力收回 哈哈 臭小子 我抓到你了 老赖一半的身子 看经裂缝 大手紧紧地抓住夜城的脚踝 宁笑道 夜城看着自己被抓住的脚踝 丝毫不惊慌 甚至笑得意味不明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贪婪又愚蠢的傻狗 你说什么 老赖没想到 夜城都被自己抓住了 还如此嚣张 手臂用力 就想把夜城拽出来 却发现裂缝关闭 他半个身子 极有可能被拦腰夹断 老赖气急败坏道 该死的臭小子 你因我 与此同时 马子脸男人伸手想将老赖扯出来 大吼道 赖子 快出来 干 来不及了 老赖大声骂道 缓缓闭合的裂缝 已经触及到他的身体 这是什么东西 竟能吞噬我的灵力 他惊恐地发现 触碰之处 有着一道神秘的力量 不断地吞噬着 笼罩在他身体周围的护体灵力 马子脸男人 显然也发现了老赖的情况 一边释放出灵力 替他抵挡着裂缝的吞噬 一边手臂发力 将它往外扯 快 变化成青烟 可以出来 夜城挥动着手中的长剑 朝脚踝上的手砍去 笑道 是啊 赶紧变成青烟出去吧 否则你会被拦腰斩断的 啊 该死 你这个天杀的小兔崽子 你该死 尽管老赖反应够快收回手 但食指和中指 还是被齐根斩断 食指连心 饶是天穷之境的强者 都无法避免 用长剑挑起老赖跌落的手指 当着老赖的面 将他的储物借吞下 地灵境的神魂之力注入 将老赖的神魂烙印抹去 留下了自己的神 魂印记 傻狗 你该不会是以为 我想留下你这只爪子吧 真是长得抽象 蠢得可笑 你竟敢再次戏耍我 老赖冲冠自裂 强忍着手指剧痛 化为一道青烟 却没有退去 而是正开了 马子脸男人的手 进入了裂缝 感受到裂缝中 传来的越来越明显的拉扯感 叶成作为成功 刻画出传送阵的阵法师 立刻明白 这是传送的感觉 得知自己很快便会传送离开 叶成拿着老赖的储物戒 在其面前晃了谎笑道 白白了 然后再次运转全身的灵力 挥动着长剑 刺出长枪 弑龙枪法第一是 金龙出海 稳天剑决第三是 剑破九霄 轰隆 爆炸声从裂缝中出来 枪影和剑光淹没了两人 成了黑暗中一道耀眼的光芒 你是傻子吗 你的脑子多少有点泡疤 两道截然不同的女声 在叶成的脑海中响起 还没等叶成明白过来 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会被骂 一股强大的拉扯感 将她抽离 双目一黑 头晕目眩 再醒过来十人已经身处一个潮湿的山洞 轻儿 叶成挣扎着坐起身来 不远处 一个黄裙女子在摆弄篝火 醒了 轻儿眼皮子也没抬 听到叶成喊她 美好气地应了一声 叶成拍了拍 还有些晕乎乎的脑袋 走到篝火旁问道 这是哪 轻儿冷冷一笑 反问道 你不知道这是哪 不然呢 见轻儿的态度如此恶劣 叶成皱起了眉头 也有些恼火地说道 我是按照你的指引过来的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是哪 按我的指引 轻儿有些咬牙切齿 你若真完全按我的指引行事 我们怎么会落到遗失之地 遗失之地 叶成惊叫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 想起来了 不错 就是你擅自在传送时发动攻击 导致通道炸裂 我们一同被吸进了空间裂缝中 北窥运气好 落入了遗失之地 而不是被空间放逐 叶成的面色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遗失之地是神阳大陆对未开发的 未知的小世界或者秘境的统称 若说神阳大陆是主位面 那么这些小世界或者秘境 就是由其衍生开来的副位面 这些副位面依附着主位面运转 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立的天地规则 属于既独立又统一 若是副位面崩塌 所剩余的能量将会重新回到主位面 万年后会孕育出新的未知的副位面 但若是主位面崩塌 或者灵力匮乏 副位面则无法独自存活 甚至要反不主 位面以维持主位面所需的能量供给 那我们岂不是完全回不去了 叶成皱着眉问道 以他在叶族和苍蓝书院的藏书阁的知识储备量看来 若是不慎落入到遗失之地 便会这辈子都无法回归主位面 不 还有一种可能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重回主位面 除非寻找到借口 找到借口 就可以回去 清儿和叶成同时说道 双方都诧异地看了对方一眼 毕竟从一失知的重返主位面的方法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知道的 哪怕是叶成 也是凭借苍蓝书院的天之骄子 才有资格查阅相关书籍 叶成双眸微闪 这个妻儿 看起来并不像是外表这么简单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叶成并不打算过问太多 此时队友越是强大 对自己的帮助就越大 你去哪儿 清儿见叶成站起身来 不由地问道 去接受 怎么 你要一起 叶成翻了翻白眼 清儿冷笑几声 说道 男人就是屎尿多 我还以为你这么蠢 想要现在就去寻找借口 你要找死 可别拖上我 不过或许 你连借口的影子都没看到 就被那个给你带进来的 天重镜强者给杀了 天穷镜强者 那个老赖也进来了 叶成脚步微微一顿 放下一句话后 便离开了山洞 等我回来就是了 清儿没有回头 专心地拨弄着火堆里 烧得滚烫的柴火 记得砍些柴火回来 少女的话 让叶成眉头不由地舒展了开来 心道 这清儿 似乎也不是那么难相处的样子 只是刁蛮了一点罢了 叶成走出山洞 自然不是真的为了解手 而是想要探查一下地形 尽管清儿已经告诉过她 自己等人落到了遗失之地 但以叶成的性子 自然不会轻易相信 一个陌生的女人 山洞的洞口外 是一片人为的空地 在叶成的紫棘神童之下 清晰看到了 有木系林立的残留 而四周则是茂密的灌木丛 叶成二话不说 就朝灌木丛走去 嗯 灌木丛中 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红色丝线 引起了叶成的注意 这道丝线比头发丝还要细 暗红色在密林中 也并不显眼 若非她修炼了紫棘神童 神魂之境又进入了地灵境 而且注意力一直十分集中 也许根本无法发现 这道若有若无的红色丝线 这是什么 叶成释放出神识查探 神识轻易地穿过了红色丝线 仿佛根本不存在一般 她不由地伸出手 想要抓来研究 想死 你就去抓吧 红袍女子的声音 在叶成的石海中响起 叶成双瞳微缩 在距离红色丝线不过毫米的距离 收回了手 那是什么 为何我肉眼可见 神识却仿如无物 肉眼 你若没有修炼紫棘神童 在你的肉眼中都仿如无物 这是浮阵诗不下的浮阵 这些红色细丝若是放大若干贝 便是一个各特殊的符文 浮阵诗 难道这里有传说中的浮阵诗 叶成不可置信 若说炼丹诗和阵法诗 已是凤毛麟角 那么浮阵诗就简直是几乎灭绝的存在 浮阵诗 顾名思义 便是浮阵诗与阵法诗的结合体 浮阵诗的攻击 主要是要靠单张的浮阵 阵法诗则是主要靠依附于天时 地利或者人和不下阵法 前者的浮阵是一次性消耗品 若是储备不够 或者使用不当 很有可能在对敌中处于下风 后者在对敌中的弊端则更加明显 布阵需要耗费大量的心神和时间不说 阵法还无法移动 除了特殊的阵法 大部分的阵法都需要请军入瓮 若是敌人不在阵内 便无法利用阵法杀敌 因此 阵法诗更多的用途 适用于辅助 珍宝阁内的聚灵阵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浮阵诗 则是完美地融合了 浮阵诗与阵法诗的特点 二者相互融合 完美地解决了彼此的弱点 一名高阶的浮阵诗 可以利用阵盘 同时控制上千张浮阵 以及阵法的布阵和开启 瞬间布阵 将敌人困在阵法之中 缩小敌人的活动范围 然后再利用符指 在这有限的区域内进行攻击 不仅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还大大提高了符指攻击的成功率 不造成浪费 这种攻击方式 令符阵诗尽可攻 退可守 堪称完美修士 可上天是公平的 拥有符阵诗天赋的人 一个周都未必出现得了识人 且自由 记录以来 还未曾出现过 有符阵诗能火锅30岁 典型的天度英才 英年早衰 你想什么呢 哪怕是在主位面 符阵诗都少得可怜 更何况区区一个遗失之地 红袍女子嘲笑道 那是莫非 是她 叶诚猛地想起一人 转头看向微微发出火光的山洞 不错 那个小丫头骗子天生木林之体 哪怕是放在我那个年代 也堪称天才 没想到 居然还是个符阵诗 叶诚微微挑眉 红袍女子的性子有多傲娇 她是一清二楚的 这还是头一回听她对一个人 给出如此高的评价 她是天生木林之体也好 她是符阵诗也罢 她越强 寻找到借口的几率就越高 叶诚淡淡地说道 此时她已经明白这红色丝线 便是亲而不下 用以保护山洞的符阵 便不再理会 准备抬脚越过 你要去哪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轻柔的女声 温热的呼吸声 洒在叶诚的耳垂和脖梗上 叶诚瞬间毛骨悚然 全身有了片刻的僵硬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凭借自己地灵境的神石 以及一直开启的子鸡神童 竟然没有丝毫察觉到 这女人的靠近 叶诚本能地朝身后挥出一剑 快速地离开原地 可预料中的剑影头一回没有出现 叶诚惊讶地发现自己挥出的剑 竟然想 凡人挥出的剑一般 没有丝毫攻击力 没有剑气 没有剑影 甚至没有速度 就这 身后的 女子轻松地用食指与中指 稳稳地夹住 将长剑反手朝叶诚甩去 其速度比叶诚出剑的速度 更快了几分 剑尖锁指的 正是叶诚的左胸口 哼 想要用我的剑去伤我 你真是 什么 每一位剑修 都与自己的配剑 有着无比密切的联系 可就在刚刚 叶诚却失去了与长剑的联系 轻而显然不懂用剑 但因事发突然 彼此的距离又过近 叶诚的脸颊 还是被长剑擦出了一道血痕 叶诚不死心 伸出左手呼唤道 枪来 一道金枪 瞬间出现在叶诚的手中 轻而双手抱在胸前 没有阻止叶诚的举动 一副没有将其放在眼里的样子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长枪挥舞 带着进风 可熟悉的金龙虚影 却没有出现 后 金枪中传出一阵龙吟 颇有种憋屈之意 金枪再次被轻而轻松接住 不懈地说道 就这 若你只有这点实力 劝你还是老老实实 在这遗失之地归缩养老吧 哪怕我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借口 也不想带上你这么个废物 扶阵 阵内本就是阵法师的天下 更何况是在阵内与扶阵师对敌 这是叶诚第一次遇到扶阵师 也是头一回感受到了被碾压的痛苦 对方还未使用出扶尸的能力 仅凭阵法便能将自己压着打 若是他方才真的对自己起了杀意 或许就不是那温热的气息 洒落在自己搏梗 而是直接头身分离了 叶诚擦了擦脸上的血迹笑道 扶阵师果然很强 轻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扶阵师这个名词 在神阳大陆消失多年 已经没有什么人 记得曾经有这么一群传奇人物 在大陆上大放一踩过 没想到眼前弱得不堪一击的菜鸟少年 竟然能认出自己的身份 但那又如何 轻而伸手将法师扶到耳后 看着叶诚被自己压制着打 不仅没有半点颓废 甚至有些兴奋 这个少年有点意思啊 想起族内的年轻一代 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 可与他对战之后 纷纷如斗败的攻击一样 有的甚至从此产生了心魔 修为无法再进一步 可眼前的少年 方才明显 被自己压制得毫无招架之力 却依旧斗志昂然 他轻笑道 若我没猜错 刚才那应该是 你的最强杀招了吧 怎样 拳头打进棉花里的感觉 不好受吧 说完 他的目光在叶诚脸上的伤口处顿了一顿 继续说道 身为剑修 这还是第一次被自己的常见伤到吧 如此猜忌的你 又如何赢得过我呢 叶诚脸了脸嘴 也笑道 是啊 确实不好受 毕竟你这个招数 确实有些恶心 可是 若不再试试 又怎么会知道不行呢 哼 别急着打断我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哦 是吗 那你说 我看你还能说出什么花来 轻而小 姐 若我没猜错 你应该之前受过重伤 进阶暂时性地下滑了吧 如今 我是苍穹中期之境 而你是苍穹初期之境 你怎么 就这么自信地认为 你一定能胜过我 叶诚不提还好 一提亲儿 就气打不易出来 他怒瞪道 重伤 你觉得 那两个蠢货 能将本小姐打成重伤吗 我之所以会进阶下滑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蠢货 若非是你擅自在空间涌道 释放杀兆 那两人早死了 本小姐还需要沦落到这遗失之地 还需要进阶下滑吗 可 被劈头盖脸喷了一顿 叶诚摸了摸鼻子 眼神有些躲闪 关于这个问题 他也是无心之举 他连忙说道 这个 我可以解释 解释什么呀解释 受死吧 炸了毛的亲儿 无疑是可怕的 他不再留守 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大把符纸捏在手中 叶诚瞪大双眼 拔腿就跑 边跑边怪叫道 哇 你来真的 要不要这么狠啊 轻而冷哼一声 将灵力注入到手中的符纸内 哼 接招吧 爆裂符 符纸瞬间发出晶莹的光芒 朝夜诚的方向飞去 夜诚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可那符纸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就算是夜诚绕着弯跑 也无法摆脱身后的符纸 碰 夜诚一个不注意 被几张符纸追上 符纸再触碰到他的一瞬间 便自动引爆 妈的 得亏有神断功法 否则 这么多张符纸 哪怕不把我炸死 都能把我给耗死 夜诚顾不上一百处的爆炸 加快了逃窜的速度 有神断功法在身 这些爆裂符 并不能伤害到他的根本 要不要迎接了这娘们的符纸 有神断功法 这些爆裂符 并不能重伤于我 可若是在硬抗的同时 那娘们感到 再丢一堆乱七八糟的符纸 可能会有些吃不消 在要不要硬抗这些爆裂符的问题中 夜诚陷入了纠结 一方面是他不确定自己 在应接后 是否会迎来新的一波更猛烈的攻击 另一方面是 他还没想到攻击的对策 你刚刚不是很狂吗 怎么还逃呢 你再怎么逃都没用的 在我的阵法内 一切的东西都归我所有 我只要不想你使用 你就无法使用了 夜诚对亲儿的话充耳不闻 亲儿见夜诚胆敢无视自己 双手结印 交贺道 扶阵之道 夺灵 顿时 夜诚感觉到身边的天地灵力被剥夺 自己躲闪锁 消耗掉的灵力 无法从天地中补充 若是在这样逃窜下去 哪怕体力跟得上 灵力也会透支 干 接就接了 老子还怕了不成 夜诚猛地停住了身形 闭上双眼 张开大手 迎接着一拥而上的爆裂符 砰砰砰 一张爆裂符是一个小型的爆炸 数十张爆裂符叠加在一起 便相当于苍穹大圆满的全力一击 爆炸的烟雾 将夜诚整个人都笼罩在 其中 清儿嫌弃地看了看灰飞的灰尘和沙粒 往后退了几步 没有上前 待烟雾散去 隐约可见一道人影躺在地上 气息全无 清儿瞳孔微缩 走上前查看 不是吧 刚刚看你这么狂 还以为有多厉害 该不会这么不禁奏吧 说吧 便伸手上前 想要探麦 就是现在 夜诚算好时间 猛地睁开双眼 紫阳神功第一世 紫阳神童 一道紫芒从双瞳射出 强大的精神力 瞬间充斥在清儿的石海中 这一击 夜诚毫无保留 将地临近的神魂之力 发挥到了极致 并非她起了杀意 而是若是寻常的苍穹镜修士 定会头脑刺痛地满地打滚 但清儿是 真正的天之娇女 是消失已久的扶证师 她的神魂境界 只会在她之上 绝不会在她之下 果然 清儿只是出现了片刻的谎神 便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 夜诚的第二波攻击到了 弑龙枪法第二世 金龙在天 稳天剑决第三世 剑破九霄 感受到近在直屎的攻击 清儿不懈地笑道 没用的 你方才不胜 清儿面色一变 她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一次夜诚的攻击 与之前的有天壤之别 因为 那原本不可能出现的剑气 以及金龙虚影 竟然出现了 没有消失 扶阵之道 顿走 下一刻 清儿便借助阵法的帮助 顺移到了百米开外 可尽管如此 还是被夜诚的剑影 和金龙虚影所追上 夜诚冷笑道 金龙白尾 一条金龙虚影 出现在清儿身后 巨大的龙尾 朝清儿猛地扇去 清儿刚刚稳住身形 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龙尾离 自己越来越近 碰 巨大的龙尾 甩在了清儿身上 他瞬间被甩飞了出去 夜诚看着他离方才发现的红色丝线越来越近 面色也越发的期待 快了 很快就到阵法的边缘了 扶阵师可以单独使用扶师和阵法师的战斗方式 但若是想将扶阵师的威力最大的发挥出来 唯一的限制便是要待在阵法内 一旦扶阵师在战斗中离开了阵法 阵法便会自动破灭 而夜诚以前从未对阵过扶阵师 因此他不敢轻易尝试自己出阵 只能用这个方法令清儿被动出阵 在半空中高速被甩飞的清儿 显然也猜到了夜诚的打算 索性不再理会自己失去平衡的身体 全力稳住自己的心神 双手结印 不好 他想结印挽回局面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优势 夜诚怎会眼睁睁地看着流失掉 他大笑道 怎么 我的清儿小姐 被羞辱的时候 也不曾见你如此轻易放弃啊 心中最忌讳的 最羞耻的一面再次被人提起 清儿刚刚停定的心神 再次出现了强烈的波动 猛地睁开双眼 就是现在 夜诚等的 就是清儿心神失守的这一刻 尽管只有短短一瞬间 但对于夜诚来说 完全足矣 紫阳神功第一世 紫阳神童 金龙百尾 紫芒大战 趁着清儿片刻的谎神 第二条金龙虚影出现在清儿身边 再一次用巨大地龙尾 将其扇飞 这一次 清儿没能保持平衡 甚至被甩飞的速度过快 导致自己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离开了阵法范围 丁 咔嚓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夜诚总算感受到了 久违的灵气入体 他强忍着盘腿 做引气入体的冲动 乘坐在金龙虚影的龙头上 飞快地朝千儿 被甩飞的方向飞去 夜诚将金龙虚影的速度 发挥到了极致 终于在清儿落地前一把 把人接住 巨大的惯性 使得两人猛地向下追 最后在地面上 砸出一个大坑 夜诚在接住清儿的第一时间 便将其全身灵力封死 并不是他突然变得 连香西域了 而是一般来说 服师 阵法师 炼丹师等特殊职业的 身体素质 都不会特别好 更别提从未活过 三十岁的服阵师 他还指望着清儿 跟自己一起找到借口 可不想好不容易找到的队友 被自己打出好歹来 因此 夜诚在落地的时候 一直将清儿牢牢地搂在怀里 尽可能不让其受到半点伤害 反正自己有神断功法 铁皮小城境界的他 都能硬抗清儿 数十张爆裂浮浪 丝毫不将这点冲击力 和撞击放在眼里 有着金龙虚影 抵挡缓冲 又有夜诚这个人肉垫子 清儿在夜诚怀里 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你没事吧 嗯 这是什么 夜诚松开怀中的少女 手中柔软的触感 令他不由自主地低头看去 不知何时这么不懂事 放到了不该放的地方 夜诚猛地收回手 将怀中少女推开 说道 那个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想救你 没想占你便宜啊 嘴说着 余光却忍不住地 朝少女的某处撇去 看不出来啊 发育挺好 就是脾气臭了点 不然光凭着曼妙的身姿 也是妥妥女神级别的美女 哪怕是之前的老赖 也尚未来得及 触碰自己敏感私密的部位 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曲去一个 苍穹中期之境的 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少年 占了如此大的便宜 受死 清儿俏脸通红 也不知是气的 还是羞的 朝夜诚攻去 自知理亏的夜诚 也不敢反抗 只能一昧地防守 特别是此时的清儿 全身凌厉被封 夜诚更是不好调动凌厉 欺负人的事 你来我往 一次就够了 起初 夜诚并没有把清儿的攻击 放在眼里 毕竟男人的身体强度 天生就比女性的要强 更何况 现在清儿失去凌厉 哪怕自己也没用灵力 与她对打 可好歹 也是神断弓法联道 铁皮境界小诚的人 她又能如何伤到自己 可随着清儿的攻击 越发的猛烈 夜诚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 逐渐转变到了认真 她发现 清儿使用的近战技术 是自己从未见过的 此时的清儿 犹如一条五骨的青蛇一般 修长的大腿 从身后牵住自己的肋骨以下 腰以上的位置 双臂 以一个极为巧妙的方式 卡在自己的脖子上 清儿轻声喝道 上骨所记 所成 随着清儿招式的成形 以及她的用力 夜诚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脖梗处 有股强大的力量 在不断地收紧 这道压力 并不能让她骨头蹦裂 也不能把她刺得皮开肉绽 却能让她开始变得无法呼吸 夜诚还是没有反抗 反而是在细细体会着 这堪称神奇的上骨所记 为何称之为神奇 区区一个没有灵力的弱女子 没有武器 也没有先天优势的情况下 能够单纯地凭借近战技巧 将一名同样没有施展灵力 可是身形比她高大 且拥有断体之术的男子 感受到了压迫感 以及淡淡的危机感 如此神迹 若是让自己掌握 由自己来使用 再结合上紫阳神功的精神技能 想必效果会更佳 发现夜诚被自己锁住的时候 还在走神 清儿有些恼羞成怒 不再留守 猛地收紧手臂 缺氧使得夜诚开始产生片刻的晕眩 心里暗道不妙 双手抓住脖梗出的手臂 想要正开 却发现 那两条看似纤细的偶臂 此时如同铁臂一般 难以拽开 没用的 所记一成 我能使 用最小的力气将你禁锢 甚至勒死 你若动用灵力 那便是你输了 说吧 你服不服 清儿的声音 从夜诚耳边响起 带着女子独有的心香 你服不服 女子独有的心香 以及那越发收紧的偶臂 都让夜诚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干 大意了 没想到这女人 竟然还有如此神奇的近身技法 可是若仅仅是这样 就想让自己认输 怎么可能 作为一个男人 不是说不能深不能屈 但被女人打败 还是亲口认输 这种事 我可做不出来 夜诚脖子被死死的勒住 无法说话 这清儿似乎也断过体 那勒住自己的偶臂 如同玄铁打造的一般 在不使用灵力的情况下 夜诚自认 无法将他们从自己的脖子前掰开 腰间被清儿修长的双腿禁锢 使得夜诚的上半身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同时 清儿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 令自己变得宛如一个大秤驼一般 重的让夜诚无法站起 妈的 简直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等出了遗失之地 老子定要好好闭关断铁 夜诚咬牙切齿 这还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被一个女子压制的如此惨 对他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既然如此 那便得罪了 要解开这一招 说难不难 说意不意 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的 自己解不开 那就迫使对方主动解开 这不就行了 就是这方法有些不地道 还有些占便宜的嫌疑 夜诚老脸一红 暗暗地在心中说了句 得罪了 轻而见到原本还在拼力 想要将自己双臂往下拽的大手 突然松开 心下一喜 说道 怎么 总算认清现实了吗 你若要认输 变点 啊 方才那突然松开的大掌 此时正因为自己无暇看守 而变得无所事事 少年看上去 常年养尊处优 大掌并不粗糙 但是因为常年习武 还是有着一层厚厚的老茧 那粗糙的颗粒感 引得少女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你流氓 不要脸 轻而翘脸通红 心神一阵慌乱中 偶臂忍不住放松 如铁钳般的双腿 也在这无赖般的招式面前 变得酸麻 泄了厉头 趁你病 要你命 尽管那细腻腹有弹性的触感 让叶成大赞不已 但他还是迅速地抓住了轻而松懈的一瞬间 迅速扭转身子 将其反压在地 你 你卑鄙 你这是作变 轻而此时也反应过来 这一切都是叶成算计好的 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招数 破了自己的上古所记 这根本就是妥妥的无耻之徒 面对七儿的怒骂 叶成表示习惯了 耸了耸肩咧嘴笑道 我尊贵的轻而小姐 兵不厌诈 没听说过吗 兵不厌诈 这是一本极其著名的上古兵书的招数 轻而也读过这本兵书 他记得自己当时在看到此招时 还毫不吝啬地称赞过 没想到 此时这一招 却被人用在了字 己身上 他可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满脑子都是想要将这好色之徒杀死 感受到轻而的杀意 叶成用灵力将其禁锢 以免他再次使用 那出其不意的神奇所记 做完这一切后 他站起身来 拍拍自己身上的尘土 用破破烂烂的袖子 擦了擦自己光溜溜的脑壳 感受到那强烈的 极具怨恨的眼神 依旧丝毫不见 他无奈地说道 轻而小姐 我想我们的切磋就到此结束吧 我们的首要任务 应该是寻找借口 而不是两人相互内斗 面对叶成的求和 轻而毫不领情 呸 你这个灯徒子 占完便宜 就想握手言和 想得美 叶成无奈地服了服额 说道 轻而大小姐 你到底想怎样 你看我 全身被你炸得破破烂烂的 衣服就每一处玩好 就算是我占了你便宜 但那要么是我不小心的 要么是我逼不得已的 你也把我看得差不多了 刚刚还这么用双手双脚搂着我 我还从未与一个女孩子 靠这么近过 我的难得都被你给毁了 你你你无赖 轻而头一次见到如此无赖的人 明明是自己 被对方占了便宜 如今却变得 好像是自己占了对方便宜一般 气得浑身直哆嗦 不由地划出了一条动人的弧线 叶成自然也是注意到了 下意识地想起了方才的触感 摸了摸 鼻头 不自然地转过头去 不再看他 哼 你以为你转过头去 便能否认掉你做的这一切吗 亦或者说 轻而突然变得冷静无比 声音透着一丝神秘 嘴角也微微上扬地说道 亦或者说你认为 封锁住了我的灵力 禁锢住了我的手脚 我便真的毫无招架之力了吗 不好 忘了这丫头是个扶振士 叶成猛地回过头 想要制止 却已为时过晚 只听见轻而一声轻呵 树仙网 束缚 一张冒着绿色荧光的大网 朝叶成披头盖脸的照来 瞬间将其照在网中 靠 大意了 叶成倒在地上 全身灵力背静 无法动弹 就连精神力都受到了限制 犹如砧板上的鱼肉一般 毫无招架之力 哼 叶成被树仙网网住的瞬间 轻而便恢复了自由 灵力的禁锢也被解开 揉着拳头 一脸冷笑地朝叶成走来 你你不要过来啊 叶成如在残庸里的残宝宝一般 不停地拱着身子 想要离轻而越远越好 可事与愿违 他拼尽全力地蠕动 最后也仅仅移动了一米距离 便再也无法动弹 轻而宁笑道 你不要叫了 叫也没人会来救你的 你说得很对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要寻找借口 为了我们能更愉快地合作 现在就将我们的私人恩怨解决了吧 被树仙网束缚住的叶成 自然不是轻而的对手 此时的他 在历经了一个多时辰 被轻而的胖走之后 灰头土脸地跟在了轻而的身后 与叶成的狼狈不同 轻而倒是一脸神清气爽 心情颇好的模样 在遗失之地里 叶成和亲儿都不用担心被谁认出 因此 两人在切磋时 除了必要的底牌之外 都没有保留 让彼此充分了解 自己队友的实力 看着面前蹦蹦跳跳的亲儿 叶成问出了一个 他一直疑惑的问题 我说 你身上既然有这么多保命的手段 当初又怎么会被那等渣子差点给 强了 没等叶成将最后那两个字说出 一张爆裂符便朝自己脑门飞来 叶成避开了迎面来的爆裂符 直到小姑娘误会了 无奈地解释道 你别多想 我没有丝毫取笑你的意思 只是纯粹地好奇 以你的实力 明明可以将那两人都留下的 就算不行 加上我和长臂妖元的话 根本无需进入那个传送阵 也根本不会沦落到这遗失之地来 轻而回过头 认真地看着眼前脑壳亮的发光的男子 看到他是真的不解 而不是纯粹地想要消遣自己 犹豫一会儿 说道 我的力量 不能在外界使用 外界之人 若是看到我真正的力量 则必须死去 那我没出现的时候 你将他们都留下不救 难道 叶成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不会吧 这丫头 感知这么敏锐的吗 轻而定定地看着叶成 笑道 虽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是用什么方式 潜伏在我的身边 但那个时候 我确实感知到 在场还有另一个人在窥看着我 叶成拢了拢眉 说道 所以 你故意让自己 被那两个人渣抓住 并且陷入 那危险的局面 就是为了引我出来 轻而眉眼弯弯 笑了笑没有回答 但叶成已然知道答案 他此时才发现 轻而有着一双与长相不符的毛子 大大的 十分灵动 一看便知 是个聪慧 机灵古怪的小丫头 不过有件事 我需要跟你坦白 你昏迷的时候 我曾搜过你身 包括你脖子上的储物件 叶成身形顿了顿 看向轻而那张无辜的小脸 眼睛微微眯了眯 轻而耸了耸肩 遗憾地说道 你故意贴身 藏着的储物件 我原以为能有什么好东西 结果不过一堆破烂 叶成大手握了握拳 又放松 随后又握起来 如此反复 最后还是 选择了放弃 他沉声说道 你其实可以不必告诉我这些 轻而嘻嘻一笑 说道 我偏不美眸一转 轻声说道 不如 你将你如何 潜伏在我身上的方法 告诉我 我那树仙网跟你换 树仙网 叶成呼吸一致 他可是吃过那树仙网的亏 事后他曾问过红袍女子 那树仙网 应属圣气的范畴 神阳大陆法宝的品级 又低至高分为 法器 宝器 灵器 真灵器 仙器 圣器 神器 超圣器 每个大品阶中 又有上品 中品 下品 三个小品阶之分 如今 只需要自己将方法告诉他 便能平白的一圣器 这不得不说 是对叶成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要知道 如今叶成手上的长剑 不过是上品宝器范畴 而那母亲赠予自己的金枪 则是不知道是什么等级 怕叶成不信 轻而将树仙网取出 当着叶成的面 抹去了自己的神魂烙印 此时的树仙网 已然成为了一个无主之物 就这么漂浮在半空中 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 神念塔中 红袍女子看着叶成急促的呼吸 能很清楚地感受到 叶成的天人交战 她不由得红唇未勾 嘲讽道 若是这种话都信 这傻子 不如死在这遗失之地算了 她没有选择出言提醒 更没有选择阻拦 若是叶成真的 为了获得数仙网 而暴露神念塔的秘密 那么 她将会亲自废了它 叶成如今 虽然易容成二十多岁的模样 但内里 还是一个未曾走出过 天运小城的十六岁少年 清儿看出了叶成 对变强的渴望 也看出了她 经济的窘迫 这才会提出 用术仙网 交换叶成的秘密 对她而言 区区一个仙器 并不是什么特别珍贵之物 可叶成竟然凭借着 苍穹中期之境 便能翘无声息地潜伏在自己的身边 甚至是她有准备的情况下 自己都无法锁定 叶成从哪里出现 如何出现 叶成这种人 清儿表示她见多了 她无比地确定 像叶成这等穷小子 在见到与自己的巨大差异后 定然会心生不甘 如此 她对金钱与变强的渴望 也会升到了极致 定然不会拒绝自己的提议 这种神出鬼没的能力 对于清儿来说 既是最大的威胁 也是十分大的诱惑 若是 她能获得这种能力 这将对她的计划大大有益 等到找到借口 这个少年 清儿美眸中 闪过一丝狠力 三人各怀鬼胎 短短一瞬间 三人的心思便摆回千转 叶成几次深呼吸后 目光坚定 对面前信誓旦旦的清儿说道 抱歉 我不想骗你 所以你的树仙网 还是收回去吧 清儿愣住了 她想不明白 自己都抛出上品 盛气做诱饵 甚至为了引叶成上钩 不惜陪她切磋了那么久 她应该深切体会到 树仙网的强大才对 怎么会拒绝我 清儿自诩对人心 是有一定了解的 可她越了解 就越想不明白 为何叶成会拒绝她 为什么拒绝 为什么要拒绝我的提议 不过是让你说出你 如何潜伏在我身边的方法 就可以平白 得到一个上品盛气 又不是要你将功法传于我 这么划算的买卖 可不是哪都有的 清儿不解 她甚至在想 这个乡下来的穷小子 是不是根本不知道 盛气是什么 喂 穷小子 你该不会是不知道 上品盛气的概念吧 对于穷小子这个称呼 叶成有些不悦 可再看清儿这一身派头 哪怕是在这遗失之地 清儿依旧是一身精致 没有丝毫落魄感 十足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来到郊外踏青一样犹哉 再看看自己 本来与老赖一战 衣衫就有些破损 后来又跟清儿一战 被她的爆裂服一顿乱轰 如今身上的衣物 不说衣不必体 破破烂烂 那是肯定的了 自己的储物戒和储物袋 早已被清儿翻看过了 相比于随手就能拿出上品盛气 用来交换一个秘密的败家女 清儿来说自己身上的东西 确实对她来说是一堆沸铜烂铁 如此对比下来 自己这穷小子的称号 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这般想来 叶成那一丝不悦也烟消云散了 她叹了口气 回答道 虽然秦某只是一介散修 不是什么富家公子 但在秦某年幼时 母亲曾告诫过 注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要去肖想与觊觎 清儿皱了皱眉 虽然笑着说道 秦大哥的母亲确实是一位豁达 女子 可这树仙网并非注定不属于秦大哥的 只要你愿意 将如何潜伏在清儿身边的秘密告诉清儿 让清儿未来遇到类似的强者有所防范 这树仙网便是秦大哥的囊中之物了 叶成此时已经彻底冷静了下来 听着清儿用小女生特有的软甜语气 一口一句地叫着秦大哥 内心没有丝毫波动 她目入讥讽地看着清儿 说道 你确定这树仙网真的会属于我吗 当然 没等清儿说完 叶成就打断了她的话 秦某的母亲还告诫过秦某 天上不会平白无故地掉下馅饼 言下之意 这树仙网就像那天上的馅饼一般 是不可能真的掉在她的手上的 叶成目光深沉地看着清儿 悠悠地说道 清儿姑娘 秦某知道你的身份不简单 更能猜到此时的你 并不是你原本的面貌 秦某不想骗你 更不想知道你的秘密 只想你我齐心协力 一同找到借口 离开这遗失之地后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此生不再往来 从遇到叶成开始 不管清儿再怎么刁蛮任性 叶成都会好脾气地容忍 这还是头一回对清儿说重话 清儿轻咬粉唇 有些委屈 却偏身无法反驳 毕竟 那树仙网她 虽然是当着叶成的面 解开了神魂烙印 可若是叶成真的 将自己的神魂之力注入其中 只会遭到树仙网的反击 清则神魂受损 重则智商降至赤二 她没有在虎脚蛮缠 伸出手想重新契约树仙网 不料 突如其来的狂风 让清儿和叶成不由地瞇了瞇眼 一道猥琐的声音传来 喋喋喋 没想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竟然还有如此至宝 既然你们都不要 那本大爷就笑纳了 叶成双瞳猛的一缩 一瞬间便认出了这道声音 不正是她和清儿的老熟人 老赖吗 说着 一只大手便朝漂浮在半空中的树仙网抓去 眼瞧着那无主的树仙网 要被老赖抓去 叶成猛的挥剑 朝那大手劈去 似乎料定了叶成会出手 那大手瞬间化为一道青烟 避开了叶成的剑招 而后重新凝聚 将那树仙网抓在手中 随后迅速远顿而去 虽然自己拒绝了清儿的提议 但是眼看着如此珍贵之物 被那歹人抢走 叶成心下大吉 连忙拽着清儿就要追去 不料 清儿却笑盈盈地拦下了叶成 一副丝毫不心疼不担心的样子 叶成眉头大皱 说道 你的树仙网被抢走了 你怎么丝毫都不着急 也不知道这老赖刚刚听到了多少 看到了多少 万一他得了树仙网 先咱们一步找到借口 那就不好了 清儿歪着脑袋 笑道 说你穷 你不乐意 说你呆 你没意见了吧 你 不是早已猜到那树仙网 会有我留下的后手吗 如此 那渣子又怎会轻易得手 叶成再一次喜提心外号 不由得对眼前 与自己一般年岁的小丫头 产生一丝无奈的情绪 她没有纠结于这个心外号 而是问道 你的意思是 任由那家伙 就这么抢走树仙网 清儿美眸闪过一丝暗光 冷笑道 放任他抢走树仙网 怎么可能 不过当时给他预知点报酬吧 报酬 何意 叶成不解 自己等人与那渣子 压根没有任何交集和往来 何来的报酬之说 清儿见叶成 一副虚心刺教的模样 一时间 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他笑眯眯地说道 这遗失之地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那渣子身为燕雨阁的一员 必定也知道 借口是逃出升天的关键 而且 若我所料不错 那渣子必定受了重伤 否则 以他那副德行 不会走得如此干脆 叶成虽然眼界不如清儿 但也是悟性极高之人 此时的清儿体点 一点就通 接着清儿的话说道 如今 我们与那渣子的目标一致 可那借口 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若是我们不知道 那渣子的位置倒也罢 如今他主动夺得树仙网 我们便可让他坐那探路时 这也是清儿 你说的预知的报酬 清儿没想到 这情呆子一点就透 嘴角微扬 冰狗 看来你这呆子人 虽然呆呆的 却不傻吗 叶成听着清儿的话 微微皱眉 问道 冰狗 那是何物 清儿眼神闪烁 道 是我家乡话 你这呆子听不懂 也很正常 我们先回这那些些 寻找借口的事情 就让暂时先交给那渣子吧 毕竟 这也是他唯一的价值所在了 得好好利用才是 密邻深处某个隐蔽的山洞内 一道青烟飘进洞中 化作一个人形 正是那抢走 树仙网的 烟语阁杀手老赖 嗨嗨算那臭丫头 和混小子命大 若非我重伤未愈 定然当场 取你们的狗命 刚一落地 老赖便渴出一丝鲜血 随后 他用缺掉食指和中指的手 掏出怀中的树仙网 眼神火热 老大知道 是那臭丫头 身上有单主所求之物 却一直不肯告诉我 任务的具体内容 想来那发布任务的单主 所图的便是这树仙网了吧 嘿嘿嘿 幸好老子 机灵跟着进来这鬼地方 否则在外界 哪还有机会 得到如此宝贝 为了夜长梦多 老赖狠狠地咬了一口舌尖 将血喷在树仙网上 神阳大陆绝大多数的法宝 契约方式都是血气 只有等级颇高 或者特殊的法宝 才会用到最为严苛的神气 方才青儿和夜成说话的时候 老赖并没有靠得太近 因此并不清楚 树仙网的等级 以为只需要用最低等的血气即可 老赖一脸期待地 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树仙网 却发现 树仙网似乎嫌弃自己 喷出的舌尖血一般 极其有灵性地 将那几滴上还温热的血液 扫到了老赖的脸上 老赖不怒返笑 他一把抹掉自己脸上的血字 眼神大亮 这宝贝如此有灵性 这绝对是超过真灵气的法宝 甚至有可能达到仙气的存在 老天开眼 我赖子总算是要出人头地了 说吧 他心意狠 不顾自己体内的伤 一掌朝自己的左胸口猛地拍去 他的脸色出现不正常的潮红 随着大掌的落下 猛地吐出一口 红得发紫的 散发着阵阵灵气的鲜血 若是叶成再次 定然会惊讶 因为那正是修炼者最宝贵的血液 心头血 心头血 对于凡人来说 其实与其他地方的血液并无不同 因为它们并不会吸收灵气 可对于修炼者而言 全身上下每一条经脉 每一根血管 甚至每一滴血液 都蕴藏着极大的能量 其中 经脉和丹田储藏的灵气最多 可若论汇聚全身最精华的部分 还得是血液 尤其以心头血为罪 修炼者的心头血 并未如凡人一样 靠吃些不血活血的大补之物 即可补充 而是需要日复一日的修炼 吸收天地灵气 以及日月精华 才得以补充回来 除非 拥有 特定的丹药 可以补充 可这样的灵丹妙药 在修炼者中 可谓是一单难求 有价无事的存在 老赖这样的低级杀手 又怎么会拥有 寻常法宝 舌尖血就可以节气 可若是达到真灵气高度的法宝 则需要心头血 若非树仙王足够吸引 老赖也不会如此舍得 用自己的心头血 将其契约 老赖苍白着脸 靠在山洞的墙壁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树仙王 心中不断地祈祷着 老子耗费了将近十年功力的心头血 可一定要契约成功啊 与此同时 在阵法内闭目养神的青儿 睁开了双眼 那双漆飞灵动的大眼睛内 闪过一丝脚狭 感受到了青儿的异样 坐在不远处修炼的叶成 也睁开了双眸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鼠 竟然试图对树仙王用血气 用的还是心头血荡真可笑 愚蠢至极 听到青儿这话后 叶成神色闪过一丝了然 看来那老赖 还未能成功契约上树仙王 同时 他的内心也在直呼信号 信号自己当初抵挡住了树仙王的诱惑 没有答应七儿的提议 如此看来 哪怕青儿抹去了树仙王身上的神魂烙印 他依旧能清晰地感知到树仙王的情况 若是自己真的抵挡不住诱惑 选择了与青儿做交易 哪怕自己真的成功契约到了树仙王 也可能会迎来更大的麻烦 叶成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心口 那里正是神念塔隐藏在他身上的位置 心中不由地想起了那疑似假死的母亲 果然 母亲说得不错 女人心 海底针 不属于自己的 别要贪 叶成淡淡地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做 青儿有些兴奋的样子说道 我会操纵树仙王 让那渣子暂时性地与树仙王结气 然后引导那渣子 按照我给出的路线 去给我们探路 若是活着 就继续 若是死了 青儿冷笑一声 继续说道 若是死了 也算是便宜他了 叶成听着 后背有些发凉 他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位青儿姑娘 是个喜欢搞事情的 山洞内 老赖那口心头血 不出意外地 被树仙王嫌弃了 再次地甩了他一脸 血他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那散发着 晶莹闭瑟光芒的树仙王 一时间 有些怀疑 这宝贝是不是有主的 他忍不住散发神魂之力探去 发现树仙王上 并无他人的气息 正当他准备收回神魂之力 想着另做他法时 树仙王头一回传来了异动 老赖心情激动 因为他感受到 树仙王竟然在主动 吸收着自己的神魂之力 并且 他能很清晰地感知到 那树仙王上属于自己的气息 越发地强烈 他与树仙王之间的联系 也越来越密切 当他总算与树仙王完成节气后 他整个人激动的原地 蹦了好几圈 直直将本就不牢固的山洞 弄崩塌了 当他从倒塌的土堆中爬出后 他依旧处于极度的亢奋中 发了发了 老子发残了 没想到 没想到 这树仙王竟然是个上品仙器 老赖的嘴唇 因湿血而变得发白 可脸色却因激动变得胀红 眼神激动而贪婪 整个人不停地抖动着 再结合他刚刚从土堆中爬出 整个场面 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在激动中 老赖没有注意到 自己注入的神魂之力 并没有完全渗入到 树仙王的核心深处 而是被另一股 不知名的力量所吸走 不过 哪怕他发现了 这一特别之处 也只会归结为 这是上品仙器的特殊 并不会多想 毕竟 从前的他 在烟语阁中 只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若非巴结到了 麻子脸男人 他或许早已被 组织内的人完死 又或者是在任务中 因失败死去 根本没有机会 接触到如此高级别的法宝 而哪怕麻子脸男人 对他还算不错 可从来有什么好东西 分他一点汤喝 而每一次 出力最多的都是他 麻子脸男人 自持是天穷中期之境的强者 遇到实力远不如自己的人 总是自持身份 不愿意屈尊降贵地亲自出手 对此 老赖私下也经常埋怨 可这一次 他却感激麻子脸男人的骄傲 他目光火热地看着树仙王 说道 叠叠叠大哥 赖子这回还真要感谢你 若非你不愿意亲自动手 捉拿那两个小贼 兄弟我又总会有如此机缘 得到如此重宝呢 带赖子出去 若我们兄弟俩再次遇见 赖子我定会给大哥留条全尸 死个痛快 嘿嘿嘿嘿嘿 老赖目录很辣 他非常清楚 以那麻子脸男人 对任务的执着程度 定然不会放弃追寻亲 可此时 树仙王已然在他的手中 他断然是不会拱手于人的 也不会让人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毕竟 对于一个天穷出气之境的强者来说 一个上品仙器 他还保不住 他爱怜地抚摸着树仙王 对其轻声说道 好宝贝 等我好好调息一番 你便随我 一同去将那两只苍穹进楼仪给杀了 倒把知情的人都给杀了 我便带你去西州闯荡 你我联手 定能闯出一番成绩来 神阳大陆分为四大板块 分别是东周 西周 北周和南周 叶城所在的 便是神阳大陆东周的云城帝国 清陵郡的天运城 而老赖所说的西周 则是天 方帝国的地界范围 阵法内的清二 也听到了老赖的话 强忍着厌恶与恶心 控制着树仙网轻轻一阵 算是对老赖的话给予的回应 老赖知道树仙网有灵性 可万万没想到 这宝物不仅听得懂自己的话 还能给自己回应 不由得对树仙网更加的喜爱了 他像是跟自己最亲密的人说话一般 轻声细语地说道 我们便先去将那两个小家伙杀了如何 想起叶城和清二 老赖眼中闪过一丝狠利 他像是跟自己最亲密的人说话一般 轻声细语地说道 我们便先去将那两个小家伙杀了如何 想起叶城和清二 老赖眼中闪过一丝狠利 他总觉得那两个苍穹劲的小家伙 虽然境界不高 可手段层出将会是他最大的敌手 因此得到如此重宝后 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找借口 而是除掉那两个小家伙 树仙网似乎明白他的心情一般 飘过去蹭了蹭老赖的满脸胡渣的脸颊 随后往一个方向飘去 老赖微微一愣赶忙追去 这个小祖宗可不能丢了 做完这一切的清二 粉唇未勾 心情颇好的从储物界中取出一大堆东西 朝叶城招呼道 秦大哥 我先歇息了 我想你堂堂男子汉 应该不会忍心我如此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守夜的吧 叶城无语地看着清二 从储物界中取出的被褥和软枕 最夸张的是 这小姑娘 竟然还取出了一张造型独特的大床 这张大床与叶城从前看 到的床榻都不一样 清二的这个床榻 不仅没有豪华的金雕 只有一个厚厚的看上去 不是很美观的神色伟长 甚至还有一个看上去十分厚实 软绵绵的垫子 用的枕头 也不是寻常富贵人家使用的预枕 更不是平常人家使用的木枕 而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柔软的软枕 看着清二整个人宛如埋在了软榻之中 叶城便能想象到 这厚实的床垫子究竟有多柔软 睡在上面究竟有多舒服 叶城美好气地白了床上那古灵精怪的女子一眼 说道 你这是有识情大哥 无识情呆子 当真现实 清二甩了甩方才给自己变上的灵脚变 笑眯眯地说道 那便谢谢情呆子大哥了 女子俏皮的小模样 以及那软弱的声音 直直地击中叶城那颗直男的心 他耳间微微发烫 亲自为清二拉下那厚厚的围杖 转身走到篝火旁 轻轻地摆弄了一下柴火 令火烧得不是那么旺 将山洞内的亮度条按了下来 床榻上的清二 自然是感受到了叶城那贴心的举动 其实他床榻的围杖自带遮光功效 并不需要叶城特的将亮度条按 但他并没有提醒叶城 而是静静地享受着男子的贴心之举 原本以为在野外和陌生男子身边难以入睡的他 不知不觉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这片遗失之地 似乎永远都陷入在一片昏暗之中 没有白天 也没有日月星辰 熟睡中的清二 被自己的生物中准时叫醒 他伸了身懒腰 取来一个特殊的法宝 瞄了一眼后 便下了床 起床后不见叶城 这是在清二的意料之中的 他收起了自己舒适的大床 洗漱完毕后 便在地上铺了一个柔软舒适的不知名野兽皮毛 坐在上面静静地等着叶城的回来 叶城不像清二一般 有着特殊的时间法宝 与清二得天独厚的天赋不同 他一宿没睡 而是一直沉浸在修炼之中 这块遗失大路有什么危险 如今尚久未知 可叶城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绝对是一个修炼宝地 在神阳大陆中 每一个灵力修炼者都会长有灵根 灵根的属性有 金 木 水 火 土 以及变异灵根 雷 光 暗 叶城的灵根是火属性 而清二的 按照他之前的观察 应该属于木属性 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 木生火 对叶城来说 清二的木属性在战斗中 将会是他最佳的搭档 基于这个原因 哪怕清二只是寻常苍穹初期致敬的修饰 叶城也会愿意与他一同组队寻找借口 稀稀苏苏自从与清二达成合作关系后 叶城便获得了自由出入阵法的权利 此时 不过刚刚离开阵法保护范围 约莫几百米 不远处的草丛中 便传来了一丝细微的 难以察觉的声响 叶城宁眸看去 一道紫芒在双瞳闪烁 心头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滋滋 如老鼠般粉嫩的长臂妖元 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爬上叶城光滑溜溜的脑门上 警惕地看着四周 突然间 四周有着阵阵狂风袭来 半人高的野草 被这道狂风吹得东倒西歪 方才那发出细微声响的罪魁祸首 似乎感觉到叶城的警惕 选择不再隐藏 趁着狂风从草丛窜出 一瞬间 狂风中夹杂着一股新臭味 叶城面色一变 一抬头便看到不远处的丛林间 出现了上百双小小发亮的眼睛 姿姿 长臂妖元后背攻起 进入战斗状态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敌人们 那一双双小小的眼睛 全部散发着赤红色的光芒 叶城可以恨轻易地 便从他们的双瞳中感受到 他们那狂躁 嗜血的气息 就在叶城和长臂妖元 看到这些眼睛的刹那 阵阵肉翅拍动的声音猛地传出 一只只不过成人巴掌大小的 可却有着两颗头颅的暗红色蝙蝠 成群结对地 朝叶城和长臂妖元飞了过来 上古双头魔符 这里怎么会有上古异兽 凭借着子及神童的墓里 叶城瞬间从脑海中 寻找出了有关于上古双头魔符的资料 这些上古双头魔符论 单体战斗力并不强 可怕却可怕在 他们都是群体活动 他们的爪牙上有着剧毒 一旦被咬伤或者抓伤 见血封喉 面前的上古双头魔符 数量目测上百 而自己这边 只有一人一元 二对百 胜算实在不大 秉持着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原则 叶城大手 按住头顶上的长臂腰圆 掉头就跑 尽管此地离阵法边界不远 可密林中植被茂盛 稍有不慎 便会被藤蔓绊倒 因此 叶城逃窄的速度并不快 可那成群结队的上古双头魔符 是这遗失之地 土生土长的存在 并且飞在空中 不受植被与地形的影响 速度奇快无比 身后翅膀的煽动声越来越近 叶城似乎都能闻到 上古双头魔符身上 那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他咬咬牙 对长臂腰圆说道 上古双头魔符 一旦认准了猎物 便轻易不会停手 我们分开跑 他们的单体战斗力不强 只有分散他们 我们才有获胜的可能 长臂腰圆此时 也明白了叶城的想法 赞同地叫唤了两声 叶城见长臂腰圆同意后 便将其托在手中 使出吃奶地力气 将长臂腰圆朝一个方向 逃出了约80米 身后那些来临的上古双头魔符 见自己的猎物分头逃窜 自然是穷追不舍 嗡的一声 竟然自动分成了两股 一股继续追着叶城 另一股则是 朝长臂腰圆的方向追去 趁着上古双头魔符分神的瞬间 叶城抓住机会 挥舞着金枪 大喝道 弑龙枪法第二时 金龙在天 金龙虚影从金枪中 冒出将叶城拖在头上 朝与长臂腰圆 逃窜的反方向飞去 从林内 金龙虚影 载着叶城飞在半空中 不时躲避着高大的树杆 在不受地形和植被干扰后 金龙虚影的速度飞快 他身后的那些上古双头魔符 呼啸追击 可是 任凭那些上古双头魔符 再怎么加速 再怎么穷追不舍 都始终追不上金龙虚影 没过多久 就被金龙虚影 彻底地拉开了距离 叶城见上古双头魔符 无法追上自己后 松了一口气 变得有恃无恐起来 他控制着金龙虚影的速度 让自己不至于甩上古双头魔符太远 时而见光一闪 就有一只上古双头魔符 发出尖锐的叫声 从半空中掉落下来 叶城用灵力包裹着 那头上古双头魔符的尸体 仔细观察 对于这种上古时期的异兽 叶城所知不多 实际上 他的知识储备 大多来源于母亲遗留下来的书籍 母亲遗留的书籍中 有一本叫 《异兽典》的书籍 我记得 上面曾记载过 这种上古异兽 叶城一边用长剑波 弄上古双头魔符的尸体 一边回忆着书中记载的内容 有了 当他看到那尸体的肚皮上 出现这一丝珠红色的纹路时 双眼一亮 书中记载 普通的上古双头魔符 取其毒液 可制成二阶解毒丹 此丹 可解任何重受养伤之毒 叶城死死地 盯着那上古双头魔符尸体 腹部上的珠红色纹路 继续说道 可若是遇到腹部有纹路的 则是罕见的无毒上古双头魔符 取其全齿 制作成魔符齿链 可百毒不清 就在夜城微微失神的时候 身上的金龙虚影速度 突然慢了下来 飞得较快的 几只上古双头魔符 兴奋地朝夜城扑去 目标直指 夜城脆弱地 驳梗出大动脉 眼看快要达成所愿的时候 急到剑光闪过 那几只上古双头魔符 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头身分离 从半空中掉落 他内心微动 用灵气包裹住那 掉落的异兽尸体 纷纷用剑将它们翻了个面 遗憾的是 这几只上古双头魔符的腹部 都没有出现纹路 这魔符的毒液产量不错呀 平均20只 就能攒够一瓶 据说这种毒液放在外界 可是有价无事的宝贝 夜城用一个玉瓶 收集其它们的毒液后 颠了颠略微有一点点分量的玉瓶 再次看向天空中的 那群上古双头魔符时 眼神变得火热 这么看来 这群上古双头魔符的实力 好像很弱的样子夜城黑黑一笑 操控着金龙虚影控制速度 每一次都能成功引得十只左右的上古双头魔符落单 然后一次性被剑光收走 随着夜城储物界中的玉瓶越来越多 此消彼长下 那对他穷追不舍的上古双头魔符 被他消灭得一干二净 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储物界 夜城舔了舔嘴唇 指挥着金龙虚影 在这丛林中乱逛了起来 自己却是盘腿在金龙虚影的头上 从怀中取出了一个铜色的储物界 看着手中早已被他抹去神石的储物界 夜城目中露出一丝期待 这只储物界是当初在裂缝中抢到的老赖的储物界 先前碍于亲儿在身边 夜城一直没有拿出来 如今正好可以查看自己英雄救美的收获 老赖的储物界里东西很少 严格来说只有那么四样东西 一瓶纸血丹 一条绳子 一个卷轴 以及一些随身衣物 夜城没有过多关注纸血丹和衣物 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那根奇貌不扬的绳子 以及卷轴上 地阶下品战绩 斗林拳法 夜城拿出卷轴 随意翻了翻 果然不出他所料 这正是当初老赖在裂缝中所施展的拳技 神阳大陆的功法 由低至高分为 黄阶 玄阶 地阶 天阶 仙阶 圣阶 神阶 禁术 其中 每个境界又分为上品 中品 下品 三个小品阶 夜城到现在都还记得 老赖仅凭这套拳技 便能光靠拳头 就硬生生地抗下了自己的权力一击 当时自己便对这套拳技十分感兴趣了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挥剑斩向老赖 实际夺得他储物界的原因 而那老赖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果然将这套拳技收在了储物界中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命 有红袍女子侄 皆通过神识传授的 将拳技收好 夜城又拿起了那条奇貌不扬 与凡人所用的普通绳子 没什么区别的绳子 果然有神魂烙夜 释放出神魂之力查探后 发现这根如普通绳子 没什么区别的绳子内部 散发出了属于老赖的神魂气息 夜城二话不说 便将老赖在其身上落下的神魂印记抹去 注入了自己的神魂之力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正是锁寿生 夜城面露喜色 批出那一件 固然是令他沦落到 这暗无天日的遗尸之地 可却也让他获得了一套地阶下品战警 以及一条中品灵器的锁寿生 要知道 哪怕是在夜族 他的父亲 夜族仙人家主 天穷大圆满之境的强者 也不过是修炼着地阶中品功法 使用的武器 也仅仅是一个中品灵器罢了 在夜城抹去锁寿生上的神魂烙印的同时 跟着树仙王一路深入 变得狼狈不已的老赖 突然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眼神露出一丝阴狠 锁寿生的烙印被抹去了 定然是那该死的臭小子干的 等我与树仙王找到借口之日 便是你的死期 他跟着树仙王一路奔走 这一夜里 他遇到过异兽 陷入过沼泽 与树仙王一同出生入死 在经历危机的同时 也收获了不少好东西 他摸了摸尾纸上那明显是女款的储物件 想到这一夜 自己跟着树仙王的收获 眼神火热 越发地认为自己与树仙王 乃是天生一对 天作之和 清点完自己的战利品后 金龙虚影也在这夜城 再一次遇到了另一群上古双头魔符 毫无意外 遇到夜城后 也如第一批上古双头魔符一样 对夜城和金龙虚影穷追不舍 夜城用同样的方式 将这群上古双头魔符击杀殆尽 获得了满满三瓶子的毒液 以及四颗全尺 剑计划连续成功了两次 夜城发现 这种方法虽然有些耗时 可却的的确却没有任何危险 便彻底放下心来 昂首挺胸 指挥着金龙虚影再次四处寻找起来 就这样 他一个人骑着巨大的金龙虚影 在这丛林内不断地寻找中 收集的毒液和犬齿越来越多 直到夜城转了好久都没遇到上古双头魔符 甚至还有一回 运气很不好地 遇到了一头实力堪比天穷中期致敬的上古风狼 被撵得慌乱逃走后 他总算是死刑了 提着一只随手打来的肥兔子 朝阵法处飞去 他与长臂妖元心有灵犀 老早便感知到长臂妖元成功逃入阵法 远离了危险 因此他也没有主动寻找 远远的 便看到山洞内借着篝火的火光 安静看书的亲儿 安静时候的亲儿面容甜静 如同一位乖巧在家等待丈夫回归的妻子一般 让夜城内心微微动容 你可算是舍得回来了 亲儿看到夜城的身影后 将手中的书放下 一脸气鼓鼓的模样对夜城说道 你可算是舍得回来了 夜城摸了摸鼻子 莫名的有种彻夜不归后 被妻子找上门的感觉 这种奇怪的感觉十分强烈 令他一时半会儿 有些不知如何应对 他拎起手中早已处理干净的肥兔子 一言不发地走到篝火旁 亲儿见男人竟然无视自己的存在 越发地生气 坐在兽皮上一言不发 似乎在生闷气 夜城虽然对烹饪并不精通 可对烧烤却十分有天赋 火候掌握得精准到位 配上那特制的调料 顿时肉香充斥着整个山洞 给 快吃吧 吃完我们好上路 他用匕首搁下一条金灿灿肥的冒油的兔腿递给亲儿 可对方却充耳不闻 视若无睹 见小姑娘还在赌气 夜城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对其说道 我刚刚去找吃的了 顺便探探周边地形 发现了这一室之地 似乎有许多上谷异兽 以及严路也有不少草药 或许 我们能在找到借口之前 收集到不少宝贝 出去 能发一笔小财 嗯 发财 真的吗 是的 我遇到了上谷双头魔符 我收集到的毒液和全齿若放在外界 应是有价无事的宝贝 夜城有些诧异 她原以为像亲儿这种身份的女子 不会对钱财感兴趣 没想到她却双眸一亮 兴致十足 那还等什么 赶紧吃饱了 一 起寻宝卷 一听此地是个风水宝地 亲儿便起了兴致 捧起如小臂般大小的兔腿 吃了起来 只一口 美眸便露出陶醉与经验 不可置信地说道 好吃 不过是普通的烤兔子 你竟然能做得如此美味 就连我家厨子都没这本事 夜城微微一笑 见亲儿彻底忘记了方才的不愉快 也安心地享用起来 两人都处于长身体的年纪 一只肥兔很快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夜城将篝火熄灭 率先走出了山洞 我们现在先去哪 夜城沉吟一会儿 说道 先去找长臂妖元会合 之前我与她走散了 她明明在阵法中 却一直没找来 怕遇到危险了 亲儿笑道 行 那就先把那只老鼠给找到 说着便牵起夜城的大手 掌心中传来了细腻温热的触感 令夜城脸色大变 连忙甩开跳到一边 你干嘛 那模样 像急了遇到色狼的梁家妇女 亲儿又羞又怒地跺脚 道 你不是说 要找那只老鼠吗 我只是想带你去找他而已 你怎么这么多血 夜城自知方 才是自己反应过激 摸了摸鼻头 黑黑一笑 将内心深处的那一丝悸动压下 主动牵起了少女的柔衣 亲儿冷哼一声 不知嘟囔了什么 美眸微闭 一阵晕眩的感觉传来 等亲儿在睁开眼时 两人已到了阵法的边缘 亲儿将阵盘收起 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这里便是长臂妖园 在阵法中停留的最后一个地方 喂 你怎么样 想吐就赶紧去吐 这是夜城头一回 被人带着瞬移 虽然只是短距离的瞬移 但因为亲儿故意不提醒他闭眼 因此 晕眩感会是寻常的十倍之多 此时的夜城 只觉头昏脑胀 眼貌惊心 这臭丫头肯定是故意的 亲儿故作惊讶地说道 哎 秦大哥你没事吧 我没想到 你会这么勇 区区地临近 就赶在瞬移时睁着眼 当真我被翘楚 夜城气得有些牙痒痒 果然母亲说的是对的 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休息片刻后 夜城拍了拍 没依旧有着一丝酸胀的脑袋 皱着没说道 你确定长臂妖园 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不然呢 你不信我 为何不亲自问问他 你们不是有契约吗 夜城一时语色 他与长臂妖园从未结气 全靠神骄后的心灵感应 可此时 他却无法感应到他的下落 他更不可能告诉亲儿这件事 要是被这忌仇的丫头 知道自己 竟然与一只猴子神骄了 估计得被嘲笑很久很久 他知无道 嗯 我当然知道 他是往这边去了 不过问问你罢了 走吧 真是有够 无聊的呆子 怎么停下了 夜城皱了皱眉 从脖子上取下了那串 用上古双头模幅的 全齿制作成的项链 用力将绳子掰断后 将其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条手链 递给了亲儿 那片丛林的上古双头模幅 只够做一条项链 也不知道手链顶不顶用 先凑合用着先 待在遇到上古双头 模幅我再去找他们 借点全齿用用 亲儿将手链带在号腕上 轻轻晃了晃 齿链的碰撞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满意的弯了弯眉眼 一张极为微小的符纸 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叶成的脚下 被他一脚踩过 我们要加快脚步了 刚刚我感受到 长臂妖元传来的讯息 情况似乎不妙 叶成神色严肃 随着亲儿收回阵盘后 他便能隐约感知到 长臂妖元的位置 而就在刚才 长臂妖元向他传来了 求救的讯号 尽管平日里 叶成总是嘴上嫌弃着他 但内心里早已将他 当作自己兄弟一般的存在 心中自然焦急如焚 看着越来越茂密的植被 以及时不时出现的二瓶草药 叶成知道 自己已然进入了遗失之地的那位 木系灵修 乃是自然界天生的宠儿 他们生来便可与植物产生联系 更有甚者 可与植物进行沟通 他们这一路走来 亲儿的木系灵力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周围50米内的草木街 是亲儿最好的伙伴 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预警 叶成和亲儿 才能有惊无险地 避开了许多两人 尚未能对付的上古异兽 秦大哥 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亲儿突然停下了脚步 并扯住了叶成的衣袖说道 为什么 叶成眉头紧皱 越深入这片森林 他便越发清晰地感受到 长臂妖园所在的位置 他们一路走来 亲儿负责探路 他负责开路 遇到草药便先由亲儿保管 两人配合默契 此时 亲儿竟然说 不能继续前进啊 是的 方才这片森林的草木都告诉我 前面极为凶险 我们必须绕过 叶成沉默不语 若是寻常时候 明知道前路凶险 绕开是最明智的选择 可眼下长臂妖园身处险境 他必须尽快赶过去 更何况 叶成垂眸 轻笑道 亲儿你回去吧 我能感受到 那只傻猴子就在里面 我知道你有能看时间的法宝 若是在明日晨时 我还没能出来 便不用再等我了 说完 便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 这一步的距离 并不大 可给叶成的感觉 确实天差地别 还未迈出这一步时 这片遗失之地 给他的感觉是 暗无天日 却极其适合修炼 可这一步过后 叶成能明显地察觉到 来自天地的压迫感 嗯 身子怎可以变得如此沉重 小子 这是重力剑 你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红袍女子的声音 在叶成的脑海中响起 我若回去了 那猴子怎么办 吃 不过是只拥有 吸脖上古泰坦血脉的 四街妖兽罢了 值得你 如此犯险 叶成没有回答 可他那一个个沉重 而坚定的脚步 已足以回答一切 红袍女子健壮 红唇微钩 不再劝说 清儿没想到 叶成竞会 为了一只妖兽 以身射险 轻轻跺了跺脚 追了上去 为了一只畜生 至于吗 真是的 若非还要靠你一同寻找借口 本小姐才不陪你玩 美女和呆子的游戏 看着追上自己的清儿 叶成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心中涌出一丝感动 正想说什么 突然心头一灵 没等二人有所防备 便瘫软倒底 昏迷了过去 一阵带着凉意与欣慰的 伴随着沙沙声的风吹过 叶成和亲儿两人的周围出现 无数只密密麻麻的暗红色蜘蛛 地上 树梢上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 这些蜘蛛有大有小 小的只有拇指般大小 大的却有婴儿的头颅一般大 九只赤红色的眼睛排成三列 部族粗壮 腹部长着珠红色的绒毛 以及深褐色的条纹 腿部还有这一圈圈 灰白相间的斑纹 若是叶成醒着 定然会认出 这正是益寿典中所记载的 上古赤白狼珠 可惜他如今昏迷不醒 丝毫不知自己与亲儿 已被无数只上古赤白狼珠 张牙舞爪的团团围组 上古赤白狼珠 挥舞着锋利的毒牙 从口气中喷射出 比头发丝还要细的丝线 瞬间便将叶成和亲儿两人 裹成一个巨大的白茧 一只体型如成年妈 一般大小的巨大上古赤白狼珠 慢悠悠地从森林深处走出 所过之处 其余的上古赤白狼珠 纷纷为其让绑 他从口气中 喷射出一根成人手腕般粗细的白丝 粘粘住白茧 缓缓地将其朝森林深处脱去 叶成只觉自己似乎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陆青瑶并没有背叛他 他们顺利地通过了录取之战 双双进入了郡城的苍蓝书院 在所有人的祝福下 拜堂成亲 当然也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洞房 只是不知道为何 那新娘的模样变得有些模糊 叶成努力睁眼看去 却发现原本陆青瑶的模样 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女子 这个人 是谁 是 亲儿 亲儿 遗尸之地 叶成猛地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与亲儿 似乎被一个白色的东西包裹着 把他热得满身是汗 幸好 这白色的薄膜 似乎十分透气 至少目前为止 叶成只感觉到热 并没有觉得呼吸不通畅 叶成没有第一时间叫醒亲儿 尽管与一个女子 共处一个如此狭小密闭的空间 这令他有些不适应 但在没搞清楚环境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试图戳破 这看起来薄如纸一般的白模 他小心地将神魂之力释放出去 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神魂之力 十分轻易地便穿透了出去 这让他可以借助神识 看清楚周围的 一切 叶成发现自己此时身处一个山谷内 周围有着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除了自己和亲儿这枚巨大的白茧外 还有许多大小不一 约有上千枚白茧 一些大小不一的上谷赤白狼猪 不停地在白茧与猪网间游走 不时还有体型较大的上谷赤白狼猪 拖着一个个与叶成一样的白茧进入谷内 他们将大的白茧 交给体型稍大一些的同伴们 小的白茧 则是让拇指般大小的同伴们处理 上谷赤白狼猪 这是一不小心闯入了蜘蛛窝了 叶成不动声色地 用神魂之力 在这些白茧的表面一一扫过 叶成欣喜地发现 其中有一枚白茧的气息 正是属于长臂妖猿的 不过 长臂妖猿的那枚白茧内 还有一道陌生的气息 叶成没有过于在意 只要找到了长臂妖猿 一起逃出这个蜘蛛窝 便大功告成 叶成在心中不断地呼唤着长臂妖猿 可他似乎一直陷入昏迷 并没有回忆 叶成想起了自己先前的梦境 猜想自己应该是不知什么时候 中了上谷赤白狼猪的毒 这才会陷入昏迷 叶成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齿链 又看了眼神太安逸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的轻 回忆了一下 益寿典中记载的上谷赤白狼猪的特性 索性不叫醒轻 让他好好在梦境里享受一番 自己则是暗暗观察外面的情况 等待着长臂妖猿的苏醒 睡得好舒服啊 这种梦要是能多点来就好了 嘘 小声点 轻而醒来后突然地出声 惊得叶成用大手死死地捂住了他的粉唇 叶成心里有意识地算着时间 距离自己醒来已过了一个时辰 在这个时辰里 大小不一的上谷赤白狼猪 一直在勤勤恳恳地搬运着白茧 将一个个白茧 按照一定规律 整齐摆放在不同的洞内 轻而此时也彻底清醒了 用眼神示意叶成放开自己 叶成松开手后 轻而取出一个小小的阵盘 在两人身边布下一道阵法 这是隔音阵 在这里 你哪怕是大吼 都不会传到外面 叶成点头 将自己这一个时辰 观察心得与轻而分享 我们如今应该是在上谷赤白狼猪的巢穴 我们周围大小不一的上谷赤白狼猪 似乎专门负责管理白茧 我称之为仓管猪 洞口处 不时进来丢下白茧的 体型较大的 应该主要负责搬运白茧 我称其为搬运猪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 根据我的猜测 我们这个小山谷外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 轻而听着夜城的观察结果 点了点头说道 上谷赤白狼猪的毒性很大 擅跑 能跳 行动敏捷 且性情凶猛 你没有随意破开白茧 是很正确的做法 我不确定 这上谷赤白狼猪 对声音的敏感度 可白茧内的生物 似乎全部都陷入昏迷之中 我们能苏醒过来 应该是拖上 鼓双头磨浮的浮 轻而摸了摸手腕上的齿链 笑眯眯地问道 若你没将齿链一分为二 或许就不会被 上谷赤白狼猪读到 拖入巢穴了 此时后悔吗 夜城此时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白茧外的 上谷赤白狼猪身上 没有过多思考 便回答道 若是一分为二 你我皆能保持清醒 如此便是最好的局面 夜城心中暗道 若是只有他一人清醒 还要带着个昏迷的轻儿 如此累赘 还不如像现在这般 一同落入狼猪巢穴呢 轻而听后 笑容更深了 笑意总算到达眼底 若是给他选择 他定然不会将齿链一分为二 毕竟修炼本就是 逆天改命的过程 哪来那么多圣母心 不仅仅是他 这么多年 他看到因为一件宝物 而发生的背叛 与反目成仇的戏码 一点也不少 原以为眼前这呆子 会后悔将齿链分给自己 甚至会再知道 齿链于应对 上谷赤白狼猪的独有奇效 而立刻要求自己归还 或者趁自己昏迷的时候 便杀人夺宝 可这家伙并没有 反倒是觉得自己 做了最正确的决定 虽然眼前的男子 看着约莫二十岁的样子 比自己大了不少 可亲而自有自己辨识的法子 能够探查出 眼前的人与自己一样 不过是为十六岁的少年罢了 拥有着高级功法 高级易容法宝 以及比大多世家公子 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 竟然却穷得叮当响 甚至眼 戒也如同乡下人一般 秦成这个名字 怕也不是真名吧 可真是个神秘的少年呢 既然你认为这是正确的 那便是正确的 你所猜不错 我们此时所处的 正是上古赤白狼猪 用于仓储的山谷 确切地说 我们只是在山谷的一个角落 除了这个角落 我们应该会到他们的御婴室 若再往里走 极有可能就是 上古赤白狼猪王的寝室 叶成看着亲而 如属家珍般地说出 上古赤白狼猪的习性 再次感慨 自己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有了亲而 这宛如百科全书般的存在 他对救出长臂妖元 带着他和亲而 一同逃出生天 越发地有把握 叶成沉生问道 那我们此时该怎么做 上古赤白狼猪的听觉 极其敏锐 可视力却恰好相反 有隔音阵在 戳破白茧 并不会引起仓馆猪的注意 但此地到处都是蛛丝 我们的行动 无法如往常一般利索 叶成眼前一亮 说道 既然他们视力极差 那你的隔音阵 亲而无奈地打断了他的话 说道 扶阵师虽然很厉害 但是也没到无敌的境界 若是阵法开启 扶阵师是不能轻易移动的 轻而此话一出 叶成也想起来了 之前在与轻而切磋时 他确实没有离开原地 哪怕离开也是借助阵法 看来 他脑海里的计划 还没成行 就被扼杀了呀 不管那么多 放手一搏吧 叶成咬咬牙 再这么等下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试的头 更何况 坐以待毙 本就不是他的风格 他观察上古赤白狼猪 已有一阵子了 他发现 每隔半个时辰 谷内的狼猪会将一批白茧运出去 仓管猪的体型不比搬运猪 每一个白茧都需要不少仓管猪协助搬运 因此 在这个时候 便会有约十分钟的时间 谷内是没有上古赤白狼猪的 而叶成也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行动 有轻而的隔音阵法在 他的剑气很轻易地隔开了白茧 剑气搁在白茧 发出沙沙的声音 像急了搁在上好的丝绸布料一样 十分丝滑 质感颇好 带两人从白茧中出来后 叶成想也不想 便将白茧收入储物界中 然后带着青儿 直奔长臂妖元所在的白茧 仓管猪排列白茧 讲究个先来后道 长臂妖元显然已来了有一小段时间了 早已被仓管猪运到了高处的蜘蛛网上 叶成和青儿所在的是地下 索性仓管猪未便于爬行 在不同的地方喷射出了蛛丝 这些蛛丝单根拎起来 比发丝还细 可无数根粘合在一起 则有成人大腿斑粗 两个成年人爬上去没有丝毫问题 跟别提两个16岁的少男少女了 秦大哥用方才的白茧裹着 可防止被粘住 叶成二话不说 从储物界中取出白茧 见光一闪 几片薄如纸一般的白茧布条 便采好了白茧布条的质感绝佳 可塑性也很强 稍一用力便将其变成了一个 简易手套和脚套 套在手上和鞋子上 抓紧时间 我们只有八分钟左右 青儿 你记得看好时间 仅剩两分钟时提醒我 没问题 两人顺着粗壮的蛛丝往上爬 每经过一枚白茧时 叶成都会用剑气 将其隔开一道裂痕 茧中的生物是什么 能否获救 这就不在叶成的考虑范围了 秦大哥 先别管 那些白茧了 只剩下三分钟了 轻而不能理解叶成的行为 在他看来 为了这些连萍水相逢都算不上的 甚至不知死活 不知物种的生物浪费时间 简直是鱼不可及 好 快到了 那个异性茧就是了 叶成有些惋惜的 看了看四周 还未来得及隔开的白茧 出手相救 确实是出于一时善念 可他也有自己其他的打算 只是此时时间不多 只好就此罢手 长臂妖元所在的白茧 在众多白茧当中 十分好辨认 因为就只有他这一枚白茧 是有一根长长弯弯 如尾巴 一般造型的 这也是 为何叶成能如此快速地 分辨出他的方位的原因之一 就在即将到达目标白茧的时候 叶成突然感觉到 手下触感有些不对劲 低头看去 原本的白茧手套尽管很薄 但至少还是一双白色手套 可此时 叶成手中的手套 已变得宛如不存在 自己的皮肤颜色 清晰可见 靠 这白茧怎么还会融化 秦大哥 只剩下一分钟了 此时再弄一个手套 已经来不及了 叶成咬咬牙 距离仓馆猪们回来的时间 仅剩下不足一分钟 自己和亲儿的手套 脚套显然支撑 不到去长臂腰圆的白茧处 怎么办 若是从此的跳下 以他和亲儿的身体素质 落地后迅速找到掩体 完全没问题 可这样 自己方才的努力便白费了 不仅要再爬一次 还要小心翼翼地熬过半个时辰 看着近在直尺的畸形白茧 叶成心生一技 对亲儿说道 你从我的背上跳过去 然后再用绳子拉我过去 亲儿微微一愣 看了看 叶成并不是特别宽阔的背 又看了看距离五米左右的白茧 说道 我的脚套不足以支撑我跑步 若是没有助跑 我难以跳过去 叶成咬咬牙俯下身子 为避免身上被蛛丝黏黏 他做出了俯卧撑的动作 对亲儿喊道 从我身上跑 快 亲儿微微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此时距离上股赤白狼猪 回来不足三十秒 咬咬牙一脚踏上叶成的小腿 在他的身上 快速跑了散步 随后跳向白茧 亲儿最后一脚的起脚 恰好踩在了叶成光滑的脑门上 人体的脖梗是极为脆弱的 叶成得到神断功法不久 脖梗处的支撑度尚不够强 亲儿这一脚 差点没把塌 整个脑袋踩进黏糊糊的蛛丝中 想象到自己方才若是没挺住 整个脸都会被蛛丝黏住 叶成便忍不住在心中发誓 但老子出去后 一定 一定要勤加断体 亲儿轻盈地落在了 长臂妖元所在的畸形白茧上 说来也怪 同样是蛛丝 白茧上的蛛丝 不仅不粘 还能防粘 他站在白茧上 迅速抛出一根碧绿色的绳子 这根绳子柔韧性极佳 并且可长可短 一瞬间便捆住了叶成精壮的腰部 感受到腰间绳子散发出的气息 叶成眉心一跳 头一次生出了一丝眼红 这小丫头 到底是什么来历 怎么随手一根绳子 都是上品仙器 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有了上品仙器的帮助 亲儿很轻松地 便将叶成拉上了白茧 此时正好到了上古赤白狼猪回来的时候 叶成匆忙地从储物界中 取出尚未切割的白茧 将两人照下 伪装成一个普通的白茧 与此同时 亲儿也默契地打开了阵法 隔绝掉几方发出的声响 这一系列的动作 叶成与亲儿之前从未商量过 可两人的配合 却意外地默契 这也是叶成觉得 与亲儿相处起来最舒服的时候 似乎自己什么都不需要说 他便能懂自己需要什么 他提的建议 总能提到点子上 也总能找到自己 应该做的事 应该站的位置 这样的亲儿 很好 杀杀杀 一只仓管猪经过叶成和亲儿所在的白茧身边 似乎有些疑惑 这里怎会突然多出了一个白茧 三排九只赤红色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 这突然冒出的白茧 明明不过拇指大小的蜘蛛 却令叶成和亲儿两人在白茧中大气 都不敢喘一下 他们原本的白茧 是刚刚好能容纳两人的 但因为用了一些当手套和脚套 因此 他们只能寄居在长臂腰圆的白茧上 若是那上古赤白狼猪稍微推一下 便会发现他们裸露在外的双脚 以及破开的洞口 沙沙沙沙沙 那只上古赤白狼猪在紧盯之后 八字腿突然发力 跳上了长臂腰圆所在的白茧 朝叶成和亲儿爬来 咕咚叶成紧紧地握住手中的长剑 神石锁定住 这只离自己越来越近的仓管猪 猴杰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 嘶嘶嘶 另一只仓管猪 突然跳到了叶成所在的白茧 以及那只仓管猪中间 对着准备走向叶成的那只仓管猪 发出类似犬肺的低肺声 被突然从天而降的同伴低肺恐吓 那只仓管猪 似乎愣了愣 没有过多逗留 掉头就走 见一开始的那只仓管猪被吓走 叶成没有放松心神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仓管猪 生怕他也察觉到不对劲 朝自己这边爬来 只见那只仓管猪转过身来 九只眼睛看了看叶成所在的白茧 朝其爬来 叶成看着朝自己爬来的仓管猪 似乎已经能预料到接下来被无数只上古赤白狼猪淹没的画面 他紧紧地握着长剑 身上的灵气若隐若现 时刻准备着给这只仓管猪致命一击 叶成所在的白茧 刚好被长臂妖元所在的白茧挡住 四周的仓管猪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白茧 没有猪注意到他这边的情况 若是能够一击毙命 不知能否成功躲过其他上古赤白狼猪的耳目 叶成不停地在脑海中思考应对方式 同时计算着不同的应对方式成功的概率 随着那只上古赤白狼猪越靠越近 他手中的长剑微微抖动着 一只柔软细腻的小手握住了叶成准备出剑的手 轻声说道 放轻松 不会有事的叶成不明白 轻而从何而来的自信 但身体却本能地放松了下来 那只仓管猪爬到叶成所在的白茧面前 绕着白茧边爬边从口气中 喷出了白色的黏液 浇在了白茧表面上 这股黏液的味道 介于腐肉和臭脚丫的味道之间 极为难闻 白茧的地步早已被叶成破开 隔音阵也只能阻拦声音不被传播出去 并不能拦截臭味不传进来 因此 这只仓管猪的一顿操作 差点没把躲在白茧里面的叶成和轻而给熏死 这只虫子到底在发什么疯 要打就打 出这等阴损的招式 是想熏死人骂叶成被熏的脸色发青 恨不得一剑将那只仓管猪给带走 轻而捏着鼻子 说道 他这是在标记 每只仓管猪都有属于自己的白茧 方才那只经过的 应该就是负责我们这个白茧的 因此 他才会觉得 疑惑自己的白茧 怎么会在这 只是后来被这只仓管猪 以为他想偷自己的白茧赶走罢了 叶成若有所思 道 所以 这只仓管猪 是以为我们这颗白茧身上 有别的仓管猪的气息 是因为刚刚被那只仓管猪碰到 现在就猛地在这标记 以防再次被别的仓管猪盯上了 应该是的 可那只仓管猪为何如此轻易地就离开 是级别不够 还是说叶成双目微闪 大胆猜测道 还是说 此处的上古赤白狼猪不得打架 所以他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 叶成的这番推论 是轻而未曾想到的 他回忆 启方才观察到的 白茧对于上古赤白狼猪来说 这里是储存白茧的地方 他们为了保护白茧不得打架 这个结论完全说得通 他灵动的大眼微微一转 跃跃欲试地说道 他们重视这些白茧 穿鞋的不怕光脚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事情了 叶成虽然有些头疼 这丫头对搞事情的热衷 但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此时 他们所在的白茧表面 已经被那只仓管猪 浇满了白色的粘液 心 满意足地离开了 就是现在 叶成将长臂妖元所在的白茧割开 他应该是在被上古赤白狼猪卤来前 便经历了一场恶战 变成了一人高的体型 正因为他变大了 叶成才能更加顺利地找到了 那熟悉的粉色猴脸 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脸呼唤 却毫无反应 叶成有些急了 若是清儿不在 他完全可以将长臂妖元 收入神殿塔带走 可此时 清儿在一旁看着 哪怕这两天的配合默契 他还是不放心 将自己最大的秘密暴露 他没有齿链的保护 中毒太深了 一时半会儿难以苏醒的 清儿掀了掀长臂妖元的眼皮 说道 你把你收集的 上古双头魔符的毒液给我 既然他的齿链 能抵挡上古赤白狼猪的毒 那么 用毒液制成的解毒单 应该也能解毒 叶成取出一个玉瓶 交到他的手上 然后狐疑地看了看他 有些警惕地说道 你该不会打算 直接灌毒液吧 清儿听后 顿时哭笑不得 双眸微闪 说道 怎么会呢 我不过是恰好有 用上古双头魔符毒液 提炼而成的解毒单 想要你拿毒液来换吧 诺 拿去吧 一瓶毒液 换三颗解毒单 不算亏了 叶成大喜过望 连声道谢 将解毒单 喂给长臂妖元 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 长臂妖元苏醒过来 看到叶成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他的情绪十分激动 扯着嗓子 就要冲出白茧 躲在叶成 怀里痛苦 叶成面色大变 连忙制止 清儿也在第一时间 将隔音阵发扩大 神识时刻 关注着外面的情况 幸好长臂妖元 不知跟何人战斗过 又刚刚中毒苏醒 气力不是很大 饶是如此 叶成还是用了全身的力气 将其制住 他战红了脸 喝道 你这个蠢猴子 给老子冷静一下 长臂妖元身子猛地一震 睁着两只大大的猴眼尾 屈巴巴地看着叶成 却也乖巧地不动了 见长臂妖元总算消停了 叶成松了一口气 对他说道 把体型变回去 过多一会儿 我带你离开这 敖屋 长臂妖元摇摇头 叶成微微皱眉 怎么了 这里是上古赤白狼珠的巢穴 你若不变小 我难以带你离去 敖敖敖 长臂妖元是一叶成低头 叶成这才想起 自己方才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控制住长臂妖元 丝毫没发现 他哪怕在机动中 也没有伸出双臂 此时看去 这蠢猴子 分明怀里抱着 不 确切地说 是护着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 叶成一识到 长臂妖元淮中之物 应该就是他被掳到上 古赤白狼珠巢穴的原因 好奇地问道 嗷嗷 长臂妖元松开了双臂 露出了里面一个黑黑的 毛茸茸的小脑袋 这是 人类 这遗失之地 竟然还有人类 莫不是此地的原住民 轻而眼尖地说到 遗失之地里 还有原住民 叶成看着长臂妖元淮中 约莫八岁左右的小女孩 有些诧异地问道 尽管叶成博览群书 还有母亲遗留下来的书籍 但对于一些密文 还是不及轻而 轻而轻笑道 当然 虽然不是每个遗失之地 都有原住民 哪怕有 也未必是人族 一般来说 遗失之地 是不会有人族的存在 但有两种情况例外 轻而顿了顿 将长臂妖元淮中的小女孩 轻轻抱在怀里 继续说道 第一种情况是 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族 不慎落入遗失之地 在此繁衍后代 另一种可能 便是此地有文明 叶成问道 若是第二种可能 是否会对我们寻找借口 提供极大的帮助 若是此地有文明 那么想必原住民 早已将遗失之地 完全摸透了 只要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想必重回神阳大陆 并不会太难 轻而眨了眨眼 该说不说 这呆子在某些时候 还是挺有脑子的他笑道 不论哪种可能 对我们寻找借口 都有利有弊 此话怎讲 若是第一种可能 他们的祖先 肯定一直在寻找 回去的办法 却一直找不到 代表这个遗失之地的借口 极其隐蔽难寻 倘若是第二种可能的话 借口倒是不难寻 因为一般来说 借口会是原住民 最为看重的宝地 而且 此地灵气充沛 光是我怀中的 这个小丫头都有 这辉月静的实力 若是无法取得 原住民的帮助与信任 想要顺利抵达借口 简直天方夜谭 夜城眯了眯眼 沉生道 年仅八岁 便有辉月之静的实力 此等天赋 极有可能是第二种 轻而点头表示同意 随手塞了一粒借毒丹 位入小女孩口中 说道 不论如何 先逃出 这上古赤白狼猪巢穴再说 若此地真的有闻名 至少我们距离找到借口已不远了 夜城微微点头 长臂妖元此时 已经重新变回了老鼠般大小 钻入夜城的衣领内 只留着一双大眼睛 一顺不顺地盯着小女孩 似乎对其极为在意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 很快便来到了第二次 上古赤白狼猪都不在的那十分钟 手上和脚上都套了三层 这才与青儿一同带着 还在昏迷中的小女孩 以及长臂妖元离开 下坡的速度比上坡要快上不少 得知此地有原住民后 夜城在每经过一个白狼时 都会用剑气划破白狼 此时他也自身难保 也不知此地的上千枚白狼中 还有没有人足 唯有能就一点是一点了 夜城和青儿 很快来到了山谷的出口处 原本夜城想要自己抱着小女孩 可青儿却一反常态地坚持亲自抱着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但青儿也是断体之人 虽然柔弱 可抱着一个八岁的小女娃 行走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夜城健壮 也不好为了此事过多纠结 便由得他去了 若是书中记载不错 外面应该是御英室 上古赤白狼珠的巢穴 一般会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在我们被拖进来的地方 可我们所在的地方位于巢穴的深处 且那里会有许多上古赤白狼珠看守 从那出去不太现实 因此我们只能选择第二个出口 那便是狼珠王寝室的出口 夜城点了点头 他提前散发出了神识 早已看清那些上古赤白狼珠的去向 前面确实有一个分叉路口 应该便是青儿所说的 一条通往出口 一条通往御英室 那边走吧 若有不对 立刻启动隔音阵 出了仓储山谷后 夜城和青儿两人 便进入了一条巨大的通道 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 原来并不是在什么山谷内 而是在地底 这上古赤白狼珠 竟在地底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底下迷宫 夜城不由地暗叫庆幸 幸好自己选择了青儿做队友 若是失去了青儿渊博的知识 自己说不得早已被上古赤白狼珠群淹没 活活吞入腹中了 其实 以青儿对上古赤白狼珠的熟悉程度 以及身上那层出不穷的保命手段 其实 哪怕没有与自己组队 他也可以找到借口的吧 可他却依旧甘愿跟在自己的身后 明 明不需要跟来 却还是选择了与自己一同进入险境 营救长臂妖园 想到这 夜城对青儿生起了一丝感激 带自己回到神阳大陆后 若是两人有缘再相见 自己定然好好报答他 青儿并不知道 夜城此时心中所想 他紧紧地跟在夜城身后 身上的小女孩 被他用兽皮包裹着绑在身上 这让他能更方便地操作阵盘 夜城看到从山谷内出去的仓管珠 纷纷拍着队 拖着白茧 朝一个方向爬去 青生对青儿说道 不知这些白茧 会不会是要拖去御婴室的 我们去看看 青儿心神领会的点点头 与夜城一起 悄悄地跟在了一对仓管珠身后 他们跟的距离恰到好处 不远也不近 每当夜城停下时 青儿便会自觉地将隔音阵打开 这样 不论夜城打不打算说话 也都不必担心被仓管珠发现 夜城不禁感慨 有个扶振师辅助 真是舒心 夜城跟着仓管珠 来到了一个新的入口处 趁着仓管珠不注意 眼疾手快地带着青儿 闪到了一块巨石后面 待他看清里面的情况后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里面宛如是一个决斗场 四周看台上聚集了众多上古赤白狼猪 一只只如刚出生的小马鞠般大小 而在看台的正中间的空地上 一只如像族妖兽般大小的上古赤白狼猪 正安静地趴在那 这是上古赤白狼猪王 这上古赤白狼猪王也太大了点吧 看着广场中央的巨型上古赤白狼猪王 饶是熟读秘卷的青儿 也不禁有些震撼 他与夜城一开始的计划 是穿过御音室 随后到达狼猪王的寝室后 协力将狼猪王击杀后 从他寝室的出口离开 在他们想象中的上古赤白狼猪王兴许 会有牛犊大小 可万万没想到 实际上狼猪王的大小 远超他们的想象 足有一头成年巨像这么大 秦大哥 我们的计划是否要做调整 这狼猪王这么大 击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现在掉头从另一个出口杀出去 兴许几率还会更大一些 夜城眉头紧锁 眉心拢起了一个小骨包 眼睛紧紧地盯着 那巨型的上古赤白狼猪王 脑海中不停地思索着 应对的方式并未回答 杀了他 上还有一丝活路 但若想从近来的时的出口杀出去 绝对没有可能 突然 一道清脆的铜银响起 两人一喉 第一时间朝亲儿怀中的小女孩看去 小女孩在昏迷中时 夜城便已觉得 他长得粉雕欲拙 极为可爱 此时他睁开了双眼后 夜城以为他会如亲儿一般灵动 或者会古灵精怪 极为活泼 可出乎意料的是 这小女孩的双眼尽管很大 眼神却透露出 不属于他这个年纪成熟与稳重 长臂妖元似乎十分激动 见到小女孩 醒后 立即从夜城的领口处钻出 跳到小女孩怀中 关切地对着他叫欢 看到长臂妖元如此关心和紧张自己 小女孩眼中的冷淡 也消散了不少 神情变得柔和 摸了摸他粉粉的喉脑说道 我无事 你不必担心 长臂妖元轻易地蹭了蹭小女孩的掌心 享受着被他脑下巴的苏麻 惬意地眯了眯眼睛 夜城还是头一回看到长臂妖元 对外人露出如此温讯和亲近的样子 一度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就错猴了 这模样 十足一只小狗 小女孩一边挠着长臂妖元的下巴 一边看向亲儿 认真地说道 你救了卢雅 你有什么心愿 卢雅都会尽力满足你 亲儿的嘴角不留痕迹地弯了弯 随后说道 谢谢你卢雅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亲儿 这位是秦 秦成 秦成与这长臂妖元一样都是我的伙伴 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 确切地说 我们需要你族人们的帮助 听到需要自己族人的帮忙 卢雅神色变得有些谨慎 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前亲了亲 想要听听亲儿具体所求 不料 亲儿却笑了笑说道 可是 我不愿意利用卢雅的感激 来要求你和你的族人们帮助我们 毕竟 当初我们的伙伴长臂妖元 以及我们救你 也仅仅是出于一片善意 以及你与我们之间的缘 分 我相信 只要心中有爱 神会指引我们走到正确的方向 寻找到我们所求的出路 叶成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 若说上半句 他尚能听得懂 毕竟 若是有了卢雅和他的族人们的帮助 确实能更快地找到借口 可亲儿突然地转折 他就有些看不明白了 不愿意利用救命之恩来胁迫就算了 干嘛还要说得那么神神叨叨的 还神呢 他们一路走来 叶成就没见到过 亲儿有什么信仰 更何况 修真之人 本就是逆天改命的 牛鬼蛇神 可是当鲁雅听到亲儿的话后 摇摇头说道 亲儿姐姐说哪里话 鲁雅虽然年纪不大 可我们侮辱一族 最重恩重情 等我们离开赤白狼珠的巢穴 鲁雅定要盛情款待你和你的伙伴们 鲁雅的神情虽然没什么变化 可从他对亲儿的称呼上看 叶成便能感受到 他在听到亲儿那番话后 态度上有了明显的改变 亲儿眼神微闪 苦笑一声说道 那也要等我们有命出去才是 你也看到了 前有巨型赤白狼珠王 后有无数上古赤白狼珠 哪怕我们真的侥幸杀出巢穴 巢穴外也必定会有无数只上古赤白狼珠 在等着我们最后的结局 要么是重新变回白茧 要么就是直接被吞噬 鲁雅大眼闪过一丝不解 说道 为何要如此妄自菲薄 鲁雅能敢 觉得 亲儿姐姐 你很强 亲儿有些诧异 指着叶成好奇地问道 哦 那他呢 鲁雅摇摇头 说道 不知道 秦哥哥给卢雅的感觉 十分神秘 卢雅没说的是 叶成给他的感觉 不但神秘 还有着一丝熟悉的感觉 抛却亲儿那番话 赢得了他的好感外 他之所以想邀请 两人到自己族内做客 便是因为叶成 哦 很神秘 那看来 我们还是有机会 活着离开这鬼地方的 亲儿似笑非笑地看着叶成 他丝毫不怀疑卢雅的直觉 看来自己还是小瞧了自己的伙伴 叶成被亲儿看得有些发毛 连忙转移话题 问道 听你方才的意思 似乎是直接面对上古赤白狼猪王 要比前刀洞口更有胜算 卢雅点点头 说道 是的 若你们只是想着离开这里 确实如此 可若你们是奔着上古赤白狼猪的精血而来 那就有些难度了 有些难度 但不代表 完全不可能叶成微微挑眉 从卢雅苏醒过来后 就一直表现得十分淡定 哪怕是面对着巨型上古赤白狼猪王 也一样十分冷静 似乎根本不知道 害怕为何物 如今又如此肯定自己等人能平安出去 难道在他身上 有着什么保命之物 他试探性地问道 卢雅 你有办法对付那上古赤白狼猪王吗 听到叶成的话后 卢雅笑得有些神秘 办法我有 可我做不到 清儿姐姐也做不到 只有你呢 叶成一愣 为什么 清儿也有些疑惑 同时又有些不服气 明明自己比这呆子厉害 凭什么叶成能做到 自己却做不到 卢雅没有多说 而是看向广场 悠悠地说道 交配 交配 什么鬼 叶成面色大变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再指了指场上的上古赤白狼猪王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要我跟那只猪交配 这场上 周围的都是熊猪 毫无疑问 这大富翩翩的狼猪王 肯定就是母猪了 这卢雅想的法子 竟然是要自己牺牲色相去交配 也难怪他说 只有自己能做到了 不行不行 别说叶成不答应 就是他有那么一丝丝想法 被叶成威知道了 定然将猎祖猎宗的牌子全部请来 见证他大意灭青的全过程 卢雅眼神有些怪异的 看着激动的叶成 不解地说道 谁说 让你跟狼猪王交配了 就你这小身板 你乐意人家还不愿意了呢 叶成被小姑娘如此直白的话 对得一时语色 而清二倒是在旁边笑疯了 叶成摸了摸鼻子 善善一笑 虽然有些尴尬 但只要不是要自己牺牲色相 跟那狼猪王那啥 那啥就行 见叶成没再犯蠢 卢雅记 须说道 现在是赤白狼猪的交配仪式 交配过后 熊猪会尽数死去 狼猪王则会自己进入寝室产卵 产完卵的狼猪王 也是最虚弱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协力能将他杀死吗 卢雅看着一脸期待的叶成 斟酌了一下用词说道 秦哥哥真是一个极有报复之人 值得我被修饰学习 叶成 这话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夸我呢 秦儿继续无嘴偷笑 这卢雅 实在是太逗了 卢雅看着 叶成那双没有被玷污过的清澈的毛子 轻叹一声 说道 不知秦哥哥是否有听说过一句话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哪怕是只剩下一口气的狼猪王 也有千百种方式 杀你于无形 被八岁小女娃 狠狠鄙视了一番的叶成 摸了摸鼻子 虚心求教道 那 我们该如何做 叶成虚心求教的模样 令秦儿都有些刮目相看 毕竟对这八岁小女孩 都能保持一个空碑心态 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为了给自己这个小团队长点脸 秦儿略微思索后问道 若是不能杀死 那么 就只能与其达成一致 亦或者是 将其驯服 此话一出 不说叶成 就连秦儿都觉得有些天方夜谭 如此强大的上古赤白狼猪王 又岂是自己等人能驯服的 卢雅的大眼睛中 闪过一丝惊讶 她点点头说道 秦儿姐姐好生聪慧 卢雅的计划 正是趁狼猪王虚弱之时 将其驯服 然后从狼猪王寝室的出口 逃出生天 夜成 怎么感觉这丫头的计划 比自己说 杀了狼猪王的计划 更不靠谱 秦儿 别看我 我也是瞎说的 怎么知道会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夜成忍不住问道 可行吗 卢雅认真的说道 可行的 带狼猪王产卵完毕 回到寝室时 她的额上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花纹 只要往那个花纹上 浇上童子尿 便可短暂性 得到她的信任和依赖 这个时候 让她送我们离开即可 此话一出 两人沉默一阵 长臂妖元率先忍不住捂着肚子 在地上笑得滚来滚去 轻儿扑斥一笑 上下打量着夜成 夜成老脸通红 咬牙切齿地问道 所以 这就是只有我才能驯服的原因吗 夜家子弟 是天运城唯一一个注重难得的家族 在成婚前 不会轻易破掉童子身 因此 夜成如今岁已十六岁了 却连一个通房都没有 只听说过童子身对修炼有益 却是没想到 竟有一天能用来驯服异寿 夜成任命地接受了这个办法 几人便安静地躲在巨石后面 等待时机 广场中 狼猪王微微挪动了一下身子 这一举动 瞬间引起了周围的熊猪们的注意 纷纷兴奋了起来 夜成清楚地看到 在场 成千上万只熊猪 不约而同地扭动着自己又粗又壮的腿部 并朝着地上有规律的猛舵 同时 发出嘶嘶的声音 见两人一脸好奇的模样 卢雅贴心地充当其了解说 这是熊猪在跳球偶舞 跳舞跳得好的熊猪 才能获得与狼猪王交配的权利 反之 一直在广场上的狼猪王九木突然转动 从口气中喷射出沾绿色的毒液 朝一批靠自己最近的熊猪喷去 被毒液击中的熊猪 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片刻后便化为一滩绿色的液体死去 这上古赤白狼猪王的毒液 净恐不如斯 也难怪卢雅会说 哪怕只剩下一口气 上古赤白狼猪王 也有办法让自己等人死无葬身之地 球偶舞持续了约末十分钟 狼猪王在此期间 喷射出了两次毒液 抹杀了近一半的熊猪 总算结束了这个过程 见狼猪王匍匐在原地一动不动 剩余的熊猪从口气中吐出细丝 纺织出一个个小小的猪王 那是金王 纺织好金王后 熊猪们将自己的JY撒在金王上面 然后举起自己构造有些特殊的脚须捞取着 一边不断挥舞着脚须 一边慢慢地朝狼猪王靠近 那小心翼翼的模样 哪怕是身为人类的夜城 也能感受到 熊猪对狼猪王的爱恋和畏惧 狼猪王有些不耐地 将爬到最前方的熊猪击飞 之后便扶着再也不动了 其余的熊猪健壮 大着胆子 靠近上千只熊猪 被狼猪王杀得仅剩百余之 却对狼猪王热情丝毫不见减退 见狼猪王扶着身子不动 纷纷举着腿须 大着胆子朝其爬来 一只长得尤为强壮的熊猪 第一时间爬到了狼猪王的腹下 对准着狼猪王仿器末端的寿金囊 想要将自己腿须中的金王放进去 厮杀 一只安静扶着的狼猪王突然抱起 将那只大胆的熊猪击杀 然后当着众多熊猪的面 将其只解吞入腹中 咕咚见证了如小马鞠般大小的熊猪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狼猪王杀死的全过程 叶成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心中不由自主地 对自己开始不自信来 体型如此庞大 还这么灵活 攻击力又如此强的狼猪王 自己真的能成功将其收服吗 卢雅似乎看出了叶成的紧张 踮起脚 用小手轻轻拍了拍叶成的肩膀 老神在在地安卫道 秦哥哥不必害怕 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会帮你的 看着眼前还不到自己胸口高的小丫头 板着个小脸宛如一个小大人的模样 叶成越看越觉得可爱 忍不住捏捏他肉嘟嘟的小脸蛋 笑道 确实是有点紧张 但也不至于害怕 若我不能驯服上股赤白狼猪王 你便跟着你的亲儿姐姐 戴上长臂妖园 寻找机会离开 我会帮你们拖着他 死 话一出 亲儿和卢雅都愣了一下 看着 叶成没有说话 叶成笑笑 他自认为自己不算什么好人 但是如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一个人的性命能救下三个 那还是很划算的 只希望一切顺利 区区一只虫子 不过是大点罢了 还不至于那么悲观 红袍女子的声音 在叶成的脑海中响起 听到他的声音 叶成双眼一亮 对啊 自己怎么把这尊大副给忘了 他迈着惨道 我的实力 可能连他的防御都无法破除 死战估计九死一生 吃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小家伙 红袍女子冷笑道 叶成摸了摸鼻子 与红袍女子和亲儿相处越久 他的脸皮就越厚 也不觉得被拆穿有何丢脸 笑着问道 我说的是事实 那狼猪王 可是媲美天穷后期之境的异兽 我不过天穷中期之境 如何能敌 神断功法 你们研究过吗 叶成威愣 神断功法 不是断体功法吗 神仙姐姐此时提起 莫不是在暗指 自己没有好好断体之事 那个 获得功法过于仓促 还没来得及认真断体 不过等我出去后 必定会好好断体的 经过这些天后 叶成深刻地认识到了 断体的重要性 也不怪叶成这么晚了 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神阳大陆中 有一部分资质低下的灵修 在感知到自己的灵气修为 无法精进时 会摒弃掉传统的修炼方式 转而主修断体之术 这一类主修断体之术的修式 统称为体修 好的断体功法十分罕有 也很难修炼到高境界 因此 体修普遍修为都不高 更因为他们摒弃掉了 传统的修炼方式 为是人所不齿 甚至有的家族 会以断体为齿 看来你确实没有好好研究过 你试试运转神断功法十 只在腿部经脉中运转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意想不到的效果 叶成有些好奇 可如今 他们三个人 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不远处 还有百余之熊猪 以及一只巨型狼猪王 显然不是试验的好时机 只好按下心头的好奇 静静等候时机 趁着狼猪王在啃食 那只强壮的熊猪时 其余的熊猪一拥而上 争先恐后地 将自己腿须上的金网 送进狼猪王的兽 金囊中 当熊猪们成功将 腿须的金网 放入兽金囊中后 早已在外围等候的仓管猪 立刻将准备好的白茧 运到狼猪王身边 将它团团围住 确保它在每一个角度 只要抬抬腿 就能够到白茧 与此同时 熊猪们集体缓慢地 朝后方撤退 卢雅健壮 立刻提醒道 快点夺好 那些熊猪要出来了 夜诚和清儿闻言微微一惊 幸好长臂妖猿 方才闲着无视 趁上股赤白狼猪 和众人的关注点 都在狼猪王身上 自己搬 石头丸 以至于几人身边 有不少石头 夜诚二话不说 将零散在附近的石头搬起 清儿见状 瞬间明白了夜诚的想法 也跟着搬起了石头 长臂妖猿虽然有些猛 不明白为什么夜诚和清儿 突然对他的游戏起了兴致 但也高兴地 学着一起搬石头 很快 一座半人高的石墙 便搭好了 而熊猪们 也即将从出口走出 夜诚连忙搂着 卢雅和清儿一同蹲下 大气都不敢出 直到熊猪和仓管猪离去 他才长松一口气 再次往广场看去时 上股赤白狼猪王 已不见踪影 卢雅感受到 男子怀里传来的热度 那种莫名的亲切 与熟悉感令他费解 越发坚定了 要将夜诚拐到族内的决心 见夜诚似乎在寻找狼猪王 轻轻说道 狼猪王应该是去产卵了 我们悄悄跟上去 不可跟得太近 狼猪王的势力 比普通赤白狼猪的势力 要好多了 好 那我们走吧 夜诚用神石扫过 确定附近 暂时没有上股赤白狼猪后 便站起身来 率先走进方才的入口 卢雅连忙喊住 等等你打算 就这么两手空空地过去 夜诚不解 我的武器就在腰间 随时都可以取出 怎么了 卢雅兼夜诚没反应过来 提醒道 你是不是忘了 对付狼猪王最大的秘密武器 卢雅的提醒 让夜诚危险 随后老脸有些发烫 摸摸鼻子问道 你的意思 要我在这准备 清儿憋着笑 说道 不然呢 难道你认为 等我们见到上股赤白狼猪王后 他会给时间 你解决个人生理问题 还将自己的童子 尿浇在自己的脑门上吗 清儿特地在童子尿 这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夜诚白了他眼后 搬起石头 快速地给自己 弃了一座石墙 随后 想起了清儿那古灵精怪 时而矜持 时而大胆的性子 不放心地警告道 不许偷看 卢雅 秦哥哥怎么像防色狼一样 防着清儿姐姐 所以说 清儿姐姐平时 这么大胆的吗 清儿 别这么看我 我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但我现在 是真的像掐死那家伙 卢雅看懂了清儿的神色 虽然他还是有些费解 但一边是救命恩人 另一边又是让他莫名亲切的人 他不想两人产生隔阂 于是 他努力转动着小脑带瓜 总算想到了宽慰清儿的话来 只见他老神在在地 拍了拍清儿白嫩的小手 劝道 卢雅相信你 不是这样的人 清儿姐姐别生气 咱们还要靠他的童子尿和童子身 驯服上古赤白狼猪王的 原本心中 还有些闷气的清儿 在听到童子 身和童子尿后 莫名的心情舒畅 卢雅看到 清儿上扬的嘴角 和微微弯起的眉眼 总算松了口气 心中暗叹 这个团队 没有我卢雅 还真是无法好好活啊 随后 他扬起了小小的 毛茸茸的脑袋 再次感慨 年幼的我 承担了 太多不该这个年纪承担的事情 终究 还是我承担了所有 不知是因为旁边有两个异性 在等待 还是因为在狼猪巢穴的原因 叶成很快便解决了个人生理问题 急了满满一袋子 放入空的水囊中 这个时间快到让清儿眼神 有些复杂地上下打量着叶成 叶成与清儿配合默契 自然知道 他心中在想什么 没好气地说道 看什么看 我可警告你啊 别乱想些有的没的 我很厉害的啊 清儿不屑地笑道 厉不厉害 又不是你说了算 更何况 你压根就没实践过 凭什么说自己厉害 叶成背对的无法反驳 指着清儿半天说不上话来 一旁的卢雅好奇地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很厉害啊 清儿微微一笑 说道 没什么 他说他的童子尿很厉害呢 毕竟也是二十多岁的童子生了 呵呵 卢雅有些不解 明明清儿姐姐是能看出 秦哥哥并没有二十岁 为何偏偏要说 他有二十多岁呢 不过 他还是十分善解人意地安慰道 秦哥哥不用担心 只要是童子尿 都可以驯服狼猪王的 并不需要实力有多强呢 叶成背着两个一大一小的女子 气得一口老血没地方喷 有心想反驳 可对上了卢雅 那双单纯的毛子 只得作罢 三人小心翼翼地穿过 方才还挤满熊猪的看台 来到了狼猪王停留过的巨大 空旷的广场上 之前还从高处远远看去 几人还不觉 只有真正到了广场 才深刻地体会到 上古赤白狼猪王的庞大 这么大的狼猪王 会去哪了 叶成环顾一周 并没有发现 他预想中的巨大通道 不由得微微皱眉 卢雅小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随后指向一个地方 说道 在那个方向 叶成有些疑惑地 看着卢雅的举动 朝卢雅手指方向走去 那里 也是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大石头 叶成推开了石头后 发现了一个一人高的洞口 说道 这里确实有一个通道 可那上古赤白狼猪王的体型 如此庞大 根本无法通过这么小的通道 不等卢雅开口 轻而便说道 不会错的 古迹记载 上古赤白狼猪在产卵时 为了更好的保证体力 以及卵孵出来的成功率 会将体型缩小至成人大小 这个通道 恰好符合他此时的体型 叶成双眼一亮 有些兴奋道 体型变小了 那岂不是的手率更高了 在对付庞然大物 和比自己稍大一些的异兽 中 叶成宁可选择后者 并不是 上古赤白狼猪王体型越小 战斗力越强 各方面的能力也会提升 方才卢雅说过 狼猪王的势力 比普通狼猪要强上不少 此时他的体型变小了 势力估计 与你我差不多 先不提他的速度和攻击力 也相应的有所提升 就是他额上的花纹 也会因为体型变小 而变小 叶成面色凝重 没有了方才的兴奋 也就是说 他的各方面能力 都得到了提升 可是我的攻击目标却变小了 因此 总体难度提升了 不是一个档次了 轻而弹弹手 说道 是的 你说的对 见气氛有些凝重 善解人意的卢雅再次劝慰道 不必担心 尽管因为体型的变小 难度会提升 可狼猪王产完卵后 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的时候 而且 他需要大量的进食 对周边事物的关注度 也没那么高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听到卢雅的话后 叶成稍稍放心了一些 但为了更保险起见 趁眼下普通的上股赤白狼猪 不敢来这里 叶成还是决定 先听红袍女子说的话 看看那意想不到的效果 究竟是什么 没有多想 叶成便开始运转起神断功法 身子色气流方才出现 卢雅便惊叫道 秦哥哥 你做了什么 快停下 叶成一惊 连忙中断了功法 不解地看着他 卢雅擦了擦额上的冷汗说道 方才你体内传出的那股气息 带着极为浓郁的火元素的气息 恰好是赤白狼猪最厌恶的 若你继续散发这股气息 说不得狼猪王连卵都不产 也要把你撕碎 叶成也没想到 上股赤白狼猪王会对火元素 如此敏感和厌恶 幸好有了卢雅的加入 他对上股赤白狼猪的了解 远非他和轻儿这两个外来者可比的 不过 你运转了功法 还未能引来赤白狼猪 这附近应该确实没有了 活着的赤白狼猪了 既然如此 这些尸体 可不能浪费了 卢雅看向满地 被狼猪王杀死的熊猪尸体 眼神火辣 按理说 这些尸体会被回收 用做上股赤白狼猪王的食物 可不知为何 狼猪王并没有下令回收 其他狼猪也不敢擅自行动 叶成虽然不知道 这些赤白狼猪的尸体 有何用途 但哪怕毫无用途 回到神阳大陆 也多的是人疯强 只为了深入了解 这众上股异兽 此时听到卢雅的话后 不仅是叶成 就连轻儿都有些异动 那便分头收取 能收多少是多少 收到的都是自己的 叶成的提议 得到了两女的同意 三人朝不同的方向 收取赤白狼猪尸体 叶成嘴角微勾 将长臂腰圆从衣服里拎出来 将从老赖娜获得的 储物借地给他 让他帮助自己 一同收取上股赤白狼猪的尸体 轻儿看到叶成请外援 不由地撇了撇嘴 低声说道 作弊 随后 也不甘示弱地 从怀中取出一根深绿色的长鞭 手腕微微转动 几只狼猪尸体 便被缠上带到轻儿面前 被其收入储物界中 另一边 卢雅的收取方式 与叶成和轻儿截然不同 他并没有将狼猪尸体 收入储物界中 而是蹲在尸体面前 丝毫不惧怕赤白狼猪身上 带毒的绒毛 朝其伸出嫩白的小手 贴了上去 不过眨眼间 小马鞠般大小的狼猪尸体 便逐渐变得干扁 最后凝集成三颗新红色的血珠 掉落在地 一时间 两女的速度 丝毫不比叶成和长臂妖猿 合伙收取的要慢 叶成对轻儿再次拿出的武器 丝毫不感到震惊 反而是对卢雅的行为多看了几眼 脑海中闪过一丝猜测 不过十分钟时间 除了被卢雅吸干成粉末的狼猪 场内所有上股赤白狼猪的尸体 都被收集一空 叶成不敢再运转攻法 老老实实地在前面探路 青儿和卢雅在后面跟着 通道内没有灯光 黑暗中带着赤白狼猪独有的腥臭 几人约莫走了十五分钟 便看到了出口处的亮光 叶成没有着急走出 而是躲在出口边缘观察 只见此时的上股赤白狼猪王 正扶着身子 身边的仓管猪 推着白茧爬到他的腹下 以便他将卵道刺入白茧 白茧不仅是赤白 狼猪的食物 同时也是最好的育儿床 待赤白狼猪幼崽破卵而出时 第一顿饭便是白茧内的生物 卢雅适时地解释道 一想到自己差一点 就要被称为食物 甚至是敷卵的卵床 叶成就无比地庆幸自己 拥有上股双头魔符的齿炼 否则过段时日 说不准自己就是这些白茧中的一个了 不再观看狼猪王产卵 叶成开始观察着这个山谷的环境构造 看着那大差不差的山谷 熟悉的仓管猪 以及狼猪王身边的众多白茧 叶成突然有些猛 这他妈的不就是自己 方才离去的仓储山谷吗 但绕了一大圈 兜兜转转 竟然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清儿也似乎发现了这一点 有些疑惑道 我记得古籍上并没有说 狼猪王的寝室 是在仓储山谷的呀 这不是我们方才离开的山谷 而是旁边的狼猪王寝室 看来这狼猪王已开启灵制 还会命令其他狼猪开凿通道 以便搬运白茧 攻其产卵 儒雅的神色变得有些严肃 一般而言 上古赤白狼猪王 是不具备如此高的智商 而眼前的上古赤白狼猪王 明显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想法 而不是完全遵循本能 这也能解释 为何他没有儒族内 长辈们所说的 一次与上千只熊猪交配 而是杀胜最后百余之 一开始儒雅以为 这是狼猪王在优胜劣汰 可如 今想起来 他将最强壮的 跑得最快的熊猪都杀掉了 分明就是在挑自己看得顺眼的 这可有点不妙了 也沉迷了眯眼 若是智商不高 他们还能使用刚才商量的计划 可是 此时的狼猪王 显然是拥有了一定的智商 以及自己的性格和思想 便不再能用传统的方式 对待了 亲耳眼中闪过一丝思索 说道 若这只狼猪王的智商 真的如此之高 甚至有了自己的追求 那我们 是否有机会与其讲条件 毕竟我们的目的只是出去 这狼猪巢穴内这么多百简 多我们不多 少我们不守夜成苦涩一笑 这谈何容易 先不论 他能不能听懂我们的话 就是谈条件 也要有制约对方的东西 否则 我们还未靠近 便被他一口毒液喷下来 化成一滩血水了 亲耳自知自己提出的方法 有多难实施 点头说道 也是 倒是我一想天开了 而卢雅却眼前一亮 有些兴奋地说道 不 不一定 若是操作得当 说不准亲耳姐姐的法子 还真能奏效 场上最了解上古赤白狼猪种群的 便是卢雅了 听他这么一说 夜成和亲耳眼中 都露出了期待的神色 此话怎讲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你们是外来者吧 听到卢雅的话后 夜成和亲耳 下意识地对视了眼 虽然面上没有显色 可身上的肌肉 不由地变得有些紧绷 手也不自觉地 朝各自的武器靠近 亲耳俯身 眼底闪过一丝警惕 笑眯眯地问道 卢雅妹妹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就因为我们对上古赤白狼猪 不够了解吗 卢雅脸上杨琪与她年纪不相符的睿智的笑容 说道 不哪怕是我族 也极少人能从赤白狼猪朝学活着归来 卢雅之所以能猜到 全靠亲耳姐姐和秦哥哥 你们告诉卢雅的 我们 亲耳没有想到 卢雅会给出这么一个答案 话音刚落 本就聪慧的她 对卢雅这番话的提点 她猛地反应过来 原来是这样 确实是我们大意了 叶成皱了皱眉 下意识地问道 你们在说时 她猛地反应过来 是了 她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是对上古赤白狼猪的称呼 她和亲耳是外来者 不属于遗尸之地 因此 上古赤白狼猪 对他们来说 是上古绝技的异兽 而对于卢雅来说 赤白狼猪 不过是这偌大的遗尸之地中的妖兽之一 因此 她说是亲耳和自己 告诉她自己的身份这句话 一点也没有错 是的 我们确实是不小心 落入遗世之地的外来者 叶成和亲耳想明白这一点后 也不掩饰 大方帝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同时 神石紧紧地落在了卢雅的身上 若她有丝毫不对劲 自己两人也能第一时间将其擒住 卢雅似乎感受不到 自己身上的两道神石 笑了笑 说道 秦哥哥 亲耳姐姐 你们不必如此紧张 卢雅会在此时提出 必定是没有对你们有不利的想法 只是觉得 我们也许能够坦诚地相处 这样才能更好地奠定合作的基础 哦 不知道你想要如何合作 尽管面对的只是一个八岁小女孩 叶成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对于遗失之地的原住民来说 外来者就是香馍馍 外来者不仅能带来对他们来说 稀缺的物资 难得的工法 以及外界的讯息 还意味着 新鲜的血液 许多原住民因人数稀少 长时间的近亲联姻 导致族群中心生而夭折 以及残疾族人的数量直线上升 而外来者 在这类型族群来说 无疑是一条新的血脉 更是能根本上解决这一大问题 虽然看卢雅并不像是有缺陷的 从她一路上的态度看来 也不像是对自己两人有敌意 可为了自己不被拉去 参与种族生存繁衍等如此重大的事情 叶成和亲儿 还是无法对其松懈警惕 想必方才 你们都看到了吧 卢雅伸出手 白嫩嫩的掌心中 有着两枚新红色的血珠 正是叶成在收集狼珠尸体时看到的一样 这教授血珠 是以我族秘术凝结而成的 集合了妖兽体内的气血之力 不仅适用于我族修炼 也适用于外族人恢复体力和疗伤 你告诉我们这些 你想要什么 赤白狼珠有专门存放族人尸体的山谷 我需要一千具尸体提炼血珠 当然了 事成之后 若你们需要 我可以无偿帮你们 提炼你们收集的狼珠尸体的血珠 轻而眼神冰冷 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卢雅的喉前 冷声说道 你凭什么认为 赤白狼珠王会听我们的 甚至愿意用上千具族人的尸体作为交换 我们的目标 从来都只有一个 不管卢雅此时 挑明关系的目的何在 也不提他为何如此大的自信 认为自己这边能与狼珠王达成协议 就他突然从逃出狼珠巢穴 变成了想要上千具狼珠尸体 用于提炼血珠 就让叶成和亲儿大胆不快 叶成和亲儿 本就不是什么性男善女 若是卢雅对他们两人有半点威胁 他们不介意先杀了他 在思考如何逃出去 卢雅没有理会脖子上的匕首 说道 亲儿姐姐是卢雅的救命恩人 我们侮辱族 是绝不会恩将仇报的 这是卢雅第二次说这句话了 亲儿眸光微闪 意外地收起了匕首 但还是警惕地看着卢雅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卢雅并非拖大 拆穿你们的身份 也并非有何不轨的想法 而是因为 这个计划需要我们都坦诚一点 亲儿还想说些什么 叶成轻轻拉了拉她 看向卢雅说道 我相信 你现在不会害我们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 我们这个暂时性的队伍 是能各取所需 各有收获的 不过 你需要告诉我 你的计划是什么 亲儿见叶成愿意相信卢雅 便也不说话了 卢雅感激一笑 说道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卢雅 是乌鲁一族的圣女 很高兴认识你们 亲儿有些诧异 我听说过乌鲁一族 可没想到 你竟然会是这一族的圣女 见叶成一脸不解 亲儿耐心地解释道 乌鲁族 传言是乌神的近视 得乌神的真传 他们一族的修炼 与众不同 不是灵修 也不是体修 而是最为神秘诡异的乌术 卢雅笑眯眯地说道 亲儿姐姐此言诧异 我们虽是修炼乌术 却也有份灵污 体污 血污等等 一样需要依靠灵气修炼 与你们的灵修的修炼方式 没太大去别的哦 叶成看了看山谷内 即将完成产卵的狼猪王 有些不耐地问道 所以 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儒雅神秘一笑 秦哥哥别着急 狼猪王产完卵后 需要大量的进食 若我所猜不错 他应该 吃不下族人们准备的食物 若是正如我所料 我的计划便能成功 正如儒雅所说 当最后一枚白茧 从赤白狼猪王服下一开后 便有仓管猪送来了白茧 到他的面前 卢雅紧紧地盯着狼猪王 眼中露出期待之色 只见赤白狼猪王 有些虚弱地晃了晃腿 将面前的白茧 连带着上面的仓管猪 一起扫飞 哪怕是处于虚弱之中 狼猪王的气力 依旧不容小觑 他似乎看不顺眼周围的白茧 将它们全部扫飞 还发出嘶嘶的声音 仓管猪见状有些发懵 似乎不能理解 自己的王为何突然 不喜欢眼前的食物 狼猪王显然还保留着一丝理智 只是将眼前的仆人们扫飞 并没有伤害到他们 被扫飞的仓管猪们 不知是不是头一回 看到自己的王不肯吃 他们准备的食物 急得团团转 不停地在狼猪王的寝室 和仓储山谷来回 运送着不同的食物 儒雅看着这一幕 眼神越发地亮了起来 兴奋到 这头狼猪王 果然产生了灵智 而且还不低 如此一来 我的计划就有 可以实施的空间了 所以 你现在可以说出 你的计划了吗 叶成好奇地问道 若是旁的人 搞得如此神神秘秘的 他说不得 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可是面对的对象 是一位长得 粉雕欲灼的小姑娘时 叶成就莫名地 提不起脾气来 当然 儒雅从来就没想过 瞒着你们 更没想过害你们 这一回 儒雅不再神秘 而是大方直接地 跟两人说出自己的计划 片刻后 轻而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 要我们用 我们人族的美食 去与上古 适白狼猪王谈条件 不错 狼猪王此时十分虚弱 本就需要大量的进食 而开启灵智后的狼猪王 口味与人族雷同 你们外来者的食物 对他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诱惑 叶成皱了皱眉 道 为何不能用 你们原住民的食物 你们的文明 应该也很发达 也有美食才对 卢雅摇摇头 说道 不这片大陆 烹饪技术 已经失传许久 在我们乌鲁族还好 我们至少 会将肉类煮熟 血液凝结成血猪服用 可更多的种族部落的人 还在以生肉为主 引鲜血为辅 族内的前辈曾说过 曾有一个外来者 以美食相诱 收服了赤白狼猪等族 成为了乌云大陆中 最强悍的势力之一 叶成和亲儿面面相去 两人脸上 均是不可置信的模样 眼神中闪过一丝后悔 卢雅敏锐地捕捉到 两人眼中的遗憾 冷不丁地问道 你们该不会是一点食物 都没有带来吧 亲儿点点头 叶成想了想 说道 在我们那 美食随处可见 所以并没有特地随身携带 不过我这 倒是还有一只 处理干净的肥兔 尚未来得及烹饪 卢雅有些失望 问道 亲儿姐姐是女性 我们族内都是女性负责主食 想必亲儿姐姐 应该善于烹饪吧 亲儿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 她一出生 便士族内的千金小姐 而且又是天之娇女 根本没有下出的机会 儒雅有些失望地搭拉着肩膀 任命道 那我们 只能按回老办法 由亲儿姐姐和我牵制 和吸引住狼猪王 秦哥哥看准时机 将那秘密武器 交到狼猪王的额上了 看着小丫头 一脸失落和沮丧的模样 与方才那眼睛 大放光彩的样子截然相反 叶成有些不忍心 挠了挠挠地说道 不知那上古赤白狼猪王 喜不喜欢吃烧烤 我虽然不善于烹饪 但是烧烤还行 亲儿也想起了 醉吃在山洞中 吃的那条肥兔腿 那外焦里嫩 香气扑鼻的情景印象深刻 在一旁猛地点头赞同道 她的烧烤技术 确实特别厉害 特别是烤兔腿 很美味 烧烤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应该是一种特别高深 特别了不起的上古除修功法 必定能行的 儒雅的眼神 再次迸发出希望的亮光 信誓旦旦地说道 叶成还是头一回听说 烧烤是一门高深的上古功法 突然莫名地能理解 卢雅听到他和亲儿 称呼赤白狼猪为 上古异兽的感受了 诱而解决了 叶成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那如何让赤白狼猪王知道 我们的意图呢 卢雅拍拍不大的小胸脯 带着一丝小骄傲地说道 交给我吧 尽管我不是兽屋 但身为乌鲁一族的圣女 我自视各方面都会一点的 在几人商量的同时 仓管猪已运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食物 白茧不管是存放时间久的 还是刚刚运来的 其他族人的尸体 从死亡已久的 和刚刚死亡的 狼猪王一概不吃 为了让自己的王吃东西补身子 整个上古赤白狼猪群的狼猪们 都愁得团团转 捕猎小队 甚至特地外出捕来了各种新鲜的猎物 让搬运猪运到寝室 再用仓管猪 拖到狼猪王的面前 一惊鸟 无为数 竟然还有精灵鳄 眼睛越瞪越圆 他呼吸有些急促地说道 我改主意了 若是狼猪王愿意将那些猎物送给我 我愿意不要那一千头狼猪尸体 叶成眼神微动 没有说话 亲儿粉唇微勾 笑道 卢雅妹妹 做人可不能这么贪心哦 那些异兽 对我们来说也十分难得 我的伙伴不仅救了你 如今还要施展如此高深的上古厨迹 你不过是一传话的 就想吃毒食 未免也有点 亲儿的话没说完 但意思却很明确 他和叶成也想分杯羹 搬运猪源源不断地朝仓储山谷 搬运着各种猎物 再由仓管猪运到狼猪王面前 这些在叶成等人眼中 价值连城的异兽尸体 在狼猪王眼中 却是如垃圾一般的存在 他再一次烦躁地 将眼前的食物和仆人们扫飞 饥饿令他莫名地暴躁 这是他在开启灵智后 第一次交配和进食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 对着从前十分喜爱的食物 一点食欲也没有 还有着莫名的厌恶感 似乎自己不应该吃这些食物 那他该吃些什么呢 仆人们变换着花样 给自己送来各种各样的食物 几乎要将巢穴附近有的生物种类 都搜刮了一遍 却还是没能有一样 能勾起自己的食欲 到底自己内心深处的那股渴望 究竟来自于哪里 狼猪王找不到答案 他根本不知道 世界上有一种对食物的加工方法 不是利用白碱融化 也不是利用毒液毁掉 更不是胡伦吞藻的整个吞下 而是用他最讨厌的火焰烹饪煮熟 突然 他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味 这是与面前堆积成小山一般的猎物的血腥味 截然不同的味道 在他漫长的岁月里 从未闻到过 如此美妙与复杂的气息 他顺着香气 爬去 急切地想要知道 那股香气散发的源头 迫切地想要 将那勾得自己越发饥饿的东西 吞入腹中 可当他想要寻找时 这股香气却突然消 失 这让他大发怒火 暴怒中有几只倒霉的 没来得及逃跑的仓管猪 被活生生地踩扁豹枝 就在此时 一道从未听过的声音 传入他的脑海中 他十分肯定自己 从未听过这种语言 却莫名地能听懂话中的意思 尊敬的狼猪王大人 您是否在寻找我 这是一种特殊的食物 只一口 便能让您快乐 狼猪王猛地停下了身形 九只巨大的星红的眼睛 分别朝九个不同的方向看去 试图寻找出巢穴中的入侵者 你是谁 尊敬的狼猪王大人 我来自乌鲁一族 是您的邻居 也是您最好的朋友 此次前来 是因为得知您的困扰 特地来给您献上 您需要的食物 食物呢 狼猪王有些暴躁 身为一只妖兽 尽管已开启了灵智 有了自己的思想 但他的逻辑思维 远远比不上人类 食物已经在准备中 很快就为您献上 快一点 否则本王 会将你撕成碎片 狼猪王极力地忍耐着 自己那越发强烈的饥饿感 他的灵智 并不足以让他产生怀疑的情绪 尽管他对巢穴内 闯入外来者十分惊讶 但从对话中 他能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实力 不过区区蝼蚁 对自己造成不了危险 既然对方说是 专门来为自己献上食物 自己便等着就好 为了避免对方言而无信 他特地命令了他的仆人们 守住各个通道 以免他难得 遇到能勾起 自己食欲的东西离开 轻而手握着阵盘 不能轻易离开 见卢雅露出笑容 不由地问道 成了 成了 狼猪王已经上钩了 接下来 只要秦哥哥把烤好的兔子给他 我们的计划便成功大办了 卢雅有些兴奋 他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不仅能毫发无伤地 从赤白狼猪巢穴中离开 甚至还有机会 可以获得大量的血猪 很快 就在狼猪王即将暴怒的时候 一条烤得金灿灿的兔腿 突然掉落在他的面前 那熟悉的诱人的香气 瞬间充斥在了整个空间 狼猪王久目闪过一丝莫名的光芒 前腿一勾 便将那只对他来说 小的可怜的兔腿 吞入腹中 被撕掉兔腿的 烤兔外胶里嫩 一滴滴热油 顺着肉的纹路低落 卢雅还是头一回知道 肉类能发出如此特殊 勾人的香气 一双黑漆漆的大眼 紧紧地盯着夜城手中的兔肉 就连一旁拿着正盘的亲儿 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看着梁女如 好几天没进食一般地 盯着自己手中的兔肉 夜城有些哭笑不得 他毫不怀疑 若非这烤兔子有大用 此时定然会被梁女吃的 骨头扎子都不剩 梁女尚且如此 拥有了 味蕾的狼猪王 在第一次 吃到人类食物时 更是激动得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一只兔腿对他而言 腮牙缝都咸小 很快便被他吃完 来不及回味方才的美好 他焦急地四处走动 想要寻找方才 与他对话的那个存在 可惜 有亲儿的阵法在 他根本无法 察觉到夜城等人的存在 恰巧又一批仓管猪 带着猎物过来 原本的狼猪王 都已看不上这些食物 更何况是尝过甜头的狼猪王 尊敬的狼猪王大人 请问您对方才的食物 还满意吗 全部先来给本王 狼猪王有些急切地说道 没问题的 尊敬的狼猪王大人 可是我们手中 仅剩这一只猎物了 这是最后的食物了 在儒雅的事宜下 夜城将剩下的烤兔 全部抛了出去 猎物 本王这多的事 你们可以随意使用 只要能让本王吃饱 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 狼猪王自信满满地说道 如此甚好 我们必定会为尊敬的王 准备充足的食物 可是此地的场地 实在过于拥挤 并且烹制猎物 我们需要用到活 否则 我们无法满足您的要求 请您可以让您的仆人们 带着猎物到巢穴外 我们再为您烹制吗 听到儒雅的要求 狼猪王九只眼睛微微眯了眯 说道 去到巢穴外面 你们莫不是想要逃走 不给本王烹制不成 王说笑了 既然我们主动进入巢穴 便是为了为您烹饪的 又怎么会逃离呢 狼猪王一听 顿时觉得有理 那你们出来吧 儒雅虽然早就料到 狼猪王会同意自己的提议 但当真的要将自己 暴露在狼猪王面前时 他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怎么了 你们该不会是想反悔吧 狼猪王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夜城看着突然又开始 变得有些暴躁的狼猪王 连忙问道 他在说什么 他在催我们出去 儒雅小声地说道 夜城没有儒雅这么纠结 收好调料 站起身来 便走向狼猪王 清儿也在夜城起身的瞬间 便撤掉了阵法 儒雅没想到 夜城和清儿 竟然一点都不担心和纠结 微微一愣 便咬咬牙跟了上去 狼猪王看着三人出现在自己身面前 似乎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几人和狼猪王被一群搬运猪和 仓管猪簇拥着朝出口走去 夜城跟着大部队 七转八拐地走了约莫半个时辰 看着身边密密麻麻 体型各异地上股赤白狼猪 夜城看得头皮发麻 无比地庆幸自己 没有贸然地想要从出口出去 否则 先不说找不找得到出口 就是那沿路的狼猪群 都够撕碎他不知道多少回了 很快 一阵特有的草木腐烂的味道 夹杂着一丝潮湿的空气气息传来 这气味并不算好闻 但却使夜城三人精神为之一阵 只因他们知道 他们梦寐以求的出口 尽在咫尺 上股赤白狼猪巢穴的出口 是在一片沼泽地旁 夜城 通过紫棘神童 清晰地看到 距离巢穴大概2000米处的沼泽地里 有一只路过的小鹿 被潜伏在沼泽内的异兽突然扑倒 拖入沼泽中 扑腾几下后 慢慢陷入气中 随后 那片沼泽地便被染红一片 夜城心下微尘 这个地方显然已经远离了 自己被掳走的地点 并且更加危险 夜城几人跟着搬运珠 走到洞外的空地上 搬运珠将猎物像丢垃圾一般 丢到了他们面前 夜城看着眼前堆积成小山 一般高的猎物 不由地苦笑着跟卢雅说道 你跟狼猪王说一下 要考这些猎物 我需要许多许多干柴 请他让人 哦不 让猪运点干木头 和巨大的石头过来 卢雅照做了 不一会儿 一只只搬运珠便扛着个头大小不一的木头 和石头回来 夜城发现 有的搬运珠搬来的 是他要的毅然的枯木 但有的搬运珠搬来的 却明显是刚刚用蛮力撞到 或者折断的新鲜树木 看来 这些搬运珠的智力也大不相同 不知会不会有小头目 没想太久 一只体型如拇指般大小的仓管珠 突然跳上了夜城的肩膀 速度之快 让夜城有些措手不及 没等他伸手将肩膀上的蜘蛛拍下 卢雅连忙说道 这是这些搬运珠的小头头 狼珠王不轻易出巢穴 我们只需要跟这只小头头说就可以了 夜城瞪大了双眼 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着肩膀上那小的可怜的仓管珠 哦不 现在应该叫他小头头比较合适 那小头头看到夜城看着自己 举起前腿 朝夜城挥舞了两下 发出嘶嘶的声音 卢雅解释道 他这是在跟你打招呼 单只前腿左右挥舞 每次只挥舞两下 夜城独有的打招呼方式 夜城点点头 强迫自己不去在意肩膀上站着的小家伙 可是越是想要不在意 身体就越是僵硬 没办法 换谁耳边 站着一只剧毒的 毛茸茸的 九只眼睛 八条腿的小玩意儿 都会无法做到完全无事吧 有了小头头和卢雅的帮助 夜城指挥着搬运珠们 将适合烧烤的木头 分成四堆 夜城用长剑将石头削成一块平板 指挥着搬运珠 将石头放在火柴上 然后释放出自己的火属性灵力 将其中一堆巨大的木柴点燃 他隐约察觉出 这些上古赤白狼猪 似乎不仅讨厌火属性的功法 对于明火 也有着天然的厌恶 以至于 当夜城释放出火属性灵力后 肩膀上的小头头 就瞬间跳到卢雅身边 卢雅似乎丝毫不害怕这赤白狼猪 在小头头朝自己跳去的时候 甚至还伸出白嫩的小手接住 随后小心翼翼地 将它放到自己的肩上 可那小头头 直接跳上了卢雅毛茸茸的小脑袋上 看得夜城一阵头皮发麻 见卢雅没有反 硬 甚至十分享受小头头的亲近 夜城感觉不能理解 但也没过多关注 他朝那一堆猎物中走去 这些猎物 都是方才捕猎猪们 为了那任性挑食的狼猪王 新鲜捕回的 也许是为了更新鲜 也许是因为狼猪王不肯吃白姐妹的食物 这些猎物都没有变成白姐 甚至都还有着一丝生机 没有真正死去 夜城朝着一只鳄鱼模样的异兽 挥动手中的长剑 手起剑落 剑影打在了巨恶的身上 蹦见出了亮晶晶的火光 却没伤到那异兽分毫 这一尸之地的异兽防御力 都这么强呢 虽然这一剑没有出权力 可也不是一个四阶妖兽 能用肉身硬炕 还毫发无损的呀 夜城见状不由的眉毛微挑 这一击并没有给巨恶带来伤害 轻儿和卢雅 不由的看了过去 意外 再来一次感受到两女看过来的目光 夜城摸摸鼻子 轻壳一声 笑道 她再次看向那昏迷的巨恶 眼神微眠 喝道 稳天见觉第三事 剑破九霄 三道锋利尖锐的剑气 朝着约有十米长的巨恶刺去 头两道剑气 刺到巨恶身上的鳞片时 再次擦出了亮眼的火光 却依旧没有伤到巨恶分毫 就在夜城有些尴尬 觉得自己要丢脸丢大发的时候 第三道剑气 刺破了巨恶泛着金色的腹部 露出了一丝鲜血 这伤口 虽不 大 也不深 可总算是见血了 血腥未溢出 周围的上古赤白狼猪们 目中露出嗜血的光芒 若非不远处的狼猪王还在 以及在卢雅头顶上 耀武扬威地发出嘶嘶声的小头头 夜城毫不怀疑 这群上古赤白狼猪会 直接扑上来 将眼前的猎物吞噬一空 此时 夜城心中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幸好第三道剑气误打误撞地 找到了这头异兽的防御薄弱点 否则自己丢脸是小 能不能或者看到明天的太阳是大 此时的夜城 早已忘记 在这遗失之地 根本没有太阳 不管如何 他都注定了 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的 有了伤口 就等于有了突破口 接下来的事情 就好办很多了 夜城顺着伤口 成功将巨恶分成三段 只是做完这一切后 他自己也累得轻轻喘气 他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猎物 有些绝望 只是稍稍处理其中一只猎物 就如此辛苦 体内的灵力 被用掉三分之一了 要处理完眼前这些猎物 得到猴年马月 看着夜城望着猎物发呆 轻而忍不住提醒道 秦大哥 其实你可以叫他们分割的 对啊 放着这么多苦力不用 自己在那折腾个什么劲啊 于是 接下来的猎物处理 就都交给了赤白狼猪群来做 卢雅看着眼前一只只猎物 被狼猪们肢解 有些欲言又止 随 后忍不住悄悄让小头头指挥着搬运猪 将几只猎物搬到他的面前 对此 小头头表示有些疑惑 他勉强一笑 说道 上古烹饪技术 需要用到特殊的材料 因此 我要将这些猎物凝结成血猪 这样才能烹制出狼猪王最满意的食物 卢雅显然是不常撒谎的 若是换一个人听到 绝对能第一时间发现他的异样 可惜他面对的 只是一只开了一定灵智的狼猪 一听到是王要吃的 小头头不再迟疑 指挥着手下将猎物云一些 搬到卢雅面前 看着那一头头珍贵的猎物 卢雅的呼吸不由得有些急促 眼神都变得火热起来 这时 清儿突然笑眯眯的 走到卢雅身边说道 卢雅妹妹 吃毒食 可是会遭报应的哦 卢雅知道切儿的意思 洛提这要求的是 夜城也罢了 毕竟是靠他提供的上古厨迹 自己才能获得这些 可清儿几乎什么都没做 自己凭什么分给他 清儿似乎看穿了卢雅的小心思 突然用着一种声色难懂的语言 说出一段话 小头头疑惑地看向清儿 而卢雅却瞬间瞪圆了双眼 指着切儿问道 你你怎么会 难道你以为 只有你才能跟上古艺兽们交流吗 我清儿 又怎会将自己的性命 完全交于一个陌生人手里呢 有了上古赤白狼珠的帮助 夜城就跟个甩手掌柜一样 再也不用费尽之解猎物 只是那些狼珠死活 不肯接近烧得火热的巨石板 他也不好 让两个女生去搬运那些血淋淋的尸块 只好自己亲自上阵 身边有着一大堆燃烧的柴火 而且也得到了狼珠王的许可 夜城也不再担心被发现和撕碎 趁机运转起了神断功法 竟是将搬运沉重的尸块 用来断体 夜城先从一只不知道 是什么名字的异兽尸体中 窃下一大块黄白色的脂肪 丢到被烧得滚烫的巨石板上 那油脂在接触到高温后 发出滋滋的声音 瞬间化成了金黄色的肥油 带油脂化得差不多后 夜城将方材质解好的 并让狼珠们 用如刀锋般的腿刃 将皮剖开的巨额肉丢上去 滋啦滋啦 顿时 一股肉类独有的香气扑鼻而来 上股赤白狼珠王的嗅觉极其敏锐 这也使得他对气味的反应变得更大 当油脂化开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 而此时的肉香 更是令在巢穴等待的 上股赤白狼珠王九只眼睛 都变得赤红 嘶嘶地叫了几声 一群仓管猪便朝夜城爬去 此时的夜城 刚刚煎好一块巨额肉 尽管他让赤白狼珠们 准备了四个火堆 但他并不能确定 自己这种烹饪方法 十分能和狼珠王的口味 因此 只是先做了一块 让仓管猪们带回去 很快 仓管 猪们传来回复 他们的王十分满意 夜城所提供的食物 这也令夜城彻底放下心来 将其余三堆柴火也点燃 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赤白狼珠们 处理猎物 趁着这个空荡 夜城总算有时间找两女 只见他们正在自己的不远处 不知说些什么 尽管他们脸上都挂着笑容 可夜城身为男人的第六感 还是让他觉得两个女子之间的气氛有些怪异 若非有事要说 夜城是真不想离这些女人那么近 特别是两个脾气古怪的女人 你们在说什么 看到夜城前来 清儿笑眯眯地说道 没什么 只是在叫卢雅妹妹一些做人的道理罢了 夜城表示有些怀疑 毕竟清儿她很聪明 却不是个热情的人 她的聪明 使得她做事总会带着某些目的 是个目的性极强的女人 可同时 她为人又极为讲原则和义气 否则也不会明知危险 还陪着自己伸出险境 这样的人 若是她与你成为朋友 绝对是个可以依靠 配合度很高的伙伴 反之 如果成为敌人 以她那牙字必报的性子 以及古灵精怪的头脑 层出不穷的手段和宝物 定然会是一个心头大患 不过幸好 这样的人 现在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夜城笑笑 也没戳穿清儿的谎言 而是顺着她的话问道 哦 都教会了什么 卢雅突然朝夜城露出 甜甜的笑容 说道 清儿姐姐教卢雅要多多吃饭 长胖一些才可爱 秦哥哥 卢雅想提炼些血猪 提炼出来的血猪 分三成给你 你看可好 清儿眉头微条 似笑非笑的 看着眼前壮若天真的少女 自己说的是毒食难匪 没想到这小姑娘 是这么理解的 知道瞒不过去 就主动赠送血猪 想要讨好和收买情呆子 然后故意将自己排外吗 呵呵 有意思 清儿双手抱胸 没有说话 她倒要看看 这呆子会怎么回答 夜城微微一愣 随后双眸闪过一丝惊喜 她走过来 本就是想让卢雅问问狼猪王 那些被她处理出来的残骸 能否送给他们 毕竟像巨厄的皮 一斤鸟的羽毛等等 对狼猪王来说 本来就是可有可无 甚至如垃圾一般的存在 可对她来说 却都是难得的宝贝 可没想到 自己话还没说出口 卢雅就给了自己 这么一个大惊喜 乌鲁一族的血猪 卢雅曾送过她一枚 尽管她还没吞服过 但光用神识 也能感知到 其内蕴含的澎湃的灵力 和血脉之力 那绝对是个好东西 她下意识地想要答应 可在对上 轻儿似笑非笑的眸子后 她突然又想起了 母亲曾说过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话 无需斟酌 她也能感受到 卢雅这句话中 对轻儿的排斥 以及对自己的拉拢之意 她微微皱眉 有些 不惜小姑娘 在此时搞心计 但既然两女 现在还能维持表面的和谐 她也不想 将这层纸戳破 卢雅见 夜诚一直不吭声 还看着自己微微皱眉 哪怕再如何聪明 也终归是个八岁小丫头 当下心中有些慌乱 下意识说道 秦哥哥是觉得太少了吗 那似乘可好 提炼血猪 也是需要消耗污力的 想要快速补充污力 则需要吞噬血猪 见夜诚还没有反应 一旁的亲儿 还要用似笑非笑的神情 看着自己 卢雅只觉得自己的面子大减 在自尊心作祟的情况下 她微微一跺脚说道 五成 不能再多了 再多 就连恢复的血猪都不够了 这一次 夜诚没让她等太久 开口说道 好不过那些 全归我 卢雅看向夜诚手指的方向 那是一堆 还带着血气的残骸 都是各种妖兽身体的一部分 不由得微微松一口气 先不论这些东西 给她 她也没多大用处 就凭她的身上 并没有储物借这一点 她也不会对那些个残骸起心思 更何况 卢雅远远地就闻到 那些残骸的血腥味 只觉一阵恶心 根本不想多看一眼 好 那些闺女 就这么说定了 除了狼猪王要吃的 其他猎物都归你处理 你帮我问一下 狼猪王能否把那些残骸给我 如牙把夜诚的要求 告诉给小头头 小头头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小头头 不仅立刻应允了残骸 送给夜诚的要求 还表示 若是夜诚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让周边的赤白狼猪代劳 这倒是方便了不少 秉持着不用白不用 有便宜 不占是王八的原则 狼猪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将带着血的残骸 拖到附近的河水中清洗 一部分的继续去捕猎 剩下的则是 去运更多的柴火回来 夜诚在四团柴火之间 忙得团团转 相比之下 清儿和卢雅就显得轻松多了 清儿笑音音地说道 以为讨好那呆子就有用了吗 卢雅对他灿烂一笑 说道 至少比拉拢你更容易 言下之意是 夜诚好忽悠 你不好糊弄 清儿冷笑一声 摇摇头 看了一眼忙碌的夜诚说道 不 你不懂男人 也不懂他 他见识过那男人 在绝境中如何绝处逢生 也见识过他的狠辣 尽管他一直喊那男人是呆子 但那也仅仅是因为 他有着修真剑罕见的真诚 并不代表 他就真的是个蠢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清儿显然不想 跟一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 多费口舌 伸手将散落 一边的碎发拢到耳后 慵懒地说道 毛都没长起的小丫头 还是不要知道那么多为好 哈欠 这里好干爽好暖和 正适合睡美容觉 说完 就真的在卢雅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拿出了 他那张造型奇特的大床 拉 上帘子睡起觉来 轰隆 没等卢雅有所反应 一阵阵巨响 将他显现惊道 回过头 只见那如牛犊般大小的搬运猪 将刚刚猎回的猎物 丢到了他的面前 扑别而来的血腥味 让卢雅显现干呕出来 没时间多想 双手左右开弓 专心提提炼血猪 叶诚自然也是看到 轻而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不过他也没过多惊讶 毕竟这小妮子 本来就不是 能吃苦的性子 娇嫩的很估计 是他看到自己的时间 法宝发现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 眼下又没他什么事 这才会选择睡觉的吧 他微微摇了摇头 也亏得他如此娇气的一个人 被自己连累到了遗失之地 还因为自己要救长臂妖元 陪着自己 待在这血气熏天的地方睡觉 想到这 叶诚心头一暖 感觉这姑娘就是刀子嘴痘腐心 本性其实真不坏 待亲儿被那奇特的祭石法宝唤醒 收拾妥当拉开床帘时 上古赤白狼猪王 早已赤宝喝足回巢穴休息去了 然而 叶诚的工作却并没有停下 小偷偷告诉他 狼猪王休息醒来 需要再次进食 因此 在这段时间内 他要不停地为狼猪王烹制食物 想着卢雅 也需要更多的猎物提炼血猪 自己也想获得更加多的上古异兽残骸 叶诚变同 异了 左右 就当作炼体吧 想起了自己自从来到这遗失之地后 被总总的限制和嫌弃 他就气打不出来 立志要好好断体 此时 就有着献成的工具 给自己锻炼 更是要争分夺秒了 亲儿换上一身碧绿色衣裙 笑眯眯地拍了拍叶诚的肩膀 情呆子果然是呆子 什么时候都这么勤快 叶诚美好气地说道 怎么 亲儿大小姐 昨晚睡得可好 其实不用亲儿回答 叶诚都能从他红润的脸蛋中 得知他昨晚睡得不错 自是睡得极好的 一旁的卢雅听到后 抓了几颗雪珠丢进嘴里咀嚼 说道 这儿又吵又臭 还热气朝天 也得亏你能睡得下 亲儿今天似乎心情很好 笑眯眯地说道 这你就不懂了 本小姐的床 可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言下之意 大有一种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的意思 卢雅常年生活在遗失之地 而且年岁上前 只觉得有些奇怪 却并不能真正听得懂 亲儿的话中话 亲儿见他一脸懵懂的样子 忍不住感慨 果然 这年头吃亏的 要么是吃年纪小的亏 要么就是吃没文化的亏 这话卢雅就是听懂了 差点没气地跳起来 叶成见状 连忙站到两女中间 当起了和世老 好了好了 你们一人少一句吧 我们现在的处境 可不太妙 卢雅 微微一愣 瞬间便反应过来了 而亲儿 显然是比他更早想到 叶成为何这么说 他眼珠子微转 笑道 这有什么的 我们这不是 有乌鲁一族的圣女在吗 他年纪小 对付不了上古赤白狼猪王 他的长辈们 还不可以吗 卢雅听到亲儿的话后 眉头微皱 支支吾吾道 我乌鲁一族的部落 离这赤白狼猪的巢穴上远 我发出的讯号 族内未必能看得见 亲儿饶有兴致地 看着这不擅长撒谎的小姑娘 那慌乱的小模样 给叶成递了个眼神 示意这是他做主 叶成夹在两女中间 一个头两个大 感觉这比要他单独挑战 上古赤白狼猪王还棘手 泽泽 这两个小姑娘 还真有意思 你小子 艳福不浅啊 好巧不巧 红袍女子的声音传来 语气带着幸灾乐祸 叶成福娥 这面前的两个还没摆平 怎么又来一个了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娘轿子吗 所幸 红袍女子并不是纯粹 为了嘲笑一下叶成 别看那小丫头 笑得一脸置身事外的样子 昨晚还没心没肺地早早入睡了 那是因为他在你们一出巢穴开始 就已经在布阵了 精神力损耗极大 这才不得不去休息 红袍女子似乎很喜欢亲儿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神念塔怎么就没认那丫头为主呢 红袍女子没有说假话 他能看出 亲儿的天赋在叶成之上 而且不仅聪明 还足够理智 相比之下 叶成的资质虽也不差 但却过于感性 不然也不会明知道是大兄之地 还为了一只刚认识不久的妖兽 以身涉嫌 叶成笑笑没有理会红袍女子的话 事实上 这么久以来 他早已习惯了神仙姐姐这种打压式教育了 更何况 神仙姐姐也没说错 亲儿是罕见的扶震师 资质自然是上上等的 只是他没想到 亲儿竟然会一声不吭地布下阵法 还因为布阵 而不得不休息恢复 叶成一直不吭声主持公道 亲儿有些等不及了 伸出小手在他眼前挥了挥 喊道 情呆子 呆子 回神了 喊你是呆子 你还真是呆子 叶成笑笑 说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在想 既然卢雅的族人无法过来救驾 那如今我们的情况确实不是很理想 他走到火堆边 翻动了一下上面的肉块 对卢雅说道 你跟小偷偷说一下 让其余的狼猪们 全部都出去捕猎和运送柴火 既然王已经吃饱了 我这边也不需要他们来运送了 等烹制好后 一块运回去 卢雅点头 朝小偷偷歇息的地方走去 这边火堆太多 火势过旺 没有狼猪愿意待在这边 卢雅走后 卿儿笑眯眯地问道 怎么样 若是上古赤白狼猪王不肯放人 要把你圈养在巢穴中 做他的专属厨师 你打算怎么做 叶成眨巴眨巴眼睛 卿笑着说道 这边不是还有卿儿 这位天才福镇师在吗 我相信 一天一夜的时间 你不可能只是单纯 睡了个美容觉得 卿儿没想到 叶成早已看穿了 自己所做的准备 撇了撇嘴 递给叶成一张符纸说道 该你待的时候 怎么总是这么聪明 真无趣 拿去吧 把这个贴在身上 待阵法启动后 就会自动把你带走 先说好 我不下的 乃是不定向传送阵 需要一定时间启动 而且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去的 叶成接过金黄色的符纸 将它贴在包衣上 后来想了想 又觉得不太保险 谁知道轻儿的阵法会 怎么传送 又将符纸贴在了自己的胸肌上 这才安心了 不用害怕只传送自己的衣服 把人留下了 做好这一切后 叶成看了看不远处的卢雅 问道 那卢雅呢 也带上吗 不论是不是出于私心 叶成都觉得 难得遇到一个原住民 还结下了善缘 若能好好利用 说不定对寻找借口有所帮助 更何况 留下这么一个八岁小女孩 在郎珠巢学 还是帮助过她的 她于心不忍 当然 我觉得还是 你说什么 叶成准备了一肚子劝说的话 想要劝轻 而也把卢雅给带上 不料没等她开口劝 轻儿就已经十分干脆地答应了 这让她有些诧异 毕竟两女方才有些针锋相对的样子 我说当然要带上 不带上她 那我们这一路的护送 不就都白费了 轻儿似乎十分满意 叶成呆愣愣的样子 笑眯眯地说道 叶成不是很喜欢 轻儿这么现实的模样 微微皱了皱眉说道 其实她也有帮我们不少忙 并非 轻儿打断道 就算没有她 我们也一样 能走到这一步 一样能出去 你信我吗 看着轻儿信誓旦旦的模样 又想起她神秘的身份 以及层出不穷的手段 叶成抬起双手做投降状 无奈道 我信我信 既然已经做好决定了 那我们商量一下对策 就实施吧 算你实相 秦哥哥 已经跟小偷都商量好了 她已经将所有的捕猎猪 和搬运猪都派出去了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计划 轻儿将一张符纸递给卢雅 说道 没什么 小孩子听大人话就好 你把这个贴好 待会随时准备离开 叶成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吵起干净的残骸走去 既然要离开 那还是把药带走的 赶紧打包带走 卢雅虽然不知道 轻儿和叶成 有什么方法离开这里 但还是听话的 将符纸贴身贴好 她是个机灵的丫头 知道这个时候少说话 不得罪人 才 是最好的选择 想到这 她叫住了叶成 有些不舍的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布袋 交给她 秦哥哥 这是昨天那堆猎物 提炼出的血猪 卢雅答应过秦哥哥 要分给你五成的 叶成威愣 神石一扫 约莫上百科 笑着说道 谢谢你 随后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个布袋子 倒进一半的血猪 递给亲儿 卢雅见状 笑容微僵 卿儿倒是一副 意料之中的模样 接过了布袋子 为什么 明明她什么卢雅 有些委屈 但是却在最后关头 止住了接下来的话 卿儿掂量了一下 小布袋子 似笑非笑地说道 继续说啊 怎么不继续说了 卢雅鼓着腮帮子 扭过头不肯搭理亲儿的话 一边努力提炼血猪 一边生闷气去了 叶成看着两女 不由地摇摇头 也不知道这两女 从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什么变得气氛古怪的 不过也算卢雅实相 想起了 方才亲儿 递给自己的福祉 猜出了离开这里的关键 还是要依仗亲儿 这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叶成虽然没有像亲儿 那样的寄石法宝 也不像卢雅这种原住民一样 天生便知道 此地大概的时间 但她看到亲儿睡觉 就知道是晚上 看到亲儿起床 就知道是白天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 叶成将身边的狼猪织走后 便开始将东西打包 收进储物件 刚刚收完 便感受到了拉扯感 叶成经历过两次传送 若是将亲儿 带着自己的顺移 也算上一次的话 那就是三次 因此 对这种拉扯感 一点也不陌生 可卢雅一直生活在遗失之地 尽管他们 也拥有着文明 以及神秘强大的巫术 却远远未达到 能够建传送阵的地步 感受到虚空中 对自己的拉扯感 卢雅心中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甚至在反思自己 是不是做了伤天害理之事 惹得巫神生气 要惩罚自己 就在她想要运转污力 进行反抗的时候 一只柔嫩的小手 搂住了她的肩膀 女子独有的娇俏声 在她头顶上响起 放轻松 这是正法开启后的正常情况 只要你不反抗 你就可以成功离开这鬼地方 听着亲儿镇定的声音 感受着肩膀上的手传来的温度 卢雅慌乱的心 也逐渐变得平静下来 她转头看向亲儿 发现此时的她身边 发出一阵淡淡的白光 神圣而高贵 使得那普通的五官 都似乎变得精致了许多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和感激 但她的自尊心 不允许她像这聪明的 如狐狸一般的女子低头 她的眼底闪过一丝肉疼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锦囊 递给了亲儿 亲儿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 没有接过锦囊 卢雅亲摇粉唇说道 我侮辱一族 不会白白受人恩惠 有恩必报 这是我们的祖序 这个锦囊里的血珠 是我能拿出来的所有的血珠了 你拿去吧 反正 等卢雅回到族内 什么都有 不差这一点 亲儿有些好笑地 看着眼前明明心疼的要命 却还是要强装着 潇洒大气的样子的小女孩 笑盈盈地接过了 她递过来的锦囊 掂量了一下 说道 嗯 确实不太多 本来想着 看在咱俩相识一场的份上 就当给你打个折算了 不过既然你说 你回到家后 会有很多血珠 那就等你回去后 将剩余的一千枚血珠补回丢吧 现在就当你欠着了 卢雅瞪大双眼 惊叫道 一千枚血珠 你怎么不去抢 亲儿壮肆无辜地说道 我倒是想抢啊 可你不是没有了吗 而且 这本来就是 你自己主动要给的过路费 能不抢 本小姐为什么要抢 你你哼 卢雅气得鼓起腮帮子 族内的族长和长老们 从小就夸她是个懂事的 淡定的孩子 可在遇到亲儿后 却三番四次地被她激怒 亲儿见状 忍不住捏了捏 卢雅白嫩嫩的小脸蛋 回应她的 自然是小家伙的闷恨声 亲儿脸上的笑容微深 或许就连卢雅自己也没发现 她现在的样子 越来越像回一个八岁的小女孩了 在阵法启动到关键的时候 不远处趴在巢穴入口的小头头 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 无数只上古赤白狼珠 朝叶成三人而来 叶成早就料到 尽管亲儿已事先布下 阵法隐藏传送阵 发出的光芒和气息 但在真正要传送离开的时候 还是无法躲过 感知敏锐的赤白狼珠 密密麻麻的狼珠群 从树上 沼泽中 地上爬去 发出沙沙的声音 然而 叶成在一开始 便安排了四大火堆 围绕着自己三人安放 在行动之前 叶成特地将火堆围成圈 将自己三人包围 上古赤白狼珠 天生厌恶和惧怕火焰 因此 许多实力不强的上古赤白狼珠 还未碰到几人 便被火焰活活烧死 发出一阵烧焦的味道 没有一丝犹豫 他挥舞着长枪 轻声喝道 弑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两道金龙虚影 顿时从金枪上飞出 一道金龙虚影 扑向那些实力够强 能够顺利通过火堆的上古赤白狼珠 另一道金龙虚影 则是将轻而卷住 护在体内 叶成知道 扶阵师在施展阵法的时候 除非利用扶阵之力 否则自身是不能擅自移动的 因此 他朝卢雅喊道 卢雅 清儿就交给你了 卢雅听后 精神未知一振 他并不知道 清儿身为扶阵师的弊端 而是以为 清儿没有什么战斗力 叶成这才会派他保护清儿 感觉到自己被受到重用 卢雅像打了鸡血一般 无视虚空中的那股拉扯感 站在清儿的四周 不停地掐绝 释放出黑色的污吏 收割着两人身边 上古赤白狼珠的生命 吻天剑诀第二是 天剑长虹 吻天剑诀第三是 剑破九霄 叶成将自己的火属性灵力 发挥到了最大 使得吞吐的剑气 纷纷变成了艳红色 远远看去 如同手持一柄火箭的火神一般 收割了一片片赤白狼珠的生命 清儿尽管不得离开原地 可别忘了 扶阵师除了擅长阵法以外 还擅长伏法 只见他小手一挥 大把大把的爆裂浮飞到了空中 如长了眼睛一般 贴在了上古赤白狼珠的身上 发出阵阵爆破声 看着尸骨无存的上古赤白狼珠 儒雅震惊之余 又有些心疼 那可是可以提炼好多好多雪珠的呢 小偷偷见手下折损了许多在火堆中 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叫声 随后 还在继续冲冲的上古赤白狼珠群便停下来 不再盲目地想要突破重围 杀进那圈 而是在外围朝叶成几人喷射毒液 扑呲 漫天的毒液如天降暴雨一般 朝三人落下 叶成连忙大喊道 快 躲进白狼珠中 轻儿的反应最快 看着那带着心臭味的毒液 一边快速将颅牙扯过 将白狼取出 罩在自己身上 一边嫌弃地说道 好恶心的毒液 感觉就跟鼻涕虫的鼻涕一样 本小姐才不要被她碰到 脏死了 早在营救长臂妖元的时候 叶成和轻儿便知道 这白狼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挡毒液 果不其然 漫天的毒液雨淋在了白狼上 发出了呲呲的腐蚀声 里面的叶成 却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叶成躲在白狼中 精神高度紧绷 尽管他曾尝试过 用白狼制成手套和脚套 以抵挡死网上的毒液 却并没有把握 白狼可以直接抵挡 浓度如此之高的毒液 听着白狼上滋滋的腐蚀声 叶成既庆幸自己 把能顺走的白狼都顺走了 否则此时 他们暴露在毒液暴雨中 定然瞬间化为一滩血水 不好了 秦大哥 白狼破了 白狼外传来儒雅的惊呼 可此时的叶成 也自身难保 周围的地面上都是毒液 若是他轻易挪动 毒液定然会流进来 暗纳住内心的紧张 叶成高声问道 撑住 清儿 还有多久 快了 还有午夕 儒雅 清儿的声音 明显带着一丝诧意和慌乱 叶成不知道清儿那边 发生了什么事 下意识想释放神识去查探 却被红袍女子及时制止 那毒素能顺着神识之力 侵蚀识海 想要变成吃傻 便尽管试试吧 听到神仙姐姐的话后 叶成瞬间把神识之力收了回来 既然神识之力无法用 自己也无法挪动位置 只能用回最原始办法 再次高声问道 清儿 儒雅 你们没事吧 清儿 儒雅 不管叶成怎么呼唤 都无人回应 面对清儿和儒雅那边未知的情况 他不仅有些焦急 滋辣 头顶上的腐蚀声 将叶成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他心中咯噔一下 有了不祥的欲 敢 猛地抬头看去 草 果然是抵挡不住 对于自己亲自制造出来的白茧 上古赤白狼珠 对其的了解 自然是比叶成等人更多 在小偷偷的指挥下 众多的上古赤白狼珠 将毒液击中 在某一个点喷射 这使得叶成等人身上的白茧 变得越来越脆弱 直至破开 被破开的白茧 破损处变得越发的脆弱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腐蚀殆尽 叶成只好将提前准备好的白茧碎片 补在缺口处 以减缓腐蚀的速度 再称一称 很快 很快时间就到了 叶成大声喊道 也不知是喊给亲儿和卢雅听的 还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 嗡 虚空中的拉扯感达到了极致 叶成只觉身体一清 脑海中传来一阵晕眩感 他知道 传送总算正式开始了 结合之前的经验 无视掉传送特有的失重的感觉 连忙将双眼紧紧地闭上 这才感觉到 那股晕眩感轻了许多 当虚空中的拉扯感消失 代表着传送结束 叶成能呼吸到清新潮湿的空气 可那股失重感却越发地明显 这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的传送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他不禁睁开双眼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在地面上 而是在半空中急速地往下跌落 卧槽 这是怎么回事 叶成连忙运转全身灵力 试图减缓自己下降的速度 下落中 他试图用长枪刺入旁边的悬崖的山体中 可是下降的速度过快 以至于长枪与山体摩擦出金红色的火星 却依旧无法刺入 尽管如此 还是给叶成创造了一丝喘口气的时间 叶成看着底下约墨百米高的悬崖底 心中不停地闪过各种对策 却没有一条可以令自己毫发无伤地着地的 以乌乌鲁雅之名 召唤你的出现 出来吧 我的伙伴 森林巨人 森林巨人 叶成愣住了 没等他问出心中的疑惑 一根如成人小腿般粗细的藤蔓 缠上了他精壮的腰身 令他急剧下降的身体 顿在半空之中 叶成一喜 他自然也猜到了 这是卢雅的伙伴 前来援助自己了 可没等他高兴太久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雄壮的男声 男人 然后 那根缠住他 救下他性命的藤蔓 便如同失控一般 猛地摇晃起来 于是乎 在遗失之地的白米高空上 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 一个头上没毛的男人 别一根粗壮的藤蔓 捆住腰间 如破碎的人形玩偶一般 被剧烈地摇晃着 那男人的身上 还挂着一只粉红色 同样没多少毛的老鼠 跟着一起晃来又晃去 伴随着阵阵尖锐的滋滋叫声 还有嘴边那可以的白色液体 好了 利布奥斯 快放下秦哥哥 那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卢雅的声音传来 空中的藤蔓也停下了晃动 将叶成慢慢地往地面带去 只不过 在距离地面约末五米的地方 拿藤蔓突然松开 把他丢在了地上 若是寻常时候 叶成还不会将这区区五米的距离 放在眼里 可方才他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消耗了不少灵力 传送阵传送的时候 不可避免地产生晕眩感 再加上半空中的湿众和被摇晃 叶成在着地的瞬间 没忍住双腿一软险些 跪倒在地上 长长的藤蔓逐渐变短 回到了一棵巨大的荣树身上 那棵荣树收回藤蔓后 逐渐变化成一个 约莫三米高的壮汉 壮汉看着手扶金枪 以支撑着自己不倒下的夜城 不屑地说道 吃 就你这么的软脚鞋 也配当卢雅的救命恩人 卢雅眉头微皱 不满地喝道 够了 利布奥斯 此时的卢雅和清儿 分别坐在利布奥斯的肩上 两女娇小的身子 与利布奥斯强壮高大的身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衬托得他们越发地柔弱娇小 利布奥斯转头 看着自己肩上小小的身影 勉为其难地说道 看在卢雅的份上 便带你一成说罢 一根藤蔓再次卷上了夜城的腰间 却被夜城闪开 夜城淡淡地说道 不必 你在前面带路 我自然会跟上 哼 还算有点骨气 跟不上可别哭鼻子 利布奥斯没再理会夜城 带着两女在前面带路 她的体型虽然庞大 但本体却是一棵巨树 整片森林都是她的乐土 因此速度十分迅速 竟然追上了利布奥斯 看着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的夜城 微微有些诧异 她是森林的蠢 同时也是森林的守护者之一 只要在这片森林中 她便如鱼进入水里一般 先不说寻常生物 根本无法追上她的速度 就连在族内 她的速度也是佼佼者 如今 竟然被这只软脚蟹追上了 这令利布奥斯有些恼怒 不由地加快了速度 感受到前面的壮汉徒增的速度 夜城嘴角微勾 稍稍转动凌厉 继续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 红袍女子幸灾乐活道 泽泽 你真是个惹事的主 想让你去暗夜之城历练 结果跑到了遗失之地 好不容易找到个靠谱的队友 结果被掳进狼珠巢穴 久死一生 离开了狼珠巢穴 此时又被森林巨人敌视 对于利布奥斯莫名其妙的敌意 夜城有些不以为然 轻笑道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挥剑必抽饭剑狗 要是他不主动来找我麻烦倒罢了 若是主动来找我麻烦 尽管他不知道 那个树精 为什么对自己有如此之大的敌意 但夜城知道 此时并不是与其发生冲突的时候 而且他相信 以对方表现出的气量看来 过不了多久 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来的 一路上 利布奥斯见自己不论如何加速 都无法甩掉后面那个 像牛皮糖一样的男人 恼怒至于安慰着自己 等回到了部落 自有他好看的 这般想着 他倒也不再理会后面的夜城 很快便带着几人来到了卢雅的部落 亲儿坐在利布奥斯的肩上 远远便看到了一座座 用草木搭建而成的简易房屋 以及用荆棘等叫不出名字 却自带尖刺的植物包围着的部落 卢雅此时的心情十分激动 隔得远远的 便开始高声长笑 似乎在通知着部落里的人 他回来了 不一会儿 几名身穿瘦皮衣服的男子 出现在了利布奥斯面前 利布奥斯猛地停下 双目瞪着为首的男子 发出凶狠的表情 夜城健壮 不由得朝为首的男子看去 这是一个拥有着小麦色肌肤 浓眉大眼 头戴瘦皮发带的少年 少年看起来不过十一二岁 却浑身上下结实结实的肌肉 整个人如一头黑豹一般 充满了野性的美感 利布奥斯语气不善地说道 乌尔 你怎么在这 圣女回归 身为护卫队队长 乌尔怎能不前来迎接 乌尔咧嘴一笑 丝毫不将利布奥斯的敌意放在心上 朝着他肩上的卢雅行了一礼 欢迎圣女回归 请问圣女是否要找长老检验历练成果 夜城眉头微条 历练 卢雅置屋着说道 我这还有贵客呢 先安顿好我的朋友们 我再去找长老们 还安顿什么呢 你不是受伤了吗 还不赶紧找你们族内的大夫看看 切儿的话一出 夜城微微一愣 利布奥斯和乌尔 以及乌尔身后几人 瞬间朝卢雅看去 此时几人才发现 卢雅的左手一直藏在袖中 没有拿出来过 而她的脸色也从一开始的红润 逐渐变得苍白 额上也渗出了秘密的戏汗 卢雅还想蒙混过去 强笑着说道 你们不必担心 没事 轻儿皱着眉 有些不能理解为何卢雅 到现在还藏着掖着 夜城走上前问道 怎么回事 卢雅怎么受伤了 难道是刚才 夜城想起了 方才在白姐内 听到轻儿的呼喊声 不由地问道 是的 我给她未了解毒丹 可是病造一日不除 这毒就一日都解不掉 而且会对解毒丹的抗性越来越强 乌尔丹手掐绝 瞬间来到了卢雅身边 拎起卢雅的左手 撩起了袖子 露出了散发着恶臭的伤口 她眉头紧缩 神情严肃地对卢雅说道 圣女 您的伤不能再拖延 务必需要治疗 与此同时 利布奥斯也看到了卢雅的伤口 她生气地问道 该死的 到底是 哪个不想活的蠢货 竟然伤了你 卢雅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对着卢雅 支支吾吾地叫道 可是 卢雅姐姐 两人一同经历过生死 卢雅不免也对 卢雅多了一分耐心 柔声问道 怎么了 那个 一千枚血猪卢雅 能不能迟点赞 扑吃 你这丫头 竟然担心的是这个 早说啊 我都给忘了这事了 那一千枚血猪本 就是逗你玩的 放心好了 不会找你要的 听到千儿的保证后 卢雅这才松了一口气 同意去看乌一 见没人理自己 利布奥斯将毛头转而对象 蹲在自己头顶上的乌尔吼道 你这个让人讨厌的雄性 赶紧从威武的利布奥斯头顶上离开 否则我会正式向你发起挑战 乌尔似乎已经习惯了利布奥斯的暴怒 将卢雅公主抱起后 朝着几名同伴说道 乌顿 去通知乌一 乌立 带客人们去休息 我带圣女回去 你这个卑鄙的雄性 放下卢雅 我自会送她去找乌一 利布奥斯的怒吼 并未能挽留乌尔几人 不过几夕 乌尔便抱着卢雅 跃进了部落 而他那几个族人 速度也奇快无比 该死 又被这讨厌的家伙给跑了 总有一天 把他从卢雅身边踹飞 叶成双瞳微缩 后背出了一声 的冷汗 方才他根本没有看清 纳乌尔是何时出现在 利布奥斯的头上 而且他那几个族人的速度 特别是那个叫乌顿的 竟然使用的是 类似瞬移一般的方式离开 这就是乌鲁一族所修习的巫术吗 果然如轻儿所说一样 好生诡异 好生强大 幸好方才的乌尔 没有将自己 和轻儿视作敌人 否则自己 也许连拔剑的机会 都没有 似乎猜到叶成在想什么 一只小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叶成回眸 只见轻儿一脸笑眯眯的模样 却低声在自己耳边轻声说道 你放心 有我在 没意外 看着轻儿一幅墨荒 有我照着你的大姐头模样 叶成有些哭笑不得 但心情也因为轻儿的打岔 而变得放轻松了很多 想想也是 有轻儿这位天才浮阵师在 不论乌尔他们的速度有多快 招数有多诡异 只要他能给轻儿 争取到布阵的时间 对付这些人 还不是如同问中捉鳖一般简单 自己又何必得自己徒增压力呢 两位客人 这边走 乌立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叶成和轻儿 随后对利布奥斯说道 利布奥斯 你也不算是什么客人了 自己懂路 我就不带了 利布奥斯此时也没什么心情 听乌立逼逼 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 突然眼珠子一转 说道 我是懂路 但怎么说 他们两个也是我带来的 我要护他们周全 言下之意是他跟定叶成和轻儿了 乌立依旧是面无表情 看了一眼几人后 转身带路 叶成却没有错过 他眼中闪过的一丝诧异 不由地轻笑一声 若是他没猜错 利布奥斯突然非要跟着自己和轻儿 定然不是正如其所说的 要护他们周全 而是知道 卢雅在治疗过后 定然会来找自己 根据叶成的观察 利布奥斯应该不是乌鲁一族 而是属于精怪一类 很有可能是卢雅的契约兽 或者守护者的存在 在神阳大陆中 除了人族和妖族两大种族外 还有一些特殊种族 例如 海族以及类似利布奥斯这种植物 或者物品修炼成精的 这一类的种族 统称为精怪族 精怪一族的真身千奇百怪 植物系的精怪 是最常见的 最受人追捧的 也是最稀少的精怪族是丹族 那是由丹药修炼成精的种族 乌立带着三人来到荆棘所阻挡的部落入口 微微掐绝 阻挡着几人的荆棘 便如同有灵性一般自动让开 待几人通过后 又缓缓地恢复原味 看得叶成阵阵叫起 利布奥斯显然也看到了 叶成眼底的惊奇之意 有些得意 又有些不屑地说道 也不知道 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香巴佬 竟然连金字草都没见过 真是可悲 叶成没有在伊利布奥斯的嘲讽 好奇地问道 金字草 就是方才那种带刺的植物吗 当然 金字草是上等部落中 常见的守护植物 你们应该是从低等部落来的吧 竟然连金字草都没见过 我们的眼界 自然是比不上威武雄壮的利布奥斯 这些金字草也能化形吗 吃区区金字草 也就勉强能算得低阶金怪 怎能跟我这种高阶森林守护者 相提并论利布奥斯 被叶成这一记彩虹屁拍得心情舒坦 连带着看 叶成这个雄性都变得顺眼了不少 轻而也插上一嘴 夸道 那肯定的 在这片森林中 能与你利布奥斯相提并论的金怪 根本就是屈指可数 难得被夸奖 还是一个雌性 利布奥斯被夸得嘴角里到了耳根处 正想在叶成 和轻而这两个香巴佬面前 吹吹牛皮 就看到乌利扫了自己一眼 利布奥斯这才想起来 在场还有一个眼力皆高的乌利在 把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说道 嗨嗨 虽然本大爷很厉害 但是不得不承认 在上等金怪中 还有更厉害的存在 轻而一脸不幸的说道 哦 那怎么可能呢 利布奥斯你已经很强了 我可不幸 还有比你更强大的金怪 见轻而不信自己 利布奥斯有些急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虽然我在巨木一族算是佼佼者 可是却不是最强的一个 而且 其他族的 像是妖藤族的藤野 渊草族的紫渊等等 无一步 是比我强大的金怪 轻而听后 这才相信了利布奥斯的话 安慰道 原来如此 是我错怪你了 不过我相信 你的强大 是纯粹依靠自己得来的 他们的强大 除了天赋以外 定然还借助了外力的帮助 听到这里 利布奥斯双眼一亮 仿佛寻觅到知音一般 说道 对啊 清儿小姐 没想到你 虽然眼界不怎么样 智力还是挺高的 若非他们进入过祖地 得到了天大的造化 仅凭天赋的话 我利布奥斯自信 不会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 清儿双眸微闪 不解道 祖地 那是什么地方 你也去不就行了 不行 祖地是 利布奥斯 乌利打断了利布奥斯的话 利布奥斯瞬间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差点说了不该说的话 看向清儿和叶成的眼神 也带着一丝警惕 接着 不论叶成和清儿 如何换着花样逗他 他都坚决不离两人半分 见实在套不了话 叶成和清儿对视一眼 从利布奥斯的话中 他们打探到了不少讯息 首先 在这片遗失之地中 还有不少类似乌鲁一族的部落 这些部落都有等级之分 乌鲁一族属于上等部落 其次 遗失之地也有精怪一族 数量不少 而且实力庞大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便是遗失之地 有一个名为祖地的地方 听名字 以及利布奥斯和乌利的反应 再结合利布奥斯方才的话 这应该是 整座遗失之地文明的最核心之处 各族的精怪 能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进入祖地 获取属于自己的机缘 使得自己的实力 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 祖地在哪里 如何进入祖地 进入祖地 需要什么条件 这些都是未知的 想到自己差一点 就可以得出 自己最想知道的重要信息 偏偏被乌利这个家伙给搅黄了 想到这 叶成就不免 狠狠瞪了面前的乌利一眼 都怪这个多嘴的 剑实在套不出话来 叶成和清儿 也放弃了继续攀谈下去的想法 跟着乌利 来到一座用木头搭建的房屋外 一路上 叶成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乌鲁族的部落 部落的规模不算特别大 放眼看去 不过几百人 成年的男性族人 在地里耕种 年纪小的孩子 则是在果园里 协助女性族人采摘着果子 若非时不时能看到一些 奇形怪状的精怪 乌鲁族的部落 与寻常凡人的部落 看上去并无两样 叶成和清儿的到来 立刻引起了族人们的注意 成年的族人们 只是略微好奇地行着注目里 而孩子们 就没有那么淡定了 大着胆子 跑到一行人面前 问道 乌鲁叔叔 利不傲斯叔叔 这两个是新来的客人吗 一向寡言少语的乌鲁 在面对着一群约莫六 七岁的熊孩 此的时候 肌肉有着片刻的僵硬 但也没有无视 回答道 嗯 孩子们显然是习惯了乌鲁的冷淡 七嘴八舌地追问道 真的 这是谁的客人啊 是乌鲁哥哥的朋友吗 我们部落已经好久没有来客人了 我要去告诉阿爸阿妈 让他们多做些好吃的招呼贵客 乌鲁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说什么招呼客人 不就是 你自己肚子里的蝉虫饭了 想要吃你阿爸阿妈做的食物吗 叫乌鲁的小胖子被拆穿后 红着脸辩解道 我才没有 阿妈说过 来客人就是要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 招待的 我才不是为了吃好吃的呢 才不幸 才不幸 你看 你都吃得这么胖了 等过两天去想上学了 老师们肯定会叫你减肥的 哈哈 哼 老师才不会这样做 你们老欺负我 我要告诉我 阿爸阿妈去 叶成看着小胖子 长得通红的圆脸 有些玩儿 实际上 乌鲁的身材并不算肥胖 只是天生婴儿肥 以及有些肉肉的小肚男 放在外界 最多也只能算是个微胖的孩子 甚至 这种身材 有些爷爷奶奶一辈的 还会嫌弃他太瘦了 要多吃一点呢 想到这 叶成从储物袋中 取出自己敲咪咪藏起来的肉块 递给乌鲁 笑道 这是我 前不久做的 请你吃 这肉块 是一种类似螃蟹的妖兽 其肉煎过后 极为鲜美 乌鲁显然没想到 叶成会给自己递来好吃的 尽管他十分想表现出 自己并不是个小蝉猫 可眼前的肉块 散发出一种 他从未闻到过的香味 勾得他口水直流 根本无法拒绝 没等乌鲁开口 他便伸手一把 将肉块塞进口中 在咬下的第一口时 乌鲁瞪圆了一双小眼睛 快速地咬下第二口 乌鲁瞇上了双眼 露出一脸享受的样子 甚至还发出了 阵阵身影声 乌鲁族的人口不算多 乌鲁的阿爸阿妈 是部落中最会主持食的人 每逢重大节日 组长都会邀请他的阿爸阿妈 负责掌厨 因此 乌鲁属于是部落中 出了名的小吃货了 寻常的吃食 根本不能入他的口 乌鲁从未见过乌鲁这小胖子 露出如此陶醉的表情 眼神再次闪过一丝诧异 乌鲁都如此 更别提其他孩子了 乌鲁身边的孩子们 看到乌鲁的表情 以及闻到的肉香后 纷纷咽了咽口水 忍不住问道 乌鲁那个感觉怎样 嗯 什么怎样 就是 好不好吃呀 废话 当然好 乌鲁突然想到什么 话音一转说道 当然 好难吃啊 你们也知道 我可是被阿爸阿妈给喂叼嘴的 不过是 普通的再普通的肉干罢了 还能好吃出花来 听到乌鲁的话后 一众小孩这才收回了好奇的目光 想想也 是 乌鲁的阿爸阿妈 哪怕是在高等部落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名厨 据说曾经还有个高等部落的组长 花高架聘请他们烹饪一席菜 全程将他们奉作上宾 乌鲁的阿爸阿妈 也凭借着他们的厨艺 而成为整个部落少有的妇人之一 因为他们 只有乌鲁一个儿子 因此将所有的美食 都优先给乌鲁享用 区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又怎么可能可以拿出 比他们更好吃的美食 哎 既然不好吃 就别露出那样的表情 害得我们 还以为 你吃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美食呢 乌鲁深深地看了乌鲁一眼 开口去赶小屁孩们 我们要走了 好了好了 乌鲁哥哥总是这么无趣 知道了啦 那我们去果园那玩吧 咦 乌鲁 你不走吗 听到伙伴们在呼喊自己 乌鲁眼神闪烁 眼珠子一转 用双手捂着肚子 一脸痛苦地说道 哎呦哎呦 我的肚子突然有点疼 可能不能跟你们去玩了 同伴听后 一脸警惕地看着叶成 说道 不好 该不会是这家伙送的肉干有毒吧 对啊对啊 那么难吃的肉干 说不定真的会有毒 糟了糟了 乌鲁 要不要带你去找乌鲁 我刚刚好像看到他了 几个熊孩子七嘴八舌地说道 并且将叶成团团围住 大有一副乌鲁出什么事 就让叶成走不出部落的样子 乌鲁没想到同伴们会这么激动 更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临时找的借口 竟然会连累到叶成 平平白无故地遭受到了族人们的排斥 甚至就连乌鲁哥哥 看向那人的目光 都变得有些不善 被莫名其妙的仇视 叶成有些哭笑不得 这算不算是非来横祸 不过 自己的肉干 真的很难吃吗 乌鲁感受到叶成那似笑非笑的目光 有些心虚 连忙说道 不不不 不关这个哥哥的事 是我自己今天忘记拉臭臭了 这会儿 估计是想话没说完 一声气流穿梭的声音 咻的一声 传进了在场的耳边 声音不大 可在场的 要么是有修为的 要么便是年纪小资质却很好的 特别是 伴随着声音 下一刻便是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 哇靠 乌快 你竟然放屁 乌快 你好恶心 好臭好臭 我顶不住了 哦 叶成自然也闻到了这股气味 这股气味并不好闻 可对于曾经在郎珠巢穴待过的叶成和亲儿来说 不过小菜一叠 但也得亏乌快这个小插曲 使得那群熊孩子 纷纷一哄而散 没有了那么多人围着 屋里紧绷着的神经 总算放松了不少 连带着肌肉 也没那么僵硬了 看着一脸尴尬的小胖子 叶成似笑非笑地说道 好了 你的好朋友们都走了 你也赶紧回家 解决人生大事去吧 乌快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挠手 朝叶成伸出了肉糊糊的小手 笑道 我叫乌快 哥哥你叫啥 秦成 秦成哥哥 你是第一次来 我们乌鲁族吗 我可以为你们带路 这附近就没有我不熟的地儿 不必了 有乌鲁带着我们就可以了 小胖子拍了拍胸膛 信誓旦旦地说道 乌鲁哥哥他不爱说话 哪有我讲解的到位啊 你就说你想去哪吧 保证带你们去道 叶成不想 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 还浪费时间 直接说道 我想去祖地 你能带我去 一听到祖地二字 乌快的小圆脸 瞬间就垮了下去 怎么连你也想去那里啊 我也没资格带你们进去啊 叶成听后心神微动 不动声色地问道 最近有很多人都去祖地吗 对啊 你们也是来想要获得传承的吗 传承 那是什么 乌快 我们还有事 听到屋里语气严肃 乌快小脸一垮 也不敢再缠着叶成 只好兴兴离开 在叶成即将进入屋内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了乌快的声音 秦成哥哥 你谈完事情 后记得来找我玩哦 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吗 叶成嘴角微勾 这小胖子真磨人 这便是我足用于招待客人的地方 你们就先住在这吧 清儿皱着眉看着一眼见方的屋子 不由地问道 我们 住一起 乌里有些不解 道 不然 清儿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叶成 说道 我是女的 她是男的 男女瘦瘦不清 你知道吗 乌里听后 沉默了许久 就当清儿以为她将自己的话听进去时 她抬起头一脸正经地说了句 不懂 清儿气急 真想敲开这鱼木脑子 看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叶成一把搂过清儿 捂住了她的小嘴 对乌里笑道 好了好了 不好意思 哦乌里 我妹妹有些顽皮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谢谢你把我们带来这里 女子温热地呼吸令她心头微颤 也不知怎点 以前对陆清瑶都没有这种心计 却会对长相不及陆清瑶的清儿 有这种感觉 乌里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在意 眼睛紧紧地盯着叶成 问道 你们想去阻地 此话一出 清儿也停止了挣扎 一瞬间忘记了 自己还被叶成搂着的事情 叶成笑道 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方才不过是故意刁难那小胖子罢了 一路上 你都在打探祖地的情况 不过是第一次听说 有些好奇罢了 乌里肯定地说道 你是外来者 叶成眉心一跳 按道失策了 看来这祖地 在一失之地 应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地方 并不像是自己之前猜想的 是乌鲁一族专属的地方 看到叶成一脸悔恨的样子 清儿忍不住吐槽道 真是个呆子 叶成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随后摸了摸鼻子 没有说话 明明从立不傲斯的话中 就能得出 祖地是很多种族都能进入的 自己竟然还没反应过来 祖地是公用的 还是傻傻地以为是专属的 这可不就是呆子吗 他尴尬地笑了笑 嘿嘿 我的我的 竟然被看破身份了 叶成也不再藏着掖着 大大方方地承认道 是的 我们是外来者 确实是想进祖地 但是却不是为了 你们的传承而来的 嗯 你们是为了借口 叶成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他倒是没想到 乌力会如此简单地 就说出借口二字 他有些期待地问道 是的 所以 祖地就是借口吗 乌力摇摇头 说道 我不知道 你没去过祖地 去过 但只是在外围 轻而忍不住问道 那若是在内围 有借口吗 或者说 你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祖训之类的 有提过祖地里有借口 乌力还是摇头 答道 没有 叶成有些失望 那看来 借口并不在这里 轻而不死心地问道 那你觉得 哪里最有可能是借口所在地 总算遇到议题 自己会答得了 乌力信誓旦旦地答道 祖地 叶成 说好的祖地里没有借口呢 轻而 心好累 问如何跟原始部落的人交流 在线囚集 叶成回想着自己得到的讯息 再结合了乌力的上下文 试探性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你只去过祖地的外围 没有进入过内围 也没有看过和听过 关于祖地内围的消息 对吗 是若借口真的存在 那只会在祖地 叶成和轻而对视眼 看来 在这遗失之地 借口仅仅存在于传说中 至少 乌鲁一族 从未见过 然而 在神阳大陆 却真实有人从遗失之地 通过借口 回到主位面 因此 叶成和轻而 能十分肯定 借口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看来 这个祖地 还飞去不可了 轻而一脸期待地问道 我们可以不要传承 请问如何能进入祖地 乌鲁摇摇头 说道 不知道 轻而真的是想拍死乌鲁的心 都有了 你不知道 你跟我们捞那么久 正当叶成和轻而 准备另寻他法 进入祖地时 乌鲁突然说道 长老门才能开启 对于乌鲁的脑回路 和说话大喘气 轻而以乌鲁吐槽了 所幸这 翻攀谈也不算是全然没有收获 至少 他们知道了 借口很有可能存在于祖地的内围 以及祖地需要长老门才能开启 那么 他们是不是能大胆地猜测 只有长老才有资格放人进入祖地呢 轻而似乎想到什么 突然问道 卢鲁在参加什么历练 乌鲁 对于自己回答的题目 语气总是变得信誓旦旦的 圣女的历练 轻而 虽然她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莫名的火大 是怎么回事 叶成感觉到 轻而即将暴走 连忙一边安抚一边问道 她的历练通过了 是不是就可以进入祖地了 是的 那不是圣女的话 也有相应的历练吗 乌鲁微微皱眉 似乎不知道这道题该怎么回答 突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秦哥哥和亲儿姐姐 是想参加祖地之战吗 卢雅 你的伤好些了吗 乌一 已经替我清理过伤口了 多亏了亲儿姐姐的解读蛋 否则卢雅根本撑不到回族内 说什么傻话 若非是我 你根本不用说这个伤 卢雅 祖地之战 那是什么 秦哥哥不要着急 等吃过晚饭后 我再细细跟你们说 卢雅微微一笑 叶成虽然很想快点知道答案 但是看到卢雅仍然有些苍迈的小脸 她也不忍心再追问下去 只好忍着满肚子的疑问 静静地等待着晚餐的到来 虽说亲儿对乌立的安排有些不满意 但是她与叶成 也并非没试过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再加上 此地除了她和叶成两人会对男女之间有所避忌之外 其他人似乎没有太多的男女之别的意识 于是她索性也接受了这个安排 反正叶成并不会对她做些什么 而且在这遗失之地 她的名声也不会被折损 不知过了多久 叶成从修炼中苏醒过来 便听到屋外卢雅的声音传来 秦哥哥 亲儿姐姐 晚餐要开始了 卢雅带你们过去 终于到晚餐时间了吗 叶成有些期待 实际上 她内心根本不期待着那所谓的晚餐 她最希望的 还是快点从卢雅口中 打探到有关于祖地的事情 一出门 叶成便看到那冲天的火光 不出意外 那便是今晚吃晚餐的地方了 果不其然 卢雅带着叶成和亲儿两人 朝着火光处走去 一路上 叶成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 卢雅身为乌鲁族的圣女 地位崇高 偶遇到的族人们 朝其行礼 这很正常 可不正常的地方在于 并不是所有的乌鲁族族人 在见到卢雅的时候 都会朝其行礼 有的会直接无视 卢雅有些诧异 叶成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但瞬间也想到了 应该是方才的族人们的态度 令她得出了这个结论 不由地感叹着 叶成敏锐的观察力 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是的 我们乌鲁族 目前一共有三位圣女 每位圣女 都有各自的追随者和守护者 方才那些族人们 他们其实也是热情好客的 只是恰好不是属于 我这边的阵营的三位 那数量也不算少了 要知道 乌鲁族全族不过几百人 踢除族长和长老们 再踢除男性 最后剩下的女性数量 就已经很少了 更别提 还要再从数量不多的女性中 筛选出合适的年龄 合适资质的人选做圣女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挑出三个称到最后 实属不易 卢雅有些自豪地说道 是吧 在人族部落中 我们的圣女人数是最多的 虽然我们在部落的时候 会相互竞争 各自的追随者们和守护者们 也会有些许摩擦碰撞 但是 在对外的时候 我们都是团结一致的 哪怕是曾经敌对的族人们 也会在这个时候 轻如兄弟 这一点 倒是令夜城有些意想不到 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 你们乌 鲁一族 做得特别棒 当然 这也是我们乌鲁一族 能成为上等部落的原因之一 两人说着话 很快变到了今晚的晚餐场地 只见偌大的广场周围 皆是高高的看台 每一个看台上 都点着三根烧得冒烟的火把 而正中间 则是一个巨型篝火 火堆的规模 丝毫不比夜城为上古赤白狼猪王烹饪时的 火堆小如此巨型的篝火 也使得部落里的原住民们 瞬间得到了晚餐的讯号 纷纷朝广场赶来 秦哥哥 清儿姐姐 你们的位置在这里 我的位置在那边 等篝火狂欢开始的时候 我再来许你们 儒雅将夜城和清儿带到位置上后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秦城哥哥 可算是找到你了 我就知道 也会来这的 我之前一直在家里等你 你怎么都没来找我呀 吴快 你没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 我如何找你 对哦 我还以为是你不想理我呢 看着眼前这么好哄的小胖子 夜城不由地笑笑 也不戳穿他的小心思 随手递给他一个小布袋子 乌快有些不明所以的结果 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正是之前 夜城给他吃过的肉干 他猛地抬头看着夜城的笑脸 两只小眼睛 瞬间湿润了 若是一个小美女寒情默默 毛子湿润地看着自己 夜城或许还会十分享受 可是这对象换成了一个小胖子 各体验感 就没那么妙了 夜城白了乌快眼 没好气地说道 再这么看我 我就收回去了 听到心心念念的肉干 要被收回去 乌快连忙将其塞进裤裆 看得夜城而上 轻金猛地一跳 乌快将小布袋藏好 四处看了看 见没人发现后 对夜城笑得越发的谄媚 乌快 你有话就说 少在这恶心人了 卢雅显然也被小胖子的表情 和行为恶心到了 虽说乌鲁族 并不是很看重男女之别 可将吃食放进裤裆这种事 卢雅自问是做不出来的 可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秦城大哥 你真是个好人 真是个超级大好人 我乌快今日就认下你这个大哥了 以后有谁敢欺负你 你就报我的名字 呵呵 报你名字 我怕秦大哥会伤得更重吗 乌快胖脸一垮 可是面对的是自家圣女 也不好回怼 恰好晚宴即将开始了 便依依不舍地与夜城告别 夜城朝乌快离开的方向看去 看到一对中年夫妇 正在朝起招手 想必便是乌快的阿爸阿妈了 夜城没有多关注下去 送给乌快肉干 也不过是因为看这个小胖子顺眼 随手为之罢了 随着阵阵鼓声响起 乌尔 乌利等人一边踩着鼓点 一边跳着不知名的舞步 将一只已经烹饪好的巨大的豪猪模样的妖兽抬了出来 放在了人群中间的巨大棕櫓叶上 看着如此巨大的猎物 许多乌鲁族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兴奋的咆哮 甚至还有的男性乌鲁族人扯开了兽皮上衣 用双拳猛锤自己精壮的胸膛 乌鲁族男性居多 夜城和亲儿附近 坐得恰好都是男性 有几道目光注视着自己 他不由地朝其中一道目光方向看去 那是一名身穿白色兽皮的老鱼 那个老鱼夜城曾向卢雅打听过 他是乌鲁族的现任组长 也是在场唯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 毕竟对方是组长 在四目相对时 夜城还是朝对方友好的微笑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那老鱼似乎没有看到夜城的嗜好一般 将头扭了过去 与身边的长老们不知说些什么 夜城从那些长老们若有若无的眼神看来 老鱼说的话 定然与自己和亲儿有关 夜城也不好奇老鱼究竟会说什么 转而看向第二道目光方向 对上的是卢雅观星的眼神 想来是担心自己和亲儿这两个外来人 无法适应原住民的环境 夜城朝他露出了安抚的笑容 示意自己很好 让他不用担心 卢雅瞬间便理解到夜城的意思 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夜城再朝最后一道 让他觉得有些特别情绪的目光 没想到竟是乌快的阿爸 此时的乌快正在他们身边 细看之下 能发现他的小嘴正在小幅度 的咀嚼 似乎在偷吃着什么 乌快的阿爸 显然没想到 夜城会突然看过来 微微一愣后 对他笑了笑 便移开了目光 夜城正想回应 却发现对方早已不看向自己这边 也只好作罢 心里却嘀咕着 没想到 一个这么腼腆的男人 竟然会生养出 这么自来熟的儿子 呆族人们都冷静一些后 老鱼站起身来 开始为今日的晚宴致辞 不管是在主位面 还是在遗失之地 这类型的致词 都大差不差 不是感谢 就是欢迎 再就是鼓励画饼 对于这种场合 身为夜族天之骄子的夜城 早已熟得不能再熟悉了 尽管面上保留着尊重 实际上 心思已经飞走了 也就是在这时 夜城突然发现了 老玉兽皮底下的脚 并非一双人脚 而是一双毛茸茸的兽族 夜城心中一瞬间 有了许多猜测 妖族 这乌鲁族的族长 竟然是妖族 还是说 是人妖恋的结晶 不应该不会是这样 人族部落 又怎会由 一个混种当族长 夜城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他悄悄地拍了拍青儿 在他疑惑的目光下 低声问道 你注意到那族长的脚了吗 青儿 朝老玉的底下扫了一眼 有些不解地问道 看到了 怎么了 看着青儿疑惑的神情 夜城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笑着说道 哦 没事 就是好奇一下而已 有够无聊的 打发了青儿 夜城在朝台上神情激昂地 给族人们打鸡血的老玉 笑容有些意味深长 有意思了 一个妖族 或者说 一个半妖 隐藏身份潜伏在乌鲁族 甚至还混上了族长之位 到底图的是什么 族长和长老们 挨个致辞完毕后 猎物也被拆分好了 又乌力等人 一个个提着一个大铲子 将肉块倒在了 每个人面前的棕榈叶上 夜城和青儿 入香随俗地双手合十 做完祷告后 这才正式开始用餐 一点味道都没有 还要用手 惹针油啊 一贯精致的青儿 显然有些不能接受 这种没有味道的食物 以及用手 直接抓拿肉块进餐的方式 夜城有理由相信 若非不想暴露自己是外来者 而且还带着丰富物资 这女人定然会从 储物界中拿餐具出来用餐 等待了这么久 才正式开始用餐 夜城也有些饿了 伸手拿了一根 带着一点血丝的肉骨头吃下 一股心骚味 充斥着整个口腔 令她有些不适应 她看了看四周狼吞虎咽的乌鲁族人 微微皱眉 这便是遗失之地中 有名的掌厨 做出来的山珍海味 这一刻 她总算能理解卢雅 乌快 以及上古赤白狼猪王 在吃过自己烹饪的东西后 为何如此痴迷的缘故了 落手头上这种带血的 没有味道的肉骨头 都算是美味 那之前自己送给乌快的 那袋子肉干 必定能成为镇足之宝的存在了 与她的想法一致的 除了青儿 还有卢雅 以及坐在大厨身边的乌快 此时的她 尝过了叶成送的肉干后 又乃能吃得下眼前的肉快 可这些都是自己阿爸阿妈亲自烹制的 若是不吃 又狠打阿爸阿妈的脸面 可是 吃她又真的是有些吃不下口 一时间 小胖子觉得自己 面对了一道人生难题 纠结的小胖脸都皱在了一起 叶成勉强地吃下了手中的 那根肉骨头 可若要 她与乌鲁族人一样 撬开骨头 吃里面鲜红的骨髓 这还真是做不到 而青儿大小姐 则是一口都没动 索性到最后 叶成 将他们两人面前的食物 都分给了身边早已吃完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面前食物的乌鲁族人 你们吃吧 我和我的伙伴 来时刚刚吃过 现在还不是很饿 这是难得的美味 可不要错过 叶成笑眯眯地分享着自己的美食 这般大方的模样 获得了不少乌鲁族人的好感 哪怕不是卢雅一方的追随者 看向她和倩儿的眼神 也都柔和了不少 所有人用餐完毕后 有专门的乌鲁族人 会回收他们面前 装过食物的棕榈叶 一旁的乌鲁族人告诉叶成 那些叶子会被拿去晒干 吸收过肉味的叶子 晒干后泡水 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 满嘴的肥油 以及那鼓励人作呕的心骚味 让叶成对于乌鲁族的 乃至于对整个遗失之地的美食 都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 但与此同时 他也明白了所谓的 上古除季的稀缺与受欢迎度 或许 这会是一个突破口 不管如何 剑步走步吧 晚餐过后 是篝火舞会 叶成和亲儿两个外族人 饶有兴致地看着乌鲁族人们狂欢 篝火舞会 显然是乌鲁族不常有的活动 少男少女们 一个个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 在人群中寻找着自己的舞伴 突然 人群中传来一阵欢呼声 叶成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豹纹抹胸 和紧身短裙 小麦色肌肤 身材火爆的女子 被簇拥在中间 一个身材瘦小的乌鲁族男子 手捧一束七彩鲜花 紧张期待地问道 夏丽圣女 请问你有舞伴吗 若没有 叶成认出来 这个男子正是当初跟在乌尔森后 去通知乌衣的乌顿 他的顿数 给叶成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好意思 乌顿 我已经有舞伴了 夏丽一边拒绝着身边的异性 一边朝叶成的方向走来 叶成微微一愣 这是冲着我来的 并非叶成自恋 而是夏丽那双向 挤了黑豹一般的毛子 一直紧紧盯着自己 似乎猎人看着猎物一般的神情 夏丽丝毫不在意 身边围观者的目光 在叶成面前站定 双手抱胸 挤出了一道身 身的沟壑 说道 男人 做我的舞伴吧 是陈述剧 不是疑问剧 坐在地上的叶成抬头看去 方才远远看去 只觉得夏丽的身材很好 一双修长的眉腿 带着马甲线 隐约还有几块腹肌的光滑腹部 以及那高耸入云的 未看什么呢 人家圣女在问你话呢 轻而而 用肘关节捅了捅叶成 表情似笑非笑 叶成也察觉到了 自己有些看得不是地方 摸了摸鼻子 说道 不好意思 我不会跳舞 没事 我是全族跳舞最好的女子 但你足够了 不了 我并不打算跳舞 叶成有些头疼 她身边的异性不多 可从未遇到如此听不懂人话的 夏丽的性格与她的外表一样 充满着野性 直率和张狂 哪怕还未成为圣女之前 她凭借着美丽的外表 以及果果人的天资 在乌鲁族内 都是最受欢迎的女性之一 成为圣女后 身边就没缺过异性的追捧在来前 她十分自信 眼前这个外族人 是不会拒绝自己的 毕竟 能成为她乌夏丽的舞伴 简直是最高的殊荣之一 只是没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会拒绝自己 不行 篝火舞会所有人必须参加 你必须要成为我的舞伴 这是夏丽少有的被异性拒绝 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拒绝 面上无光 颜面扫地 见女神被羞辱 一旁的追随者们 忍不住开始心疼 一旁的乌顿也走了过来 不满地看了一眼夜城 对夏丽说道 这就是你选的舞伴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 怎么配当你的舞伴 有了乌顿带头 其他乌鲁族人 也忍不住议论纷纷 区区外族人 凭什么拒绝夏丽圣女 就是 我们乌鲁一族 不欢迎你这个外族人 还有的人开始打起了亲儿的注意 在遗失之地 女人是每个部落的稀缺资源 而外来的女人 更是一个部落 用于交换和彰显实力的资本 把她带来的那个女人留下 她可以赶回她自己的部落里去 对对对 让这个小子 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竟敢得罪我乌鲁族的圣女 既然这样 那就拿她部落里的女人来抵罪吧 夏丽圣女 这个家伙不识货 不愿意当你的舞伴 我来当你的舞伴吧 我呸 你这矮子 夏丽圣女怎么会看得上 还是让我来吧 夜成眉头微皱 有些不悦 若说轻儿的任性 是古灵精怪 让她没有办法的 那么这个夏丽圣女的任性 则是让强势霸道的 让她有些反感 更何况 她那一方的追随者 包括乌顿一个个的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被人当成物品一样的轻儿 也从最开始的一旁看戏 变得面 色冰冷 她的小手微动 身上的灵力若隐若现 释放出了无形玄奥的气息 夏丽那如豹子一般灵敏的无感 立刻感应到 轻而带来的危机感 立刻喝住身边那露出 猥琐面容的乌鲁族男子 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 都给我住嘴 想当我的舞伴 你们还不配 还有 谁在叫嚣着 要伤害那个外族女子 老娘第一个要你好看 听着夏丽的话后 身边的乌鲁族男子 纷纷眼中闪过一丝屈辱 乌顿更是阴毒地 看了一眼夜成后 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哟 我倒是谁这么大的脸 在那里强迫别人 当自己舞伴呢 原来是我们的夏丽圣女啊 我在足了这么多年 怎么没听说过 这篝火舞会 必须所有人都参加呢 刚刚送走组长 和长老们回去歇息 卢雅便匆匆赶来篝火舞会 想要找夜成和亲儿 没想到 竟然碰上夏丽挖墙脚的场面 三个圣女各自 代表三个不同的阵营 平日里 彼此也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特别是夏丽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两人就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此后 关系就变得更加不和谐 此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 踩夏丽两脚 卢雅怎能放过 卢雅 她不过 是因为害羞才拒绝的我 你以为你可以成为她的舞伴 别做梦了你 卢雅懒得理会 这个不可理喻的女人 期待而又有些小女儿 羞涩地朝夜成问道 秦哥哥 请问 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 夜成眉心一跳 卢雅的舞伴 怎么又是舞伴 难道这个舞伴 有什么特殊含义不成 她怎么感觉 这个看似普通的问题 突然有些不好回答了呢 就在夜成斟酌着 如何回答的时候 一旁的清儿 突然上前挽住了她的手臂 小鸟一人地挨着她说道 不好意思哦 两位圣女 这个男人的舞伴位置 有主了 三人突然一愣 夜成眼中瞬间回过神来 看着清儿 毛茸茸的小脑袋 忍不住伸手揉了揉 对两女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 方才趴落了夏丽圣女的面子 这才没说我已经有舞伴了 在不知道这个舞伴的背后意思之前 拒绝面前这两位乌鲁族圣女 是最明智的选择 她不是没想过 拿千儿出来挡刀 可是躲在女人身后 不是夜成的风格 可若是亲而自愿 主动地站出来帮自己 那就不一样了 果然 有人辅助的感觉就是好 呀呀 两位圣女大人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又来一个女人 夜成有些头疼 自从来到这一世之地后 怎么去到哪都是女人 夏丽皱着眉 看着面前披散着头发 耳边还别着一朵 白色小花的女子说道 春雨 这里没你什么事 哪凉快哪待着去 春雨也是三大圣女之一 若是关系恶劣度有排名 夏丽在部落中 最讨厌的 便是这个看似柔弱无害 实则勾去杀人诛心的春雨 因为性格和外在的原因 她也不知道多少次 被春雨扯出来背锅 导致自己的名声 在圣女中是最差的一个 春雨听完夏丽的话后 轻咬粉唇 泪眼汪汪地说道 夏丽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你放心 我是不会将你和卢雅妹妹 抢抢他人舞伴的事情 告诉组长和长老们知道的 春雨相信 在场的各位族人 定然也会帮夏丽姐姐 和卢雅妹妹 保守这个秘密的 对吗 春雨身后的追随者 见到自家圣女 一副小可怜的模样 有些恼火 一个个将春雨护在身后 对夏丽说道 夏丽圣女 哪怕你贵为圣女 也不应该抢抢他人的舞伴 更不应该做错事了 还欺负春雨圣女 就是你 如果再欺负我们春雨圣女 我们定然会保护他保护到底 这件事 哪怕是闹到长老们那去 我们也有理 春雨似乎担心自己的追随者 伤害夏丽一般 连忙说道 各位不要这样了 我想夏丽姐姐也不是故意的 她可能只是害怕春雨说出去而已 夏丽姐姐 春雨以巫神之名启示 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你就原谅春雨 好吗 春雨圣女你 也是圣女 在她 面前根本无需这么软弱 春雨拢了拢散落的头发 微微一笑 柔声说道 若是敌人 我定然不怕她 可如今 我们是同族人 哪怕身处不同的阵营 也依旧是姐妹 妹妹让着姐姐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夏丽看着群情激动的场面 微微抿了抿唇 又来了 又是这样 每一次她根本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说 就会被人讨厌 被人攻击 轻而小声地说道 没想到挖一个遗失之地的原始部落 竟然都会有小白莲的存在 果然 白莲无处不在啊 什么是白莲 夜城虚心求交 这段时间以来 她跟着轻而 学到了不少 她的家乡话 这些词是她从未听过 却又莫名觉得贴合的 诺 就是那个老十字春雨圣女这种 明明夏丽什么都没做 她偏偏利用自己 弱不禁风的小可怜样 博得大家的同情 引导大家觉得 夏丽是加害者 轻而说完后 又补充了一句 这种白莲表 我最讨厌了 看着就倒胃口 本来就没吃到什么了 夜城心神一动 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小包肉干塞到轻而手中 然后对着春雨说道 春雨圣女 你可能是误会了 夏丽圣女和卢雅圣女 并没有在争夺我 争夺五半这种恶劣的事情 两位如此美好 而强大的圣女 又怎么会做呢 春雨没想到 夜城会站出来帮夏丽 不由地问道 怎么会呢 春雨刚刚明明看到 夜城打断道 春雨圣女是后来的 自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卖 夏丽圣女和卢雅圣女 不过是担心我一个外来客人无聊 不敢邀请五半 怕我尴尬 这才来邀请我 想要替我解围罢了 那你的五半 是的 我的五半就是亲儿 这是我们刚刚定下来的 若是我知道 会有两位圣女要当我的五半 我定然不会提前定下五半的 春雨一脸真诚和期待地看着夜城 问道 原来如此 不过五半是可以换的 春雨有些好奇 不知道若是你没定下五半 你会选择谁当你的五半呢 那清纯的模样 以及发亮的双眸 像极了一个崇拜自己的小迷妹 能极大的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若非是早就知道 这春雨的本性 以及自己不是遗失之地 这些脑子耿直的人 说不得真的会踩下他的语言陷阱 但还真是个白莲花 夜城义愤填膺地说道 春雨圣女这话就不对了 难道我秦成在你的眼中 就是这么一个言而无信的男人吗 还是说 你觉得这两位圣女 都是可以让我随意挑选的东西不成 春雨张了张嘴 下意识地说道 不我没有说 他们是东西 夜城更加气愤了 你竟然骂他们不是东西 春雨圣女 你实在是太令我失了 春雨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 一时间有些猛了 就是啊 春雨圣女 你怎么能骂人呢 明明我们下例圣女都没说你什么 这是本来就是她和卢雅圣女的事 你来凑什么热闹 哼 我说 你们这些男人 总算看明白她的心思了吗 我们家卢雅圣女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你们这些无脑男人重伤 看到春雨有些发猛 来不及反驳 夜城十分悲痛地说道 你作为乌鲁一族 为数不多的三位圣女之一 内心竟然如此恶毒 竟然当众骂另外两个圣女不是东西 亏我还因为你的善良和单纯 对你心生好感 哪怕你看起来体质很弱 都依旧没有丝毫 看不起你 实在是太失望了 夜城的话一出 周围的乌鲁族人看向春雨的眼神 都变得有些不同了 遗失之地崇尚强者 不论男女老少 只要够强 就能受人尊敬 春雨因出生的时候 母亲难产 导致她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幸好她天资够高 且十分懂得笼络人心 这才稳居圣女之位 因此 这么多年来 众人都下意识地忽略了 春雨的综合实力 在三位圣女中乃是最差的一位 人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 就会变得自私起来 春雨这方少数的追随者们 心中开始有些动摇自己的选择 在思考自己 是否还要跟着实 力如此弱 身子骨也这么弱的圣女 此时夜城 虽然没有将她伪善的面具撕下 但却也令她在部落中的完美形象 产生了一丝裂缝 尽管春雨很会拉拢人心 但终归 还是一个十几岁的 副位面的部落女子 一时间被这么多人 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不由得有些心慌 对不起 刚刚确实是春雨说错了 春雨不是想说 两位圣女不是东西 那你想说什么 春雨想说 他们是春雨说到一半 猛地顿住了 这才察觉到 自己掉进了夜城的坑里了 是什么 夜城目光微灵 你是想说 两位圣女是东西吗 你竟然还在骂人 真是太令人反感了 有你在的地方 我都觉得有些乌烟瘴气 这篝火舞会 不参加也罢 清儿 儒雅圣女 我们走 说着便拉着清儿的小手 朝休息的木屋走去 儒雅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眼春雨 连忙跟了上去 难得看到春雨失事 夏立扭着小蛮腰 经过她的时候 冷笑一声 什么话都没说 就离开了 她也不傻 夜城能说得迎春雨 不代表她也可以 现在春雨处于发猛的时候 自己要是再留在这 万一她反应过来了 定然恼羞成怒 第一时间拿自己开刀 挽回形象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不过这个叫秦城的外族人 确实有些意思 夏立娜充满野性的毛子 紧盯着夜城离去的背影 舔了舔红唇 快步地跟了上去 秦大哥 你真厉害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春雨露出这种表情 卢雅崇拜地看着夜城 大大的眼睛 以及小小的脸蛋上 写满了你好厉害 清儿也难得笑得一脸痛快 抽出手捶了她的胸口一下 笑道 可以啊 秦呆子 没想到你对人 还是有一套的鸭学得挺快 嗯 如此可叫也 夜城摸了摸鼻子 笑笑没说话 心里却莫名的解气 毕竟这是不是东西的话题 她曾经就在清儿嘴下吃过亏 清儿说过 自己淋过了雨 也要把别人的伞给撕了 之前夜城还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这一次 看到春雨也在这个地方吃亏了 那种莫名的痛快感 真的是莫名的爽 嗨嗨 进来聊吧夜城着急摆脱春雨 并且借此为由 离开篝火舞会现场 为的就是早一点了解 祖地之战的事情 卢雅也知道 夜城内心的着急 捂着小嘴 笑着跟了进去 等等 一只柔嫩却有力的手 抵住了夜城即将关上的木门 夜城皱眉 问道 夏丽圣女 你怎么来了 夏丽将门推开 妖娃地靠在门上 笑道 卢雅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难道你是她的追随者 夜城只想快点让夏丽离开 张口准备呼 呦 我是跟着卢雅才来 乌鲁族做客的 当然 夏丽用食指按在夜城的唇上 眼神有些责怪 娇称道 你应该还不知道追随者的意思吧 可要小心 与我们乌鲁族 有关的话 可不能随意乱说 夜城皱眉 认为这是夏丽耍的把戏 却听到神仙姐姐的提醒 她说的没错 乌族人确实很玄乎 如果你乱说话 说不定真的会被天地信以为真 届时 你说过的玩笑话 便会以天地协议的形式呈现 处处制约着你 夜城心头一惊 突然想起了 卢雅和夏丽 同时邀请自己当他们的舞伴 以及吹雨问自己 会选择谁时的场景 妈的 果然 这些女人 个个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夜城心中暗骂 原本因为撕散而生畜的沾沾自喜 立刻消失殆尽 果然 在勾心斗角这一块 男人确实很难真正战胜天赋异禀的女人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说道 夏丽圣女 我跟你并不是很熟 并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夏丽大胆地招夜城栖身而上 与其暧昧地说道 那我们便需要再深入一点交流 才可以更了解彼此 夜城被逼推到门框上 由于夏丽的逼近 身高也不及自己易容后的身高 夜城轻而易举地 便看到了他那瘦皮抹胸下的清凉 只觉鼻子微微发痒 连忙抬起头强迫自己不看过去 夜城的反应 让夏丽十分满意 哥哥笑道 怎么 原来你喜欢这样啊 你答应做我的追随者 做我的舞伴 我便什么都赢你可好 卢雅那丫头还那么小 你总不能等他那么多年吧 而且 我可以不介意你带来的那位小女友 她点起脚尖 红唇在夜城的耳边轻声说道 如果你喜欢 我还可以允许你那小女友和我一起 哦怎么样 卢雅有的我都有 甚至比她的更好 她没有的 我也有欧说着 还挺了挺傲人的海拔 夜城被耳边女子呼出的气息刺激到 猛地转过头来 便看到了那抹诱人的弧度 一股暖流再也忍不住 从鼻孔流出 她抬手摸去 果然看到一抹星红 于是火 在夏丽的大笑下 她胡乱用衣服抹去血迹 狼狈地进入屋内 清儿和卢雅 不是不知道夏丽的追来 只是在她们的眼中 夜城都能把春雨那朵小白脸给抖赢了 夏丽这种暴脾气的女子 肯定不在话下 就没有起身相助 如今看到 夜城狼狈地回来 两人不由得有些错愕 清儿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夜城一眼 站起身来将她一把拉过 然后对着夏丽说道 我说你这人 到底要不要脸啊 都说了 她是我的人了 你怎么还这么穷追不舍的 夏丽笑音音地说道 你的人 我看她似乎 还 是个虫吧 夜城 尽管知道夏丽这人口无遮拦 可第一次听到一个女子 这么没羞没骚地说出这种话 她还是有些不适应 是又如何 我就喜欢把鸡 而养老了再吃 不行吗 面对夏丽大胆的言论 清儿丝毫不待怕的 也就是来了这神阳大陆 顶着个大小姐的名头 她才收敛了不少 要知道 以前她在拿着键盘在网上驰骋的时候 眼前像夏丽这种断位的 根本没资格接受她的殉道 不就是比婚化吗 前世的她就没输过 还怕这区区遗失之德的原始人不成 夏丽一时没反应过来 当反应过来七二的话中之意后 也被七二的胆大给惊到了 同时 美眸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 你说她是你男人 又不对她进行标记 我凭什么相信你 凭什么不能去争取 清儿心里也着急着想得知 更多关于祖地的事情 想着快点打发掉夏丽 便说道 是不是我证明了 你就立刻离开 当然 好七二 对夜城招了招手 你 弯腰 夜城不明所以 不知道清儿要干什么 但是这段时日 她早已与清儿建立起了很高的信任度 对于七二的话 先少拒绝 就照做了 莫啊 也不管夜城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 清儿捧着夜城的脸 直接亲了下去 随后对着下 李说道 怎么样 现在知道她是我的人了吧 知道了就快点滚 别烦着我们甜甜蜜蜜 夏丽有些错愕 下意识地看向了同样一脸惊讶的卢雅 朝起走去 夜城被突如其来的香吻 搞得整个人呆在了原地 就连夏丽的靠近也没反应过来 满脑子都是脸上 方才那香香软软的感觉 她这算是被强吻了吗 从前与陆清瑶一起 尽管陆清瑶有意与自己关系更加亲密一些 自己还是秉持着 没有嫁娶不得越举的原则 与她保持着一定距离 从未像方才一般 与女子靠的这般近 想起刚才那一幕 夜城刚刚止住的鼻血 再次流出来 此时 夏丽已经走进屋内 就在夜城以为 她是朝自己走来的时候 谁知刚刚还对她颇有好感的夏丽 正眼都不瞧她一眼 走到卢雅面前 牵过她的小手 难得柔胜的说道 你现在还小这种玷污眼睛的事 不该是你这个年纪看的 快点跟我回去 别在这里打扰别人甜甜蜜蜜 一边说着 一边将有些愣神的卢雅 牵着往外走 清儿牺牲这么大 自然不会让她带走卢雅 可夏丽似乎早就预料到 她会开口留下卢雅 小手掐了一个炫耀的手绝 便带着卢雅消失在原地 留在原地的清儿 只能愤愤地跺了跺脚 失策了 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有如此心 如今 针目屋内 又剩下她和叶成两人 想起方才自己大胆的行为 清儿小脸占红 似乎也许 好像自己确实有那么一丢丢的愉悦了 方才夏丽和卢雅在 自己心急着想赶走夏丽 还没觉得有什么 毕竟在前世自己所在的世界 清脸不过是一个见面里一霸了 现在屋内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她才觉得有些尴尬 那个 刚刚 我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 情势所逼你 不会介意吧 清儿有些心虚地问道 叶成一开始 看到清儿如此淡定地亲吻自己 猜测着她是否以前经常做这种鲁莽的事情 心中不免有一丝不快 可此时 看到清儿胀红的小脸 在回想起 自打认识她后 她的性子和脾气 那一丝不快 也烟消云散 她神情认真而严肃地对清儿说道 清儿姑娘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等回到神阳大陆 我便会亲自上门提亲 将你光明正大的娶回来 以后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这回 轮到清儿震惊了她 很想嘲笑她 不过一个吻而已 不用上升到这个高度 可看到对方如此认真的样子 这些伤人的话 便说不出口了 而且 内心的那一丝小窃喜 是怎么回事 她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当然 千真万确 生怕少女不相信 叶成重复道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我母亲说过 要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清儿听后 瞬间黑脸 怎么又是你母亲说的 真是个妈宝男 万一到时你母亲说不同意你娶我呢 是不是就不用负责了 尽管叶成听不懂什么叫妈宝男 但结合上下文 还是很快能理解到这个词的含义 她摇摇头笑道 清儿此言诧异 旁的人我不清楚 可我记住的 只会是母亲说的对的话 并且 有时候有些话 从我的口中说出来 总是差点意思 从旁人的口中说出 一切都不一样了 清儿失笑 这呆子的意思 难道是自己说 自己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过于自恋 可若是说是自己的母亲 从小教导自己 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则顺理成章了 你母亲知道 你在外面是这样的吗 听到清儿提起自己的母亲 夜诚不由的有些失落 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 不过 我相信我总能找到她的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母亲离开了 没事 她也许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才不得已离开我的 只要我一直努力 变得更强 总有一天能把她找回来 我相信 她一定会很满意 你这个儿媳妇的 清儿翘脸一红 清脆道 我可没同意嫁给你 方才不过是情势所必罢了 而且 清脸在我家乡 只是一种普通 的仪式罢了 你不用太在意的 不行 我得去把卢雅找回来说吧 没等夜诚回答 便匆匆离开了木屋 夜诚看着清儿 离去的背影 心情有些复杂 自己这是 被拒绝了吗 哼 小子 就你这样冒冒然的求婚 自然会被拒绝 而且 那个小女娲拒绝你 也是一件好事 夜诚皱眉 为什么会是一件好事 她可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她内心的那股失落和酸涩感 还没散去呢 那丫头的家族 可不是你区区一个 现成出来的乡下穷小子 能高攀得起的 更何况 以她的天资 以及展示出来的财力而言 定然身份不低 夜诚沉默了 神仙姐姐虽然没有继续说下去 可她也能明白她的意思 以自己区区 苍穹中期的境界 以及的临近中期的神魂境界 放眼天韵城的16岁少年少女中 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可若与亲儿的世界相比 还远远不够 是的 早在郎珠巢学的时候 夜诚的神魂境界 便因不停地使用子籍神童 锻炼精神力 而晋升到了地灵近中期的境界 见夜诚沉默了 红袍女子轻笑道 怎么样 你现在知道 你跟那小姑娘的差距了吧 若是她家族的人知道 你跟她有这么一段经历 哪怕她 对你好无感觉 也会出手将你抹去 为什么 凭什么那么霸道 凭什么 就凭她 问墙 就凭米若 他们担心 你会影响到他们家小姐的修炼 甚至会影响未来他们家族的联姻 提前将你抹去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你这个问题问的 可真够天真幼稚的 夜诚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那里仿佛还残留着少女的温热 满脑子都是 与亲儿相处的画面 目光随之变得越来越坚定 因为墙吗 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他们可以变墙 自己凭什么不行 修饰修炼 本来就是逆天而为的事情 就连天都敢逆了 区区一个家族强者罢了 自己难道还怕了不成 皇侯将相令有种呼 丁 十海中一道无形的枷锁仿佛破开 一股悬傲从夜诚身上 传出令他不由自主的盘膝而坐 开始疯狂吸收天地灵气 神殿塔的红袍女子露出惊讶的表情 嗯 这是 星境提升引起的神魂境界突破 这小子的天赋 难道不比那丫头爹 神魂境界的提升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夜诚一直在用的方式 不停地消耗精神力在补充它 以此磨练并得到提升 第二种是服用提升精神力的丹药或者灵草 第三种则是磨练心智 通过提高心境增强意志力来提升神魂境界 神魂境界的高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潜力 因为神魂境界的强弱限制了灵力境界的高度 因此 每一位强者的神魂之力都不会太差 不过像夜诚这种神魂境界比自身灵力修为还高的 也算是极其罕见的存在 红袍女子若有所思 道 若是这小子能继续保持着这种进度 以后说不得真能配得上那丫头 到那时 也许我这把老骨头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了 想到有可能实现的画面 红袍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随后 她似乎感应到什么 双眸微宁 嗯 这是 伴随着神魂境界的精神 夜诚身上的灵力也暴动以来 以可怖的速度 吸收着周围的天地灵气 所幸 这个遗失之地的天地灵气 要比外界的都要浓郁 否则定然又会将周边的灵气抽取一空 尽管如此 也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苍穹后期之境 这小子刚刚到底是想了些什么 竟然神魂与灵力境界双提升 情呆子 你玩试拉 轻而第一时间察觉到 夜诚结束修炼 拉着卢雅走来 上下打量了一下 说道 不错呀 情呆子 境界双提升啊 夜诚摸了摸鼻子 开玩笑道 可距离让你答应我 还有不少的距离 对吗 轻而微愣 随后笑道 那是 不过若是你表现好 本小姐倒也不是不可以 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夜诚眼睛微亮 追问道 怎样才算是表现好 嗯 这个不告诉你 反正你现在进入考察期 自己注意点就是了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通过考察的 心境和修为的双重突破 给夜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清儿似乎也被眼前男子 真挚的目光打动 眉眼弯弯 卢雅方才被夏里拉走了 因此并不知道 两人发生了什么事 只觉得自己 不过刚走一小会儿 似乎就发生了很多事一般 先是秦哥哥突破 然后就是 他和清儿姐姐之间说的话 他怎么一句都没听懂 以前清儿姐姐和秦哥哥 两人的默契就很好了 可那时候 自己至少还能融入他们 而现在 两人 好像身边有了一层结界一般 无意间将他排斥在外 卢雅心中很好奇 可聪明如他 知道有些事情 问了也是没有答案的 或者得不到真正答案的 索性也没有问出口了 恭喜秦哥哥实力提升 小小心翼 请收下 卢雅笑容灿烂地递给夜诚 两个一大一小的布袋子 没等夜诚拒绝 卢雅便说道 秦哥哥收下便是 那个大的布袋子 是祖里送给你的 清儿姐姐的已经收了 小的那个才是我送的 乌鲁族送的 夜诚将卢雅送的小布袋子 放进橱物袋 随后打开大的布袋子 这一举动 让卢雅的笑容越发的灿烂 布袋子里面东西不多 只有一串木制的项链 一柄木剑 以及一本书 夜诚没想到 乌鲁族送的会是这几样东西 令他方才想好的推辞 无地可施 清儿的 也是一样的吗 为何你们组长要给我们这个 清儿姐姐的也是一样的 你们不是 想参加祖地之战吗 想要参加祖地之战的首要条件 便是要成功修炼功法 只有与我乌鲁族有缘之人 才有资格参加祖地之战 夜诚将书本拿出 随意翻了翻 里面的文字 虽然并不是神阳大陆的通用语 但却也差不多 还是能看得懂的 祖地之战 要什么时候开始 一周后 各族派的人 早已拿到功法了 你们现在太晚 所以只剩下一周的时间 卢雅有些歉意地看着两人 抱歉 这是我能争取到的 族内最大的让步了 我们只能提供名额 无法做到直接送你们 参加祖地之战 因此 夜诚明白 祖地之战争的是传承和机缘 多一人报名 就多一份措施机缘 乌鲁族能拿出两个名额出来给他们 这其中在各族之间的平衡工作 可想而知并不轻松 能获得这个名额 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 接下来 我们会努力的 请问我方便见一下你们的族长吗 当然可以 我这次过来 也是想要带你们过去拜见族长的 若是你们能让族长松口 送你们进乌鲁塔修炼 这会对你们修炼功法 有很大的帮助 既然如此 秦哥哥 清儿姐姐 族长的脾气有些不好 待会儿若是他说话有些冲 还请多担待一些卢鲁边走边叮嘱道 生怕夜诚和清儿不以为然 补充道 若是惹族长生气了 他不让你们进入乌鲁塔内修炼 你们很有可能 无法在一周内修炼成功 夜诚笑道 入乡随俗 我们既然来到乌鲁族做客 定然会尊重贵族族长 只要对方不故意找茬 我们也不是无理之人 卢鲁想了想 族长让他带夜诚两人来时的神情 也不像是生气的样子 夜诚不也是爱与人吵架的人 便也放下心来 道了 这便是我族的祠堂 一般仪式和重要仪式的时候 都会在这里卢鲁将夜诚和清儿 带到一个由石头筑成的石屋面前 介绍到 夜诚不自微顿 作为刚入门的阵法师的他 对阵法有种天然的直觉 更何况 如今的他已经是 地灵中期之境的神魂境界了 他能很清晰地感受到 阵法的存在 以及危险性 清儿随意扫了一眼石屋 眼神微宁 这木屋不太简单哦 与夜诚不同 他只能大概感应到 这石屋有着阵法的痕迹 可在他眼中 这石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阵法 甚至每一块用于建筑 这座石屋的石头 都刻有着阵法 这座巨大的阵法 便是由许许多多的小阵法 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组成的 如雅剑士国青 而的布阵能力 自然知道 他是一名阵法师 也不隐瞒 十分坦然 甚至有些小骄傲地说道 是的 我们组长 是我乌鲁族内最优秀的乌镇师 这座祠堂 便是由他和其他长老 合力建筑而成的 哦 那在他之前的祠堂 是被拆了吗 清儿美眸闪过一丝诧异 一般而言 一个族内的祠堂 都不会随意拆建 这位组长 却能组织其他长老们 一起重建祠堂 可见 在族内的影响力 不是一般的大 当然不是 只是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 也不是很清楚 之前的祠堂在哪里 不过 你这么一问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从卢雅出生以来 这座石屋便已经在了 也没有族人提及过以前的祠堂 因此 他并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原来如此 可以告诉我 你们组长在位多长时间了吗 明年就是一百年了哦 原来如此 清儿 你认为呢 叶成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之前 看到的那双毛茸茸的兽族 转头征询清儿的意见 清儿自然明白 叶成在问什么 他自信一笑 问题不大 不过是一座上古大阵罢了 在他所在的家族 什么阵法没见过 阵法这东西 一通百通 破阵之法也一样 虽说他现在还没有破阵之法 可他相信 只要让他进入阵法内 在足够的时间内 他定然能想出破阵之法 叶成听到清儿 的回复后 没有丝毫犹豫地进入了食屋内 既然清儿说问题不大 那便不会有大问题 既然如此 便让他好好会一会 这个神秘的族长吧 食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 宽敞的名堂 有着一张石桌 上面摆放着乌鲁族列祖列宗的牌匾 石桌前摆放着一些石椅子 这些椅子 与建筑食屋的石块一样 都散发着阵法的气息 卢雅朝端坐在主位上 平民的族长恭敬道 族长大人 秦哥哥和清儿姐姐来了 嗯 辛苦了 你先出去吧 卢雅有些迟疑地看了看他 又看了一眼叶成和清儿 似乎有些不放心 乌鲁族族长看穿了他的担忧 微笑道 你放心 问题不大 卢雅微窘 族长这话与清儿姐姐方才说的话如出一辙 显然他们在外面说的话 早已被听见了 那自己方才说族长的脾气不好 是不是也被一并听去了 想到这卢雅的小心脏猛地跳动 心虚之下 连招呼都忘记与清儿和叶成打 逃一般地离开了 虽在晚餐时已见过这位乌鲁族族长 可那时并没有仔细观察 此时近了 叶成才发现 这位乌鲁族族长确实是助言有数 他的皮肤十分白皙 头发微卷 带着淡淡的金色 显得比身上的白色瘦皮还要嫩白 若非卢雅说过他的在位时间 他定然会以为 对方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女子屋 鲁族族长朝 两人摆摆手 说道 坐吧 叶成没有动作 而是看向清儿 再没搞清楚 这位乌鲁族族长的用意之前 他并不想随意触碰这石屋内的任何东西 更何况 这些石头椅子上 明显散发出阵法的气息 感受到叶成信任的目光 清儿微微一笑 扯着叶成的袖子 带他朝其中一张石屋走去 难得清儿主动亲近自己 叶成自然不会错过 与媳妇亲近的机会 手腕稍稍用力 便握上了那柔仪 入手的细腻触感 像触摸到最好的丝绸 又像握住一块暖玉一般 让他爱不释手 清儿小脸微红 可爱于有外人在 也不好搏了叶成的面子 瞪了他一眼 便将人按在了冰凉的石椅子上 随后 不知他做了什么 小手在石椅上一抹 那股让叶成心计的阵法波动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草媳妇这么厉害的吗 叶成有些惊讶地看着清儿 清儿笑笑 有些小骄傲地说道 我说问题不大 那就不大 再一次感受到 被清儿罩着的感觉 叶成有些哭笑不得 虽说这种有人护着的感觉也不赖 可他更希望自己能成为 保护清儿的那一个人 看来自己的实力 还远远不够啊 清儿这无意之举 将叶成因境界双提升 带来的那一点小骄傲 给彻底击飞 红袍女子劝道 你现在知道了吧 这丫头并没有你看 道得那么的简单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与你之间的差距 也会越来越大 趁她家族的人 发现你的存在之前 早些与她断了干系 放弃你那不切实际的想法 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命 我认定的媳妇 谁也别想让我放弃 叶成笑笑她有个不好的毛病 就是但凡她认定的 便不会轻易改变 当初跟陆清儿 是因为家族联姻的关系 并不是她自己的选择 只是自己身边也没几个异性 跟陆清尧又是青梅竹马 娶了她对自己家族 也能带来利益 便打算碎了家族的意思 因此 当初发现陆清尧背叛自己后 她除了愤怒 心里还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可如今 她很清晰 自己对清儿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虽说不至于到爱得有多深 可只要清儿在 她便很安心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 也不是旁人能比的 最重要的是 她能感觉到 清儿并没有反感自己 否则以她的性子 定然不会说 允许自己进入考察期 见叶成心意已决 红袍女子也不再劝了 情爱之事 又怎是 能用三言两语 便可以说清楚和放弃的呢 若是真这么简单 当年她也不会 算了 随你吧 只要你以后不后悔就行 叶成笑笑 在她与红袍女子说话的时间 清儿也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坐 二人安静地 看着乌鲁族组长 等待她接下来的话 两位是外来者吧 是肯定剧 不是疑问剧 关于自己身份这一点 叶成和清儿再来前辩知 不可能能瞒得过乌鲁族组长 因此也没有隐瞒 是的 我们二人是侮辱此地 机缘巧合之下 救了卢雅言下之意 我们救了你们乌鲁族的圣女 但是是缘分使然 并不是有意未知 乌鲁族组长一时与色 她倒是没想到 叶成这么厚脸皮 一上来 变明晃晃的 将自己对乌鲁族的恩放在明面上来说 你们救了卢雅 我代表乌鲁族感谢二位 祝你们能顺利通过试炼 参加祖地之战 进入祖地 叶成眉头微挑 优惑着乌鲁族组长 可以啊这边提醒了他 自己对乌鲁族有恩 想让他客气一点 别搞花样 人家那边就通过祝福 反过来提醒自己 已经还了恩情 一笔勾销了 叶成还笑道 谢谢组长的祝福 偌大的未免 我们都能与卢雅相遇 代表着我们与乌鲁族有缘 我们二人定然能通过试炼 乌鲁族族长小小没说话 低头继续品名 亲儿也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一时间 食物内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叶成轻叹 看来大家都是老狐狸啊 他率先开口问道 听说贵族有一座乌鲁塔 可加快修炼速度 哦 你们想进入我族质保修炼 看着乌鲁族族长故作 惊讶的样子 叶成暗骂一句老狐狸 明明就是一直在等自己开口相求 却偏偏要装出一副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是的 我们二人从未接触过巫术 此番前来 正是希望贵族能允许我们 进入乌鲁塔修炼 乌鲁族族长江茶碗放在掌心 长叹了一口气 为难道 你们二人对我乌鲁族的恩情 我乌鲁族已还清了 按理说 我们怎么说 也是有一定有一知情在的 若是你们所求的是别的事 我倒是能做主 可你们所求之事是关我族镇族之宝 这就有些不好办了 除非 叶成心中有股不祥的预感 但还是硬着头皮问道 除非什么 我族的两位圣女对你都颇有好感 我族也不像外界一般迂腐 一夫多妻 或者一妻多夫 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叶成嘴角微抽 果然 这是想要自己和亲儿 作为乌鲁族的火种留在此地 为他乌鲁族开支散叶来着 我与两位圣女 皆是好有关系 没有起半点别的意思 而且 我早已心犹所属了叶成 看了一眼旁边的亲儿 补充道 他也是 何既然如此 那便也没什么可说到的 乌鲁族长眼神皱冷 闪过一丝红光 将手中的茶碗 重重地放在桌上 单手掐绝 屋内的灵气变得暴动 叶成和亲儿身下的食蚁 发出一阵白光 感受到身边阵法波动的气息 那股强烈的危机感与压迫感 让叶成双眸闪过片刻的慌乱 他倒是没想到 这位乌鲁族族长 性子变化这么大 说翻脸就翻脸 但他下意识地想起了亲儿说过的 有他在 问题就不大 便瞬间淡定了下来 不知族长您此举是什么意思 乌鲁族族长冷笑道 既然你不愿成为我乌鲁族之人 为了我族的发展 说不得只能采取强硬措施了 叶成眉头微皱 真不能理解 如此心性 到底是怎么坐上乌鲁族族长之位 还长达99年之久 难道全靠长寿不成 强留我们 你也许会为此给族内埋下隐患 可若是你我互利互惠 说不定 我能让乌鲁族 在这遗失之地的影响更进一步 可你是想说你们外来者带来的物资吗 我们乌鲁族主要修炼的是乌鲁 你们外来者带来的工法和法宝 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作用 不过 倒是可以抢过来与别的部落进行交换 等将你们控制住了 我自有办法让你心甘情愿交出来 叶成不留痕迹地朝倩儿那边看了一眼 发现他似乎一直处于发呆的状态 继续说道 你能够控制的和抢取豪夺的 不过是一些外物 哪怕你搜寻记忆 也只能得知理 可我这却有着能让你们的生活 彻底提上一个台阶的方式 难道你不想听一下吗 与此同时 鲁雅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在食物外喊道 组长大人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鲁雅就在外面 您随时吩咐 说来也奇怪 鲁雅柔柔懦懦的声音传来后 食物内阵法的光芒瞬间消散 乌鲁族组长的情绪 也在一刹那间被抚平 他重新捧起茶碗 一边拼命一边笑着问道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 让你如此自信 我族的镇族之宝 这平静止水的模样 与方才动不动就暴怒的样子 判若两人 让叶诚不由地想起鲁雅所说的 组长的脾气不好这件事 这何止是脾气不好啊 简直是一个阴晴不定 喜怒无常的女疯子好吗 他深吸一口气 心中反复默念着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随后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肉干 递给了乌鲁族组长 哦 这便是 你送给乌块的肉干吗 正是叶诚面不改色 心中却暗暗佩服 送给小胖子肉干之事 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可这乌鲁族组长 却连如此小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说 其对乌鲁族的掌控程度 远在他的意料之上 也不担心肉干会有毒 乌鲁族组长直接咬了一口 也是在他张嘴的一瞬间 叶诚看到了 那不属于人类的尖锐的全齿 吃下肉干后 他秃 然双眼红光大放 激动的一把 揪住叶诚的衣领 急促地说道 好吃 这种肉干你还有多少 快全部浇出来 不然我吃了你 叶诚瞳孔一缩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 从乌鲁族族长身上 散发出的杀意 以及嗜血的气息 下意识对其发起了进攻 紫阳神功 第二是 紫急神光 面对如此强敌 叶诚不敢有丝毫轻视 直接使出了 他晋升后心领悟的招式 一道完全由神魂之力 凝结而成的姿色闪电 从叶诚双瞳射出 直击乌鲁族组长的死海 这是什么 乌鲁族组长 只觉自己的死海 被一股紫色的烟雾笼罩 双眼和神识 都无法探清外界的一切 无感被大幅度地削弱 并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晕眩和刺痛 叶诚本就没想过 能凭此招重创敌人 他要的 就是这片刻的缓冲时间 让他能迅速拉开 与敌人的距离 并且顺利地拔出腰间长剑 稳天剑决第三式 剑破九霄 自从实力突破后 这第三式的剑影 便从三道变成了六道 而且每一道剑气 都有叶诚八成的功力 真真假假 难以分辨 这六道剑气 在叶诚的操控下 将乌鲁族组长团团围住 分别对准了他的死穴次去 与此同时 紫急神光带来的作用也消失 乌鲁族组长恢复清明后 第一件事 便是掐绝启动食物内的阵法 臭小子 这可是你自找的 阵法瞬间启动 强大的威压 犹如巨石一般 压得 叶诚有些喘不过气来 窦大的汗珠 不断地从额上渗出 然而 他惊心不下的局 拿六道剑气 却被乌鲁族组长身边 白色的光运阻挡在外 不仅如此 六只小巧的光鸟 从阵法中飞出 将他辛苦凝聚出的剑影 一吞而尽 扑阵法与反噬 以及一瞬间释放 多重必杀手段 令叶诚无法再保持 一开始的淡定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米粒之光也敢蒸灰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既然你不愿意老实配合 那我便废了你修为 你安心 替我足繁衍生息 延续香火便是 一只白色的光虎 从阵法中出现 朝夜城扑去 夜城墙压下体内的伤势 挥舞金枪 视龙枪法第二是 金龙在天 四条金龙虚影 从金枪中张牙舞爪的飞出 乌鲁族族长双猛猛的一缩 惊叫道 真龙威亚 不 这不过是具有一丝真龙之气吧 若是能让我获得 我的百兽阵法 必定威力大增 乌鲁族族长双眼 迸发出强烈的贪婪 释放出无数的光影 化为一只只飞禽猛兽 朝夜城扑去 视龙枪法第一是 金龙出海 稳天剑爵第二是 天剑长虹 金枪与长剑 每一次与光影猛兽的交锋 都会发出一阵激烈的碰撞 每一只光影猛兽 都犹如真正的野兽一般 具备着不同的优势 妈的 被窥本少爷 熟赌母亲所赠的 异兽点 否则必定交代在这里 叶城一边艰难地 抵挡着光影猛兽的攻击 一边运转起神断弓法 至今为止 他还不知 神仙姐姐所说的 意外之喜是什么 紫红色的气流 朝双腿的经脉涌去 叶城只觉下肢 传来一阵暖流 随后面色一变 整个人速度骤增数倍 将一旁的一只光影猛兽 撞倒在地 化成一道白光 怎么样小家伙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叶城有些哭笑不得 早知道运转神断在双腿 能令自己的速度骤增数倍 自己又何必陷入如此困境 直接趁乌鲁族组长 没缓过神来的时候 就带着轻而逃离不就好了 感受着神断功法 为自己的下肢 传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他试探性地问道 神仙姐姐 神断可用于全身 任何一个部位吗 当然 不过别说我没提醒你 若是没猜错 每一个部位 神断所赋予的能力都不同 双腿是速度 别的地方可就未必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有了神断的辅助 叶城成为了这个阵法内 速度最快的存在 他穿梭在众多光影猛兽之间 不停地收割着他们的生命 而在乌鲁族组长 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叶城悄悄将神断运转到了双手 赫然发现 神断赋予他双手的能力 竟是完全不同的 右手赋予的是强大的力量 可左手赋予的 确实更为可怕的能力 吞噬 哈哈 竟然是吞噬 真想让那个老家伙来看看 他梦寐以求的能力 竟然会被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家伙获得 神仙姐姐 这个吞噬噬 叶城有些不确定 会是自己所想的那样吗 现在还不好说 你先试着用这个能力 去攻击那光影猛兽 叶城照做 在左拳处碰到一只光鸟的瞬间 那光鸟便如脆弱的白纸一般 溃散成一道光影 随后被它吸收 被吸收后的光影 顺着叶城的左拳 一直朝它的头部流去 最后进入了它的石海 那光影似乎还残留着 猛兽般的气息 在进入叶城石海的瞬间 重新凝聚成一只光鸟 糟了 这光鸟竟然能进入自己的石海 自己这是隐狼入室了 石海是最脆弱的地方 此时竟闯入一只猛兽 叶城吓得一身冷汗 就在此时 在它石海的上空 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 注视着那只猖狂的光鸟 每一等光鸟有所举动 便化为一道精纯的力量 融入到叶城的石海中 感受着石海传来的一阵酥麻酸爽的痛快感 叶城有些发愣 那恐怖的光鸟 就这么没了 一点风浪都没掀起来 就被神通消灭 化作的能量 竟然还能被石海直接吸收 增进精神力 没错了 没想到你这小子 也算是因祸得福 这阵法不知 倒是由多少位优秀的巫阵师 耗费大量的精神力构建而成 如今倒是便宜你小子了 掌握了彻底消灭光影猛兽的方法 叶城再次看向那些张牙舞爪 凶神恶煞的光影猛兽时 甚至觉得他们有些可爱 于是乎他一边使用神断 在数量众多的光影猛兽间闲听信部 一边悄悄使用吞噬 吸收壮大神魂之力 乌鲁族组长也发现了光影猛兽 奈何不了叶城 单手掐绝 光影猛兽瞬间化作白光散去 看着散去的白光 叶城内心暗道可惜 就差一点点 他便能再次晋升 成为了临近后期的强者了 可惜这乌族组长反应太快了 让他错失良机 他挑衅道 怎么 堂堂乌鲁族组长 就这点能耐不成 小子 不要太过猖狂了 光影巨狼 重力阵 十倍重力 起 一只光影巨狼 在叶城面前迅速形成 与此同时 强大的压力 瞬间朝叶城袭来 迫使他不得不依托着金枪支撑身子 避免跪倒在地 怎么 你不是很能跑的吗 跑啊 我看你在十倍重力之下 还能跑到哪去 嗷 一声狼嚎 光影巨狼朝叶城扑去 两者之间巨大的身形落差 导致叶城根本无处可逃 更何况 此时的他 离开了金枪的支撑 除了跌倒在地 根本别无选择 我说 谁给你的胆子 敢欺负本小姐的人 轻而突然出现在叶城的身前 朝乌鲁族组长伸出了他的 怒喝道 欺负我的人 谁给你的胆子 一道赤色的光芒 从他的手中迸发 那是一股不属于灵力 也不属于神魂之力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力量 敖乌 由阵法演变成的光芒 没有自己的思绪 也不懂得和为之害怕 咆哮着撞向 在他眼中十分弱小的赤红色能量 轰隆 巨大的碰撞 深圳的大地震荡 细碎的石块 从屋顶落下 所有乌鲁族族人 都察觉到祠堂的异样 朝这边飞奔来 叶城元以为 轻而会想办法破解此地的阵法 没想到这小妮子一上来 就如此强悍 他此时的神情 与灵口处的长臂妖元 如出一辙 皆是目瞪猴 人 呆 这是 乌鲁 我我靠 这么猛的吗 浓烟未散 传来了乌鲁族族长的声音 你是谁 为何会我足乌朔 声音中 透露出一丝色力内人 并且夹杂着一丝心虚 和看来这几百年的日子 你们是过得太舒服了些 不仅擅自拆建祠堂 如今连祖训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烟雾散去 轻而莫发飞扬 手中赤红色的能量 化作一条长边 朝乌鲁族族长抽去 有阵法的阻隔 叶成无法感知外面的情况 但不用想都能猜到 外面的乌鲁族人 定然已经以极快的速度 朝祠堂赶来 当 下最恰当的做法 便是趁乌鲁族族长没反应过来 乌鲁族族人也没到齐的时候 与轻而一同逃离乌鲁族 可轻而却选择了最为冒险的做法 这并不符合他平日里聪慧的形象 也令叶成有些始料未及 看着那曼妙的身姿 叶成开口提醒道 轻而 小心 不论轻而为何会做出这般不理智的决定 他都选择相信和守护到底 听到叶成的话是关心 而不是阻拦 轻而回眸一笑 说道 无妨 秦大哥你且看好 我如何关门打狗 关门 叶成本能地朝门口看去 这座石屋一共有两道门 一道门是普通的木门 另一道门则是 石屋建造最初所建的石门 哼 他们在进来的时候 儒雅已经懂事地关上了木门 而此时 也不知轻而是如何做到了 连大道石门也被关上了 门关了 你的那些凡人的追随者们 就进不来了 也方便我更好的教育教育你 轻而宁笑着 对着躲在石屋一角 瑟瑟发抖的乌鲁族组长 一鞭子抽向他的臀部 你竟然能操控着石屋的阵法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乌鲁族组长是乌鲁族内 最具有天赋的乌镇师 自出生开始便有着无数的追随者 他从小也一直沉浸在 镇法的知识海洋中 除了镇法并没有另外辅修 因此 完全仰仗于镇法的他 在镇法掌控权被夺走后 犹如一个被包得金光的女人 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你竟敢打我的 你该死 你该死 他从小便是乌鲁族的骄傲 哪怕是阿爸阿妈 都没打过他的屁股 此时竟然被一个乳秀未干的臭丫头 一鞭子打去 气得他又羞又躁 打你又怎样 我打你 是你的荣幸 亲儿冷眼看着 手一挥 又一鞭子打在了他挺翘的臀部上 叶诚和长臂腰圆 看得嘴巴长得大大的 察觉到自己腮帮子有些酸痛 叶诚猛地回过神来 用手将僵硬了的下巴拖了拖 把嘴合上 同时也不忘了帮长臂腰圆的也合上 就这样 亲儿的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挥着 不管乌鲁足足长怎么躲 都无法躲开那角度刁钻的鞭子 翘臀被打得肉眼可见的肿起 整个人显得丰满了不少 在配上他被打得有些委屈 眼神中却充满倔强的样子 风情无限 嗯 没想到既然被我误打误撞出一个无害风臀术 果然新爷说的 还原飘飘泉 是有用的 可惜了 这世界不流行整形 就在七二你来 我没有网的 单方面虐乌鲁足足长的同时 食物外已聚满了乌鲁足足人 没想到来到祠堂后 那自建成后 便没有被关上过的石门 竟然被关上了 顿时乌鲁足那一片骚动 人心惶惶 祠堂里发生了 什么 为什么石门竟然会被关上了 不知道啊 我也刚来不过 我听说这祠堂的石门 只能由族长大人 以及几位长老开关 也许是 他们在里面有重要事情商议 不可能 我方才才去面见过长老 他们根本没有召开长老会 难道是阻地之战的事情 有可能 否则族长又怎会突然关闭石门呢 定然是在推演新的阵法 对于这个说法 众族人是幸福的 毕竟以前乌鲁足族长 也会在祠堂推演阵法 只不过都是关上木门 没关石门罢了 众多乌鲁足族人中 只有卢雅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甚至有些交集 只有他知道 祠堂内并不是只有祖长一人 他一直守在祠堂外 在震动传出之前 他便发现自己 无法进入祠堂 他有想过 要去求助长老们 可他担心 只是自己想太多 这样没有实质证据地 贸然打扰长老们 而且 当事人还包含 祖长大人的情况下 实在是不合理 于是乎 他便一直在祠堂外等着 只是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大地震荡 以及到最后 石门关闭后的傻眼 怎么回事 都聚集在这里干什么 一到苍老的声音响起 卢雅一听便知 是大长老来了 大长老 我们只是听到 祠堂有异动 担心有事 都回去吧 里面不过是 祖长在推演阵法罢了 砰 话音刚落 石门打开大长老 是族长大人出来了 咦 还有两个人 是卢雅圣女带回来的外族人 不是说推演阵法吗 留两个外族人在里面干嘛 听着周围的族人们议论纷纷 大长老不满皱褶的脸上 有着片刻的尴尬 任谁刚刚说完就被打脸 都会有些尴尬 乌鲁族族长 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 在祠堂内的暴躁 淡淡地对大长老说道 你也来了 刚好 召集其他长老 召开一下长老会 我有要事宣布 大长老有些惊讶 不知是何事 需要召集 最近最大的事 便是试炼以及阻地之战 但这些早已召开过长老会 所有的工作 已经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了 此时族长突然又说 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要召开长老会议 确实有些在计划之外 好事 你去通知便是 见组长没有直接回答 大长老也不便多问 身上发出一阵隐晦的波动 叶成用紫迹神通看去 只见大长老的四周 有着一道道如水波一样的声波 向四处传去 片刻后 大长老对乌鲁族族长说道 所有长老们已通知到位 稍后便道 嗯 卢雅也进来吧 乌鲁族族长点头 转身朝祠堂走去 跟在他后面的大长老 不经意地看了一眼 瞳孔猛地一说 乌鲁族族长与亲儿 和叶成并排走着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隐隐落后亲儿小半个身 唯 似以亲儿为尊 而且走路的姿势 也似乎有些奇怪 大长老微微愣神 深深地看了一眼几人的背影 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 不过片刻 叶成便再次见到了 各位长老与之前不同的事 这一次 乌鲁族的大长老 似乎特别殷勤 率先站起身来说道 自我介绍 老夫是乌鲁族的组长 乌鲁德 属乌鸣修一脉 叶成猜测 乌鸣修应该与神阳大陆的 鸣修雷同 主要攻击方式 是声音和声波方式 其他长老们见大长老 对这两名外来者如此客气 不由的面面相去 叶成和妻儿的来历 他们都有所耳闻 历年来 外来者的归宿 不是加入部落 成为部落的一员 便是沦为部落的 用于繁衍生息的奴隶 因此 他们并没有对这两个外来者 有多重视 甚至有些高人一等的感觉 看着大长老自我介绍的模样 下意识地朝组长看去 乌鲁族组长也突然想起 自己从未向两人提起过 自己的名讳 接着大长老的话 说道 我是乌鲁族现任组长 乌光狼 鼠乌正师一脉 若说大长老的自我介绍 让众长老有些惊讶 那组长的主动自我介绍 便是震碎了他们的三观 再次看向叶成和亲儿两人时 眼神都变得有一丝恭敬 想来 大长老和组长态度的突然转变 定然有什么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于是 一个个都正经微作 老老实 实地自我介绍起来 一名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笑眯眯地站起身来 自我介绍道 我是五长老乌石 是个厨子 谢谢你送礼物给我家那小子 这是一点心意 之前一直想让那小子给你的 说着 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布袋 递给叶成 叶成认出 这是乌快的父亲 他对乌快的感官很好 连带着也不想服了他的面子 笑着收下了 随后 他从储物袋中 也取出一个布袋子 递给乌石 笑道 这是给您的礼物 希望您会喜欢 乌石显然猜到 布袋中装着的会是什么 双眼一亮 连忙接过布袋子 乐乐颠颠的贴身藏好 吃外来者的东西都这么宝贝 乌石 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没见过世面了 一头白发 却长着童颜的女子 不懈地嘲讽道 和你一个老姑婆 除了会到处找男人 还会什么 可惜啊 找了那么多年 还是一个老雏鸟 你 乌石 有本事你就 跟我去生死抬单条 和乌白 你堂堂一个乌体修 竟然要跟我一个厨子决斗 你真是长脸了呀 乌石冷嘲完乌白后 转头对叶成介绍道 那个老姑婆是三长老乌白 属乌体修一脉 别看他一副童颜的样子 实际上年纪比族长还老 乌石 你再说 大抵是不管多少岁的女子 都在意被人说 乌石这番话 引得了两个女人的不满 他自知说错话了 嘿嘿一笑 坐回位置上 我是二长老乌果 属乌之一脉 乌鲁族内所有的职辈 都有我打理 我是四长老乌龄 属乌兽一脉 乌鲁族内所有的兽类 均听我的指挥 不一会儿 五位长老以及族长 便自我介绍完毕 叶成大开了眼界 也对乌鲁族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族长乌光郎主修阵法 大长老乌鲁德主修英系 二长老乌果 类似于木系灵修 三长老乌白是体修 四长老乌灵 类似于神阳大陆的御寿师 五长老乌石是个厨子 待各位长老和族长 都自我介绍完毕后 食物内陷入片刻的安静 叶成略微思考后说道 我是秦成 剑修 亲儿 阵法师 卢雅最后一个开口说道 乌鲁雅 乌镇师 大长老等所有人都 自我介绍完毕后 带领大家一同朝 列祖列宗的牌匾上 聚了三个恭候 说道 会议正式开始 请组长发言 乌光郎自从在外面进来后 便再也没有坐下 考虑到他殷勤不定的性子 诸位长老也不敢多问 只有叶成和亲儿知道 他是因为臀部被亲儿打肿了 不敢坐下 即日起 叶成和亲儿会进入乌鲁塔修炼 一周后进入试炼之地 拯起了几位长老的不满 亲儿和叶成 即日起会进入乌鲁塔修炼 七日后 参加祖地之战 乌光郎的生陷语气十分平静 只有大长老乌鲁德和乌石海 算是待定 其他三位长老 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三长老五百本 就看这个与乌石关系 颇好的外来者 此时听到他要进入乌鲁塔修炼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道 区区一个外来者 凭什么进入我乌鲁族的 镇足之宝修炼 二长老乌国也 这我没说到 就是啊 我们肯给他们机会修炼 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如今居然还想占用我们的资源 简直是痴心妄想 四长老乌鲁德性子 没有三长老乌白 那么牙子必报 也没有二长老乌国那么高高在上 但也迟疑着说道 组长大人 你也知道 每次祖地之战的 参加名额都有限 而且乌鲁塔内的能量十分珍贵 给两个外来者用 恐怕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越说越激动 丝毫没注意到 老族长乌光狼的眸光越来越冷 双眸也越发的通红 大长老乌鲁德 件事情有些变得不可收拾 连忙出来远场 然后提出自己的疑惑 不知组长的意思是 秦成和亲儿姑娘两人 是通过试炼后 在参加阻地之战 还是 直接保送 乌光狼也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语气微冷地说道 我是在通知你们 而不是跟你们商量 此言一出 方才桓 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几人 顿时不说话了 尽管长老有投票的权力 族长有绝对的话语权 更何况 乌光狼能稳坐近百年的族长宝座 微信力不言而喻 乌白皱了皱眉 忍不住说道 这恐怕不太妥当吧 若说只是进入乌鲁塔修炼 他还是勉勉强强能接受的 可是每次祖地之战 乌鲁族内只有三个保送名额 其中两个名额 分别是他和乌果一脉的人 另一个则是儒雅 若是叶成和亲儿 夺去了保送名额 他怎能允许他人夺得如此机缘 乌果默契地说道 是啊 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先例 传出去了 不好交代 亲儿突然说道 我不需要保送名额 给亲大哥就行 乌光狼听到亲儿的声音后 眼中的红光退去了几分 顺从道 好 乌白和乌果虽然搞不明白 为何族长对亲儿的话 如此言听计从 但为了自己这一脉的利益 还是硬着头皮 举起右手说道 我反对 我也反对 乌光狼淡淡地瞥了一眼两人 眼中红光微闪 大长老乌鲁德连忙说道 既然如此 根据祖训 那便由在场的族人一同表决吧 当长老会中的决定 有两位或以上的长老提出异议时 便会进入票选环节 多数服从少数 乌白立刻举起手说道 好 我反对 随后用眼神示意其他长老也举手 乌果和乌灵也举起了手 投出反对票 大长老示意几人将手放下 然后说道 赞同地举手 乌石笑眯眯地举起手 说道 请小兄弟与我一见如故 当然要赞同 乌光狼举手 我赞同 大长老也举手说道 我赞同 如今 三比三 平票 卢雅也举手说道 既然是在场的族人 都可以参与投票 那我也举手 赞同秦哥哥和亲儿姐姐 进入乌鲁塔修炼 参加祖地之战 乌光狼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满意到 四票对三票 决意通过 乌白没想到 大长老竟然会不站在自己这一边 但又不敢拿乌光狼和乌鲁的撒气 只好狠狠地瞪了一眼坐在对面的乌石 乌石无端端被迁怒 有些莫名其妙 但对乌白的性子 也算是十分了解了 乌所谓的笑了笑 见祠堂内的气氛有些微妙 叶成也不想仗着亲儿的面子 在乌鲁族 平白无故地占用对方的资源 从储物袋中取出几块肉干 用灵力包裹着 送到众人面前 说道 很抱歉 占用了你们一个名额 但我也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乌白冷笑道 你该不会是 打算用区区一个肉干就想打发我们吧 其他长老虽然嘴上不说 但面上多少 还是有些不太好看 唯有乌石和卢雅 笑眯眯地如获珍宝般 将肉干贴身收起 叶成微微一笑 撤掉了包裹在肉干外的灵力 没有了 灵力的阻挡后 肉干的香气散发出来 勾得在场每一个人 都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如何 还认为这是区区一个肉干吗 叶成自信一笑 若是在外界 他不敢说 自己煎烤的肉干有多美味 但在这落后的遗失之地 他自信这小小的肉干 就足以征服所有人的味 更何况 他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用灵气包裹的时候 还用火系能力 将肉干进行了加热 这才使得肉干的香气如此浓郁 乌白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 嘴硬道 吃光有个香顶什么用 老姑婆 想吃你就直说 或者像我一样 直接吃了便是 奶奶那么多屁话 乌石啃了一口肉干 享受地眯着眼睛 在口中反复咀嚼 你的死胖子 再敢喊我老姑婆 我就让你死 哼 不就是一口肉干吗 难不成我乌白还怕了不成 我这就吃给你看 说着 乌白一把抓住眼前的肉干 放入口中咀嚼 叶成低着头 肩膀微微地耸动 他一直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 甚至在心里暗示 自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不是特别好笑的时候 不会笑的 可是 这乌白长老 也太可爱了点吧 乌石明显也被他这一操作给搞懵了 随后翻了翻白眼 显然对乌白 这副自欺欺人的样子十分看不上有了乌白开头 其他人也纷纷拿起面前的肉干 迫不及待地塞进口中 瞬间 一股从未品尝过的味道 充斥着口腔 鼻腔 直冲十海 叶成笑音音的温馨提示道 诸位长老 可别贪图一时的口腹之欲 而忽略掉最重要的东西哦 最重要的东西 这股感觉难道是作为神魂之力 仅次于族掌乌光狼的大肠老乌鲁德 率先感知到了叶成所说的最重要的东西来不及多想 他连忙在诗意上闭上双眼 盘歇而坐 继他之后 卢牙也捕捉到了这份惊喜 然后是四掌老乌灵和二掌老乌果 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最后的便是乌石了 乌白也同样吃了肉干 可他只是觉得 味蕾和灵魂因美食得到了升华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要说 尤娜只能说是觉得身体微微发烫 以及这肉干真的很好吃 叶成看着发猛的乌白 不由地问道 乌白长老 您没有什么感觉吗 或许是吃人的最短 乌白对叶成的态度也好了不少 奇怪道 能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你给的肉干太少了 怎么就我一个什么反应都没有 快点拿多一点给我试试 叶成愕然 这还是刚刚那个暴躁的乌白长老吗 这明摆着 就是一个变的法子找大人讨堂吃的小女孩吗 笑了笑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小布袋递给乌白 乌白双眼一亮 连忙打开小布袋 发现里面有不少的肉干 立即喜笑 颜开 他拍了拍叶成的胳膊 笑道 好小子 挺伤到的嘛 如果不是你 抢了一个保送名额 姑奶奶 我定然罩着你 保你在乌鲁族横着走眉不怕 叶成摸了摸被拍得有些发麻的手臂 哭笑不得 也不知道方才是谁叫嚣着 看不起自己来着 想到自己接下来 还要在这乌鲁族待一段时间 叶成还是想尽可能与乌鲁族族人处好关系的 他想了想说道 其实也不一定的 只要我进入乌鲁塔后 能成功领悟功法 通过试炼 这个保送名额也是可以不要的 毕竟只是保送到祖地之战 又不是直接进入祖地 提前预定一个保送名额 也不过是为了自己落实与巫术无缘 还可以有机会参加祖地之战 从而进入祖地寻找借口罢了 乌白听后双眼一亮 笑道 可以啊 早说啊 我还以为你准备白嫖呢 不过我可要丑话说到前头 你要是不能通过试炼 必须要给我准备足够分量的肉干 否则要你好看 叶成笑笑 自然的 不过我会将这上古厨迹 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乌氏长老 到时 乌鲁族便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食了 这感情好 不过 分享给乌氏那个死胖子 有什么好的 你叫我做呗 我罩着你啊 老姑婆 你做的东西谁敢吃 面对乌氏的嘲讽 乌白尽管不太乐意 却并没有反驳 毕竟自己的那点厨艺 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情小兄弟 你是真的愿意分享 你的上古厨迹吗 你知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乌氏不知道 方才实屋内发生的事 因此 他以为叶成与乌鲁族谈判的筹码 仅仅是上古厨迹 若是叶成真的毫无保留地 将上古厨迹交出 很有可能会失去 唯一能拿捏乌鲁族的东西 感受到乌氏的善意 叶成笑了笑说道 这是自然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哪怕我真的 毫无保留地教你们 你们也未必能做出 与我一样的成品 当然 只要天赋没问题 味道肯定不会差到哪去的 乌白有些听不懂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上古厨迹 不就是味道 比其他的好吃些罢了 我们自然是要味道好吃 还能要求什么 叶成淡笑不语地看着乌食 就在刚刚的食屋内 他发现了 自己制作的肉干 竟然对乌鲁族族人 有着特殊的功效 乌光狼鹰 当年为了让乌鲁族 稳坐高等部落的位置 不惜融合兽灵 虽然实力大增 但也导致自己 成了半人半兽的模样 以及时不时会暴躁发怒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越来越 难以压制体内兽灵的狂躁 甚至隐隐有衍生出 第二人格的趋势他 甚至做好了 当他无法压制住体内兽灵时 便自稳地准备 而这座祠堂的修建 也 有一部分 是为了他日后自稳时做准备 然而叶成无意间取出的肉干 令他发现 这肉干所提供的能量 竟然能压制住他体内的兽灵残念 这让他不得不重新正视 叶成的存在 亲儿见乌光狼老时候 也懒得再抽他了 用亲儿的话就是 抽得他手疼 叶成在心中默默心疼 乌光狼三秒后 随即与乌光狼一同研究 自己所做的肉干 想知道 为何会对他有帮助 最终的结果表明 并不是所有的肉干 都对乌光狼有效 一开始叶成 以为失肉的问题 但后来发现 所有对乌光狼有效果的肉干 都是他加入了神断功法烹制的 当初在为上古赤白狼猪王 烹制食物时 叶成为了能达到 更好的断体效果 有一部分的猎物 是用神断功法 所产生的紫红色气流烹制 因为那时烹制的食物储备充足 而且他也不确定 这种用功法烹制的肉干 会不会引起 上古赤白狼猪王的反感 因此全部收在 自己的储物袋中 却没想到 用这种功法烹制出的肉干 竟然会对乌鲁族族人产生功效 后来叶成又递给了他 加入了神魂之力 所烹制的肉干 给乌光狼 果然不出所料 用神魂之力烹制的肉干 也对乌光狼有着奇效 作为一名过百岁的乌镇师 他的神魂之力 早已到达了瓶颈 可不过是吃下一块肉干 那许久没动静的食海 竟然有着 一丝细微的波动 乌光狼当 即得出结论 由叶成用神断功法烹制的肉干 能增强乌鲁族人血脉之力 而由精神力烹制的肉干 也能增强他们的神魂之力 大肠老乌鲁得是阴修 二掌老乌果是操控灵直的 四掌老乌灵时御兽的 三人的修炼方向 皆是与神魂之力有关 然而 他们的神魂之力尚未到达瓶颈 因此 对于肉干的反应也是最大的 而乌石虽然也有反应 可因为天资问题 也是最早苏醒的那个 尽管如此 叶成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的神魂境界有所突破 乌石明白叶成的话中话 笑道 这是自然的 人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看叶成这么聪明 知道把最关键的藏起来 他也就欣慰了 尽管他也是乌鲁族人 也十分希望能知道 叶成是如何做到的 但他更希望的是 每个人都能好好的 叶成能看出 乌石是真的出自于 老父亲一般的关心 笑笑说道 不是藏丝 而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做出的肉干 对你们乌鲁族 会有如此效果 乌石若有所思 有些不好意思道 这么神奇 你愿意教我吗 也不怕你笑话 我在第一次吃到 你做的肉干后 我就想向你请教的 乌石大哥说的 这是什么话 我不教你 难道还教别人吗 要知道 你和你夫人 已是最顶尖的厨子了 叶成大笑着 拍了拍乌石的肩膀 若有所 只得瞥了眼旁边的乌白 乌石瞬间会议 嘿嘿一笑 没一会儿 便与叶成勾肩搭背 成兄道弟了 在两人嘀嘀咕咕的时候 乌鲤和乌果同时睁开了眼 感受到自己神魂之力的增长 两人倍感震撼 看到乌石已经与叶成混得这么熟了 为了得到更多的肉干 两人不约而同地朝叶成走去 乌白拦住两人 问道 你们也感受到了 那家伙所说的惊喜吗 到底是什么 乌白身为乌体修 不修炼乌力 也不修炼神魂之力 注重的是肉体的修炼 因此 方才的肉干对他来说 并没有太多不同 乌鲤和乌果两人 与乌白关系不浅 当下便与他 讲了其中之妙 听得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乌果语重心长地说道 他所烹制出的食物 不仅美味 还对我们的修炼有大用 也难怪族长 将其奉为做上宾 乌白 日后对秦城小兄弟 可要客气点才是 乌白有些不服气 还想说些什么 大肠老乌鲁德的声音 便在他耳边响起 乌鲤和乌果说得不错 慈子所烹制出的肉干 对我族有着极其明显的功效 如今他愿意 以这上古厨祭作为筹码 换取一个保送的名额 是我乌鲁族转了 哪怕我们无法做出 与他一样的功效 单凭这极致的美味 也足以让我们乌鲁族 在所有上等部落中 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该交好才是 见众人都苏醒了 乌光郎淡淡地问道 如何 还有人有意义吗 几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朝乌光郎鞠了一躬 心服口服道 无意义 仅遵族长之令 叶城嘴角微钩 总算不再让人感觉 自己是躲在女人身后的小白脸了 尽管还是 因为有轻儿在 乌光郎才不会对自己进行压榨 和豪曲抢夺 但还是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腰板都挺直了不手 乌光郎满意地点点头 如此 那便有五长老与秦城 对接上古除记之事 并送轻儿姑娘和秦城到 乌鲁塔修炼吧 乌石拍了拍胸口 笑道 包在我身上 一场会议总算结束 叶城和轻儿 在几人的簇拥下 被带去了乌石所住的地方 叶城向乌石讲述了监考的药领 并亲自上手操作后 乌石便陷入了顿悟的境界 叶城倒是没想到 乌石在除修方面的天赋有这么高 因为不知道他要顿悟多久 而自己的时间也有限 便先由卢雅带自己和秦儿 去乌鲁塔修炼 总算见到面了 乌鲁塔 乌鲁塔通体漆黑 光泽温润如玉 塔身表面刻满了图案 图案上有匍匐在地 前程祈祷的祭祀 有举手呐喊 宛若癫狂一般的 穿着兽皮的土著 有许许多多凶猛的野兽 以及长相怪异的植物 还有塔尖处 一个长发飞扬手吃常见的男子等等 全部都刻画的许许 如生 叶城头一回见到如此生动的画像 忍不住多看了吉岩塔身 突然感觉塔身上的人物及动植物 都如活过来一般 不再是静态的 不是吧 活的 叶城震惊 眨巴眨巴了眼睛 想看得仔细 没错 这塔身的雕画 确实是会动的 叶城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画像 尤其注意塔尖上 那名手吃常见的男子 那男子不过是寻常的挑刺 以及灰剑 都带着莫大的韵味 充满了神秘与强大 没多久 叶城便感到一阵晕眩 这种感觉他十分熟悉 这是精神力亏空的感觉 不是吧 自己这才看了多久 等临近后期的精神力 就这么消耗光了 叶城不免有些折舌 可他没有停止观看 那塔尖的男子 使用的是一种极其神秘的功法 他并不确定自己下一次 还有没有这个机缘 可以观摩大能的剑法 他不愿也不舍得 秦哥哥 秦哥哥 快醒醒 儒雅焦急的声音 在耳边不停地响起 亲儿姐姐 怎么办呀 秦哥哥好像醒不来了 都怪我没有提醒秦哥哥 不能长时间 看着塔身的雕化 儒雅急得快哭了 但除了不停地呼唤 别无办法 石海中传来的虚弱与晕眩感 越来越强烈 甚至开始有一丝次痛感 这无不再提示着叶城 他的石海即将干涸与萎缩 但他还在咬牙坚持着 快了 就 差一点 他似乎神魂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肉体还在本来的地方 他能清晰地感知到 石海的虚弱 身边的一切 可他的意识 同时也被另一个空间的一切吸引着 那持剑的男子 似乎是在应对迎面来的兽巢 在他的身后 是一个个穿着兽皮 在配合祭祀祈祷的老弱妇孺 部落中所有能出战的人 都在与靠近部落的野兽搏斗 只有他 一个站在了部落的最前面 只身抵挡着最多的敌人 只于个别漏网之余 给后面的族人消灭 他的长发在风中飞舞 身上的兽皮沾满了鲜血 周围遍地的尸体 有兽族也有人族 甚至还有精怪 叶成似乎都能嗅到那漫天的血腥味 感受到那肃杀之气 不行 精神力要被耗尽了 叶成看着男子看似缓慢 实则充满规律的抬手 眼神中充满着期待 却可悲地发现自己的石海已然干涸 心中一狠 神魂燃烧 与此同时 青儿和卢雅惊呼道 秦呆子 你疯了 秦哥哥 你在干嘛 神魂燃烧与灵力燃烧一样 都可以短暂地增长力量 但是后天却需要大量的时间 或者灵丹妙药去弥补 若寻不到相应的灵丹妙药 还会造成终身实力 无法再进一步的后果 一般情况下 若非遇到危机 生命的情况 无人会轻易燃烧神魂和灵力 燃烧神魂后 叶成获得了宝贵的观摩时间 终于在昏迷之前 将完整的招式 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 你醒了 叶成苏醒过后 有着片刻的迷茫 看着眼前的环境 若非听到清儿的声音 一瞬间还以为自己 进入了神念塔中 这是乌鲁塔呢 嗯 你因为长时间观看塔身的画像 还不惜燃烧神魂去观看 因此昏迷了三天 三天难怪觉得饿了 叶成笑笑 摸了摸肚子丢了一块 肉干到口中咀嚼 见叶成没有丝毫地懊恼和后悔 清儿不由地好奇问道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值得你燃烧神魂 塔尖上那持剑男子 他的招式对我来说十分有用 就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这不算什么大秘密 对自家媳妇 没必要藏着掖着 清儿皱眉道 塔尖上的男子 可是塔尖上根本就没有男子的雕刻 莫说塔尖了 就是整座乌鲁塔 也没有你说的持剑男子啊 叶成有些傻眼了 你说的是真的 可我明明看到了 我无比确定在你看的入迷的时候 我就好奇地绕着乌鲁塔看了一圈 若是有这么醒目的雕刻 我不可能没有看到的 叶成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他很确定自己看到的并不是错觉 但是清儿却说 根本没有持剑男子的存在 就很离奇 红袍女子说道 他说的没错 乌鲁塔塔尖上并没有持剑男子的雕刻 可你也没有看错 你确实是看到了那持剑男子的雕刻 叶成被红袍女子这句话给绕懵了 若说塔尖有着持剑男子的雕刻 那么他看到是正常的 可清儿却没看到 可若说这塔尖没有持剑男子的雕刻 清儿看不到是正常 自己看到 那岂不是不正常了 这完全是具矛盾十足的病局 还没懂吗 你怎么这么蠢 又挨披了 叶成摸了摸鼻子 厚着脸皮问道 还请神仙姐姐明示 意思是 有的机缘 只会给获得机缘的人看到 你的意思 没错 这是独属于你的机缘 虽然不知道那乌鲁族的剑仙 为何会找上你 但这也是你的机缘 剑仙 那是什么 这是独属于修剑之人的境界之分 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行内化 实力从弱道强分为 剑童 剑者 剑灵 剑仙 大剑仙 剑圣 大剑圣 剑神 每个大境界 又分了初期 中期 后期 三个小境界 那我 你目前只是剑者 初期阶段 若是能完全领悟方才的剑法 应该能一跃成为剑灵境界 神仙姐姐 我想冒昧地问一个问题 不用问了 我不在境界内 这种想说什么 都被人提前回答堵住嘴的感觉 怎么就那么憋屈呢 秦成 嗯 怎么了 清儿 你在跟谁说话呢 叶成突然被清儿这一问 问得有些反应不过来 说道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清儿把玩着自己柔顺的长发 说道 没有 就是看你老在发呆 就想问问你到底 是在跟谁说话呢 我 叶成刚想否认 便被清儿打断道 我想听真话 叶成定定地看着清儿 看出了他眼中的认真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 清儿 这是我最大的秘密 在我没成长起来之前 这个秘密不能给第二个人知道 否则容易引起杀生之祸 你能理解吗 原本以为清儿这种大小姐会发脾气 不料他却笑眯眯地说道 好 那我等你主动告诉我的那天 你不生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你也没问 我的秘密不是吗 更何况 我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胡编乱造地欺骗我 我能感觉得出来 你刚刚说的 都是实话 叶成笑了 相信你 清儿你放心 我定会上门提亲呢 得其如此 服服何求 清儿没想到 突然又扯到这个话题来了 小脸一红 娇称道 你这呆子 赶快抓紧时间修炼吧 竟想这些儿女情长之事 好的 叶成看着身边 漆黑如玉的墙壁 用手摸了摸 手感如比想象中还要好 我们这是在乌鲁塔内的房间里吗 是的 你醒了就好好修炼 我先回我的房间 去了 清儿冷淡的语气 没有引起叶成的反感 反而心头一暖 以他的身份 进入乌鲁塔 定然有别的事情要做 可他却选择了守着自己 想必是担心自己 只是那傲娇的小性子 真见到自己醒了 反而开始有些别扭了 清儿站起身来 从怀中取出一个黑色的玉碎 丢给叶成 随后打开门准备离开 七儿姐姐 嗯 秦哥哥 你终于醒了 一开门 便见到卢雅手捧着一个 托盘站在外面 似乎正打算按按钮通知里面的人 卢雅 进来吧 那呆子刚刚醒 也是该吃点东西了 七儿微愣 带着卢雅走进房内 七儿姐姐 秦哥哥 我猜你们吃不惯部落的食物 这是我特地在山上采摘的果子和坚果 味道都很不错 你们尝尝 谢谢你卢雅 嗯 这是 新红果 卢雅将棕榈叶打开 叶成一眼便看到了 那醒目的红色果子 拿到手上细细观察后 不由得震惊到 嗯 秦哥哥人的这种果子 这个果子味道很好 很受足人的欢迎 物果长老曾尝试过种植 可却没有成功 只能在山上采摘 嗯 这个叫新红果 可以将灵修的灵力提纯 在 外界十分稀少 属于有价无事的存在 原来是这样 这种果子在我们这不算少 只是因为 好吃颇受欢迎 因此会比寻常果子要难得一些 叶成跟清儿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亮光 对卢雅说道 卢雅 请问 你可以帮忙 与族人收一些新红果吗 你看看他们需要什么 我可以拿东西来换 卢雅无嘴轻笑道 秦哥哥这是说什么话呢 如今你在族内的地位 都快赶上我们几个圣女了 你只要说要 别说只是要果子 就是要整株果树 都会有人给你扛来 叶成一愣 这话怎么说 你可能不知道 巫师长老按你教的方法 已经成功制作出第一批食物了 尽管与你做的味道 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对于族人们来说 已经是人间美味了 再加上 你为了瞻仰乌鲁塔 不惜燃烧神魂 得到了许多族人们的认可 还有不少女子 想要与你繁衍后代呢 叶成倒是没想到 自己因插阳错地 以这种方式 得到了乌鲁族人的认可 但卢雅最后的画让 以及轻而似笑非笑的神情 让他有些汗颜 连忙道 只要能帮我收集新红果就可以了 反眼就不必了 我还是抓紧时间修炼功法 通过试炼吧 轻而看出了叶成的不自在 把手中的果子吃完 主动站起身来说道 我们就不要在这打扰他了 不然 哪怕保送进了祖地之战 也不过是个送人头呢 又被自家媳妇嫌弃了 叶成摸了摸鼻子 叫住了他 塞了一个大布袋子 到他手里 轻而感受到手中沉甸甸的分量 微微一愣 叶成笑着说道 要好好吃饭 卢雅羡慕地看着轻而 和他手中的布袋子 不用想都知道 里面装着的 定然是满满一袋子美味的肉干 送走了卢雅和轻而后 叶成从储物袋中 取出乌鲁族赠女的功法 这本功法并不厚 不过寥寥几页 叶成大概翻了翻 还以为是什么高深的功法呢 不过是一个巫术基础入门 就如同神阳大陆 最基础的引气入体一样 只不过在这里教的是 如何感应污吏 将污气引进到体内 转化成污吏而已 吃果然是落后地方的土著 小家子气一点 都尚不得台面 听到红袍女子如此吐槽 叶成心中一动 当即将书本放下 问道 怎么会呢 我觉得这本书讲的 还是很透彻的 确实是想让我学会 如何修炼巫术 难道 这功法有问题 这功法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你们这些外族人 哪怕成功修炼出污吏 没有相应的巫术功法 空有一身的污吏 一点用都没有 甚至连晋级都做不到 原来如此 可他们这样做 有什么好处呢 纯粹是为了 让更多人修炼污吏 可是他不给功法 也是突然 巫族人讲求 的是弘扬巫术 他们的原则是 有教无类 所有的种族 都可以成为巫族人 巫鲁族也是由此而来 而巫术的神奇 和巫力的霸道 可以令许多人 主动投到巫神的怀抱 原来如此 那我还要修炼巫力吗 万一修炼了 就成为巫鲁族人了 我岂不是走不掉了 吃低端的巫术才会这样 巫术本来就是 几百家所长的存在 根本无需 像现在的巫族人一样排外 哪需要搞这种小动作 来吸收巫族信徒 叶成一听 按道有戏 双手一摊说道 那要有什么办法呢 真正的巫术 又岂是寻常人能拥有的 若是真有 我倒真的想见识一下 红袍女子 哪能不知道叶成心里的小九九 冷笑道 别跟我耍 小心死我只修剑 身上可没有什么巫族的功法 阿娜难不成 真的要修炼这低端巫族功法 然后被同化成巫族的信徒吗 可是 如果修炼不成功 就难以寻得借口 回到主位面了 我没有 不代表其他人没有 嗯 连神仙姐姐你都没有 还有谁会有呢 乌光王 乌鲁德 还是说清二 可清二如果有 定然会拿出来让我修炼 看他的样子 应该也不知道 这巫鲁族给的功法其中深意 叶成实在想不到 身边还有谁会拥有巫族功法 只听红袍女子指了指说道 你去问他 红袍女子神秘一笑 朝一个方向指了指说道 我没有 他有 他 叶成微愣 顺着红袍女子所指的方向看去 那是第二层 神殿塔每一层都关着一个大牢 这是叶成早已知道的 可是他并不知道 每一层的大牢长什么样 又是因为什么被关押在里面 对啊 他是巫族的神兽 手中定然有不少巫族的功法 你找他 便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对于红袍女子的理所当然 叶成脸色微微发苦 他曾经听到过第二层大牢的咆哮声 感觉并不像是好相处之辈 但为了获得更高级的巫族功法 他别无选择 确定文官好 并且没有窥探后 他闪身进入了神念塔 自从与亲儿相遇后 他便没有进入过神念塔 此时看到神念塔白茫茫的雾气 都觉得倍感亲切 神仙姐姐 你在吗 叶成等了一会儿 没有得到红袍女子的回应 便禁止走向通往第二层的通道 通往第二层的通道口处 有一个薄膜一样的结界 叶成用手感应了一下 其防御力约莫是天穷镜初期的层次 这结界也不是不能破掉 可一旦破掉 面对的将会是一个陌生的 暴躁的大佬 可若不冒险一事 自己就只能修炼 那会将人同化的巫术 一时间 叶成进退两难 思考片刻后 叶成目光坚定 拔出腰间的长剑 朝结界挥去 稳天剑决第三式 剑破九霄 六道剑影接连的 朝结界的同一处劈去 几声巨响后 结界不出所料的破碎 一阵比第一层 更为精纯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 叶成全身的毛孔 不由自主地张开 自主贪婪地吸收着 叶成眼前一亮 也许第二层的情况 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糟糕 慢着 把这个带上 或许会对你有些帮助 没等叶成反应过来 手上便多了一个红彤彤的东西 这不是糖葫芦吗 神仙姐姐给我这个干嘛 难不成是怕自己受打击 给串糖葫芦安抚一下 叶成失笑地摇摇头 但还是接受了她的好意 将糖葫芦用布包起 别在腰间放好 踏入了通道 熟悉的晕眩感传来 叶成赶忙闭上了双眼 吼 再次睁开眼时 那二楼大佬的咆哮声传来 幸好叶成早有准备 用特制的耳色色住了双耳 可那声音 似乎能直至灵魂 还是震得她脑壳胀痛的难受 感受到身前的恶风 叶成下意识地朝旁边闪过 尽管有了神断的加持 速度已经快到了有残隐的地步 她还是感觉到 自己的脸颊 传来了活辣辣的疼痛 她猛地睁开眼 看着眼前的巨物 这是 上古金龙 眼前的巨物通体 金光闪耀 兔眼 鹿角 牛嘴 驼头 肾腹 虎掌 鹰爪 鱼鳞 蛇身 九种动物的特征何而为 亦不是古籍上所言的金龙是什么 叶成心中震撼无比 神念塔在她心中 更加神秘叵测 根据叶成所知道的信息 每一层的大佬 都会比上一层的大佬要牛逼 第一层的神仙姐姐 是绝世见到强者 这第二层 竟然会出现上古金龙 也不知道往上的第三 第四层 乃至最高的第七层 很难想象 关注的会是什么样的存在 一股暖流 从她的脸颊留下 叶成不用想也知道 这定然是被方才的静风所擦伤 如今流血了 金色的气流 卷住了叶成脸颊处的一滴血到面前 将鲜血卷入口中 金龙的巨目 出现了一瞬间的惊恐和贪婪 速度快的叶成都 没有捕捉到 喉 上古金龙突然靠近 瞪大了巨大的龙眼 在叶成身上不停嗅着 大佬的突然靠近 如今近的距离 她自知若是对方想杀自己 哪怕有神断加持 也定然躲不掉 因此 她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努力稳住身形 不让那巨大的鼻息 将自己吹倒在地 你是在找 这个吗 感受到金龙对自己没有恶意 甚至隐隐有着莫名的亲近 叶成心中一动 从腰间取出神仙姐姐 给的糖葫芦 把包裹在外的不扯下 露出了里面金银剔头的冰糖葫芦 吼吼 看着叶成手中的冰糖葫芦 金龙巨大的龙眼 蹭的一下亮了起来 龙尾也欢快地摆动着 让她瞬间 感觉在自己面前的 并不是那 让人闻声色变的上古金龙 而是一只贪吃的小狗 这条金龙 似乎很是懂礼貌 哪怕自己与叶成的实力悬殊 哪怕自己在渴望着 她手中的冰糖葫芦 她也没有冲上来 豪取抢夺 叶成看着她委屈巴巴的模样 不由得好笑道 你的体型这么大 这糖葫芦这么小 怎么够你吃的 金龙眨巴眨巴眼睛 似乎觉得叶成说得有理 叶成接着说道 除非你的体型 能比这冰糖葫芦还小 或者差不多大小 否则这样一口下去 连味道都品尝 不到就没了 金龙双眼一亮 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小 最后变成了一只小黄狗 这叶成看着眼前 与自家看大门的大黄 没啥不同的小黄狗 不由得有些汗言 谁能告诉她 为何方才那么 威风凛凛的上古金龙 怎么就变成了一只 农家普通大黄狗呢 看着盯住自己手中的糖葫芦 哈拉子低落一地的大黄狗 叶成十分怀疑 这么馋的黄狗 可能连门都守不了 一根糖葫芦就能忽悠走了 汪汪 叶成福娥 这怎么连声音都变了 不过这样也好 对着一只狗总好过对着一条巨龙 叶成蹲下 笑眯眯地说道 你收下我的糖葫芦 就是我的朋友 朋友之间可是要互帮互助的 大黄狗有些犹豫 叶成晃了晃手中的糖葫芦 但是看到叶成 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糖葫芦后 瞬间眼都直了 想也不想 就点头答应了 汪汪 见忽悠成功 叶成笑笑 准备将糖葫芦给大黄狗的时候 突然灵光一闪 收回了手 汪汪汪 大黄狗有些着急了 叶成害怕大佬抱走 连忙安抚道 别着急 你尝尝这个 看看喜不喜欢 叶成拿出自制的肉干 自从知道自己所烹制的肉干有奇效后 叶成便一直在找机会多做一点 手中的这块肉干 是当时在巫石家 给巫石做示范的时候 灵光一闪 趁着巫石不注意 偷偷加入了自己的血液 尽管他没有注意到 金龙那一闪而过的惊恐和贪婪 但他可没忘记 从自己脸颊中流出的那滴血液 被他卷入口中的一幕 或许 眼前这条上古金龙 会喜欢带着血腥味的肉干 叶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期待地看着大黄狗 大黄狗有些心不在焉 显然此时的他 更想吃那红彤彤甜腻腻的糖葫芦 但见叶成的样子 明显是 自己不吃肉干 就吃不到糖葫芦 只好一口 将肉干吞入口中 原本没有任何期待的大黄狗 突然全身颤抖了起来 不过也仅仅颤抖了一息 便停了下来 目光微亮 感觉如何 喜欢吗 其实不用大黄狗回应 叶成从他的反应看来 便知道自己的肉干 对他有用 汪汪 果然 大黄狗的尾巴摇得 更欢了 甚至还有些讨好和贪婪 有渴望有需求就好办 若是在外界 冰糖葫芦大黄狗 要多少叶成都能给得起 可在这美食资源匮乏的遗失之地 若非神仙姐姐所赠的冰糖葫芦 叶成此行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糖葫芦只有一串 以这上古金龙对美食的执着 叶成必须另外想办法 拿捏住它 幸好 自己所猜不错 既然神仙姐姐说 这上古金龙有巫族的功法 那必定与巫族关联密切 自己制作的肉干 对巫鲁族人有奇效 很大原因便是因为 他们修炼的是污吏 那么 对这上古金龙 应该也会有一定效果 这才是叶成大胆一世的原因 如今有肉干在手 他也无需 再拿捏着手中的糖葫芦 不舍得给他 大方帝将糖葫芦塞到 大黄狗的口中 说道 如今 我们就是朋友了 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 我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 非常需要巫族的功法 你这有吗 哇 大黄狗一边舔试着糖葫芦表面的糖衣 一边伸出狗爪 拍在了叶成的眉心 叶成便感觉到自己脑海中 多出了一部特殊的功法 总算是得手了 叶成心中大喜 此次第二层之行 不仅成功得到了巫族功法 还额外获得了第二层大佬的友谊 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感受着第二层浓郁的灵力 被神念塔改造过后的体制 不用叶成控制 都在主动吸收着 刚刚晋级没多久的灵力境界 都有了一丝的松动 看了一眼享受的 舔食着糖葫芦糖衣的大黄狗 叶成想了想 索性就不走了 当即在神念塔第二层 查看起大黄狗传他的功法 打怕是没有接触过巫族功法 叶成也能明显看出 大黄狗传给叶成的功法 与巫鲁族的相比 大巫见小巫了 这套功法 有一个很牛逼轰轰的名字 叫巫神之典 里面不仅有着最基础的隐气入体 巫力等级 基础巫术等 还有着不同职业巫师的修炼功法 总的来说 只要叶成想 他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巫族 叶成大致看了一眼功法后 一脸震撼地看了看 抱着唐葫芦的大黄狗 心里不断猜测着 大黄狗在巫族中的地位 汪汪 也许是叶成的目光过于明显 大黄狗恶狠狠地警告了一番 将怀中的唐葫芦报警 一副生怕叶成将其抢走的模样 叶成一阵好笑 也不再胡思乱想 安心研究其隐气入体的功法 巫气与灵气不同 它没有五行之分 因此有一句话说 修炼巫术者 皆是有缘人 第一步 感应巫气这一步 需要使用精神力感应 这与灵气感应的步骤相似 皆是用精神力 或者说是用神魂之力 在空中捕捉巫气 叶成按照功法运转精神力 逐渐地在叶成的意识中 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小光点 它们有的是属于火 细灵气的红色光点 有的是木细灵气的青色光点 若是往常 叶成定然不会放过 这些肥肥胖胖的小光点 可此时 它要找的并不是它们 而是 嗯 有了 叶成的精神力 突然捕捉到了 这些小光点中 不显眼的一团灰色 雾气它虽然与这些小光点 共享着一个空间 可是却与它们格格不入 像是一个自闭的孩子 与外界建立起一道厚厚的屏障 叶成的精神力 小心地接近着这团灰雾 灰雾似乎有灵性一般 在接触到叶成的精神力后 有着一瞬间的躁动 随着叶成 不断用精神力 温柔地安抚和释放着自己善意 渐渐地 那团灰雾放下了戒心 开始亲近叶成 最终 第一团雾气 成功被叶成的精神力包裹住 看着乖巧的雾气 叶成悄悄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便是引气入体了 它小心翼翼地操控着那团精神力 进入自己的胸口 那是这套功法的起点 也是成功的关键 叶成平住呼吸 看着那团灰色雾气 慢慢地融入自己的体内 化成一股灰色的气流 进入自己的经脉中 叶成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他没想到 这引气入体 竟然如此简单 他不知道的是 哪怕是当年的乌光狼 光是用精神力包裹住乌气 都用了三天 尽管如此 也被称为 最具天赋的天才 像叶成这样一次成功的 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 第一部的感应乌气 以及第二部引气入体 都出奇地顺利 如今就只剩下最后一部 将乌气转化成属于自己的乌力 这一部与储存灵气一样 都是在丹田中 开辟出储存乌气的地方 如此即可成功将乌气转化成为乌力了 而这一部 根据功法记载 是难度最大的 也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部 特别像是叶成这种 中途变道 选择修炼乌力的灵修 更是需要万分小心 稍有不慎 整个气海丹田都会被引爆 叶成深吸一口气 在脑海中再次熟悉了 一下功法运转的路线 操纵着那股微弱的气流 按照特殊的线路 运转到丹田之中 索性 那团灰色乌气 对叶成十分亲近 乖巧地配合着叶成的指引 进入了丹田之中 成了 叶成有些愕然他 实在是没想到 这最危险的一步 竟然会简单地 让人怀疑人生 意外很快发生了 一股尖锐的刺痛感 从丹田传出 叶成赶忙看去 只见那灰色的气流 进入丹田之中时 原本在丹田中 自由温讯的红色灵气 突然暴动了起来 团结一致 要将闯入者抹杀 而那丝微弱的污气 也不是吃素的 尽管在叶成面前 他乖巧地犹如一只小猫咪 可面对着红色的 火属性灵气 他立刻伸出了 自己锋利的利爪 与其搏斗起来 这一打 打得叶成痛不欲生 叶成的肌肉瞬间紧绷 身子不受控制地抽搐着 脸色白如纸张 毫无血色 他紧紧地咬住牙关 不停地释放出精神力 想要将在大战中的 两方分割开来 可这一次 双方似乎都杀红了眼 没有任何一方听他的 完了 控制不住了 灵气数量众多 但那灰色的乌气 看起来微弱 战斗力确实极强 竟然有一副当官 万副莫开的趋势 隐隐占了上风 灰红双方爆发出的力量 搅得叶成的丹田 出现了一丝裂痕 叶成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他已经尽全力 调动自己的精神力 想要控制着灵力和乌气 可却没有半点成效 汪汪 一旁还在趴着 回味糖葫芦的大黄 那黑色碎片 在接触叶成的瞬间 便融到了他的丹田之中 直接横插在 乌气与灵气的中间 将叶成的丹田一分为二 双方各自碰不着面后 先是暴动了一会儿 似乎在寻找着对方的踪迹 然后慢慢平复了下来 那黑色碎片 在叶成的丹田中 不断地释放出淡淡的光韵 那条如为纸般粗细的裂缝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地愈合 好险 叶成心有余悸地 看着一分为二的丹田 若非有第二层的大脑在 自己这一次 哪怕不死都要废了 想到这 叶成感激 地看着有些昏昏欲睡的大黄狗 想了想 从怀中把所有的肉干都拿了出来 放在地上 闻到肉香味 大黄狗瞬间来了兴致 走上前一顿乱闻 叶成柔声说道 这些是我目前身上所有的肉块 你看看你喜欢吃那种 先拿去 回头我再给你多做一点 汪汪汪 大黄狗也没跟叶成客气 从其中挑出了三成的肉干 不过他没有立刻吃下 而是将肉干全部收到自己的储藏空间中 叶成没看到 他身上有佩戴储物用品 猜测应该是上古金龙独有的储物空间 叶成默默记下大黄狗所选的肉干种类 将剩余的肉干收好后 站起身来说道 我先出去了 肉干做好后 我再送进来 今天 真的谢谢你 说吧 便习惯性伸出手 想默默他的大狗头 结果手 刚刚伸出 猛地想起了 眼前的大黄狗 并非真正的狗 而是一条强悍的上古金龙 大黄狗似乎想不明白 为何叶成突然僵硬在那 主动将自己的大脑袋贴到他的掌心磨层 享受着叶成的抚摸 喜欢这样吗 看到大黄狗一副享受的样子 叶成迟疑着 伸手挠了挠他的下巴 他记得 这是叶族中看门的大黄狗 最欢的挠养方式了 果不其然 叶成的按摩手法 得到了大黄狗的认可 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 叶成笑笑 说道 你有名字吗 我总不能一直喊你喂喂喂 或者喊你大黄狗吧 汪汪 大黄狗想了想 伸出狗爪子 在地上歪歪扭扭地画了几下 你还会写字 叶成有些惊喜 回答他的是 大黄狗的一脸鄙视他 摸了摸鼻子 再次提醒自己 眼前的不是真正的大黄狗 而是一条上古金龙 虽说他没有对一条龙的字 抱有太大的期待 可是真正看到他的鬼话浮食 还是不由地皱了皱眉 他很想说看不懂 可是看到大黄狗一脸骄傲的小模样 还是蹲下身来细细观看 他半猜半看地问道 这是两个字 汪 这是你的名字 汪 所以这是大黄 汪汪汪 大黄狗像是遇到知己一般 拍着叶成的肩膀 双眼发光 叶成此时与大黄狗 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 很快便能理解到他的意思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你是说别的人 都看不懂你写的是什么吗 没事 我懂就好 他们都不懂得欣赏 汪汪 大黄狗声表赞同 好了 我真的要走了 到时回来看你 叶成感觉到了外界的声音 拍了拍他的狗头 站起身来说到 身影一动 叶成便出现在乌鲁塔内 秦哥哥 秦哥哥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叶成用亲耳锁给的黑色玉块 将门打开 看着卢雅有些焦急的样子 不由地问道 怎么了 卢雅 这么着急 卢雅看着一脸无辜的叶成 有些无语 感情自己 在外面担心半天 里面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秦哥哥 时间已经到了 你要快点做好准备 参加阻地之战了 时间到了 四天已经过去了 叶成有些愣然 在他的意识中 不过在神殿塔内 待了一个时辰罢了 没想到 竟然过去四天了 当然 我先带你去采购一下 阻地之战的战前物资吧 再晚一些 就要被买完了 好的 卢雅带着叶成 走出了乌鲁族 边走边说道 这采购地点 不在部落里面 所以我们要去附近的 集市采购 叶成双目微闪 不动声色地答道 好的 两人一路无话 似乎担心过于尴尬 卢雅主动开口说道 集市很快就到了 跟我来就好了 说着 还悄悄看了叶成一眼 叶成看了看周边 越来越茂密的植贝 以及前方幽暗的密铃 眼底闪过一丝冷光 他停下脚步 卢雅回过头部解地看着他 见叶成看着自己 有着一丝的心慌 强装冷静地问道 秦哥哥 你怎么不走了 你说得对 留给我的时间不算多了 那我们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说吧 骗我出来想做什么 秦哥哥 听不懂你说什么你怎么了 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卢雅睁大双眼 关切地朝叶成走去 伸出小手 想要摸一摸他的额头 既然你不肯主动承认 那便怪不得我了 一道剑光闪过 四象看起来毫无防备的卢雅 卢雅显然没想到 叶成会说动手就动手 似乎没反应过来一般 惊呼着站在原地束手无策 眼见那道剑光 即将刺进卢雅的心脏 而是变得越发的冰冷 卢雅胸前的衣衫被剑光刺破 露出了白皙的嫩肉 叶成依旧没有停手 卢雅一改方才的慌乱 一脸恶毒地看着叶成 以极快的速度往后退 躲开了逼近自己的剑光 秦成 没想到你的心竟然如此狠辣 竟然真的要杀我 因为躲闪太晚 他的胸口还是被剑光所伤 染红了胸前的衣衫 叶成冷笑道 不过区区无名鼠背罢了 除了藏头藏尾 假扮他人 你还会些什么 稳天剑决第三事 剑破九霄 趁你病 要你命 趁着卢雅后退 六道剑气成圣追击 目标直指 卢雅六大死穴 秦哥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过是好心 带你去集市采满 你竟然要杀我 我可是乌鲁族的圣女 你若是敢杀我 乌鲁族定然倾全族之力 将你围剿 叶成冷笑 哦 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 可惜了我没有上当 你是不是很失望 卢雅稍显狼狈地 躲过那几道剑气 剑被识破了 也不再伪装 陈生说道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用一个八岁小萝莉的外表 说出二十岁的男生 不得不说十分为何 夜成皱眉 只觉得这声音十分熟悉 应该是见过之人 突然 一个人脸出现在脑海中 说道 乌顿 真厉害啊 竟然这样 都能认出我来 乌顿掐绝撤掉伪装 露出了自己本来的模样 身形也渐恢复到本来的模样 丝辣 乌顿的体型 比卢雅高大强壮得多得多 轻易地便将衣服撑破崩裂 可惜了这么好看的衣服 倒是也不知道 要怎么跟卢雅那小妮子交代 不过 只要能废了你 也算是值得了 我与你无冤无仇 总共也不过见了两三面而已 为何要废我 乌顿咧嘴一笑 不为什么 就因为我讨厌眉毛的 夜成 光头有罪吗 长臂妖元 感觉有被冒犯到 若是用灵修境界来衡量 乌顿不过相当于苍穹中期之境 不说 夜成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就是本身的苍穹境后期的实力 都足以将他击毙 若是他没有后手 或者没有同伙 这乌顿不是妥妥地送人头吗 夜成生性谨慎 尽管对手很弱 也不敢大意 夜成上下打量 这乌顿 又四周看了看 问道 就你一个吗 对付你这么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 我乌顿还需要找帮手 你这是太瞧得起自己了 还是太瞧不起我乌鲁族的勇士了 听到这话 再结合自己的子迹神童 和神魂之力 都没有发现 附近有敌人 夜成就放下心来了 感觉被冒犯到的长臂妖元 也从夜成的衣领钻出 学着夜成扭扭脖子 掰掰手关节 一脸猙獰的看着乌顿 宛如大灰狼 看着误入迷途的小白兔一般 懵懂的小白兔 还不知道 自己此时面对的是怎样的危机 看到突然冒出的长臂妖元 一脸嫌弃地说道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仅人没有毛 听到气得毛都砸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段时日里 他早已不是那只没有毛 只有皮的粉色耗子了 他趁着夜成修炼和休息的时间 日夜早出晚归地 寻找着长毛的草药 已经长出了一些小绒毛了 远远看去 虽然还透着粉 可却也能算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猴子了 可惜 好景不长 夜成在进入乌鲁塔的时候 陷入了神志涣散的状态 秉持着守护兽的精神 他没有擅自离开 一直与夜成待在一起 见到夜成醒后 他才安心地在衣服兜里睡去 结果 当他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在神念塔了 若是问长臂妖元 此生最怕的是什么 神念塔排第一 就没有东西能排第二 果然 在夜成走向第二层的时候 长臂妖元本来想着 躲在夜成的衣兜里 门混过关 谁曾想一股熟悉的气息 直接越过夜成 将他锁死 感受到那熟悉的气息 长臂妖元简直欲哭无泪在 夜成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人滴流了出来 看着夜成越走越远的身影 他有心呼救 却发现自己根本喊不出声来 只好看着夜成的背影 默默流泪 直到夜成的身影 消失在通往第二层的通道口 他听到了那道 让他毛骨悚然的声音 则最讨厌有毛的畜生了 见光一闪 他感到屁屁一凉 头顶一寒 悉心照料了那么多天的小毛毛 再一次被人踢得光洁溜溜 就连夜成都不敢多问 生怕提起了长臂妖元的伤心事 没想到这乌盾竟然上来 就连插两刀 看着怒气直爆棚的掌臂妖元 夜成默默地收起了长剑 后退一步 有些愁 有些怨 既然不能冲着正主发作 那便冲着傻叉发作吧 乌盾看到夜成的举动 眼中的不屑更甚 嘲讽道 在部落里 你就躲在女人身后 在外面 你就躲在受宠身后 怎么 难道你永远都 只会躲在别人身后 当一只无胆鼠辈吗 真不知道 你到底哪里配得上夏丽的喜爱 夜成恍然 原来 仇恨来自于这里 嗷嗷 长臂妖元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体型瞬间变大了数十倍 粉红色的皮肤 因愤怒变得通红 挥舞着拳头 朝乌盾击去 这是什么乌盾大惊失色 连忙掐绝往回逃 竟连迎敌的勇气都没有 被嘲讽了一路的夜成 把暴打嘴贱男的机会 让给了长臂妖元 又怎会如此 轻易放他离开 这不是乌鲁族的勇士吗 怎么 还没开战 就先逃了 乌盾自认不敌那巨大的粉色怪物 但是对战一个小白脸 还是绰绰有余的 他朝夜成灵笑道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 若是你乖乖躲在那粉色五毛怪后面 我还拿你没办法 没想到你居然还敢堵在我面前 看我如何废了你 夜成轻叹 到底是什么 让你有如此强大的自信 认为能够废得了我 对于菜鸡 他一向不会留情面 但碍于乌鲁族的存在 以及乌盾从头到尾 也只是想废了自己 而没有真正动杀意 夜成也不会下杀手 抖铃拳法 三级崩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乌盾主修的是速度 攻击力并不是特别出众 若是夜成在修炼出乌吏之前 他上海难以捕捉到乌盾的位置 或许真的会有些头疼 可此时嘛 乌盾在运转乌术的时候 所产生的乌吏波动 在夜成眼中 犹如一盏明灯 在黑夜中大量般显眼 因此 他根本不需要费精力 观察乌盾的逃离轨迹 以及盯住他的身影 只需要顺着乌吏的气息方向 提前预判并拦截即可 整个过程不要太简单 怎么可能 乌盾被夜成一拳轰退 来不及反击 一阵恶风从身后传来 是长臂妖元的锯锤到了 他狼狈地躲开 却还是被打中了肩部 整条手臂以非正常的姿态 无力地垂落 不知是骨折还是脱臼 他强忍着痛意 瞳孔紧缩 一边躲闪 一边失声叫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诡计 不可能 这不可能的 他自诩在乌鲁族青年一代中 速度是最快的 哪怕是队长乌尔 都不及自己 他的速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来无影去无踪 哪怕士族内需要查探情况 也会优先派他去充当赤后 从他出生至今 在速度这一块 就从未被同龄人超越和压制过 这小白脸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管他用多快的速度 都无法躲过夜成的拦截 前有夜成拦截 后有长臂妖元追击 乌盾头一回 后悔自己的决定 若非自己提前将守卫对其他队员支开 这里哪怕再少人经过 也不至于这么大动静 都无人发现 此时 他也无法再顾及其他 抬起完好的手 咬破拇指 单手结印 喝道 巫术 土盾 夜成双眼一眯 眼睁睁地看着乌盾消失在原地 失去了攻击目标的长臂妖元 不停在附近寻找着乌盾的身影 四处奔跑 扬起了漫天尘土 不用找了 他已经逃掉了 夜成拍了拍长臂妖元的大手 示意他可以重新变小 长臂妖元愤怒地锤打着胸口 仰天长笑 惊跑了不少鸟兽 夜成美好气地瞪了一眼 说道 好了 你还想把人都吸引来是吧 好歹你还锤断了 他一条胳膊 我可是一点气都没撒过 嗷嗷 长臂妖元发泄完毕后 逐渐缩小回原本的模样 钻进了夜成的衣领中 快走吧 想必待会儿乌尔等人得来了 夜成离开不久 急到破空声传来 乌尔 乌尼等人出现在了战斗现场 看着地上巨大的脚印 乌尔神情严肃 乌尼查探完四周后说道 队长 附近并没有巨型妖兽出没的痕迹 这巨兽似乎是凭空出现一般 现场也没有找到血迹 但是有乌尼残留 有乌尼残留 代表方才与巨兽大战的 应该是他们乌鲁族之人 乌尔眼神瞬间冰冷了下来 问道 可这是谁 每个人的乌尼气息 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也有在祠堂留底 因此可以由此追踪到 是哪一位族人 乌尼摇摇头说道 现场残留的乌尼痕迹太少 无法确定是哪一位族人 乌尔有些疑惑 按照现场发现的痕迹来看 这巨兽应该是体型空前庞大的 妖猴妖元类巨兽 如此强大的妖兽 若是真的发狠了要杀人 除了几位长老 不可能可以逃脱 若真的是长老们 或者族长大人 那现场定然不会如此干净 这巨兽绝对走不出这片区域 除非 乌尔突然想到 一个可能性 除非巨兽应体型限制 速度不快 而遇到的族人 又善于盾数 或者精于速度 乌尔一边思考着 一个模糊的人影 在脑海中浮现 逐渐变得清晰 他突然问道 乌顿呢 乌里一愣 不知道为何乌尔会突然问起乌顿 下意识地摸了摸挂在腰间的布袋 眼神有些闪烁道 他好像被长老叫去了乌尔老大 你要找乌顿吗 我去把他叫来 乌尔此时蹲在地上 没有注意到乌里的表情 接着问道 那这片区域 是谁负责巡逻的 这里离部落说近不近 说远也不算远 但却因直被冒密 很有可能 因此 他在划分守卫巡逻区域的时候 特地将这片区域划分在内 乌里有些之无 有心想包庇乌顿 却实在想不到解决办法 毕竟每人每天负责哪一个区域 都是有记录在案的 因此只好如实告知 是 乌顿 乌尔猛地站起 眯了眯眸子 说道 只有他一人巡逻 还被长老叫走了 乌里有些承受不住乌尔的气场 心虚地往后退了半步 说道 是的 乌尔拍了拍手 突然一把掐住了乌里的脖子 他的身材并不比乌里高大 可他的手臂却诡异地伸长 将乌里越举越高 乌尔的力气大的惊人 乌里不停地晃动着双腿 一双大手紧紧地抓住掐在脖子上的手 似乎想要掰开 却始终无法掰动半分 乌尔冷笑道 没有用的 若是以前的我 以你乌体修的力量 上还有一线机会 可如今骂我融合了树林后 力量大幅上涨 你若再不肯说实话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反正 你对上这巨兽 也不会有生还的机会的 不是吗 乌里的脸由胀红变得发紫 两颗眼珠子 也因缺氧变得突起 听到乌尔的话后 连忙挥手表示自己什么都愿意说 乌尔大手一松 乌里便从两米高处跌落在地 两米高的距离 对于乌灵师或者乌镇师来说 或许会擦破皮 甚至骨折 可对于乌里这种污体修而言 哪怕是昏迷中跌落 除了感到有些疼痛外 不会有半点伤痕 乌尔从怀中取出一块干净的瘦皮帕子 慢条丝里地擦拭着大手 说道 说吧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否则他看了一眼巨大的脚印说道 我乌鲁族不需要不诚实的叛徒 乌里双眼紧缩 哪怕是方才 被乌尔差点掐死 他都没如此恐慌过 叛徒 这是乌族人最为不齿的词语 同时也是违背信仰的存在 相传 若是被部落判定为叛徒的人 灵魂将无法重新投入乌神的怀抱 他将会在人间游荡 受尽一切苦难 直到魂飞魄散 相反 若是被部落判定为勇士 活着的时候 能享受族人的爱戴与尊敬 能拥有优先与部落女子交配的权利 死后 肉体能得到族人的后葬 灵魂还能重回乌神的怀抱 自己的子孙后代 也能享受自己所带来的遗则 因此 每一位乌族人 宁可站死在妖兽脚下 也不愿被说成是叛徒乌尔 作为巡逻队的队长 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若是他认定了自己是叛徒 只要自己死在这里 回去后必定会被判定为叛徒 乌里恐慌的大口喘着粗气 不停地咳嗽着 看向乌尔的眼神露出哀求 乌尔有些不耐烦 对身后的人说道 给他灌点水 我要听真话 乌里结果族人给的水囊 快速地朝嘴里灌了几口粮水 这才哑着嗓子哀求道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队长 我不是叛徒 你知道的 察觉到乌尔冰冷的目光 他整个人一抖 一五一十地说道 是乌顿给了我一代乌市长老 最新制作的肉干 让我通融一下 给他自己巡逻这片区域 所以 一包肉干 就把你给收买了 我想着这片区域并不大 平时也没什么人来 他一个人去寻 也没什么问题 这叫没什么问题 乌烈 这只巨兽的信息 我献你今天内查出 并且把乌顿带到我面前 是 叶成并不知道 乌尔会顺着那一点点乌力残留 便查到了乌顿的身上 不过哪怕知道 也无所谓了 此时的他 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卢雅 并跟着他去集市采买了 轻而看了一眼 在前面带路的卢雅 悄悄走到叶成身边 低声问道 你方才去哪了 叶成知道 定是方才亲儿在乌鲁塔内 没找到自己 这才问起 他笑笑 说道 不过是去处理 一只小老鼠罢了 没什么事 然后想了想 还是将方才的事 跟亲儿说了 哦 亲儿谋中闪过一丝兴致 这么有趣的事情 竟然不喊上 问你有些不地道 情呆子 冤枉啊 那时候我也只是怀疑 而且那时候 你跟真正的卢雅在一起 那乌顿 定然是摸透了你们的行踪 定然不会让我遇到你们的 也是 那便原谅你吧 反正哪怕是被发现了 也是他们污鲁足里亏 叶成一笑 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乌顿有句话没有骗叶成 那就是 祖地之战的采买集市 并不在部落内 如牙把两人带到了售车车对处 对两人说道 能参加祖地之战的 都是各族精英 为了避免被对家伏击 采买的集市 需要有专门的售车 载着前往 车夫是乌龄长老的人 早年在一次售朝战争中 一条腿变得没了知觉 需要依靠拐杖生活 因此被安排当了售车的车夫 乌龄早已打过招呼 若是叶成等人来 要好好招待叶成两人 因此 他主动迎上前 朝儒雅聚了一宫说道 圣女大人 请问 您和秦大人 以及轻儿姑娘 是要去集市采买吗 是的 有劳来说了 儒雅嘴甜 笑容也甜 从来不会自己是圣女的身份 而觉得高人一等 这使得他在族内的人缘很好 来说笑眯了眼 回道 不麻烦不麻烦 你来输我这残破的身体 还能在部落里 为你们笑礼 就是最大的荣幸了 儒雅有些难过的说道 来输 来输摸了摸儒雅的小脑袋 爽朗一笑 道 没事 不用难过 上车吧 可要坐稳哦 你来输的车 可是出了名的快 哈哈哈 轻儿见儒雅有些低落 不由的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们上车吧 来输的车 可是乌鲁族最快的 坐稳哦 来输一声吆喝 拉着车的两头巫兽 便奔腾起来 一股强大的惯性 使得车上三人不约而同的紧紧握住扶手 其速度 丝毫不比叶成全力施展的速度要慢 甚至更快 叶成有些扎舌 若是叶族 也能拥有速度如此快的售车 以后想要从郡城的苍蓝学院 返回叶族 也不过是两个时辰左右的事 带几人坐定后 儒雅看着来输的背影 有些伤感的说道 其实来输的腿 以前不这样的 以前的来输 他们偷偷跑上战场 兰叔也不会为了救我 而变成这样 叶成回忆起巫神之典 那对巫医一篇的记载 相比神阳大陆 巫族的医术 堪称化腐朽为神奇的奇术 不可能连曲曲瘸腿都治不好 于是 好奇问道 你们的巫医也无法治好吗 卢雅摇摇头 苦笑道 巫医已经尽力了 要知道兰叔的那条腿 可还是从妖兽尸体的腹中 取出的 找到的时候 那条腿 已经被腐蚀和嚼碎了 全靠巫医用特殊的方式保存 并耗费了数年时间 才得以拼凑完全 并提来书街上 亲而佩服道 竟然能做到这一步 你们巫医的巫术果真高明 是啊 可惜与皮肉和血管街上容易 可那交错细小的神经 想要完美的街上 简直是天方夜谭 更别提 经过数年后 来书的伤口早已愈合 当初街上的时候 还是硬生生将愈合面再次切开 才得以缝合的 叶成倒吸一口凉气 说道 好惊人的意志力 亲而也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说道 确实惊人 若是我 断了条腿都活不下去了 他还要隔了那么多年之后 再次切掉新生组织 然后接上腿 他所承受的 真的是不可想象 是啊 来书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 他对谁都很温和热情 为人也很开朗 你们所住的房子 还是他主动让出来的呢 得知来书的过往 以及主动将自己的房子 让给他们住后 亲而和叶成 再次看向那两病发白的男子时 眼神都有些不一样了 谈到如此沉重的话题 几人也没了一开始的轻松 各自沉默着 叶成收回了思绪 趁还未到 便开始运转功法 修炼起乌力来 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闭上眼运转功法的那一刻 不论是一旁的卢雅 亲而 还是前面的乌来 甚至拉着车的乌兽 都纷纷顿了一顿 朝叶成看去 他们的体内 都有着乌力的存在 明显能感知到自己体内的乌力 似乎对叶成产生了天然的敬畏 犹如陈子遇到君王一般 叶成无形中 给他们带来了十分强大的压迫感 这种压迫感 并不是来自于生理 而是一种阶级上的差距 令他们在敬畏的同时 心里声 不起丝毫歪念 仿佛哪怕是在心中想一想 对叶成不利的念头 都有可能面临天地的抹杀一般 没等他们深思 便感到身边的乌气 变得浓郁了许多 乌来再也忍不住 吩咐乌兽按路线奔跑后 转过头来看向叶成 这乌气漩涡 乌气漩涡 是当乌气达到一定浓度后 自动形成的漩涡 在遗失之地 灵气与乌气都十分浓郁充沛 鲜少会出现某个地方乌气缺少 或者浓度达到乌气漩涡的地步 而此时 乌来不仅见识到了传说中乌气漩涡 还被叶成那惊吞一般的吸收速度 震得三观都要碎裂了 这真的是人能达到的速度吗 相比之下 轻而就淡定的多了 他曾很多次见识过叶成的修炼过程 基本上只要叶成在吸收灵气 自己是半点都吸收不到的 只是他没想到 就连乌气 叶成也能如此快速地吸收 毕竟乌气的转换 要比灵气转换复杂得多 几人虽然满肚子的疑惑 但都不是那种 喜欢打探别人秘密的人 在他们看来 叶成既然敢在他们面前 展示自己的秘密 便是对自己的信任 能被人如此信任 是一件很难得和幸福的事情 自己怎能亲手 毁了这份信任呢 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不过是叶成第二次吸收污气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收污气的时候 会造成这么大的动静 随着售车的奔驰 一片又一片区域的灵气 被叶成吸收殆尽 轻而则则说道 秦呆子这吸收速度 堪称污气吸尘气了 吸尘气是什么 就是吸力很强的法宝 可以瞬间吸掉气体和灰尘 哦 那跟秦哥哥确实很像呢 不过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这般精通污气 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儒雅有些担心 毕竟先不论这样 会不会吸收太多 引起暴体 单论污气吸入体内后 还要运转 变成污吏 以叶成这个速度 根本不可能完成 他不知道的是 叶成所修炼的 乃是最正宗最高级的污神之点 哪怕不用主动吸收 污气也会天然亲近于他 甚至主动钻进他的体内 进入体内的污气 如于得水般 一缕缕自觉的 按顺序顺着功法的运转路线 进入丹田 因此 尽管叶成的吸收速度奇快 但体内却一派祥和 没有出现丝毫的拥堵 以及排斥 圣女大人 即使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到了 情小兄弟他 若说之前对叶成的客气 是因为他愿意分享出 自己的上古厨迹 在见识过叶成吸收污气的速度后 乌来明显的更亲近了几分 叶成吸收污气的场面过于惊人 为了不让人发现 乌来特地选了一条 先少人经过的路 可他没料到 叶成这一修炼 竟会耗费如此多的时间 眼看要进入正 道 极有可能遇到其他部落的人 叶成都还未清醒 卢雅抬头看了看天色 又看了一眼 吸收了足够多的污气 而变得气息紊乱的叶成 咬咬牙说道 白叔 先寻一个地方歇息 带秦哥哥苏醒再说 可采买 清儿说道 听卢雅的 叶成他体内的污气 已达到饱和 应该很快便能苏醒过来 乌来有些诧异地看了眼前 若从乌力的修行时间来看 乌来才算是前辈 哪怕他瘸了一条腿 他的污吏等级 却还没有被废 他十分好奇 就连他都无法看透 叶成体内的情况 这个外族的女娃娃 怎么能这么肯定 想起了乌光狼 曾秘密召见他 要他此趟出门 若是遇到危险 无论如何 都要保住清儿的性命 必要时 可以牺牲掉叶成和卢雅后 他便知道 真正的大佬 就是这少言少语的女娃娃 大佬发话 那必须照做的 乌来对此地极为熟悉 很快便寻得了 一个隐蔽的山洞 将兽车开了进去 几人将叶成围在中间 替他护法 此时的叶成 全身心都投入在了 体内的污气运转中 随着大量的污气 进入体内 丹田中的污吏 也积累到了一个 可怖的地步 随时有将这半个 丹田撑扎了的风险 若是乌鲁族族人 面对体内这个情况 定然慌乱不堪 可叶成手握 污神之点 丝毫不见金色 他调动全身的神魂之力 在心中的喝道 污吏满盈 压缩巨弹 装在这污吏的 那半边丹田内的污吏 分成了两股 朝不同的方向运转 越转越快 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型漩涡 将其余的污吏吸进漩涡内部 丹田中的小漩涡 宛如黑洞一般 将身边的污吏 全部吸收一空后 仿佛还不够 再次传出一股巨大的吸力 于是 轻而等人 便见到气息安稳下来的夜城 突然再次疯狂地吸收着污吏 并且 这一次的速度 和吸收的污气 更为惊人 这秦小兄弟 到底是什么妖孽般的存在 我乌来活了数十载 也从未见到任何一个人 想他这般吸收污气 轻而姐姐 你确定秦哥哥以前 真的没接触过巫术吗 轻而眼神复杂 没有说话 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在乌鲁族的真实身份输高 在觉醒部分记忆后 对巫术的理解 更远非一般巫族人可比 但夜城这种情况 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料 真的是第一次接触 可他的吸收速度 与污吏的转化速度 比我见过的巫族人都要快 在面对他的时候 我甚至有种无法反抗的感觉 听到卢雅的话后 乌来和轻而点点头 他们当然知道卢雅的感受 毕竟哪怕是他们 也有着同样的感受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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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时辰过去了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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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城早已停止了吸收污气 亦或者说 是 这一个区域 根本就没有污气可供他吸收了 突然 轻而眼神微动 说道 快了 要来了 卢雅还在疑惑青儿的意思时 乌来一把 将他们护在了身后 小心 话音刚落 夜城突然爆发出一股 强大的能量波动 乌来从察觉到夜城所处的状态 到护下距离夜城最近的卢雅和青儿后 便再也来不及 护下自己的巫兽了 不好 乌来能清晰地感受到 从夜城身上爆发出的这股能量 有多可怖 绝非仅仅擅长速度的巫兽 可以抵挡住的 他痛苦与不舍地闭上了双眼 不想看到乌兽被这股能量击杀的画面 可等了一会儿 预料中的惨叫 以及能量波动 并没有如期而至 乌来忍不住睁开了双眼 只见那相貌普通 一身气质却风华绝代的神秘女子 手捧一个圆形法器 释放出一道白光 将夜城包裹在内 谢谢青儿姑娘乌来感激地朝青儿道谢 毕竟哪怕青儿不出手 他们都不会有事 只不过 那两头乌兽会遭殃失去性命 对青儿和卢雅来说 这两头乌兽不过是代步的工具 死了就死了 大不了多费点时间精力 施展身法朝级是过去而已 可对于乌来而言 那两头乌兽 时从他瘸腿开始 足内送给他孵化抚养的 早已经不是谋生的一部分 更是精神的寄托一般的存在了 因此 青儿愿意出手 护下他的乌兽们 可想而知 他有多感激 面对乌来的感激 青儿丝毫不领情 见夜城的能量波动 已经停止下来 气息逐渐平复 他撤掉了阵法 白白手说道 不用感激我 我不过是不想 被绷得一脸灰 弄脏衣服而已 乌来笑笑 不管青儿是否有意 救下他的乌兽们 但事实上他就是救下了 那么自己 就应该知恩图报 污辱族人 从来都是有恩报恩 有仇必报的存在 他在心底默默记住了青儿的恩情 想着总有机会 一定要报答青儿姑娘 嗨嗨 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声音 卢雅双眼一亮 飞扑到夜城身上 欢呼道 秦哥哥 你总算苏醒了 怎么样 你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咦 秦哥哥 我怎么感觉 你的物力等级 好像提升了 是的 托你们的福 我晋升到乌丹之境了 夜城摸了摸卢雅的小脑带瓜 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场的阵法气息 方才他因为修炼 而瞬间爆发的强大能量 他固然是知道的 一想到青儿和卢雅都在身边 他有着片刻的着急 可考虑到青儿 层出不穷的手段 以及那数不清的保命法宝 夜城瞬间便淡定了起来 估计就算是十个自己晋级 释放出的能量 也打不破青儿的乌龟壳吧 只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 轻而是出手了 可 他出手的方式 却是将自己隔绝开来 以至于他晋级释放出的能量 无法扩散出去 简单来说就是 他自己炸了自己 得窥叶城身上穿的厚实 而且抵挡的还是自己的力量 否则这一闸 哪怕不皮开肉绽 也得春光无限 给乌来这个老男人看到 他倒是无所谓 给青儿嘛 虽然有点害羞 卢雅还是个孩子 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妹妹一般的存在 可不能看了 免得长真眼 尽管如此 他还是有些忧怨 因为刚刚那出爆炸 导致他好不容易长长了两公分的头发 又又又秃了 卢雅用小手捂住嘴巴 惊讶到 不是吧 乌丹静 秦哥哥 你真是个天才 巫族的修行 除了有职业之分 还有巫力的等级之分 由若到强 分别为 巫者 巫氏 巫丹 巫灵 巫王 巫皇 巫圣 巫神 叶成才刚刚获得引气入体 将巫气转化为巫力的功法 便直接从入门的巫者 一跃成为巫丹的存在 相当于一下境界了两个境界 这让卢雅如何不惊讶 还行吧 只是运气好而已 不 这绝对不是运气好 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便从你身上 感受到一股清静之意 那时我便下定决心 要将秦哥哥带回部落 以便搞清楚 这种清静的感 绝世从何而来 如今看来 秦哥哥的确与我巫族有缘 甚至你天生就该修行巫术的 看着卢雅认真的样子 叶成摸了摸鼻子 有些心虚 心中暗道 卢雅觉得清静 难不成是冥冥中 感知到第二层大佬的存在了 可第二层大佬在神殿塔内 就连他这个神殿塔的主人 都无法在破解结界之前 探查到他的气息 卢雅怎么可能感知得到 想不明白 叶成索性就不再去思考 此时的他 丹田内原本充盈的污吏 早已被压缩成了一颗 灰色的圆润的小球 这便是乌丹 也是乌丹之境的标志 进入乌丹之境后 乌神之典中的乌术 以及职业选择 才真正朝夜城开放 用乌神之典里的话来讲就是 乌丹之境 才是乌术修炼的开始乌丹之前 纯粹是给凡人强身健体用的 然而在如今的乌族部落中 曾经的乌术早已失传 遗留至今的 皆是简化了不知多少倍的 而乌神之典 那所记载的乌术 则被他们称之为上古乌术 只有一些特殊的存在 会天生拥有一部分上古乌术的记忆 这种天生 便拥有上古乌术记忆的人 被称之为轮回者 指的是上辈子 他们便是乌族的大能 因为某种原因陨落 为了保证乌族的传承不被磨灭 运用了禁术 封存了一部分记忆在灵魂深处 这种禁术可瞒过天道 待到投胎成功后 在某个特殊的契机觉醒记忆 轮回者的存在十分稀少 一旦出现 便是乌族部落瑰宝一样的存在 值得清泉部落之力守护好 几人重新整装出发 或许是出于感激 乌来使出了浑身解数 驾驶出了他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 也正因他这种不要命般的飙车速度 导致叶成几人在下售车时 脚步浮浮 脸色苍白 对此叶成感叹道 果然不论身体再怎么强悍 也无法抵挡运车的难受 祖地之战的采买集市 开设在一座小城池内 这里守卫森严 光是叶成看到的 城门和城墙边上 便有着过百名强壮的士兵守卫 更别提在街道上巡逻的守卫队 秦哥哥 亲儿姐姐 这座城池叫祖城 平日里 是各族组长议事开会的地方 也是重大节日 重大事件举行仪式的地方 你们跟着我走 千万不要分开 虽说在祖城中严禁动手 可若被人盯上了 可就不好回去了 看着卢雅一脸严肃紧张的模样 叶成不由问道 若是出去后被人击杀 会如何 祖地之战开启前 若是在祖城外被参战者单独击杀 不会被追究责任 但若数量不对等 则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那他们怎么知道对战人数 会有人看着 不知道 不过祖城内有巫阻 他会主导一切的公正